黄思博赶忙站起来迎了上去,陈磊,你什么时候回荆州了?陈磊笑了笑,昨天深夜,太晚了,所以就没有跟你们说,今天特意过来看看。我本来先去了一趟墨渔网卡旗舰店,但是墨遇到裴总和张总,所以就到你们这来了。 对于陈磊来说,整个腾达集团关系,最近的人,除了裴总和张元之外,就是飞黄工作室这些人了。因为,他从荆州离开,去魔都追梦的时候,飞黄工作室这群人正好在魔都拍摄纪录片,帮他在魔都解决了吃饭,住宿的问题,关系非常好。 黄思博感慨道,你是大明星啊,这段时间很少回荆州,连腾达现在的情况都不清楚了。 裴总,张总和马总,已经都不在墨渔网卡旗舰店了,马总去负责一家投资公司了,听说之前,投的IOI已经帮裴总赚了五个亿。 张总负责墨渔网卡,又做了个装机品牌,现在拿到最佳员工工程身退,玩电竞俱乐部去了。 至于裴总,现在也越来越忙了,不过,他经常在墨渔网卡的汉东大学店出没。 你要是运气好的话,能在那见到他。 陈磊感慨道,你们也是啊,一眨眼都在夹纳上拿奖了,我还去看了,美好明天,拍得真好,我逢人就吹这是我哥们拍的。 这一年变化好大,物是人非啊。 黄思博笑了笑,是啊,你那边怎么样? 听说你这一年的事业可是高歌猛进,听说在准备个人的演唱会了。 陈磊点点头,嗯,都挺好的。 不过,我还是最怀念在荆州的感觉,尤其是在网卡里唱歌的那段日子。 我打算回来的这几天,去荆州所有的墨渔网卡,搞个寻回演唱,怀怀旧,顺便帮裴总卖点酒水,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口丝甜了。 黄思博陷入沉思,寻回演唱。 你这次回来几天? 陈磊想了想,大概两周吧,我这一年在外面奔波有点累,上次回来在家待了一天就出门了,都没顾得上来谢你们。 这次我要在荆州多带一段时间,补充补充能量。 黄思博想了想,说道,上次我们在魔都拍的那个纪录片,本来想让你给唱一首主题曲来着,后来时间上有点来不及,就没能合作。 现在我们又有一个新片子,是裴总的项目,这次跟你约个歌,行吗? 陈磊点点头,当然可以。 裴总的片子,那我肯定是义不容辞啊。 什么内容的? 黄思博把促剪版的视频简单播了一下,这是一个租房项目,但是裴总给他赋予了一些特殊的含义。 裴总是一把一栋无人问津的老楼,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所以,我们给他的标题是,新盛。 你擅长民谣,也不用太往这个含义上去靠。 只要风格能搭得上就行,具体这些内容我也不懂,你看着发挥就行。 陈磊点点头,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晚上,裴千窝在沙发上,打开电视,调到荆州电视台,收看晚间新闻。 反正这一刀,横竖是躲不开了。 瑞宇晨在那边舌菜莲花的一顿操作,把记者都给忽悠住了,现在裴千心里很墨底。 不知道这新闻播出来,到底是个什么效果。 腾达生活APP已经做出来了,采访也采访完了,裴千对此无能为力,就只能是期待着这段新闻的内容短一点,看到的人少一点。 近日,汉东省全面开展垃圾分类与规范化处置,成果喜人。 垃圾分类是一项关乎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 完善垃圾分类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为打造文明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荆州市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取得了突破进展。 但也硬注意,目前垃圾分类实施过程中,餐饮企业问题发生率最高,许多餐馆存在不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违规处置餐除垃圾,为按要求投放垃圾废弃物等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荆州的外卖垃圾每天可达14.2吨,每天有将近240万人会点外卖,一次性筷子,塑料餐盒,塑料袋等垃圾和处于垃圾混同,为垃圾分类工作,制造了巨大的困难。 但是,荆州却有一家外卖餐饮企业从去年开始就积极践行健康、环保、精致的饮食理念,率先完成了零污染目标,餐具循环利用,处于垃圾便废为宝,应当成为所有餐饮企业学习的榜样。 画面一转,切换到了摸鱼外卖一号店的采访画面。 热心顾客对着镜头正经微坐,表示自己将身体力行地支持垃圾分类,支持摸鱼外卖。 墨鱼外卖负责人瑞宇晨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介绍墨鱼外卖和时和的前世今生,以及一路坚持下来的心路历程。 裴谦甚至在镜头上看到了自己,一个背影在摄像机拍摄全景的时候闪过。 而后,记者又拍摄了干净整洁的后厨,以及正在工作中的微生物垃圾处理机。 简要介绍了腾达生活APP中其他与墨鱼外卖同样里面的产业, 突出了腾达生活的核心思想。 最后,瑞宇晨赠送了一个精致的石盒,新闻中盛赞了石和品牌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的大胆创新, 也对墨鱼外卖到目前为止在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进行了高度赞扬。 墨鱼外卖的店长瑞宇晨表示,石和的含义是民以石为天,君子和而不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希望所有的餐饮,外卖品牌,都能够学习墨鱼外卖的精神。 也希望都能够多多支持墨鱼外卖这个荆州本地的餐饮品牌,为美丽荆州,环保荆州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闻到此为止,陪钱贪坐在沙发上,感到非常惆怅。 完了,这一段新闻,可一点都不短啊。 原本以为这么小的一个新闻,播两分钟也就差不多了。 万万莫想到,竟然播了五分多钟,瑞宇晨和那个石和猛刷存在感也就算了。 新闻的最后,竟然还直接鼓励大家多多支持墨鱼外卖。 这就很可怕了。 要知道,荆州有多少爱看新闻的老头老太太,大爷大妈,可能他们本来对外卖非常厌恶。 但是如果在新闻上看到有一家外卖品牌受到了表扬,这种印象可能就会发生改变了。 当然,他们肯定不会频繁点外卖,但是他们可能会跟自己的孩子说,外卖都不健康。 能不吃就不吃,非要吃,那就吃墨鱼外卖。 除此之外,还有腾达生活APP以及石和这个高端品牌,能在新闻上露脸,绝对会引发广泛传播。 而这些产业整合起来,不同产业之间的顾客互相流动,又会导致非常复杂的连锁反应。 陪迁只是稍微脑补了一下,都觉得似乎没救了。 在手机上下载好腾达生活的APP,打开上面的讨论区。 这个讨论区本来是属于托管健身的,但是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小论坛,可以发帖,回复,共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原本的健身内容变成了一个小的板块。 一条条新铁,映入眼帘。 新版本更新我人傻了,多了这么多东西。 这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软件了。 太好了,作为腾达的忠实用户,终于不用几个APP来回切换了。 所有都可以在这里一次搞定了。 我与外卖上新闻了。 时间还挺长的,这是作为垃圾分类的优秀企业,被重点表扬了呀。 之前不常翻TPDB网站,现在才知道,腾达竟然做了这么多东西。 竟然还有健身房。 谁知道效果如何。 改天我想去试试。 托管健身房。 效果绝对立竿见影。 比其他所有的健身房效果都明显。 腾达还有租房业务呢? 树卵公寓? 这个怎么没有太多介绍啊? 谁知道是什么情况。 未来还会有腾达商城重磅上线。 好期待。 腾达的所有东西闭着眼睛买。 绝对不会错的。 看着这一条条评论, 裴谦感觉有点精神恍惚。 大家, 能不能多点独立思考的精神? 不要别人说这个东西好, 就觉得它真的好啊。 要自己多尝试一下, 找到它的缺点啊。 但裴谦也不得不承认, 这些帖子的想法, 就是很正常的想法。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裴谦也确实想不到, 摸于外卖, 还能继续保持亏损的理由了。 树懒公寓也暴露了。 不过好在大家还不知道, 这个项目的真相。 所以, 石盒应该还是会继续亏损的吧。 裴谦继续漫无目的地刷着帖子, 突然, 他的手停住了,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新帖。 谁知道那个石盒, 在哪买? 似乎可以找各个门店直接购买, 有全新的石盒, 很多种颜色, 跟外卖送餐的那种颜色有区别。 售价49块钱, 还挺便宜的。 你们买这个干湿磨? 当保温筒带发啊。 造型很漂亮, 而且里面的餐隔分得特别科学, 有荤菜、 素菜、 汤等等, 密封性还好, 不担心颇见。 有道理啊! 我妈可能需要一个, 我这, 就去下单。 看着众人的讨论, 裴千僵住了, 把石盒买来当保温筒用。 觉得他很漂亮, 很别致, 售价49很便宜。 裴千震惊了, 如果说之前的那些言论, 还在他意料之中的话, 这一条, 则是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 十, 还能用这种方式赚钱。 裴千感觉, 自己似乎被狠狠地套路了。 8月13日, 周六, 裴千从床上爬了起来, 打了个哈欠。 今天, 是管培生历会召开的日子。 考试周已经过去了, 裴千近一个月, 琐事缠身, 虽然也像征信地复习了一下, 但总体来说, 还是处于放弃治疗状态。 他倒是不担心挂科, 就是有点担心自己的老师们, 估计为了让自己及格, 费了不少脑细胞。 至于管培生们, 裴千对他们的考试结果, 丝毫不担心。 本来, 就都是优等生, 考前又留足了复习时间, 考试成绩肯定不错。 没有管培生的日子, 裴千感觉寸步难行, 只是停了一次管培生例会, DGE俱乐部, 学霸快来Abby等部门, 就呈现出一副我要nance你的态势, 再加上IOI和墨鱼外卖, 也纷纷因为一些不可控因素而炸裂, 让裴千焦头烂额。 而且, 这还是已经炸了的, 谁知道底下还埋着多少地雷末被发现。 所以, 管培生的例会必须立刻恢复。 洗漱完毕之后, 裴千看了看表, 时间还早。 于是拿出手机, 想要在网上搜索一下, 大家对腾达生活APP和墨鱼外卖的看法。 昨天的晚间, 新闻播出后, 经过了一晚上的发酵, 网络上显然又有了一些新的评论。 有人说, 自己的父母看了新闻, 让自己以后只能点墨鱼外卖。 有人说, 公司决定以后商务会议统一定时和。 还有不少人说, 自己已经买到了时和最过分的一个帖子。 有人把所有颜色的石盒整整买了一套, 不为别的, 就为了好看, 为了收集。 裴千感到心很累。 前面的那些人也就算了, 在垃圾分类的大环境下。 你们土省市点摸鱼, 外卖我也就忍了。 最后那个买各种颜色的石盒, 当收集品的, 是什么鬼啊? 正经人, 谁收集这个啊? 只能说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裴千就搞不明白, 为什么一些看似内模不靠谱的东西, 总是会有人拿来当宝贝。 突然, 裴千发现一条热度很高的微博。 笑死我了。 大家还记得, 昨天新闻采访的墨鱼外卖那位时刻吗? 看起来一本正经, 以为是安排好的。 结果万万莫想到, 这才是完整版。 下面是一个视频。 记者来到墨鱼外卖, 随机采访了一位时刻。 然而这位低头刷着手机漫不经心的回答,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被记者采访。 怎么看? 懒得垃圾分类呗。 你们是在录像? 采访吗? 新闻节目? 啊, 垃圾分类好啊, 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 人人有责。 我觉得, 墨鱼外卖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麻烦把前面那段剪掉。 谢谢了。 记者强忍着笑容。 好的, 您放心吧。 这条视频正在被疯狂转载, 下面的评论飞速增长。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前一秒荆州普通市民, 后一秒荆州优秀青年。 太真实了。 我还以为是, 提前准备好的采访词, 莫想到是突击采访。 这位大哥, 事先甚至都没注意到摄像机, 说了大实话。 这就是可爱的荆州市民啊。 虽然嘴上吐槽垃圾分类, 给自己生活带来不便, 但还是身体力行地支持垃圾分类, 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而没有去偷偷地乱丢垃圾, 必须点个赞。 麻烦把前面那段剪掉。 哈哈哈哈。 善良的大哥, 被记者给套路了。 没有套路。 记者确实帮他剪掉了呀, 没在新闻上播出。 但是记者, 可莫说, 不会上传微博呀, 两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咦? 发现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段视频里刚开始拍了几个时刻。 这里面有个背影, 似乎很熟悉。 我手机壁纸就用的这个。 裴谦? 背影? 你特么连背影都能看出来。 至于具体是指的谁的背影? 那还用说吗? 裴谦赶忙顺慢摸瓜, 找到了发这条评论的网友微博, 发现他最新的一条微博同样很火, 已经获得了几千次的转发。 今天发现, 记者采访墨鱼外卖的时候, 裴总竟然也在那里。 你看这两个背影的对照, 相似度高达99%, 差不多的西装, 同样的体型, 就连后脑勺都一模一样。 下方是两张对比图。 前者是裴谦在墨鱼网咖3.0电竞生活馆, 逆着人潮往外走时, 那位记者拍摄的照片。 后者是记者采访墨鱼外卖时, 视频的截图。 果然, 相似度爆表。 之前墨鱼网咖那张图, 就有一些人拿来做了手机壁纸, 也难怪看到这个背影, 有些人会产生这种联想。 刚开始注意到的人还不多, 但是有人做了对比图之后, 大家瞬间都认出来了。 裴谦有点蛋疼, 早知道应该换一身西装的。 但是作为一个钢铁直男, 谁天天换那种花里胡哨的衣服啊? 穿着舒服的西装, 就那抹几套, 来回换着穿,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结果万万莫想到, 这个背影的识别度太高, 被热心网友发现了。 网友们很快开始了, 对裴总这种行为的解读。 世界名画, 裴总在墨于网咖, 裴总在墨于外卖。 原来裴总在现场督战。 怪不得负责人说的那抹好呢? 这要是说错话, 搞不好第二天人, 直接墨了。 裴总在现场, 竟然没有亲自接受采访。 这不是很正常吗? 裴总是一个低调的人, 从来不会主动去追逐这些虚荣。 当时在墨于网咖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那个记者拍下了裴总的背影, 谁会知道裴总也去了墨于网咖电竞生活馆的开业典礼。 不知道为什么, 我似乎在这个背影身上读出了一种淡淡的寂寥。 这就是试了服役去, 深藏公与名。 是啊, 感觉裴总有一种你们采访你们的, 跟我没关系的淡然。 这岂不是说明裴总也吃墨于外卖, 还经常吃。 是啊, 听内部人员说, 裴总确实是一日三餐基本上都吃墨于外卖, 只有个别时候才去吃无名餐厅。 惊了, 裴总竟然这么节省, 这么克制。 那我现在去吃墨于外卖, 是不是就可以吃到裴总同款套餐了? 有道理啊, 我去打听打听裴总当时吃的是什么套餐, 我也点一份。 裴总套餐一, 裴千人都看傻了, 世界名画, 网友们也太能恶搞了, 我只是刚好路过呀, 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无辜路人不好吗? 请不要再努力搜寻我的蛛丝马迹了, 谢谢。 我只想过平凡的人生, 当一个透明人。 而且裴总套餐是什么鬼? 我特摩旋, 无意之间给墨于外卖带货了。 裴千随便一番, 发现类似的言论, 竟然还不在少数。 很多人本来对墨于外卖没什么感觉, 即使是已经出了垃圾分类政策, 他们也更愿意自己做饭, 带饭。 但是, 发现这一条之后, 很多人突然改变主意了。 裴总都亲自吃, 还天天吃。 这说明, 墨于外卖, 确实跟外面宣传的一样健康。 很多明星代言产品, 自己都不会去用的, 一点都没有说服力。 而裴总这样身价的大老板, 也天天吃墨于外卖。 足以说明, 这东西不管是健康程度, 营养程度还是口味, 都不会差。 只要花二三十块钱, 就可以吃上跟裴总一样的餐品。 这种好事去哪找? 这简直, 就是完美的广告。 瞬间激起人们, 狂点墨于外卖的热情。 裴千长叹一声, 默默地摇了摇头。 而后, 他默默地把手机揣兜, 不再去关注相关的内容。 凉了, 抬走, 下一个吧。 墨于外卖遭遇的一连串不幸, 基本上已经是死得透透的了。 恐怕接下来只能进入墨于网咖的模式了。 多开店, 多扩张。 汉东省市别想了, 垃圾分类一日不结束。 墨于外卖的门店, 恐怕是开一家, 赚一家。 虽然外卖赚钱不快, 前期的门店投资很长时间才能收回来。 但从长远来看, 肯定是越赚越多的。 只能是去其他没有垃圾分类的城市, 继续开分店。 再加上墨于外卖前期的巨额投入, 只要开得够快, 盈利就追不上我。 裴谦默默的一声叹息, 启程前往公司, 参加管培生例会。 会议市中, 管培生们全都到齐了。 刚刚结束考试周末多久的他们, 一个个看起来都是精神抖擞, 似乎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到工作中。 裴谦则是一脸惆怅。 你们可知道, 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 学长我经历了什么吗? 真是闻者伤心, 献者落泪, 不足为外人道也。 大家, 开始汇报吧。 唐一书拿着小本子, 准备记录。 管培生们, 开始一一汇报各自部门的情况。 因为他们一直在盲考试周, 所以收集到的内容, 主要是从上个月中旬到今天的信息。 这其中的很多信息, 裴谦都已经知道了, 甚至都已经收到了噩耗。 比如, 学霸快来改版成为腾达生活EPIT的事情。 裴谦很无语地发现, 于平安竟然阴差阳错地, 正好避过了管培生们的耳目。 在管培生历会召开的前两天, 完成了EPIT的改版。 这时间, 就跟算好的一样。 裴谦不认为, 于平安意识到了管培生的存在, 特意避开。 这只能用运气来解释。 真是让人头突。 很快, 一些赔钱之前并不知道的危险信息, 浮出了水面。 学长, DGE俱乐部目前似乎在参加一个, CZ直播举办的整活大赛。 据说赢一场最高有十万块钱奖金, 选手和俱乐部队半分。 学长, 飞黄工作室这边, 似乎从树懒公寓接到了一个项目, 正在帮忙剪辑树懒公寓的宣传片。 说是, 还拜托了陈磊给宣传片协主提取。 巨大的危险, 让裴谦瞬间警觉。 DGE俱乐部已经在危机的边缘反复横跳。 之前那二百万赞助, 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没想到, 这还没过去积天呢, 又整出了新花样。 赢一场, 十万块钱。 听起来倒也不是很多, 但这个整活大赛, 很有可能会获得极高的曝光度。 如果DGE俱乐部的曝光度涨上去了, 那就有可能接到更多的赞助。 到时候, 情况可就不妙了。 至于飞黄工作室和树懒公寓的联合, 更是让裴谦措手不及。 而且, 万万没想到就连陈磊都偷偷地前行回荆州, 要来偷袭自己了。 裴谦很无语, 好你个陈磊, 口口声声说, 我们是好朋友。 结果回了荆州第一时间不是来见我, 而是先去找黄思博, 琢磨着怎么害我。 这两件事情, 都非常危险。 但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现在, 立刻想办法挽救。 对于树懒公寓这边, 裴谦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让梁清帆, 把树懒公寓的租房要求, 写到树懒公寓的官网和腾达生活。 树懒公寓的规定繁多, 尤其是储物空间缺乏, 不能自己购置家具, 或者改变房间布局, 只接受长租, 不接受短租和合租等规定, 能够对决大多数人, 产生劝退效果。 直接在一开始就说清楚, 肯定能够有效地劝退大多数人。 裴谦却实担心, 宣传片这众网上的曝光渠道, 但同时也很清楚, 曝光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腾达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大量的目光, 做了个树懒公寓的租房项目, 不可能一辈子不被发现。 裴谦更担心的是, 这些潜在客户真的来到现场, 看到了房子, 头脑一热就决定租了下来。 毕竟树懒公寓是梁清帆设计的, 这种极致简约风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可能很多人根本来不及思考树懒公寓的缺点, 就头脑一热的入住了。 所以, 裴谦一定要让梁清帆把树懒公寓的所有缺点和问题先写出来, 在潜在客户来看房之前就提前劝退。 这样一来, 因为头脑一热而租树懒公寓的人应该就会很少了。 而即使租了, 长时间生活下来, 生活上的不便也会产生持续的劝退效果。 至于DGE俱乐部那边, 裴谦还没有想到太好的办法, 只能是后续再慢慢想解决办法了。 很快, 管培生们全都汇报完毕。 考试周之后的第一次管培生例会, 裴谦表示很满意。 大家都做得很好, 请大家再接再烈。 下午, ZZ直播平台。 整活大赛即将开始。 在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 直播间里就已经涌入了大量的观众。 这主要是得益于ZZ直播为了力捧这次比赛而进行的铺天盖地的宣传。 而且, 整活大赛这个名字天然的就具备绝佳的传播属性。 听到这四个字, 很多人就会下意识地想要了解比赛规则。 赛程已经出来了, ZZ直播平台邀请的都是国内的一流队伍。 而之前YY直播炒作很久的无敌战队DGE也在此次的参赛队伍中。 所以, 很多观众都来到ZZ直播平台, 想要看看传说中的无敌战队到底是真的无敌, 还是被直播平台给吹出来的。 YY直播辛辛苦苦为黄望制造, 起来的热度, 就这样被ZZ直播给蹭走了。 但是YY直播也不甘示弱。 你蹭我, 我就不能蹭你了吗? ZZ直播为这次的整活大赛投入了海量的宣传资源。 YY直播之道已经很难阻止, 所以干脆不去阻止, 而是准备直接剪线成的。 因为黄望在YY这里直播第一视角。 确实, 比赛是在你ZZ直播平台办的, 但是想看黄望的第一视角。 抱歉, 还是智能来我们YY直播。 更何况, 这次参加比赛的又不是只有DGE俱乐部的队员, 像H4这些俱乐部的队员也都参加了, 包括庞令这些人都是跟YY直播签约的。 所以, 虽然彼此是竞争对手关系, 平时恨不得把对方的狗脑子都给打出来, 但是在整活大赛的事情上, 双方却神奇地达成了一致。 你蹭我的, 我蹭你的, 咱俩能拿多少热度各评本事? 谁都别捣谁。 而两大直播平台都在为整活大赛宣传, 更是让这比赛还莫开打, 就积累了巨大的热度。 对于整活大赛的规则, 绝大多数观众都已经了解了。 简单来说, 整活大赛可以看成是娱乐赛, 观众们根据整活指数进行评分, 但前提必须要赢。 说了, 活整得再好看也没用。 之所以, 要定这样的规则, 主要是为了保证比赛有足够的对抗性。 如果单纯论整活, 两边选十个冷门辅助英雄乱搞。 那这比赛, 就一点观赏性都没有了。 现在这个规则最大的优点就在于, 所有战队的第一目标都是为了赢, 在保证赢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整活。 这样一来, 双方都会很认真地打, 比赛的竞技性、 对抗性和观赏性都能够保证。 与此同时, 这个规则又保证了双方的实力能够拉近, 避免出现正赛中那种全力以赴把对方淋风的情况下。 整活整得好, 奖金可以翻倍, 那么强队就会绞尽脑汁的整活, 增加比赛的娱乐效果。 但是这种整活也有可能会翻车, 一不小心就被认真完的弱队给扳倒了。 不管是强队整活赢了, 还是强队整活翻车了, 都会非常具有话题性。 所以, 这个规则很好地平衡了娱乐性和对抗性, 也制造了足够的噱头。 DGE俱乐部里, 黄旺开始分发节目单。 不整活赢, 只能拿5万, 整活赢可以拿10万, 这可是差了一倍。 所以, 黄旺等人早就准备好了积个整活的策略, 比赛一开打, 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 比如, 全场送人头不杀一个敌人, 但是通过对线和抢夺地图资源, 保证经济持平, 最后通过分带, 牵扯和偷家, 临人投获的比赛胜利。 全队一起选5个冷门的弱势英雄, 获得胜利。 一个人全场OB挂机, 四打五取得胜利。 终极四宝一取得胜利。 断兵线, 上高地断三路兵线, 取得胜利。 所有人不死不回家, 取得胜利。 带着马指导, 取得胜利。 当然, 带着马指导这一条太难了, 所以大家决定, 还是先打两场。 试试对方现在的水平, 再决定要不要出动马指导。 毕竟整活归整活, 要是玩脱了, 就等于没了十万块。 太难受了。 之所以准备了这魔多的整活花样, 主要是怕观众们看腻了。 各种花样穿插着来, 越往后整得活越好看, 观众们才会赶到眼前一亮并且给打高分。 拿到高分, 才能拿满十万块奖金。 二队先上, 黄望示意队员们按照第一个剧本来, 全场不杀一个人取得胜利。 比赛开始, 直播间密集的谈幕开始飘过。 游戏开始五分钟。 DG二队这基本功都很扎实啊, 补刀美如画。 走位也很好, 对线压血线的能力也都很强, 三路优势。 黄望有点猛, 对面已经被压回家两次了, 很多兵末吃到。 DGE俱乐部吹成无敌, 看起来不是空穴来风。 游戏开始十分钟。 DGE这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莫名已经0-5开局了? 打野一直偷野怪, 不管线上队员死活。 三路的防Ganty时都很差啊, 怎么频繁被抓? 对面打野, 什么时候这么猛啊? 还好, DGE的队员每次都是推完线之后死的。 自己的发育没落下, 地图资源也都拿到了, 双方经济还是持平的。 所以, 你们整活啊。 怎么两个队看起来都很认真? 默认弯腰蛾子? 这就是被吹成无敌的DGE魔。 真是有够好笑呢。 游戏进行到二十分钟。 怎么DGE就已经0-12了? 一个头都拿不到。 对面的队员每次都是残血成功开溜。 运气也太好了吧。 DGE的这些人莫不是故意的。 你看, 他们死人都是一个一个死, 从来不会被团灭。 但是双方一打团, 对方就被打成了五个残血, 只能回家。 而DGE这边就可以顺势拿地图资源。 大龙都被DGE给拿了。 要遮住这个人头数, 我特魔还以为DGE是大优势呢。 对面那魔那魔多人头, 竟然每个位置的经济都不如DGE。 这也太魔幻了吧。 比赛进行到三十分钟, DGE偷家获胜。 我去, 这都赢了。 打到最后零人头都能赢。 我特魔看了一场什么样的比赛。 我明白了, DGE这边一开始就在整活呀。 他们的目标就是, 一个人头都不拿获的胜利。 我就说呢, 黄旺感觉有好几次都能单杀或者收割, 全都放弃了。 我还以为是他怂了呢, 原来是故意的。 卧槽, 原来如此, DGE的演技太好了。 不仅骗过了对手, 也骗过了观众。 牛逼, 这都能赢。 我信DGE是无敌俱乐部了。 很多观众这才后知后觉的回国未来, 开始疯狂投票。 整活指数瞬间拉满。 DGE俱乐部的众人, 虽然刚开始就想好了要按照这个剧本来整活, 但是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因为对方也不傻, 如果发现DGE俱乐部是故意不杀人, 那魔他们就会残屑了, 也肆无忌惮地上来输出。 那样的话, DGE就不可能完成这个整活的任务了。 对方残血上来, 你不杀, 对方就要杀你。 你杀, 那活就整不成了。 所以, 要完成这个任务, 首先就得演技好, 让对方以为DGE这边是在认真打, 让那些残血的人都以为自己是侥幸逃生才可以。 因为演技太好, 不仅骗过了对手, 也骗过了绝大多数观众。 直到最后一刻真相揭晓之前, 谭幕的风向几度反转, 一会儿有人刷DGE醉菜俱乐部, 一会儿有人刷DGE反向无敌, 到最后一起被打脸, 节目效果拉满。 比赛打完, 黄旺跟队员们击掌庆祝。 完美! 十万块奖金到手! 这块钱挣的, 是真的舒服。 张元在一边默默看着, 也为队员们感到欣慰。 其实偶尔打一打这种娱乐赛, 一方面能放松身心, 另一方面也能调整一下心态。 而且, 黄旺跟DGE俱乐部的热度, 也在飞速的提升之中。 江焕所在的, 一队也在热手, 同时默默挑选整活的方案。 绝对不能输给二队, 否则就得加练了。 8月15日, 周一, 裴谦照常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周末这两天, 裴谦一直在关注着, ZZ直播的整活大赛, 关注着DGE俱乐部的表现。 情况不容乐观。 看了比赛之后, 裴谦才意识到, 这两支战队的真实实力, 竟然达到这种程度了。 之前, DGE俱乐部的两支队伍出去打比赛, 回来之后情绪低落, 裴谦还以为是输得太惨。 现在看来, 要模式自己会错意了, 要模式这两支队伍, 在这段时间的实力, 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仔细想想, 似乎还是前者可能性更大一些。 只不过裴谦很纳闷, 这两支队, 凭啥这么强? 我特模不是都给你们安排健身训练了吗? 从这些人身上的肌肉来看, 他们的健身训练, 应该是保质保量的完成了。 按理说, 他们在游戏中的训练时间少了, 精力分散了, 成绩应该垫底才对啊。 可结果, 却是吊打了那些老牌俱乐部。 整活都能赢, 可见双方的实力差距大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 裴切岳发觉的DGE这边的情况不对劲, 要抓紧时间思考对策。 在这模继续打下去, 黄旺的热度估计要起飞, 随便跟自己的队员们双排一下。 搞不好, 一伙就是一片。 这些人签直播合同倒是无所谓, 但是换个角度考虑, 如果DGE俱乐部有五六个热度很高的大主播, 那DGE的名气还不得当场起飞。 到时候, 真有一些特别有钱的赞助商找上门来可怎么办? 裴切岳想越发愁? 正考虑着, 办公室外面有人敲门。 抬头一看, 是胡显兵。 裴总, 奋斗的开发工作已经基本上进入尾声了, 是不是可以开始制定宣传方案了?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 或者说, 我们不宣传, 等玩家们自己发现。 对于游戏的宣传工作, 胡显兵心理磨底, 必须找裴总来确认一下。 毕竟裴总在宣传游戏这块, 适当之无愧的营销大师。 宣传方啊! 裴切岳陷入思考。 对于一些独立游戏制作人来说, 不宣传, 基本等于铺接。 但是对于裴切来说, 腾达游戏, 已经没有那种好事了。 随着开发的成功游戏越来越多, 腾达游戏名声在外, 只要新作一出, 那绝对是玩家纷纷关注, 媒体争相报道, 大家高喊我TM买报。 现在还寄希望于不宣传, 就不会有人关注, 已经是一种鸵鸟心态了。 但是宣传的话, 那不是更火, 赚得更多吗? 这就很僵硬。 不过, 现在的裴切已经不同于以往, 因为它有理论储备了。 何老师曾经讲过一个重要的理论, 关于游戏的一切环节, 都要相配。 尤其是宣传工作, 必须跟游戏本身的特质相契合, 不能出现宣传和实际产品的错位。 而裴切之前的游戏宣传, 之所以成功, 主要就是因为运气太好, 恰好碰上了。 严格来说, 对于以品质取胜的单机游戏, 虚假宣传是绝对的雷区。 如果碰到了, 非死极残。 在那个时候, 裴切就已经在考虑, 如果, 奋斗, 能用上我之前学到的知识, 不就可以顺利地完成亏损了吗? 所以, 这次裴切决定放弃幻想, 开始斗争。 不要再觉得, 不宣传就是好的。 不宣传还远远不够, 必须反向宣传, 才能劝退玩家们。 但具体如何反向宣传, 造成宣传和产品的错位, 却是一个难题。 因为系统是不允许弄虚做假的。 裴切在宣传的过程中, 不能故意放出假消息, 蒙骗玩家们, 这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 这也难不倒裴切。 我确实不能说假话, 但是我可以只说一部分真话吗? 虽然是真话, 但只要隐藏起一部分信息, 同样可以对玩家造成误导的效果。 裴切很清楚, 宣传和产品的错位 之所以对产品本身有很大的杀伤力,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玩家群体的错位。 就比如, 你这游戏明明是一款休闲游戏, 结果宣传之后, 莫及个休闲玩家感兴趣, 反而是一群干地玩家跑了过来, 那就很尴尬了。 喜欢这游戏的人莫来玩, 不喜欢这游戏的人玩了个开头就跑了, 还给你扔下差评, 这不就GG了吗? 所以, 裴切觉得自己也应该制造这种错位。 裴切默默地思考, 现在开始按照何老师的理论, 进行综合分析。 奋斗的目标群体, 应该是哪一群人? 嗯, 应该跟游戏制作人的玩家群体比较重合, 都是那重步需要太多操作, 而侧重于挖掘, 分析游戏内涵的玩家。 所以, 我在宣传的时候, 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让这批人看到, 宣传语之后, 就不感兴趣, 不想来玩。 而另一批喜欢操作, 喜欢大场面的玩家进来, 骂骂咧咧地走。 只要这种错位完成了, 那就一切好说。 想到这里, 裴切心里有谱了, 对胡显斌说道, 宣传的几个要点, 你记下。 在宣传的时候, 我们不要用奋斗这个名字, 而是要用游戏的英文名, Struggle。 向玩家透露, 这款游戏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选择多样, 策略丰富。 画面精美, 全部动作都用了真人动作采集。 剧情复杂, 透人新鲜。 而且, 创新性地使用了双主角模式。 裴切一边说, 胡显斌一边快速记录。 记录完毕之后, 胡显斌抬头看了看裴总, 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本子, 满脸写满了茫然。 这是我们的游戏。 仔细品读一番, 这里面的每个点, 似乎都没说错。 但是这些内容综合起来, 怎么都联想不到, 奋斗, 这款游戏啊。 胡显斌脑补了一下, 如果是他看到这几条宣传语, 那么他脑海中首先联想到的, 肯定是一款剧情动人的大制作单机动作游戏。 你看这几个特点吗? 所有动作都用了真人动作采集, 这多半是动作类游戏。 选择多样, 策略丰富, 说明战斗, 系统很复杂, 耐玩性高。 剧情扣人心弦, 这显然也是在强调动作游戏的剧情包装。 双主角模式, 会让人联想到动作游戏剧情中, 两个不同战斗风格的主角相互切换。 胡显斌有些犹豫, 裴总, 说法是不是不够准确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明, 这并不是一款动作类游戏? 裴谦微微一笑, 不要多问, 就按这个去宣传就好了。 我这可是一句假话都没有啊。 奋斗的英文名字就是struggle, 但是struggle这个单词 同时具有奋斗, 抗争, 搏斗, 扭打, 抢夺, 挣扎脱身等多重含义。 要说奋斗, 那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现实题材。 但要说struggle, 结合之后的游戏特征介绍, 大部分都会联想到动作题材。 至于后面的几点, 我也没说错啊。 奋斗, 确实是选择多样, 策略丰富, 只不过再怎么选择, 结局都只有一个。 你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改变宿命。 确实画面精美, 全都用了动作采集。 但是我也没说, 采集的动作是打斗动作啊。 双主角模式, 就更是没毛病了。 而且还是非常创新的双主角模式。 其他游戏的双主角, 是处于同一个剧情框架下的双主角, 战斗风格不同, 但会有交集, 主要用于调节玩家游戏情绪。 而我的双主角就厉害了, 一个穷人主角, 一个富人主角, 玩法都一样。 彼此压根不在一个剧情框架下, 甚至不在同一个游戏里, 因为穷人版和富人版, 是分开卖的。 我一句假话都没有, 没有虚假宣传啊。 你们非要把这游戏理解为动作类游戏, 那我也没办法嘛。 看着胡显兵一脸茫然的离去, 裴谦感觉这次应该是成了。 美白请何老师来讲课。 虽然何老师经常编诗我, 但课程里的干货还是很多的。 这不就用上了吗? 搞定了奋斗的宣传问题, 裴谦的心情不由得多云转情。 五分钟之后, 又有人敲门。 裴总, 各部门负责人都已经到了, 马上要开始这次的优秀员工评选了。 新助理提醒道, 裴谦点点头。 好, 我马上来。 现在已经是八月份, 又到了一年两度的优秀员工评选时间。 原本是定在月初的, 但是那段时间裴总时暂时工作繁忙, 被IOI的事情搞得心态有点炸裂, 再加上处于考试周, 末时间管这个事情, 所以就推迟到了月中。 别说, 推迟了这半个月, 还真有用。 好多那鬼都浮现出来了。 这要是早开半个月, 很多内鬼, 估计就要再多潜伏半年才能除掉了。 裴谦不由的磨刀霍霍, 不知道这次要被守卫淘汰的员工, 是哪位信任呢? 腾达众多部门的负责人齐聚一堂, 有说有笑。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腾达现在发展的正魔好, 各个部门都在你追我赶, 突飞猛进。 谁拿到这个优秀员工都不奇怪。 甚至有些人不想拿这个优秀员工, 尤其是一些部门负责人。 因为绝大多数部门负责人对自己目前的工作都很满意, 根本不想转行。 比如张员, 她拿到最佳员工的时候, 就不情不愿的。 而且, 部门负责人是一个部门的最高领导。 如果部门获得巨大成功的话, 除非某个员工的能力特别逆天, 否则功劳最大的肯定是部门负责人。 这也就导致了, 优秀员工几乎必然在部门负责人中产生。 很多人都想自愿放弃, 但是裴总监绝不同意。 于是, 大家都只好看看。 至于那比梦想基金, 以前是显得挺多的, 现在已经没那么多。 但现在裴总给钱也并不拘泥于此, 像DGE俱乐部拿到梦想基金之后钱不够, 裴总还是大抵拨款了。 总之, 现在大家就只是把最佳员工评选当成一次表彰, 见怪不怪了。 包续在座位上坐着, 心态很坦然。 这次总不能再是我了吧。 虽然产生了一些应急反应, 本能的很紧张。 但包续左思右想, 自己确实没理由再被选中啊。 仔细回忆前几次不幸中枪的最佳员工评选。 黄思博那次, 包续在腾达游戏负责海上堡垒的研发工作, 劳苦功高, 获得优秀员工第二名, 这很正常。 吕明亮那次, 包续虽然低调了不少, 但游戏制作人开发过程中调试了游戏细节, 还负责了老游戏的调优, 也刷了不少的存在感。 所以, 又获得了第二名。 后来, 包续就开始拼命的缩, 甚至把所有文件都交给李亚达来提交。 结果万万莫想到, 这个行为导致李亚达拿到了最佳员工第二名。 裴总觉得, 李亚达一个女生独自出门太危险, 又让包续陪着去了。 所以, 包续继续吸取教训。 旅游回来之后, 他就跟李亚达一起退居二线。 除了偶尔简单的出谋划策之外, 什么都不管了, 努力让自己的存在感完全降成零。 更关键的是, 最近这半年, 游戏部门并不算特别出彩。 奋斗还没研发完成, 莫来得及上线。 跟其他部门相比, 腾达游戏部门做的并不算很出色。 胡显斌是不可能拿到最佳员工的, 敏京超也够呛, 因为他只是负责GOG的更新维护。 其他部门则是成绩斐然。 肖鹏的墨鱼网咖3.0大获成功。 瑞宇晨的墨鱼外卖扭亏为银还上了电视。 与平安的腾达生活APP整合了许多产业。 常有的AUTO手机大卖。 飞黄工作室的电影又拿票房又拿奖。 而且, 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成绩。 这些部门的表现, 全都比游戏部门要优秀啊。 连游戏部门的负责人都没机会。 我这个隐藏在游戏部门里的小透明就更莫机会了啊。 想到这里, 包序觉得不管从任何方面考虑, 自己都应该是安全的才对。 在包序坦足渐变得坦然的心情中, 投票正式开始。 大屏幕上出现了柱状图。 众人拿出手机, 打开腾达生活APP的TPDB板块, 纷纷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 包序紧张地盯着自己的名字, 脸越来越黑。 他发现, 竟然还有三十多票投给了自己。 包序清楚地记得, 上次自己就获得了二十多票。 他一直想去找到这二十多个人是谁, 跟他们好好地谈一谈人生。 但是很可惜, 这个投票是吴继鸣投票。 结果半年时间过去了, 这些人竟然还惦记着。 而且, 人数还上涨了。 包序高度怀疑, 这些人想不到应该投谁就投了自己, 不为别的, 可能就是希望连胜不要断。 包序开始认真考虑, 自己是不是应该去贿赂一下TPDB网站的程序员, 查一查到底是谁一直在给自己投票。 不过看着其他人的票数蹭蹭地往上涨, 包序渐渐地放下心来。 最终, 柱状图微不可查地跳动了击下, 终于定格。 优秀员工, 马阳。 优秀员工第二名, 黄思博。 优秀员工第三名, 瑞宇晨。 看到这个名单, 众人开始热烈鼓掌。 包序也松了口气, 跟着鼓掌。 大家都觉得, 这个名单, 实至名归。 马阳拿到最佳员工,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毕竟给指头公司的那笔投资, 可是两千万变五亿, 整整翻了二十多倍。 挣挣磨多钱, 再不给个优秀员工, 那真是说不过去了。 而黄思博拿到第二名, 主要是因为, 美好明天, 这部片子, 在国内票房, 海外票房, 网络视频, 全都大获成功, 更是在贾纳拿到了奖项, 名利双收。 至于瑞宇晨拿到第三名, 一方面是因为得到了电视台表扬, 另一方面, 也是大家高度认可他的工作能力。 想想, 墨鱼外卖, 都亏损一年了。 这一年中, 瑞宇晨始终没有放弃, 终于扭亏为盈, 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当然, 其他部门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只不过这三位最突出。 裴谦看着这个名单, 回忆着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觉得首位淘汰一个人, 似乎是真的不够用了。 能不能把这三个人打包送走? 一个都不想看见了。 马阳不可思议地盯着大屏幕, 我是优秀员工。 是我吗? 真的是我? 众人纷纷鼓掌表示恭喜。 对呀, 马总, 当然是你。 马阳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一把从赔钱手中拿过奖杯。 千哥, 我是不是没有让你失望? 当你最开始找我一起创业, 而没有找寝室里的其他人时, 我就知道, 你独具慧眼。 在这里, 我首先要感谢。 裴谦发现苗头不对, 赶忙打断。 嗨嗨, 感谢的事情可以稍后再说, 先说说你想怎么利用这笔梦想基金吧。 马阳想了想, 千哥, 我决定践行你的理想, 把这笔钱拿到微博上, 去帮别人实现梦想。 裴谦不由得眼前一亮。 嗯? 老马这个想法不错呀。 要不是老马, 目前还处在考察期, 裴谦差点都要再度觉得, 他是自己的公股之臣了。 之前, 因为投资指头公司的事情, 裴谦已经冷落了老马许久, 虽然老马没有感觉出来, 但是后来老马的一系列表现, 又慢慢地重新唤起了裴谦对他的信任。 裴谦有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老马到底是不是可以仰仗的公股之臣呢? 要说是吧, 他投资指头公司的这个事, 直接让自己血赚五个亿。 要说不是吧, 就马阳这样的。 你非说他靠谱, 那也没人信啊。 而且, 裴谦仔细反思了一下, 血赚五个亿这件事情, 自己其实也有很大的责任。 是自己在明知道老马爱好不多的情况下, 让他爱投点, 啥就投点啥。 是自己说的那两个单词, 导致多赚了两千万刀。 裴谦有时候就在想, 老马这怎么说也算是无心之失吧? 就因为这件事情, 就放弃这位公股之臣, 到底合不合适呢? 就很纠结。 所以, 还是继续观察吧。 如果这次的全自动台杠机成功亏钱了, 而老马拿到梦想基金之后, 又完美地挥霍了出去, 那就可以考虑再给老马一次机会。 毕竟, 别人被刺, 裴谦都相信他们是故意的, 唯有老马。 裴谦觉得他肯定是无心之失。 倒不是因为信任他的人品, 主要是信任他的智商。 事实证明, 人品是靠不住的, 但智商往往靠得住。 接下来, 轮到了黄思博。 拿过优秀员工第一名的, 就不能再拿。 也就是说梦想基金只能拿一次。 这个规定, 主要是为了给其他人机会。 裴谦就怕, 遇到那种特别牛逼的人。 每次换一个行业都能成功, 反复安排这样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优秀员工第二名, 是可以无限拿的, 就比如包序。 所以, 黄思博虽然拿过最佳员工, 但也不耽误他出去旅游。 黄思博眼中满是不舍。 裴总, 飞黄工作室, 最近工作繁忙。 而且我前段时间, 才刚刚休克了那么长时间。 裴谦知道他要说什么, 微微一笑, 抬手打断, 不要解释了, 规定就是规定。 想逃避带新旅游。 门都没有, 人家包序不要面子大。 再说了, 你们飞黄工作室前的那点坏事, 我一清二楚。 现在把你安排了, 宣传片晚出来积添, 那对我也是好事一桩。 所以, 对不起, 你没有选择。 黄思博叹了口气, 好吧裴总, 我回去就开始定行程。 裴谦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等一下。 黄思博不由得惊喜。 嗯? 裴总, 你改变主意了? 裴谦摇了摇头, 不是。 你还是要去的, 但是可以只派一个人跟你同行。 当然, 所有的开销, 也都是由公司报销的, 同样的带新旅游。 裴谦琢磨着, 之前都是一个人出国旅游, 只能花一人份的钱。 两个人出国旅游, 不就能花两人份的钱了吗? 上次李亚达和包序一起去, 就很成功吗? 系统也没有阻止。 这个花钱的口子开了, 虽然不大, 但绝对别想, 让我再逢上。 反正系统没有阻止, 以后所有获得优秀员工第二名的人出去旅游, 都强制再带上一个, 一次安排两个人, 双倍快乐, 岂不美哉? 黄思博一愣, 只派一个人跟我同行。 裴谦微笑着点头, 对啊, 比如, 你可以指派朱小册跟你一起同行。 这样, 树懒公寓的宣传片, 就算能做出来, 肯定品质也会大大下降。 我不就安全了吗? 黄思博陷入了纠结。 找朱小册肯定不行啊, 宣传片还莫减完呢。 耽误了裴总的树懒公寓宣传, 可承担不起这个罪名。 但是黄思博看向其他人, 也都觉得不好意思邀请。 大家都有工作啊。 黄思博在腾达集团里的朋友, 基本上都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了。 这些部门负责人, 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如果跟自己, 出去旅游的话, 还要提前做好工作安排, 会很麻烦。 耽误了谁的工作, 似乎都不好。 推几级人, 黄思博觉得, 还是不要麻烦他们了。 部门的普通员工, 倒是莫这个问题。 但是黄思博跟他们谈不上很熟, 贸然邀请, 似乎有些不太妥当。 而且, 如果找一般员工, 可能有人会觉得不服。 凭什么这个人没什么成绩, 却能带新旅游? 是不公平。 所以, 最好是找这样一个人。 跟自己关系不错, 是好朋友。 不是部门负责人, 也没有负责很重要工作。 最好有一定的资历, 出去带新旅游, 所有人都不会觉得不公平。 这样就可以做到两全其美了。 黄思博的目光快速地扫了一下, 突然, 他眼前一亮, 发现了一个完美符合条件的人。 包哥! 你跟我去一趟怎么样? 黄思博诚挚地向包序发出邀约。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包序。 只见包序正在低头认真玩手机。 直到被众人的目光刺痛, 包序才抬起头, 一脸茫然地看向众人。 怎么了? 包序看到最佳员工评选完成, 前三名都跟游戏部门没关系之后, 已经放心了。 后续的颁奖也不打算看了, 开心地玩起了手机。 此时众人齐刷刷地看向他, 让他在茫然之中, 又有一丝不妙的预感。 黄思博又非常诚恳地 把自己的请求重负了一遍。 你刚才, 说什么? 包序满脸的不可思议。 黄思博微笑着说道, 包哥, 跟我一起出去玩吧。 你没有负责什么重要的工作, 对旅游的流程又非常了解。 我觉得,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咱们哥俩也很久没有叙旧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 好好聊一聊。 这样, 为表诚意, 你来制定行程。 你去啦, 我就去哪儿。 不管多么艰苦, 我都绝无怨言。 包序的表情, 从茫然变成了震惊, 又从震惊变成了绝望。 绝望中, 又有一点点希望。 这希望就是来自于裴总。 现在, 只有裴总能救他了。 包序赶忙身变, 裴总, 这次跟李雅达那回可不一样。 黄思博完全有能力自己去旅游啊, 不用我跟着他的。 裴谦非常同情地拍了拍包序的肩膀, 我知道。 但是呢, 这是黄思博的选择, 完全符合规定, 我也不好说什么。 裴谦嘴上虽然是在安慰, 但是表情明明是在说, 你看, 这不能怪我吧, 跟我没关系啊, 是黄思博点名你的。 众人纷纷鼓掌, 表示热烈祝贺。 果然, 没有包序出门旅游的优秀员工评选, 是不完整的。 之前总感觉缺点什么, 现在终于补上了。 大家莫名的有一种圆满了的感觉。 包序沉默许久, 沉着脸说道, 裴总, 那这次我要去东非大猎谷。 撒哈拉沙漠和奇力马扎罗山。 裴谦很高兴, 可以。 你竟然主动选择这些地方。 真是太棒了。 正合我意。 黄思博则是笑容僵在了脸上, 头上缓缓飘出了一个问号。 东非大猎谷, 撒哈拉沙漠和奇力马扎罗山。 这是正经人去玩的地方吗? 怎么会想去这种地方玩? 包序呵呵一笑。 黄哥, 咱们虽然兄弟一场, 但现在你做初一, 就别怪我做十五了。 你这样开头, 带坏了风气还了的。 到时候, 每个拿到优秀员工第二名的人, 都要点名让我陪同。 我还活不活了? 只能拿你开刀, 给后来人立一个下马威了。 谁敢让我包序陪着出去玩, 那就做好准备, 去东非大猎谷, 撒哈拉沙漠和奇力马扎罗山受苦吧。 俗话说, 长痛不如短痛。 虽然包序自己也不想去这些地方, 但是只要坚持下来这一个月, 未来就再也不用遭受带心旅游之苦了。 8月16日, 周二, 中午, 队员们聚在一起, 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最近的事情。 ZZ杯整活大赛已经打了三天, 两支队伍已经累计获得了六十万的奖金。 没办法, 花样太多, 观众们都被征服了, 整活指数直接拉满。 两支队伍全都是满额奖金, 以至于这几天都默认在加练。 队员们跟俱乐部对半分之后, 各拿三十万。 换言之, 每名队员都是日入一万。 这块钱赚的, 太刺激了。 今天下午还要继续整活, 大家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黄旺刷着新闻, 突然眼前一亮。 大家快看我分享到群里的这个新闻, GOG世界福已经开始有大动作了。 众人纷纷点开黄旺分享的链接, 查看详情。 看完之后, 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裴总好大的手扁。 时代广场上一整条街的广告牌都被包了下来。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 所有广告牌上全都是GOG的宣传海报, 极为壮观。 时代广场上的广告牌是轮播的, 每隔一段时间显示几秒钟, 夜之周他们特意包了同一个时间段, 让所有广告牌显示, GOG广告的时间都凑在一起, 就出现了这种微微壮观的景象。 GOG手游版, 正在海外的手机应用市场上高歌猛进, IoI没手游, 所以, GOG在手游领域就是葫芦羊群, 无人可挡。 海外最大的视频网站上, 时常可见GOG的广告。 地铁, 公交站台也能看到GOG的广告。 最骚的是, 国外的几家老牌电竞俱乐部, 竟然清一色的都被GOG给赞住了。 每家俱乐部队符上都有GOG的标志。 一些成立了IoI分布的俱乐部就尤为尴尬, 队员们一直播, 队符上的标就在给GOG打广告, 产生了一种非常魔幻的节目效果。 而这些所有的宣传物料, 全都在将GOG和一个形象捆绑, 新英雄多面侠。 这个20年前曾经风靡全球, 但却早已淡出绝大多数人视野的形象, 再度大规模的出现, 让很多外国玩家嘖嘖称奇, 无形中拉近了跟GOG这款游戏的距离。 而GOG海外版那低廉的皮肤售价, 更是跟IoI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有一条重磅消息, 下个月将举办一场全球邀请赛, 可以看成是GOG在本年度的全球顶尖赛事, 冠军奖金高达100万刀。 当然, 其他的队伍按照名次也有奖金, 只是没有这么多。 官方还承诺, 将在比赛期间全球出售一款赛事皮肤, 该皮肤为期三个月的所有收益 都将进入这次比赛的奖金池作为补充。 这个数字, 直接就刷新了迄今为止, 所有电竞比赛的奖金上限。 有传言说, 指头公司那边也考虑举办第一届全球总决赛, 但奖金池似乎仅仅十万刀, 跟GOG的奖金差了十几倍。 当然, 指头公司并未回应这个传闻, IOI的第一届全球总决赛到底何时举办, 有多少奖金仍旧是个未知数。 黄旺感慨道, 感觉GOG很快就要走向世界了。 一百万道啊! 还是全球直播, 好想去。 众人多默接话, 因为大家也都想去。 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谁不想站在世界舞台上, 享受捧起冠军奖杯的那一刻呢? 但是大家也清楚, DGE俱乐部跟主办方有利益关系, 是不能去的, 这是规定。 老周安慰道, 别想了, 裴总肯定是另有安排, 我们安心训练就好。 黄旺有点惆怅, 可是, 裴总都已经很长时间莫来过了。 她工作这么繁忙, 该不会是把我们俱乐部的事情给忘了吧。 话音刚落, 就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张员起身一看, 惊喜道, 裴总, 您怎么来了? 队员们纷纷回头, 果然, 是裴总。 裴千笑了笑, 听说你们正在打直播平台的比赛, 所以过来看看。 准确地说, 是确定一下, 你们的被刺进度到哪了, 我好提前防备。 然而, 裴总的这番话, 在队员们听起来, 却有了另外的一层含义。 裴总果然没有忘记我们, 对我们的情况非常关心。 百忙之中, 还来看我们打比赛。 今天下午, 一定得整个大活, 给裴总好好表演一番。 所有队员全都卯足了计。 裴千随手拿起两队的节目单查看。 上面写着各种花式获胜的条件, 从前到后似乎是难度越来越高的。 到目前为止, 两队的节目单都打了三个。 裴千很清楚, 每个都代表着俱乐部赚了五万块钱。 随意的一数就知道, 这两个队已经给俱乐部整整赚了三十万。 真是岂有此理。 我请你们来是来帮我烧钱的, 结果你们竟然帮我挣钱。 拔眼狼, 拔养你们了。 当然, 三十万是小钱, 还不至于让裴总大动干活。 可关键在于,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征兆。 如果, DGE俱乐部的两个队, 从头整活整到尾, 而且所有比赛都全胜。 纳特摩的给DGE俱乐部带来多大的流量。 到时候, 各个论坛的讨论热度, 直接突破天际。 各种赞助商部的挤破头的, 想要来赞助。 而且, DGE俱乐部只能接两条赞助了, 张远肯定会趁机抬价。 到时候, 很多大赞助商为了赞助DGE俱乐部疯狂加价。 话美不看。 所以, 裴谦觉得, 必须的让这两队的连胜断一次, 一定不能让他们赢得十全十美。 那样的话, 直播平台肯定会疯狂宣传。 裴总就太被动了。 裴谦默默地看向节目单的末尾, 带着马指导取得胜利。 这节目单, 似乎是难度从低到高排列的。 也就是说, 队员们也都觉得, 带着老马打赢比赛的难度是最高的。 很好, 我现在, 就呼唤老马。 裴谦如果自己想上的话, 肯定也是可以上的。 但是, 他上场的目的就是为了荡演员。 到时候, 如果玩个0-27之类的数据, 可能导致裴总风评被害。 万一裴总不会玩GOG这个耿流传开来, 那对于裴谦来说, 是不能接受的, 比裴总不能亏钱还要让人难受。 裴谦觉得, 自己虽然说不上很酱, 但绝对也不算坑。 裴总是个坑必不会玩GOG这种黑锅, 绝对不能背。 所以, 这个锅只能辛苦一下自己的兄弟老马来背了。 而且老马上场也不存在风评被害的情况, 反正他就是真的惨。 被杀多少次, 那都是他凭本事。 裴谦给马阳打了个电话, 让他立刻赶来。 几个队员本来已经在热身, 突然听到裴总打电话, 让马直倒过来, 全都虎去一阵。 裴总, 这是打算看看, 我们全力以赴, 能做到什么水平。 否则怎么一上来, 就开整地狱难度啊。 黄旺和江焕交换了一下眼神, 彼此之间都看到了对方表情的凝重。 冷静, 我们又不是默带着马直倒打过训练赛。 我们早就已经经受过考验, 有了一套完整的战术。 只要按照这套战术严格执行, 就算打得很艰难, 最后应该也还是可以赢的。 黄旺等人不断地在内心中安慰自己, 平复情绪。 比赛开始前, 马阳成功赶到, 谦哥, 你的优秀员工来了。 马阳的脸上写满了兴奋, 谦哥你放心, 马指倒出马, 对方绝对束手就轻。 裴谦微笑着, 用眼角的余光观察了一下队员们的表情, 心中只有一个感觉。 吻了? 裴谦呵呵一笑, 随口问道, 老马你之前是不是也跟他们一起玩过游戏? 老马摇了摇头, 没有。 裴谦? 什么意思啊? 这老马怎么睁眼说瞎话? 上次回来之后, 不是说你亲自上场了吗? 马阳非常认真地解释道, 谦哥, 我跟他们那不叫玩游戏, 那叫训练赛, 我的身份不是一名普通的玩家, 而是特别战术指导。 所以, 谦哥, 请你尊重我的专业性, 不要再说我是在跟队员们一起玩游戏。 裴谦? 他沉默半赏, 拍拍马阳的肩膀。 可以, 老马, 我就欣赏你这仲教真的态度, 真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 所以, 你作为特别战术指导, 跟队员们一起训练的战果如何? 马阳非常骄傲, 全胜。 裴谦? 全胜? 说好的地域难度呢? 裴谦本来还以为老马上场, 队员们等于是四达六, 胜率顶多四六开呢。 结果竟然是全胜? 那特摩, 我在这份尽心思的安排, 这还是白瞎俩。 就算老马上场, 队员们也依旧能赢了。 不行, 冷静, 今天连胜必须断掉, 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 裴谦考虑片刻, 问道, 当时你打的是什么位置? 指挥吗? 马阳摇摇摇头, 不, 谦哥, 我打的是下路, 妥妥的carryway。 嗯, 裴谦陷入了沉思, 似乎有点明白, 为什么队员们带着老马还能赢了。 如果以四代一考虑的话, 下路的两个位置, 显然是最好混的。 因为下路是两个人, 狗在塔下吃冰就行了。 另外一位搭档水平高的话, 可以照看一二, 不至于崩险。 上中野铁三角, 直接把对面野区打烂, 下路随便混一混, 就能躺赢。 更何况, 老马打下路, 说是carry位置, 实际上有个辅助宝他, 不会那魔容一死。 所以, 队员们还能拖着他获得胜利。 裴谦考虑了一下, 突然灵光一闪。 有了, 让老马换个位置, 不就行了吗? 上路, 中路, 打野。 这三个位置, 如果让老马上的话, 那不得被别人打成狗。 这三个位置, 稍微崩一下就是一川到底。 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职业选手, 说不定能补发育补回来。 但如果是老马, 肯定就自暴自弃了。 所以, 选哪个位置呢? 裴谦想了想, 选打野吧, 还是。 因为DGE俱乐部两个队的打野都挺降的, 让老马去打上路和中路。 他说不定直接就狗在塔下吃兵, 对方压线推塔, 然后几方打野, 辅助两个人一包, 说不定老马还能起到诱饵的奇效。 所以, 还是打野最为稳妥。 以老马这打野, 就只会打野的尿性。 对方打野给, 几方三路的压力将会是无限大的。 更别说, 对方稍微会玩一点, 就能通过凡野让老马连个, 超级兵都不如。 嗯, 套谱。 想到这里, 裴谦亲可两声。 老马, 我今天考验一下, 你在其他位置上的实力, 还有英雄池, 你敢接受吗? 马羊一拍胸脯, 千哥, 你放心来。 裴谦点点头, 可以, 就喜欢你这中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好, 那你用快乐软男去打野, 打有走位。 马羊两眼放光, 千哥, 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在苦练这个英雄?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看到马羊如此的自信满满, 裴谦差点就信了。 不过裴谦的理智告诉自己, 老马永远都不会让自己失望。 就像软光剑说自己不会玩一样, 马羊说自己摸问题, 那就一定问题很大。 果然, 看了一眼队员们的表情, 一个个都彷復要上行场的勇士。 马指导打野, 还用快乐软男打野。 那这局比赛, 是真的有点难了。 黄旺和姜焕他们, 本来都打算好要按照之前跟马总一起玩游戏的剧本, 来打了。 但是现在, 那套战术不能用了。 还好, 裴总比张元仁慈纳摩一点点, 并没有强制要求马总的战绩是正的, 那就还有希望。 正是因为经历过更惨烈的地狱, 大家才能努力做到游刃有余。 打野位置的队员赶忙, 让开位置, 给马指导热身。 马羊非常专业地打开自定义, 调出来十几个木桩, 然后用风之末刻, 软在木桩之间快乐地一来一去。 看到老马这快乐的样子, 裴谦默默地点点头。 嗯, 稳了。 老马果然是从来不会让自己失望。 其实裴谦还想过, 是不是让马羊用自己的账号打, 这样头上顶着软的设计师这样的称号, 应该会被针对得更惨一点。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毕竟账号不能外减, 也严禁带练, 这是竞技游戏的原则问题。 裴谦相信, 即使头上没有顶着软的设计师这五个字, 马羊也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比赛, 比赛很快开始。 裴谦打开手机, 一边看谈幕, 一边看老马的第一视角。 因为直播的关系, 画面存在着三四分钟的延迟, 但也并无大碍。 谈幕上, 观众们显然也注意到了, 这次不同寻常的坏人安排。 DGE Instructor Ma, 这名字怎么这么长? 什么意思? 呃, 字面翻译应该是马指导, 但是这用法总感觉怪怪的, 工地英语啊。 卧槽, 我以为是黄旺要玩快乐软男呢, 结果竟然是马指导要玩, 这该不会是DGE的秘密武器吧。 可以可以, 快乐软男打有走位, 这局是要整活了。 我去, 这个快乐软男, 真就恩说, 说好的马指导呢? 你倒是指导啊。 刷眼, 回家, 买装备, 继续刷眼。 卧槽大哥, 你好歹买个眼插一插吧。 真就一次都不gank。 卧槽, 马指导竟然去反野了。 啊, 马指导被对面打野, 单杀还送了双buff。 对不起马指导, 错怪你了, 你还是继续刷眼吧。 我觉得最好, 还是直接挂机好了, 把自家野区留给其他队员吃一吃, 总比他刷了野怪就去送药好。 裴谦一边看着手机上的直播, 一边看着马阳的第一视角, 不由得默默一挑大拇指。 老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这一手扎根野区, 终极下饭的操作, 完全没有愧对自己的兴事。 这样下去的话, 连圣断调, 应该是指日可。 卧槽。 裴谦刚还没乐观两分钟呢, 上路传来捷报。 单杀了。 过了两分钟, 中路也传来捷报。 也单杀了。 又过了三分钟, 下路也传来捷报。 对方打野强行跃塔, 然后被己方在塔下周旋打出一换三。 ADC拿了三个头, 直接起飞。 至于马指导送出去的那几个头, 似乎对正常局势并没有产生决定影响。 裴谦震惊了。 对面在玩什么东西? 武达四都赢不了的吗? 虽然裴谦已经知道了DG这两支队很强, 但打成这个样子也太离谱了吧。 只见其他的四名队员全神贯注, 操作完全拉满。 之前大家都在想着怎么整活, 所以操作很松懈, 只有打团的关键时刻才认真起来。 但是现在, 情况不同了。 马指导自己一个人就完成了所有的整活指标, 所以其他人就全力以赴, 保证胜利就行了。 而且, 马指导上来送了个双buff, 成功诱骗到了对方打野。 对方打野吃马指导吃得很舒服, 一时间不太想去抓其他路。 所以, 黄旺等人就开始疯狂操作, 全力以赴, 力图打爆自己这条线。 玩着玩着, 莫名的就变成了三路优势。 优势一旦确立, 雪球越滚越大, 对方打野都不敢来抓了, 因为来抓, 很可能被一打二。 裴千眼睁睁地看着马羊一直刷野, 去抓人就是送人头。 从游戏一开始, 一直刷到了二十分钟, 把自己的战绩, 刷成了零八零。 然后最恐怖的事情, 来了。 他的战绩定格住了, 死亡数不再增加了。 因为其他的队友已经三路打穿, 对方外塔全掉, 马羊在自家野区快乐的一来一去, 再也不会有敌人来干扰他了。 敌人都被其他队员四打五压缩回对方半场了。 有马指导在后方整活, 所有队员都不用考虑节目效果的事情了, 直接操作拉满, 大开杀箭。 于是就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 老马在后方快乐的一来一去, 而另外四个人堵着敌方高地快乐。 场面上非常迷幻地呈现出了五百四十一阵型。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在踢足球, 老马是守门员。 马羊反复刷野, 终于刷出了两件套。 直接在公屏打字, 我终于可以出山了。 然而, 在马羊准备把鼠标点向对方高地的时候, 屏幕画面不受控制地向对方主基地滑动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了对方基地炸裂的一幕。 胜裂! 屏幕上出现了两个硕大的美数字。 马羊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唉, 对方也太菜了, 我还莫来得及发力, 他们怎么就倒下了。 直播网站的谈目, 直接炸裂。 投票结果也很快出来了, 这次的整活指数又拿到了满分。 我突然觉得, 我去DGE打野, 也是能拿冠军的。 确实, 闷头刷野二十分钟, 刷成0-8, 出去gank就是送双buff, 这位马指导证明了, 在DGE, 真是你上你也行, 甚至双条狗都能赢啊。 我甚至怀疑, 马指导是故意的, 选一个快乐软男整活, 虽然在送头, 却不会让人觉得反感, 反而觉得大快人心。 所以, 这才是DGE队员的真正实力吗? 以前那都是整活的实力, 随便整整活都能赢。 这次是全力以赴, 所以直接对线就打穿了。 太牛逼了, 我全程看黄旺的第一视角, 简直跟他在Rank里完全是两个人。 这个比在高端排位里一直避避, 说自己只拿出了五成十例, 本来以为是骚话, 结果竟然是真的。 这样的俱乐部, 粉了粉了。 请问, 哪里能看到其他队员的直播呢? 有没有周边队服之类的麦? 想要? 我现在更关心其他人长什么样子, 毕竟黄旺那个职业拳击选手, 肌肉男我们已经见过了。 而他直播一直在说, 其他队员跟他体型差不多。 我觉得, 如果他们能一起登台亮相的话, 那场景一定很美。 快投票! 整活指数拉满! ZZ直播YY直播, 你们快点下手啊! 就这么几个队员, 去晚了, 可就抢不着了。 目睹了全程的裴迁, 看着直播间里铺天盖地的谈幕, 陷入了沉默。 让他震惊的是, DGE的这些队员们, 竟然已经猛到这种地步了。 现在上的可是DGE二队啊, 听说二队在训练赛, 天天被一队吊打, 黄旺那一身肌肉, 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要是上一队的话, 还不得飞上天, 跟太阳间并肩。 连马知道这个终极武器出动, 竟然都没能阻止DGE的连胜。 裴迁这才意识到, 情况远比自己想象中的, 要更加严重。 仔细回忆, 自己似乎从一开始, 就错误估计了DGE俱乐部的实力。 那时候他一厢情愿地认为, 只要打乱队员们的训练计划, 不给他们找专业教练, 每天强制健身, 就可以让他们水平提升很慢, 跟不上国内的老牌俱乐部。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裴迁一时, 到了自己的想法, 存在着诸多想当然的错误。 DGE俱乐部选拔的, 本来就是高分路人, 有天赋和底子。 DGE俱乐部比其他所有, DGE俱乐部组建整整早了两个多月, 早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专业训练。 亚琳教练的加入, 让所有队员的身体素质飞速提升, 营养跟得上, 身体素质也会影响到电竞比赛的状态。 两位队长在家练的压力下, 绞尽脑汁地研究游戏机制。 琢磨新战术, 两队实力循环交替上升。 大量枯燥的自定义训练, 似乎让每个人的基本功都变得更加扎实。 对于游戏内细节把握也变得出色。 这种先发优势, 一旦确立之后, 每个队员都会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当然, 电子竞技是很吃天赋的运动。 如果这些人天赋不佳的话, 即使早进行两个多月的专业训练, 也不可能变得这么强。 而在这一点上, 很显然, 裴总的欧皇体制再度发挥了作用。 抽卡抽得这么好, 就尼玛离谱。 总之, 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互相作用之下, 就变成了现在的情况。 看到这些谈目的内容, 陪迁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危机感。 DGE俱乐部的热度要是继续这样火下去, 恐怕很快就要有赞助商找上门来, 开出天价赞助。 同时, 这群队员的形象曝光之后, 肯定会有人关注他们的身材到底是怎么来的。 说不定托管健身房也会再度迎来一波热度。 不行, 绝对不行。 腾达生活AP出来之后, 托管健身房的情况正在急剧恶化。 每天都有人到托管健身房的各个分店去报名。 如果再宣传一波, 热度暴涨一波, 托管健身房扭亏为盈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必须想到对策。 现在, 马上。 但是具体要怎么做呢? 裴谦实在是没有头绪。 就在这时, 张员来到旁边, 小声说道, 裴总, 我刚刚接到个电话。 您来一下, 有个事情要跟您私下说。 嗯? 裴谦看到张员的表情似乎有些纠结, 于是站起来跟张员来到别墅外面。 张员犹豫了一下, 说道, 裴总, 刚才H4俱乐部的苏领队打来电话。 最近, GAG不是放出风声, 要打世界邀请赛模。 100万刀的冠军奖金, 悬代赛史, 皮肤分成。 其他俱乐部, 显然都心动了。 苏领队问我, DGE能不能参赛? 我实话跟他说, 不能参赛, 因为我们是主办方。 然后苏领队, 就问我, 能不能把黄旺选手卖给他们。 他们队伍特别缺重单, 而且黄旺跟庞令经常双排, 关系很不错。 H4俱乐部愿意给我们 付一笔高额的转会费。 说实话, 我拿不定主意。 从情理上来说, 黄旺是我的队员, 是我一直带起来的, 舍不得他走。 但是, 他们没办法去打大型比赛, 只能打打直播平台办的娱乐赛, 我又特别心疼。 裴总, 您看这个事情。 裴千眼前一亮, 瞬间洗上煤烧。 卖? 立刻卖掉。 让黄旺立刻开始收拾行列。 8月17日, 周三, DGE电竞俱乐部。 昨天, 听说裴总已经答应卖人之后, 苏领队立刻决定今天来一趟荆州, 争取当天就把合同敲定。 很匆忙, 但必须如此。 因为这样的好队员, 晚一步可能就没有了。 苏领队这次来, 可以说是准备充分。 俱乐部老板下了死命令,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把黄旺给买到手。 谈判不成就加钱, 加钱不成就打赶琴牌, 实在不行, 就当场抱着裴总的大腿痛哭。 总之, 这次H4俱乐部是下定决心, 不计代价, 给转会费, 定了相当高的心理上限。 因为H4俱乐部已经隐约感觉出来了风向。 GAUK强势进军海外市场, 腾达大把撒钱, 举办GAUK的国际邀请赛, 定下天价奖金。 直播平台开始热捧GAUK选手, 签约废水涨船高。 种种迹象表明, GAUK绝对会成为电竞的下一个重点项目。 因为腾达有野心, 直播平台在关注, 玩家群体足够庞大。 所以, H4俱乐部的管理层研究之后, 一致决定, 要补齐目前队伍中的短板, 引进一个强力中单。 原本他们就在之前的GAUK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 考虑到目前国外俱乐部的GAUK分部才刚刚开始组建, 国内的第二名, 基本上就等于世界的第二名。 而H4俱乐部在决赛中熬战五局落败, 足以说明他们的实力是够的, 只是中单位置的选手拖了后腿。 如果能引进一名强力中单, 那岂不是很有希望去争夺这次世界邀请赛的100万刀奖金? 当然, 对于俱乐部而言, 这100万刀奖金只能分到一部分, 但俱乐部最在意的本来也不是奖金, 而是知名度、曝光度和荣誉。 拿到世界总冠军、各众赞助商, 直播平台纷纷找上门来, 还怕赚不到钱。 所以, H4俱乐部这次为了买到黄旺, 可是给苏领兑下了死命令。 苏领兑你稍等, 裴总说他很快就到, 先喝点茶。 张远给苏领兑端上茶水, 苏领兑赶忙, 伸手接过, 点点头, 没事, 不着急。 苏领兑听说裴总松口之后, 立刻订了票, 大早上7点多钟就赶到了荆州。 他并不知道裴总这个时候还在美美地睡着, 还以为裴总正在处理公司的其他事情。 苏领兑一边喝着茶水, 一边回忆自己今天的任务。 对于DGE俱乐部的队员们到底是不是非卖品这件事情,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 裴总不差钱, 养这个俱乐部开销甚大, 裴总看样子并不打算用他来盈利, 甚至不打算参加正式比赛, 多半是用来陪自己玩游戏的, 跟队员感情很好, 不太可能卖队员。 也有人认为, 这世界上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只要你的开价足够高。 对于这两种说法, 苏领对决的都有道理。 想要从裴总手里买人, 那肯定得付出更高的代价, 尤其是现在这个节骨眼, 所有俱乐部都在眼馋第一届国际邀请赛的影响力和奖金, H4俱乐部稍易犹豫, 说不定人就被别的俱乐部买走了。 裴总可能并不在意转会飞的具体数字, 但裴总一定会很在乎这个数字的诚意。 苏领对不优的有些忐忑, 不知道自己准备好的数字能不能让裴总满意。 等了半个多小时,裴总到了。 裴总, 您好您好, 苏领队赶忙起身, 跟裴总握手。 苏领队, 你好你好。 裴谦同样是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苏领队不由得心中意暖, 裴总真是平易近人。 他很清楚, 自己来室友求余人, 是自己想要从裴总这里买队员的, 态度肯定要谦恭一些。 没想到,裴总竟然完全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势, 反而对自己如此热情。 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 自己在裴总眼中, 简直就是救星。 昨天在刚刚听到H4俱乐部有购买黄旺的意向之后, 裴谦简直是喜出望外。 太好了, 感谢H4俱乐部救于水火。 现在整个DGE俱乐部最让裴谦头疼的就是这个黄旺。 黄旺对裴谦来说最大的威胁在于, 他是个直播鬼才, 经过一段时间的直播被歪歪直播力捧, 现在的热度已然非常离谱。 而整活大赛的过程中, 黄旺的人气更是随着DGE两支战队的连胜而水涨船高。 如果再不做点什么, 那黄旺旺青则为俱乐部引来更多赞助。 重则把其他队员也都带成大主播, 让整个俱乐部的热度瞬间爆炸。 这不是不可能。 其他队员虽然没有黄旺这磨好的口才, 但是他们也是天天健身, 外形过得去, 只要黄旺跟他们双排一下, 带一带热度, 打开摄像头, 再加上DGE俱乐部这个标签肯定也能活起来。 到那个时候, 可就追悔莫及了。 所以, 裴谦觉得黄旺是DGE俱乐部目前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H4俱乐部肯把他买走。 对自己来说, 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至于黄旺去了H4俱乐部之后继续火, 获得更高热度, 那就都是H4的事了。 跟我DGE俱乐部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 但总不至于把其他人也带坏了。 更何况, 黄旺本人肯定是不会有意见的。 他留在DGE俱乐部又打不了官方比赛。 转会费是不可能不要的, 虽然裴谦很想不要, 但把自己正在合约期的队员白送给其他俱乐部这种操作不合规定, 系统是不会允许的。 不过, 转会费这个东西是双方友好洽谈。 协商的结果, 高一点低一点, 系统不会干预。 裴谦决定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项目, 反向砍价。 让对方先提价, 然后自己说几个黄旺的缺点, 让对方降价, 降到降不动为止, 自己再欣然接受。 总之, 少赚一点试一点嘛。 裴谦, 张元和苏领队来到会议室, 开始了友好会谈。 看到裴总对自己如此热情, 苏领队也被受感动, 决定开门见山, 直接说出俱乐部原本预定的转会费金额, 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如果裴总对这个数额存在疑问, 那就继续往上加价。 苏领队喝了口茶水, 说道, 裴总, 很多问题我都在昨天跟张经理说过了, 这样, 今天我就开门献山地说吧。 H4俱乐部确实非常去中单, 所以求贤若渴, 黄旺这名选手, 是我们俱乐部非常欣赏的选手。 我们愿意付150万的转会费, 并且给黄旺选手, 个人80万的签字费, 80万的年薪, 希望裴总, 能够割暗。 裴千的茶杯缸, 送到嘴边, 顿住了。 这磨膏。 这个数字, 折使有些出乎裴千的预料之外。 裴千在印象中, 却实际得一些选手的天价签字费, 高达8位数。 但那是电竞联赛职业化运营六七年之后的结果。 现在还处于草创时期, 哪能给这磨膏。 印象中, OL在F2的时候, 国内俱乐部, 基本上是给口饭吃就行。 队员们的月薪, 基本也就几千块。 而且, 这都已经比, 其他项目待遇要优厚了。 结果, H4俱乐部这边一开始, 就给到了150万的转会费。 80万的签字费, 和80万的年薪。 怕不是在搞我。 裴千掐指一算, 这150万转会费, 可是给俱乐部的, 一名队员卖150万。 那10名队员起, 不是要卖1500万。 太离谱了。 关键是, DGE俱乐部从成立到现在, 也还没花出去多少钱啊。 别墅是李总有勤架租的, 电脑是ROF装机提供的, 平时吃饭在墨浴外卖, 健身在托管健身房, 就连水电费, 明云山庄都给减免了。 要说队员薪酬, 出门打训练赛的经费等等, 也没多少啊。 这又是接赞助, 又是卖队员的, 疯狂挣钱。 我这俱乐部, 开得未免也太失败了。 裴倩想了想, 觉得这个价格不行, 不太能接受。 必须的多提一提黄望的缺点, 给苏领队一点点暗示了。 裴倩考虑了一下, 说道, 苏领队, 黄望这个人呢, 他是个话牢, 平时打比赛说话特别多, 可能影响其他人, 这一点, 你一定要好好考虑进去。 苏领队一愣。 裴总这是什么意思啊? 从表面上来看, 似乎是在挑黄望的毛病。 黄望是个话牢? 是啊, 大家都知道。 黄望打比赛的时候话很多, 可能影响其他人。 呃, 似乎也可以预料到。 那裴总墨不是在压自己队员的价格? 那怎么可能? 这些队员显然都是裴总的宝贝, 怎么可能自己压价? 哦, 明白了。 裴总正是在说反话, 在暗示。 苏领队稍微一品, 立刻品出了裴总话中的真意。 黄望画牢, 打比赛的时候话多, 容易影响其他人。 这句话翻译过来, 应该是在说。 黄望可不仅仅是一名中单选手, 他还是二队的队长和指挥。 作为指挥, 他对于队伍战术的提升, 将会是立竿见影的。 同时, 他又能够对队员们施加影响力, 是队伍主心骨一样的领袖角色。 买一个黄望, 对队伍的提升, 绝对比买一个一流中单要大得多。 所以, 得加钱。 不愧是裴总, 抬价都抬得这么有礼貌, 充分顾忌到了我们的面子。 苏领队心领神会, 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裴总, 是我们考虑不周了。 这样, 转会费200万, 签字费120万, 年薪90万, 怎么样? 裴千陷入了茫然。 你难道没有, 再认真听我说的内容吗? 我这不是在抬价, 而是在帮你压价啊。 怎么还加上去了呢? 不行, 看起来这一条引起了苏领队的误会, 赶紧澄清一下。 裴千倾咳两声, 苏领队, 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黄旺这个人目前已经签了YY直播平台, 贵俱乐部已经没办法从直播平台这快货的更高收益了。 而且, 黄旺有直播任务, 可能会影响他平时的训练。 裴千琢磨着, 这次总没有奇异了吧。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一个莫签约的队员, 你们可以拿去跟直播平台签约赚钱, 但是黄旺已经签了, 你们已经捞不到好处了啊。 苏领队再度陷入深思。 嗯, 从表面上来看, 裴总似乎又是在挑黄旺的毛病。 但这只是表象。 实际上, 这应该是在强调黄旺的商业价值。 作为一个已经在直播方面打出名气的选手, 黄旺本身就自带流量和热度。 YY直播更是在他身上投入了大量的宣传资源。 黄旺的粉丝比H4俱乐部Gawk分布整个队的粉丝都多, 这一点不夸张。 而黄旺从DG往H4俱乐部转会之后, 他的粉丝们必然会关注H4俱乐部, 这些关注度本身也是资源的一种。 此外, H4俱乐部跟YY直播的关系也不错。 黄旺转会H4俱乐部能够在大型赛事上露脸, YY直播肯定也会非常高兴。 确实,还得把这名队员的商业价值给算上, 甚至可以想办法让YY直播承担一部分费用。 这一点在来之前, 俱乐部老板也交代过。 想到这里, 苏领队说道, 对不起裴总, 这又是我们考虑不周了。 为表歉意, 我们直接给出最终的诚意价格, 转会费300万, 签字费150万, 年薪120万。 裴总, 我们是个小俱乐部, 财力没有那磨雄厚, 这真的, 已经是我们杂锅卖铁, 能够给出的最高价格了。 裴千一口茶水, 差点喷出来。 苏领队, 你能不能听懂人话? 裴千感觉自己心很累。 反向砍价, 直接让原本能成交的签字费翻了个倍可还行。 本来150万就能卖, 现在硬生生加到了300万。 这年头, 一个电竞选手, 能卖出这么多钱, 就尼玛很离谱。 这个价位在裴千心目中, 应该是两三年后才能达到的价位。 怎么办呢? 再尝试一次压价。 算了, 真别再反向压价了, 看苏领队这个决绝的样子, 再想想前两次加价的失败经历。 说不定裴千再说一句话, 苏领队就直接把自己榨钱了, 这个钱还能往上加。 裴千有些惆怅的说道, 好, 苏领队不由得很是欣慰, 裴总果然还是够意思的。 如果裴总还要再加价, 那苏领队就只能立刻给老板打电话要钱了。 幸好, 在心里, 预期上限的价位上, 把黄望成功拿下了。 看裴总这稍显惆怅的表情, 显然是对现在这个价格也不是很满意。 但是, 裴总还是决定卖了, 这个情谊一定要好好地记住。 张元一直在旁边没有说话, 默默地看完了裴总台价的全程。 不由得默默感慨, 裴总这台价是真有水平。 明扁时包暗示黄望不仅是指挥, 还是一名已经有巨大商业价值的选手, 把价格提到了一个最适合的位置。 苏领队也是个聪明人, 在张元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一下子就get到了裴总的意图, 非常上道地提了价格。 总之, 从最终结果上来看, 这是一次非常让人愉悦的交易。 张元贴近裴总耳边, 小声说道, 裴总, 我们还得稍微征求一下黄望的个人意见。 裴千从惆怅的心情中, 稍微缓和过来, 点了点头。 确实, 两个俱乐部达成一致意见之后, 还得问问队员同不同意。 但是裴千觉得黄望肯定会同意, 薪水已经给到这个程度了, H4俱乐部又有他的好朋友庞令, 两个人打中野, 去了之后可以做队长和指挥, 有充足的的话语权, 还可以去打正式比赛。 想不到黄望有什么犹豫的理由啊。 抓紧时间走个过场, 让他赶紧收拾行李, 三方都高兴。 裴千点点头, 好, 那我们现在去跟他说。 两人把黄望叫到一边, 张元简单介绍了一下转会的事情。 大致就是这某个情况, 现在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转会去H4俱乐部。 裴千本以为黄望会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 然而没想到, 黄望竟然犹豫了。 不, 可以考虑考虑魔。 黄望有些纠结, 裴千人晕了。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兄弟, DGE俱乐部到底有什么好啊? 一定要留下。 裴千倾可两声, 怎么, 对H4俱乐部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吗? 黄望点点头, 小声说道, 他们的环境太差了。 裴千? 环境太差了? 不是国内的老牌电竞俱乐部吗? 环境怎么可能差? 黄望解释道, 真的, 裴总, 上次我们去那边打训练赛, 看过他们的基地, 跟我们的基地比, 真是差太多了。 不管是电脑设备, 居住条件, 日常训练日程等等, 全都跟我们这里没法比。 最关键的是, 去了那边, 我估计就不能每天健身了。 从黄望的表情来看, 他是真的很在意这个问题。 确实, 去H4俱乐部能打正式比赛, 薪水也会增加。 但是, 已经拿到直播平台200万合同的黄望, 对薪酬这块本来也没那么看重了。 俱乐部的配套设施和日常训练, 决定着每天的生活状态。 黄望觉得, 自己去了H4俱乐部在生活上肯定会各种不适应, 不管是吃, 住, 还是日常训练, 都没办法像在DG俱乐部这边这么舒服。 所以陷入了犹豫。 裴谦也陷入沉思, 因为他完全没想到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怎么办? 黄望是必须走的, 留下来后患无穷。 能不能想个办法, 尽量做到一举两得。 既打发走了黄望, 又不拿那魔多的转会费。 裴谦思考片刻, 突然灵光一闪。 有了! 裴谦对黄望和张元说道, 这个问题好解决, 你们跟我来吧。 三人再度回到会议室, 现到苏领队。 裴谦对苏领队说道, 苏领队黄望转会没有问题, 但是有额外的条件。 黄望需要保持在DGE俱乐部时的训练日程安排和作息时间, 需要每天有二个小时的专业健身训练。 贵方需要为他找一名专职的健身教练兼营养师。 除此之外, 黄望要用他比较熟悉的ROF主机和拳套外设进行训练。 希望你们能充分尊重他的训练习惯。 我听说H4俱乐部的GAD分部目前有两支队伍, 原本的训练基地已经非常拥挤。 希望H4俱乐部能够另找一处新的训练基地, 不要求太好, 但一定要保证每个队员的生活质量。 当然,我也知道贵俱乐部资金捉襟见肘, 所以我决定,DGE俱乐部只拿80万转会费, 剩下的220万拿出来, 作为改善训练基地的费用。 贵俱乐部只是代为使用这笔钱, 要保证黄望有知情权, 确保这笔钱能够用在合适的地方。 苏领队简直是大喜过望。 赶忙说道,多谢裴总。 多谢裴总。 即使裴总不说, 苏领队也是打算让黄望保持原本训练日程的。 甚至他还想让GAUK分部的两支队伍都按照这个日程来训练。 上次他们队伍来DGE俱乐部参观, 庞领就拍下了DGE的训练日程, 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H4俱乐部的高层分析之后觉得, 这个日程说不定就是DGE能够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 因为安排的特别科学。 之前的俱乐部都只重视游戏技术的训练, 长期忽视对对原身体素质的培养。 如果买回黄望, 却不能保证他按照之前的方式训练, 导致水平下滑。 那不是血亏吗? 所以, 苏领队本来就考虑让黄望分享一下DGE的训练经验, 提升自家两支队伍的水平。 只不过, H4俱乐部经费实在有限, 这次为了千黄望更是砸锅卖铁, 想要在寸土寸金的魔都找一个新的训练基地, 还要给所有队员办健身卡, 定营养餐, 资金上却时是顶不住。 但现在, 裴总慷慨解囊,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苏领队知道, 裴总其实完全可以不管这些, 反正转会费拿到了就完事了。 队员卖出去, 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呢? 但裴总却主动拿出大部分的签约费, 保证自家队员的训练环境, 让H4俱乐部的其他队员也能跟着沾光。 裴总实在是太敞亮了。 苏领队简直是感动得不行。 这一下又欠了裴总一个大人情。 以后黄望在H4俱乐部, 那肯定得享受亲爹一样的待遇, 当成队伍的绝对核心来打。 问题圆满解决, 裴千还找到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 把签约费又送出去220万, 压力骤减, 心情都不由地舒畅了许多。 接下来, 就是商定合同的具体细节。 按理来说, 俱乐部之间转会的这种操作, 必须是在转会期进行的。 但是, 目前根本没有相关规定。 更何况, 即使有规定, 那也该是腾达这个主办方来规定的。 其他俱乐部, 只有遵守的份。 所以, 这件事情也没有搞得那么严格, 两边俱乐部和队员都同意就OK了。 至于成立联赛后, 为各个俱乐部定力转会规则, 应该也是需要的。 只不过, 这些对于裴千来说, 就是以后才需要操心的事情了。 8月18日, 周四, 吴斌和崔耿来到光环工作室, 陷到了软光剑。 之前在采访乔老师的时候, 对软光剑的采访, 就已经安排上了日程。 只不过采访之后的归纳, 总结工作比较耗时间, 所以采访才一直拖到了今天。 吴斌很清楚, 软光剑也是裴总的好友之一, 更是长期的合作伙伴, 一定对裴总有独特的解读。 软光剑陷入沉思, 我对于裴总的第一印象, 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甲方。 怎么说呢? 我之前遇到过的, 或者在网上看到的一般甲方,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毛病。 比如, 需求不清, 张口就是要五彩斑斓的黑, 药膜就是感觉不对, 自己脑海中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都完全没有概念, 也完全表达不清楚, 却要求, 你做出来一个他都想象不到的东西。 为了改而改, 似乎自己不提出点什么意见, 就愧对甲方这两个字, 改来改去。 最后, 还是又用回了第一版。 完全不考虑乙方的实际情况, 工期能赶则赶, 尾款能压则压, 经常提出一些非常无理的需求。 而裴总作为甲方, 则完全不同。 他从不会提出一些具体的需求, 不干涉你的创作, 但是, 又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对你的创作进行引导, 让作品和他的本意能够在更深层次的融合。 对乙方充分信任, 给充足的时间和钱, 从来不会挑毛病, 要求重新反攻。 但这样一来, 乙方反而因为拿钱很多, 所以尽职尽责地改好, 生怕一不小心, 就丢掉这个大客户。 而且, 大部分情况下, 乙方的第一板项目, 都是最好的。 因为在做这一板设计的时候, 设计人员的灵感, 是充分激发的, 精力也是最充沛的。 后面改的那基板, 反而会因为精神和身体上的疲惫, 和甲方对射计意图的粗暴干涉, 没有第一板那么优秀。 所以很多时候, 甲方才会说, 还是用第一板吧。 这往往是因为, 第一板确实更好。 这应该就是裴总, 跟其他甲方最大的区别。 吴斌快速记录, 频频点头。 那么, 软大佬你觉得这种区别, 是因为神魔呢? 软光剑仔细思考, 回答道, 我觉得主要原因, 在于理念。 甲方为时魔要让一方反复修改。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双方存在天然的利益冲突, 彼此之间的互信基础, 被严重破坏。 所以, 大部分甲方和乙方, 彼此都将这次合作, 看成了零和博弈。 一些不负责任的乙方, 觉得能骗则骗, 先随便做一个垃圾方案给甲方。 如果甲方不提意见, 那这钱就顺利地赚到手了, 省时省力。 如果甲方让修改, 那么乙方再修改一遍, 也比一开始, 就认真的做要更省事。 这样的行为, 破坏了甲方对乙方的信任。 很多甲方会认为, 所有乙方都是不负责任的, 反正你们, 拿给我的第一版方案, 肯定是垃圾。 那我就一定要让, 你们修改。 修改很多次, 拿出很多重方案之后, 我再挑一个最满意的, 这样我的钱才花得值。 而且, 甲方是给钱的乙方, 本来就处于更加强势的地位, 负责需求对接的人员, 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作成果, 会继续提出更多的修改要求。 如果一次通过, 就会显得自己工作失职, 所以必须挑毛病。 如果负责对接的部门, 有好几层人员, 那摩没过一层, 他们都想要刷点存在感。 对乙方来说, 就是灾难了。 所以, 归根到底是因为甲方和乙方, 把这次合作, 当成了零和博弈。 甲方用了乙方的第一版, 就觉得自己亏了。 乙方第一版, 就给甲方最好的方案, 也会觉得自己亏了。 双方都留了一手, 最后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甲方越是让反复修改, 乙方就越是对第一版不认真。 乙方越是对第一版不认真, 甲方就越是让反复修改。 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而裴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特殊的甲方, 就是因为, 他没有把合作当成是一种零和博弈, 而是看成一种双赢, 从理念上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的链条。 作为甲方, 裴总首先给出足够的诚意, 远高于市面上同行业的报价, 充分尊重乙方的专业素养, 努力让自己的思路和乙方的思路融合, 让乙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于是, 乙方做出了远超一般水准的作品, 再加上裴总的点子, 产品大火。 不仅是裴总的项目大获成功, 乙方也因为这个项目的火爆, 而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于是, 这就建立了一种良性循环。 甲方和乙方互相信任, 都用最大的努力, 把每一个项目的细节做好。 甲方可以给出很高的价码, 不担心被乙方坑骗, 乙方可以充分激发自己的灵感进行设计, 不担心被甲方指手画脚, 也不担心作品被反复修改。 这种良性循环一旦建立起来, 就变得牢不可破, 并最终让甲乙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 这, 就是裴总作为甲方最优秀的地方。 他不仅仅是给乙方以优厚的经济利益, 也会给到乙方充分的信任和生活上的关怀。 对于这一点, 我深有感悟。 吴冰频频点头, 深受启发。 确实, 裴总对软大佬的关怀, 大家都看在眼里。 不管是确立腾达标准提高购买乙方产品的报价, 帮刚搬来荆州的光环工作室渡过南关, 还是修建经济旅社满足软大佬的喜好, 都展现出了裴总对于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关怀。 吴冰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点, 这样说来, 裴总和员工似乎也是这样的关系。 其他公司的老板, 把自己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看成是零和博弈。 认为压榨员工多一点, 自己就能多减少一些成本, 多赚钱。 而员工也因此不信任老板, 觉得自己是在被压榨的, 上班时间摸鱼, 滑水, 想着怎么跳槽。 而裴总也是通过这种率先表示出诚意的方式, 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的链条, 重新跟员工之间建立了互信。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神奇的现象, 原本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 员工们也都无心工作, 混吃等死。 而裴总接管之后, 就可以让他起死回生, 让每个员工都开始认真工作, 努力为公司创造价值。 我原本以为, 这是一种比较玄妙的腾达精神在起作用。 但现在看来, 裴总努力跟员工建立互信,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软光剑点点头。 嗯, 我也认同这种看法。 这也说明了, 裴总从来没有像其他的老板一样, 把员工当作自己的个人财产, 或者当成可以随意驱使的牲畜。 按理说, 员工的地位, 应该是比乙方还要低的。 因为乙方往往是某一家公司, 具有更强的话语权。 而员工只是个体, 在面对老板的要求时, 会更难拒绝。 于是, 往往形成一个压迫链, 甲方压迫乙方, 乙方压迫自己的员工。 这个链条长粘处于高压状态, 稍不留神, 就会崩溃。 所以, 很多外包公司的底层员工, 每年都会不堪压迫, 大批离职。 而这些公司为了补缺, 只能招聘没有经验的新人。 没有人才积累, 产出就更难以让甲方满意, 于是就会迎来更大的压迫。 但裴总却完全不同, 他完全是把员工当成与乙方一样的合作者来对待, 员工付出多少努力, 就能收获多少回报。 在这重激励模式下, 绝大多数人都会被激发潜力, 因为这种努力并不会带来压榨, 而是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吴斌心情澎湃, 感觉今天的采访真是赚大了。 作为人力资源部门的一员, 又是从其他公司来到腾达。 吴斌也清楚地感受到了, 腾达这家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 但是, 这种区别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吴斌始终没有找到特别准确的答案。 腾达精神确实是一众解释, 但它更像是一种总结和归纳, 而非成因。 现在, 成因找到了。 那就是裴总的这种理念, 打破了原本灵和博弈的恶性循环, 在公司和员工之间, 甲方和乙方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公司, 员工, 消费者, 三者的利益被统一了起来, 所以一切才显得如此和谐, 如此顺利。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吴斌仔细分析, 就觉得, 这种事情只有具备超乎常人的胆识和毅力的人才能做到。 为了打破这个链条, 裴总所让渡出去的利益, 极为庞大, 甚至可能超出了所有员工的想象范畴。 在这种庞大的让利之下, 裴总作为腾达的老板最终获得的财富, 可能还不如一些压榨员工的黑心作坊。 但很显然, 裴总在意的是更加长远的利益。 也许其他压榨员工的公司, 他们的老板财富远超裴总, 但他们的公司在跟腾达的竞争中会丢亏弃甲, 一败涂地。 裴总放弃了巨量的个人利益, 只有这样, 才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打造出腾达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商业帝国, 并且依旧保持着极快的增速,突飞猛进。 吴冰站起身来, 跟阮光剑握手, 感谢。 阮大佬, 你的一番, 话让我深受启发。 我觉得, 对于腾达精神的注解所需的素材, 已经全部采集完成了。 接下来, 我要开始闭关, 深入分析这些素材和腾达精神之间的关系, 努力为腾达精神做出注解, 并分析出一个最全面, 最真实的裴总。 软光剑也很高兴, 不必客气, 这都是我的分内之事。 不过, 等这本书写出来, 能不能也送我一本? 吴冰点点头, 当然没问题。 8月19日, 周五, 裴谦来到商阳游戏, 来稍微监督一下花钱的进度。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不急, 但是花钱的事情不能不急。 这抹一大笔钱, 想要一下子全都花出去, 是不可能的。 就比如办比赛, 确定赛程, 确定场地, 向各个俱乐部发邀请, 让他们提前办理签证等等, 这都需要时间。 如果处理的不够快, 导致有一笔钱在结算前墨花出去, 那就很僵硬了。 距离之前敲定花钱方案已经过去了两周时间, 很多工作应该也推进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顾问一下了。 会议室中, 商阳游戏的众人已经到齐。 跟上次开会相比, 大家的表情已经轻松了不少。 裴总一出手, 给人的感觉就是, 稳了, 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林婉整理了一下手中的资料, 开始汇报近期的工作。 首先说一下国服目前的情况。 虽然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是世界服, 不过国服的情况我也在关注, 因为国服是Guck的基本盘, 不容有失。 值得一提的是, 艾瑞克的第二波攻势也已经失败了。 嗯? 裴千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这次, 他倒是想起了艾瑞克是谁, 就是那个空降过来负责IOI国服的高管。 但是, 第二波攻势也失败了吗? 还是这么有效率吗? 裴千甚至不知道第二波攻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就有点尴尬。 战胜的消息, 甚至比战争开始的消息, 还要更早地传到裴总的耳朵里。 就很离谱。 林婉继续说道, 从最开始的地推战略失败之后, 艾瑞克就换了一种战略, 就是从游戏的周边产业入手。 他分别找到了国内的几家直播平台, 有名气的主播, 还有一些老牌的电竞俱乐部, 希望能够合作, 让他们推广一下IOI。 结果可想而知, 还是跟之前一样, 药膜是被婉拒了, 药膜是被打太极了。 只能说, 到目前为止, Gog在国内已经是铁板一块, 在保持超高占有率的同时, 网吧, 直播平台, 俱乐部等等, 也全都被打造成了铁板一块, 跟Gog有着庞大的共同利益。 而且, 这种共同利益, 不仅包括了短期的眼前利益, 也包括了未来的长远利益。 网吧, 直播平台和俱乐部都认为, IOI没有任何胜算, 所以从长远利益考虑, 显然还是站在Gog一边会更加合适。 艾瑞克虽然能够给到一些短期的眼前利益, 但长远利益却根本没办法保证, 因为他无法为这些人树立足够强大的信心。 而信心, 才是最关键的。 甚至艾瑞克找到了几家俱乐部想要赞助他们, 成立IOI分布都被拒绝了。 一方面是艾瑞克开出的价码不够高, 另一方面, 这些俱乐部也是怕引起我们的不满, 导致自己拿不到即将到来的世界邀请赛名额。 裴谦默默感慨, 艾瑞克好惨。 本来雄心万丈的想要到国府大展拳脚, 跟Gog拼个你死我活, 结果直接卡在了第一步, 连花钱都花不出去。 当然, 如果艾瑞克真舍得花大钱, 肯定还是能花出去的, 归根到底, 还是给出的价码不够。 网吧, 俱乐部和直播平台综合考量, 完全没有被诱惑到, 自然就给他一个闭门羹。 裴谦不由的感慨, 这个艾瑞克, 是个奇才啊。 两波攻势别说开打了, 就连周冰买马都莫成功, 还停留在揭竿而起之前的演讲阶段。 真是有点羡慕。 王小斌嘖嘖称奇, 这个艾瑞克, 真是个人才啊。 刚来国内的时候, 那叫一个眼高于顶, 不可一世。 结果闹了半天, 就这。 叶之周也说道, 虽然这摩说话, 似乎有点不厚道, 但我确实很想知道, 他现在是什么样的表情。 林婉笑了笑, 实话说, 这些事情并不全是他的责任。 艾瑞克毕竟只是IOI国服运营的负责人, 他的钱都是朝达亚克集团和指头公司要的, 并不能随便乱花。 如果他真能无限制撒钱, 只要价码开得足够高, 总会有人倒戈。 但问题在于, 他不能。 虽然达亚克集团很有钱, 但这和他们很抠并不矛盾。 达亚克集团是一切向前看的, 一笔钱花出去, 必须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才可以。 就像他们花了一笔我们根本掏不起的钱收购指头公司, 也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IOI在海外的成绩。 相信在未来, 指头公司将为他们创造原高于收购价的价值。 但是, 艾瑞克想要花超量, 巨额的钱用于国服推广, 是很难说服达亚克集团高层的。 更何况, 这笔钱即使花出去, 也不一定会有效果。 到那时候, 艾瑞克就要背锅, 他不敢冒这个险。 还有一个小道消息, 可以作为佐证。 据说, 指头公司早就在准备筹办IOI的国际赛事, 只不过预算有限, 只准备了十万刀。 中途发生了达亚克集团收购的事情。 于是这件事情, 就被暂时搁置了。 等指头公司再动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们率先宣布, 要办全球邀请赛, 并且直接把奖金池拉高了几十倍。 光是冠军奖金, 就达到了一百万刀。 这对于指头公司来说, 就尬住了。 在世界范围内, Duck正在向IOI发动攻势。 如果他们也办一个比赛, 结果奖金池却只有十万刀。 这实在太丢人了, 还不如不办。 想要不丢人, 他们的奖金池至少也要和我们接近才可以。 但是达亚克集团内部似乎对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因为之前的收购已经消耗了达亚克集团传媒公司大量的现金流, 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再拿出几百万刀用于比赛的筹办。 很多高层都觉得不情愿, 认为此举并不划算。 不是墨钱, 是不愿意花钱。 所以, 这件事情就只能搁置下来了。 裴谦默默点头, 嗯, 本来觉得这个艾瑞克似乎是个人才, 但现在看来他并不是。 艾瑞克之所以在国府被吊打, 主要的锅, 还是要甩给达亚克真正管钱的高层。 裴谦的超能力不在于他有多少钱, 而在于他敢花多少钱。 我有一百块, 你有一千块, 看似你比我多十倍, 但是我这一百块全花了也不心疼, 你花二十就要, 掂量掂量。 那论起超能力来说, 还是我更强一点点。 裴谦很快就对艾瑞克的事情不感兴趣了。 唉, 还以为能在国内给Gaub一点压力, 让我名正言顺的再撒一波钱, 少赚点呢? 白期待了。 裴谦感觉有些索然无味。 林婉继续说道, 不过, 他的第三波攻势, 已经开始了。 在前两次的尝试中, 他似乎意识到了Gaub的基本盘非常稳固, 包括网吧, 直播平台和俱乐部, 全都跟我们深度捆绑在一起了。 Gaub的相关产业, 已经是铁板一块, 针扎不尽, 水泼不尽, 它毫无办法。 所以, 艾瑞克应该是, 想要换一种思路, 去挖其他类型游戏的玩家, 去让从没玩过Gaub的玩家, 入坑IOI。 似乎打算找一些, 例如, 饮料, 男士护肤品, 鼠标, 电竞艺之类的厂商合作, 将主要的重心, 转移到争取第三方。 裴总, 您觉得有必要去跟吗? 裴千听得眼前一亮。 这个艾瑞克可以啊, 这磨被动的情况下, 都找到了突破口。 去找第三方厂商合作? 我们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很好, 这个艾瑞克, 又给我提供了花钱的新思路。 感谢他。 裴千点点头, 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给我盯住了, 这个艾瑞克跟哪家合作? 咱们也跟哪家合作? 不管他怎么选, 咱们都立刻跟上。 不用动脑子, 花钱就行了, 多简单。 众人都不由地露出了同情的表情。 想当初, 商阳游戏在推IOI国服的时候, 腾达游戏那边就是这么干的。 不管IOI国服这边想了什么样的推广方式, Dog那边都无脑跟进。 一个蹭字绝, 蹭得商阳游戏的众人欲先欲死。 因为, Dog在国内的用户群体本来就碾压了IOI, 所以只要无脑跟, 那IOI这边就根本毫无办法。 同时, 大家也更加确定了, 腾达游戏之前这么干, 肯定也是从裴总这学的。 这套耍流氓的手法, 一样一样的。 只能说, 现在大家隔岸观火, 只能为艾瑞克默哀了。 裴谦则是沉浸在 又找到花钱新方式的喜悦中, 对于艾瑞克的死活并不关心。 好,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继续往下说吧。 裴谦挥手示意会议继续, 林婉继续说道, GAUK海外推广的事情 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裴总, 最后剩下的那两千多万刀, 我们收购了米国一家战市场份额不到5%的漫画公司, 叫飓风漫画。 我们决定把它最大的IP, 也就是多面侠, 作为主打英雄, 作为宣传。 经过了前段时间的铺垫和预热, 多面侠和GAUK的广告已经在时代广场、 地铁、 公交站、 各大网站等领域全面铺开。 GAUK的海外服用户数量每天都在快速增长之中。 GAUK良心的售价在海外玩家群体中备受好评, 风之默克、 阮和莫蒂斯特等一众机智有趣的英雄, 也获得了海外玩家的喜爱。 现在成达游戏那边已经把多面侠制作完成了, 周末就可以上线, 到时候应该还会有一波流量的暴涨。 裴千微微皱眉, 等等, 你刚才说的这个飓风漫画公司, 他不会刚好拍了一个电影叫《钢铁侠》吧? 林婉有些茫然的摇了摇头, 钢铁侠? 那是什么? 飓风漫画并没有任何拍摄电影的能力, 都快濒临破产了, 否则也不可能两千多万刀就卖身。 裴千放心了。 嗯, 我就说嘛, 自己不可能每次都能那么倒霉。 总不能随手一买, 就是一家被严重低估的公司吧。 那也太不科学了。 之前还在头疼这两千多万刀, 应该怎么花? 现在已经很顺利的花出去了, 可以放心了。 而且买到的是一家快要破产, 市场占有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漫画公司, 不至于在海外直接把IOI给打趴下, 这很好。 公式不要太猛烈, 让Gaulk一点一点蚕食IOI的市场份额, 这样达亚克集团就会反抗, Gaulk就可以继续名正言顺的花钱推广。 你扩大市场份额, 我抢你的市场份额, 如此循环, 形成涌动。 到时候, Gaulk和IOI在海外服务继续愉快玩耍,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烧钱, 岂不美哉? 达亚克, 你们把我IOI国父的烧钱树买走了, 让我们办法无脑烧钱, 那没办法, 只能让你来做我新的烧钱树了。 8月22日, 周一, DGE俱乐部门口, 黄旺和苏领队准被离开, 返回魔都, 而其他队员们则是全员到齐, 给他送行。 到了那边跟新队有好好相处啊, 打得不好, 可是丢我们DGE的人。 你可得保持水准, 别过段时间见面之后被发现变菜了, 那就等着被比试吧。 有时间常回来玩。 亚铃教练则是微笑着说道, 到那边记得保持健身习惯, 花了好几个月才好不容易练出来的身材, 如果放弃的话很快就胖回去了, 那之前的坚持就全都白费了。 张元则是拍拍黄望的肩膀, 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跟我说, 这边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 不要不好意思。 哪怕去了那边, 你也永远是我们俱乐部的一员。 黄望感动的眼泪汪汪的, 频频点头。 可惜, 今天裴总没来, 可能裴总也不想陷到这种离别的场面吧。 苏领队说道, 张经理, 你放心, 裴总给的这笔钱, 我们一定好好利用。 等回到魔度之后, 我就会跟俱乐部的管理层好好商量一下, 尽最大可能完成裴总的要求。 为黄望和其他队员打造最合适的训练环境, 一切跟DGE这边看齐。 到时候, 也欢迎你们来监督。 张元点点头, 好说好说, 有什么需要? 随时开口。 苏领队刚想离开, 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折返说道, 对了, 你们二队少了一名队员, 接下来的训练赛, 不会受影响吧? ZZ直播举办的整活大赛, 已经全部打完了。 俱乐部之间的训练赛, 重新按照之前安排的日程继续。 但是, 黄望毕竟是DGE俱乐部二队的队长。 他走了之后, 二队只剩四个人了。 苏领队担心会不会, 因为自己的这次买人, 给训练赛的日程造成影响。 张元笑了笑, 不用担心, 我们前天就已经把新的招聘公告挂出去了,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报名。 我们决定给他们报销往返费用, 挨个视讯, 挑一个表现最好, 最有潜力的, 来补黄望的缺。 到时候, 我们会重新平衡一下两个战队的实力。 训练赛也不受影响, 尽管放心。 苏领队点点头。 那就好。 那我们走了, 回头见。 江焕突然想到了什么, 快走两步对黄望说道, 新出的多面侠这个英雄, 竖直强度不错, 能够变成其他英雄和偷大招的机制, 在比赛中会很实用。 说不定会变成这次世界邀请赛的热门英雄, 一定要多练练。 黄望点点头, 放心吧, 我知道。 看着黄望乘坐出租车, 完全从视野中消失, 众人这才返回俱乐部。 虽然这小子很过躁, 但是把他送走了, 还有点舍不得是怎么回事。 张元感慨道, 没事, 马上就来新人了, 不知道新人能不能顶住跟黄望一样的训练强度。 老周表示担忧。 毕竟黄望是二队队长, 是十个人里面加练最多的人。 不过亚林教练的加练, 肯定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素质的不同, 制定相应的加练计划。 但即使如此, 也够新人受的。 江焕微微一笑, 莫关系, 我一定会好好关照这个新人的。 张元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 江焕,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高枕无忧了? 二队中单换的新人, 你觉得更打不过你们了是不是? 想的美。 等新人中单来了, 让他去一队打中单, 把小周替换下来, 小周去二队打中单, 兼任队长。 一队和二队的队员们全都猛逼了。 啊? 局势一下子又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 原本一队是比二队强的, 但是现在一队的中单去二队, 一队补了一个新人中单, 双方的实力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一队有将换指挥, 战术水平更好一些, 但中单是新人, 实力比较差。 二队则全都是老队员, 只是需要重新磨合。 这下, 谁加练, 还真说不定了。 尤其是小周, 人更晕了。 谁不知道, 队长是加练最多, 最苦逼的。 他可不想变成跟黄王一样的拳击选手啊。 小周赶忙说道, 别啊, 我完全不会指挥的, 怎么能当队长呢? 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张元呵呵一笑, 不会指挥。 没关系, 多加练击次, 就会指挥了。 众人, 晚上, 老周一边打单牌, 一边点开直播间, 查看黄王的情况。 别说, 黄王还挺敬业, 刚到魔都的第一天就在直播了。 直播间里和网络上, 黄王转会的消息, 已经传开了。 拳击选手你转会到H4俱乐部了? 跟庞令打中野? 是不是啊? 小道消息传风了, 赶紧给个石锤好不好? 如果是真的, 那H4起不是补气短板, 光速起飞? 这就是一艘新的银河战舰啊。 不, DGE俱乐部的一队, 才是真正的银河战舰。 这几天的整活杯, 你们还莫看出来吗? DGE确实是银河战舰, 但是不能打比赛啊。 现在能打比赛的队伍里, H4是纸面实力最强的。 打不过就去DGE买人这可太秀了。 其他俱乐部万万没想到, 还能玩这一手, 简直是骚断腿。 其他俱乐部还在等什么? 赶紧埋起来啊, 那边还有九个人啊。 估计是还没反应过来, 得光望两天吧。 毕竟都说DGE队员卖的挺贵, 听说黄望的转会费都到三百万了。 这太可怕了。 H4是老牌俱乐部还砸锅卖铁, 才凑出这么多钱。 其他的俱乐部哪有这重财力? 三百万? 不是说五百万吗? 都别争了, 一个亿。 草, 果然电竞完到最后, 还是变成了超能力的比拼。 拳击选手今天直播, 一直在练这个新英雄多面侠, 看起来是在为比赛做准备了。 太好了, 能在全球邀请赛上看到拳击选手登场了。 想想到时候现场的画风, 就觉得很神奇。 老周不由的感慨, 网络时代, 这小道消息跑得是真快。 不过这也无所谓, 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 过两天也就要官宣了。 唯一需要保密的是转会费具体的金额, 所以, 网上传多少的都有, 有一百万的, 三百万的, 五百万的, 总之, 越传越多。 这其中可能有不少假消息, 都是YY直播那边放出去的, 毕竟慌望的转会费越高, 越容易被玩家们讨论, 给YY直播带来的热度也就越高。 不过, 这显然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 暂时吓住了其他俱乐部。 其他的俱乐部本来就觉得DGE队员都是非卖品, 价格肯定会很高, 现在更是实锤了自己买不起。 那些没钱的俱乐部, 就放弃这个念想了。 有钱的俱乐部, 也不敢一下子拿出几百万买人, 就想着多观望观望, 看看H4俱乐部买人之后的效果。 比较尴尬的是想买蛋钱又不够的俱乐部, 就开始动心思去忽悠直播平台, 想要通过跟直播平台签约的方式, 双方一起出钱买人。 总之, H4的这次买人, 毫无疑问的给其他俱乐部提供了一个 之前没太想过的新思路。 缺人吗? 拿钱来DGE俱乐部买就行了, 五个位置都有, 包你满意。 而对于那些想要出人头地打出名堂的网瘾少年来说, 来DGE俱乐部视讯也变得非常有前景。 暂时不能打比赛又怎么样? 只要坚持一段时间, 总会被其他俱乐部高价买走的。 8月23日, 周二, 晚上, 陪迁在墨鱼网咖喝着咖啡, 同时也关注着黄旺那边的动向。 虽说黄旺已经转会到别的俱乐部了, 但隐患并没有完全消除。 其他队员, 依旧有被买走的可能性。 只不过, H4和DGE签了保密协议, 不能向外界透露具体的转会费数值。 而且, H4也不希望让其他俱乐部买DGE的人跟他们竞争。 所以, 并没有实锤爆出这次转会的细节。 其他的俱乐部想买, 但又觉得贵, 所以基本上都还在观望中。 毕竟黄旺不仅仅是一个强力的中单选手, 孩子带热度与流量, 花三四百万的转会费买来, 怎么都不会太亏。 但其他的队员, 目前看来没有直播鬼才, 买来之后, 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队员。 如果也要付同样的价格, 就有点不划算了。 陪千对现在的状况还算满意, 不过他也很清楚, 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一旦其他俱乐部队DGE的人进行争抢的话, 那陪千就只能含泪把所有队员全都卖掉, 让整个俱乐部从零开始了。 毕竟这十个人很强,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他们提前两个多月进行了专业训练。 再来一批新人, 肯定就没有他们的这重统智力了。 陪千已经做好了比较坏的打算。 考虑完了DGE俱乐部的事情, 陪千把手机放在桌上,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看向窗外。 可能是很久没有在这个时间, 留在墨语网咖看窗外的夜景了。 陪千突然觉得, 不知为何, 今天荆州的夜晚, 似乎少了一点喧闹, 多了一点感伤。 于是他看着窗外的灯火, 看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轮廓, 莫名地回忆起了很多的事情。 夜幕下的荆州, 灯火璀璨。 闹市区的街道上, 人来人往, 对生活在荆州市中心的人们来说,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琳琅满目的广告牌, 挂在人们的头顶, 闪烁着绚丽的灯光, 令人目眩神迷。 路边商铺的橱窗里, 在柔美的灯光下, 各种各样玲珑精致的饰品, 在散发着诱人的光。 塑胶模特, 穿着精美无瑕的服饰, 展示着自己曼妙的身姿, 似乎在嘲笑着窗外那些, 脸上带着艳线却都不敢进入的人们。 一对对年轻的男女, 相依围着走路酒吧, 端起漂亮的酒杯, 美酒的香气甚人心脾。 餐馆, 酒吧, KTV, 这个城市, 有很多让人快乐的地方, 时不时的传出阵阵欢笑。 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 不论是丑陋还是美丽,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笑声, 只不过, 有的笑声是满足, 有的笑声是失落。 灯火通明的办公楼里, 有人在熬夜加班, 站起身来去饮水积接一杯热水, 情不自禁地看向窗外黑沉沉的夜幕。 廉价的出租屋里, 有人在拿着扳手和胶带, 跟漏水的水管搏洞。 路边的小网吧里, 烟雾缭绕中, 有人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改着自己的简历, 然后打开招聘网站, 挨个发送到各个公司的邮箱中。 路边的大排档, 有人吃了鸡根烤串, 喝了两瓶啤酒。 不知为何, 突然眼面痛哭了起来。 这样的场景, 全世界的每一个城市都在上演。 只是大多数时候,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也默认在意别人到底在怎么活着。 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努力地活好自己, 已然拼尽了全力。 这时候, 在飞黄工作室的某一台电脑上, 弹出了审核通过的字样。 在下一个瞬间, 无数个账号, 收到了飞黄工作室视频更新的推送。 无数根手指点机屏幕, 无数双眼睛看到了, 行声, 无数只耳朵, 听到了陈磊的声音。 每个人心里的孤岛, 也需我们注定分离。 哪怕离得再近, 也无法连成一片陆地。 哪怕翻越千山万水, 也找不回曾经的你。 霓虹里城市的孤独, 是烙印在新的印记。 那纸醉金迷和悲欢离, 和让我们忘记了自己。 我想要回到从前的光音, 回到那艳阳里。 悠扬的歌声, 伴随着吉他声, 缓缓流淌。 画面出现,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湖景。 陈磊在圆弧形的客厅中弹着吉他, 背对着镜头, 低音浅唱。 空旷的客厅中, 温暖的阳光透过180度的落地窗洒入, 让人觉得莫名的温馨。 镜头穿过落地窗, 来到茫茫的湖面上, 然后又快速拉高, 拍摄荆州的城市风景。 视频中高楼伶俐, 航拍下的荆州, 就像是一座巨大的钢铁丛林。 车辆快速穿梭, 行人步履匆匆。 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整座城市似乎从未停下他的脚步。 摸鱼往喀里, 陈磊自弹自唱。 路边, 陈磊与无数路人擦肩而过。 机场, 无数飞机起起落落。 镜头跟着飞机逐渐拉升, 再度变成了航拍画面。 在高楼大厦中穿梭, 似乎在不断远离繁华的市中心, 周围逐渐变得荒僻。 两栋看起来其貌不扬, 毫无声气的八层住宅, 显得颇为凄凉。 随后, 梁清帆的身影出现在镜头中, 迈步走入其中的一处住宅。 他开始在房间内观察, 勘测, 绘制图纸。 一份份设计稿堆满了桌案, 梁清帆端起咖啡, 却因为陷入沉思而忘了喝, 又再度放了回去。 很快, 勤劳的工人们进入了这个破旧的房子。 他们忙碌起来, 遮挡了镜头的视线, 让观众们始终看不到这个破旧房子的真面目。 在工人们的忙碌之下, 这个看起来破旧, 潮湿的房子开始快速地发生变化。 梁清帆的桌上堆满了各种设计方案, 各种细节开始不断完善。 最终, 房子的施工终于完成。 他的真面目最终揭晓, 客厅中的陈设和之前陈磊坛及他所在的那个房子完全一致, 而用剪辑的方式故意隐藏的全貌也展现了出来。 180度的落地窗说明了, 这就是最开始陈磊所在的那套房子。 小区入口处, 陈磊背着吉他, 拖着一个小小的旅行箱, 来到楼下迈步走路。 跟梁清帆走入这栋楼时, 拍摄的角度完全一致, 就像是某众场景的重现。 最后, 陈磊来到客厅, 在沙发上坐下, 抱着吉他。 歌声恰好唱到了结束的位置, 陷入一片寂静。 陈磊再度轻轻地拨动吉他, 唱出与开头旋律一致, 但不同的歌词, 作为结尾。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也许我们从未分离。 哪怕离得再远, 回忆也从未抹去。 我愿翻越千山万水, 也要找回曾经的你。 霓虹里城市的孤独, 有我们相伴的证据。 那纸醉金迷和悲欢离合, 都已不必在意。 让我们重新开始在那艳阳里。 结尾和开头的场景, 完全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闭环。 屏幕上出现了几型小字。 如果累了, 不妨慢下来, 做一只树篮。 不要只是承受这片丛林的压力, 却没时间好好享受它的繁华。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 很快, 视频的播放量, 谈幕, 留言等数据, 开始快速增长。 飞黄工作室, 在爱丽岛网站的官方账号, 本来就有大量的粉丝。 这得益于短视频, 纪录片, 和电影的积累。 陈磊作为目前顶尖的民谣歌手, 也同样有着非常高的关注度。 这二者结合起来, 让这个, 新生的视频发布之初, 就开始了疯狂传播。 飞黄工作室并没有刻意地去, 解读这个视频的含义。 当观众多了之后, 自然会有人分析出来。 这是陈磊的新歌。 啊, 太棒了。 不过爱丽岛首发是什么情况? 而且还是用了飞黄工作室的账号。 陈磊成飞黄工作室。 我最喜欢的年更UP和月更UP合作了。 奥斯罗, 这视频具体, 应该怎么定位啊? 这到底应该算是陈磊新歌的MV呢? 还是应该算一个宣传视频啊? 我看在后面, 似乎出现了树揽公寓的字样。 当然是合作啊。 你忘了, 当初陈磊最开始就写了一首, 等后, 宣传摸鱼网喀摩。 现在再写一首新歌, 宣传树揽公寓。 这不是很正常, 也很合理的事情吗? 这唱功真是厉害。 我一直觉得, 陈磊就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民谣歌手。 没有任何的炫技, 但就是能唱出这种味道, 让人很有共鸣。 有谁看懂这个MV了吗? 开头和最后连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破楼跟陈磊弹吉他的客厅, 似乎是同一个地方。 众人议论纷纷, 没过多久, 就有课代表发言了。 我来解释吧。 视频已经刷了好几遍了, 注意到一些细节, 可能是飞黄工作室想表达的。 首先, 这应该是树懒公寓的宣传片, 因为在腾达生活, APP上也放出来了。 而且最后那句如果累了, 不妨慢下来做一支树懒的宣传语, 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 这个视频中有几个细节,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短片的时间现实际上是错开的, MV里面一共两个主角, 陈磊和设计师。 场景是这样的, 陈磊在房子里唱歌, 陈磊在荆州漫步, 设计师选中住宅, 开始设计并改造。 陈磊来到房子里住下, 陈磊开始唱歌。 大家发现, 结尾和开头正好形成了一个循环。 而且, 场景刚好可以接上。 这就说明整个视频的叙事, 实际上是一个倒序。 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 应该是这样的。 陈磊在荆州漫步, 或者说是漂泊, 设计师选中住宅开始改造。 陈磊在房子里住下, 陈磊开始唱歌, 代表漂泊的游子, 最终来到树懒公寓并, 安顿下来。 只不过在拍摄的时候, 飞黄工作室用了一个小技巧。 他们刻意地打乱了顺序, 用倒序的方式, 让整个故事形成了一个闭环。 然后又用特殊的转场方式, 欺骗了观众。 每次的航拍镜头, 其实都暗示着, 时间线发生着变化。 直到最后才揭晓谜题, 两个地方有很强烈的暗示。 一个是设计师和陈磊, 走入这洞楼的角度一模一样。 另一个, 是最后房子改造完成, 才揭晓那个独特的180度落地窗。 这都说明房子是同一套房子, 只是设计师和陈磊进入的时间不同。 而这种特殊的叙事方式, 我觉得主要是突出这个改造的部分。 可能大多数人都在关注陈磊的歌词, 关注片子里一些让人感触比较深的片段, 但是忽略了房子的改造部分。 其实刚开始, 那个破房子跟最后改造完成的房子, 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而使用倒叙的方式, 就相当于把破房子和改造完的好房子 分别做为了两条线向观众讲述。 刚开始, 大家都以为他们毫不相干, 但是最后谜底揭晓发现, 这竟然就是同一套房子, 这种出乎意料带来的冲击力会更强。 而最精彩的一点在于, 陈磊的歌和这个视频在结构上竟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配合谁, 谁先有的这个想法, 但结果就是, 陈磊歌曲的最后一段跟开头一段是同样的旋律, 不同的歌词。 这种做法, 一方面配合了视频的时间线, 让时间线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 另一方面, 也有暗示的意味, 它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和重负, 视频开头的歌词很丧, 很伤感, 很孤独, 但是视频最后的歌词却变得积极向上, 给人一众充满希望的感觉, 这也是在暗示整个视频新生的主题。 所以, 这个视频的名字, 新生, 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老房子在树兰公寓项目的改造下, 焕发新生, 从废墟变成了一具的住宅。 另一个, 是漂泊在外, 感受了太多人情冷暖的游子, 在这座房子中安顿下来, 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总之, 这个宣传片, 真的很赞。 感觉它不仅仅是树兰公寓的宣传片, 也是荆州城市风景的宣传片啊。 这个分析视频内涵的长评论, 很快就被疯狂点赞成为热评, 更是得到了飞黄工作室的官方点赞和置顶。 这确实是飞黄工作室制作这个视频时, 就已经提前想好的表达方式。 为了完成这个视频, 飞黄工作室也去帮陈磊和梁清帆补拍了不少的画面。 实际上到最后, 原本录像师录制的那三个多小时的素材, 只用上了两分钟, 其他的三分多钟全都是补拍的。 但是这两分钟也同样重要, 因为它展现出整个房子变化的过程, 这是视频主题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到此为止, 飞黄工作室为树懒公寓制作的宣传视频, 新生大功告成。 它成功地把树懒公寓的理念传达了出去, 引发了很多在城市中漂泊者的共鸣。 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喧嚣的城市, 都有人在渴求着一个能够独属于自己, 放空一切去休息的地方。 而树懒公寓就是在向所有人提供这样一个地方, 让你可以洗去漂泊之苦, 像个树懒一样慢下来, 不再只是为了生活而在钢铁丛林中间苦奋斗, 也可以在这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中, 忘掉一切去好好休息。 于是, 视频的最后在感动哭了。 好听, 开头见之类的檀幕中, 还有一个檀幕在被反复的复读。 所以, 这样的公寓, 到底应该去哪里租呢? 8月24日, 周三, 上午10点钟, 裴谦睡到自然醒。 他还不知道, 昨晚飞黄工作室更新了视频, 也不知道, 昨晚和今天上午, 网络上已经掀起了讨论的风暴。 照常起床洗漱, 准备到摸鱼网咖吃饭。 然而在下楼的时候, 裴谦走出电梯, 突然发现有些不对。 一层竟然有人正在看房子? 管家宋凯的声音, 从一层的管家房里传来, 似乎是正在唯有一项的顾客, 介绍租住树览公寓需要遵守的规则, 以及具体的租金价格。 裴谦瞬间如临大敌。 这是什么情况? 为了防止被发现, 裴谦赶忙躲到消防楼梯, 一边等待着, 这些看房子的人离开, 一边掏出手机, 查看这背后的真相。 好端端地住了三个多月了, 这里一直都无人问津, 怎么今天突然, 来了这么多人看房子? 事出反常必有妖。 果然, 裴谦打开腾达生活APP, 在上面看到了昨晚刚刚上传的树览公寓宣传视频, 以及下面对这个宣传视频全面解读的评论。 晚上下班上传视频, 我看这些人是休假没休狗, 竟然敢公然违背公司规定。 啊, 好像也不一定, 审核通过需要时间, 从这个, 发布时间上看, 似乎是下班之前就提交了审核, 刚好在下班后审核通过了。 本来想心事问罪的裴谦仔细, 研究了一下这个发布时间, 才发现, 飞黄工作室似乎很聪明, 并没有给自己留下把柄。 黄思伯都已经去旅游了, 这视频的进度还一点没耽误。 岂有此脸? 裴谦很无奈, 虽然他知道该来的总是会来, 但来的这么快, 还是让他猝不及防。 这时, 外面传来脚步声, 似乎看房子的人纷纷离开了。 裴谦推开消防楼梯的门, 正好遇上刚刚把顾客送走的管家宋凯。 宋凯愣了一下, 裴总这是大早上的爬楼锻炼身体膜, 否则怎么好端端的电梯不做, 从消防楼梯间走出来了。 看裴总这大气都不喘的样子, 体能不错啊。 分析了半天, 却又感觉哪里不对。 裴谦并不知道宋凯的心理活动, 问道, 刚才的那些人都是来看房子的。 宋凯点点头, 是的裴总, 今天上午突然有好几拨人来看房子, 应该是昨天腾达生活APP上更新了宣传视频的功劳。 裴谦如林大敌, 所以, 目前有人要租吗? 嗯, 宋凯犹豫了一下, 暂时还没有, 我介绍了树篮公寓的具体规定和租金之后, 大家都表示, 要回去再考虑考虑。 裴谦心中一喜, 果然我的策略还是有用的。 赶忙继续追问道, 你在介绍房子的时候, 没有用任何营销话术吧? 宋凯点点头, 当然没有。 裴总, 您之前交代过的, 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您住在这里。 裴谦很满意, 脸上露出笑容, 很好, 继续保持。 之前的多重保险, 开始发挥作用了。 在树篮公寓这个项目立项之初, 裴谦就绞尽脑汁地想, 到底要如何劝退租客, 让树篮公寓的房子尽可能地一直空置下去。 只是把那些不尽人情的规定写在腾达生活APP上, 显然还不够稳妥。 虽说这样做, 肯定能劝退一部分人, 但必然还是会有一部分人怀着侥幸心理, 到现场来看一看房子的具体情况, 这个无法避免。 而每栋房子都有专属管家, 这些管家也可以看成是销售, 因为他们要向来看房的顾客介绍这栋房子的特点。 如果这些管家销售能力特别强, 话术特别高明, 忽悠住顾客当场拍板入住怎么办? 这不是莫可能的。 因为包括宋凯在内, 大部分来应聘管家的人, 都在其他的租房公司有过任职经历。 而这些租房的中介公司, 非常擅长把人变成睁眼说瞎话的营销机器。 不仅如此, 树栏公寓因为装修标准极高, 又是梁清帆亲自设计, 所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极富视觉冲击力的。 喜欢土豪风的中年人看不上, 但对于年轻人, 杀伤力却尤为明显。 陪签怕就怕, 顾客来看房, 看到跟宣传片一样的房屋内景, 管家在意忽悠, 当场就头脑一热, 拍板签合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对管家的培训显然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 陪签很早之前, 就已经叮嘱过宋凯。 如果有人来看房子, 千万不要用任何营销话术, 在介绍房子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有任何主观性, 吹这个房子, 拿好拿好。 顾客来了, 先给他们介绍树栏公寓那些硬性规定。 比如, 房子里的家具都不能动, 不能自己购买家具, 增加储物空间, 必须整租长租等等。 管家不能使用任何营销话术, 自然会更加劝退顾客。 而且, 陪签也特意强调, 让管家千万不要透露自己, 就住在这栋楼里, 甚至不要传递出陪总也在住宿缆公寓的这种信号。 之前陪签无意间给墨鱼外卖带货的错误, 可不想再犯一次了。 所以, 虽然上午有一些人顺着腾达生活APP上的地址过来看房子, 但并没有人真的决定入住。 陪签稍稍放心了一些, 只是不知道其他的三栋楼情况如何。 陪签住的这栋楼是一梯一户的大平层, 本来租金就很高, 一般人租不起很正常。 但是其他的三栋楼, 因为每套房子的面积都不大, 所以尚在普通人能够接受的租金范围。 得去稍微关注一下网上的风向了。 昨天视频火爆, 但那时候网友们看到的都是美丽的假象。 今天等网友们实地看到了房子, 还能不能维持昨天的热情, 这才决定着未来树懒公寓的命运。 陪签来到摸鱼网咖, 一边吃饭, 一边刷手机, 查看大家对树懒公寓的评价。 在荆州当地的一些论坛, 小组里面已经有不少人在讨论树懒公寓 这个腾达生活旗下的全新产业。 之前的树懒公寓只是在腾达生活APP上挂了个简单的页面, 只有硬性规定, 没有宣传视频再加上腾达生活APP才刚改版没多久, 所以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但这个视频更新之后, 这个项目的关注度立刻就涨上去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腾达的产业包括摸鱼网咖,摸鱼外卖, 逆风物流, 托管健身房等等, 全都颇受好评。 而租房子一直是年轻人的一大痛点。 小中介, 二房东遍地都是, 找这些人租房子, 被骗那是大概率事件, 不被骗反而不正常。 有经验的人说, 说租房子, 要找大的中介公司, 可大的中介公司也充满着套路。 同样是忽悠, 你莫商量, 只不过不会忽悠的那么惨。 所谓的大中介跟小中介, 二房东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如果自己找房子, 多半会上当受骗。 很多工作两三年的人租到了满意的房子, 那也仅仅是因为被骗多了, 有了经验, 学会了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甄别那些骗局, 找到好房子, 基本等于简陋。 现在一听说, 腾达要做公寓, 很多荆州当地的年轻人, 当然是喜出望外。 不说别的, 至少腾达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肯定不会像其他的中介公司一样, 充满套路。 签合同之前, 你是大爷, 签合同之后, 他是大爷, 签合同之前, 拍着胸脯保证和承诺, 签合同之后, 连你是谁都记不住。 更何况, 这个宣传片拍得这么好, 陈磊在里面唱了主题曲, 整个房间看起来温馨, 舒适, 简约, 更是让很多年轻人看得心痒痒。 然而, 在实地看房, 听了管家的详细介绍之后, 很多人退缩了。 网络上的舆论, 不再是一边倒的夸赞, 而是开始激烈讨论。 今天去实地看房子了, 这个房子确实跟宣传片里的一样, 一点都莫改动。 但是这价格真的吓人。 跟同位置的金庄房相比, 租金至少提了百分之三十。 这还是那个物美价廉的腾达吗? 但是这边房子装修得好啊。 看清楚, 我是说跟金庄房相比, 提了百分之三十。 如果跟装修破的房子相比, 提百分之五十, 都有了。 总结一下, 目前树栏公寓一共是四套房子。 一套城市曙光大变的大平层, 这个就别说了, 一般人租不起。 而且户型很奇葩。 一套是顺东花园的商柱loft, 分成两层用。 但商柱嘛, 大家都懂。 还有两套, 就是宣传视频里的那个, 但是位置很偏, 180度景观客厅出见很惊艳。 但是真的去看了之后, 就会担心, 会不会太不实用了。 所有房子的装修规格都很高。 而且, 价格也都偏贵。 说句公道话吧, 我去看了房子, 树栏公寓这个装修的规格真的太高了。 很多人自己买了房子, 都不一定舍得花这么多钱装修。 但是这一点也算不上特别明显, 就比如家具。 家电这些, 似乎比住家中介推出的安心房要高档一些, 但又觉得高档不了太多。 是的, 整体比住家的安心房装修档次更高, 但是这个装修风格实在太简约了。 说是寒酸也不为过, 装修方面体现出的优势不明显。 你们怎么不提树懒公寓那些严苛的规定呢? 不能买家具, 不能洞里面的格局, 必须涨租, 整租, 价格还这么高, 有多少人舍得租? 就算舍得租, 就这摩点储物空间, 东西根本放不下。 是希望我把所有的杂物全都扔掉吗? 以我多年的租房经验来看, 树懒公寓这个模式就是完全的面子工程, 太不实用了。 又贵又不方便, 只适合文艺青年在里面拍照装逼。 确实, 目前看起来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颜值, 去租这个肯定是找罪手。 我宁可选择住家集团的安心房, 虽然装修的墨, 纳膜漂亮, 但也是大品牌可以信赖, 也是精装修, 价格便宜, 而且自己可以随便摆弄屋里的陈设。 我觉得, 既然是腾达的产业, 肯定还是值得信赖的。 说不定这种规定背后有什么深意, 住进去了就能发现了呢? 那欢迎烈士去做小白鼠。 其实我早就想吐槽了, 腾达的其他产业不也都是重逼格? 轻食用性的吗? 墨浴外卖那个时刻, 加了个破盒子, 就比普通版贵那么多钱, 破管健身房, 直接和健身餐捆绑销售, 按次计费, 算下来比其他健身房快贵一倍了。 楼上一,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总是把腾达称为物美价廉? 物美我可以接受, 这价格哪里低廉了? 腾达生活, APP上的所有东西, 有真正低廉的吗? 不全都是花钱买逼格吗? 外卖这种东西, 贵点也就贵点, 无所谓。 租房子, 可是要占去大部分人工资的三分之一, 再上浮百分之三十, 谁舍得? 确实, 房子的第一属性, 还是居住, 逼格这种东西, 不能当饭吃啊。 我觉得腾达这次是飘了, 过于强调装逼属性了, 忽略了实际的居住需求, 和市场背道而驰了。 所以说, 住家的安心房, 它不香吗? 同样是金装修, 同样有管家, 价格比树篮公寓还低百分之三十。 你想想, 如果一个月是一千五百租金的话, 一年就能给你省六千块钱, 一台手机都出来了。 我也觉得, 还是住家那边的房子更划算一些。 树篮公寓吗? 等着吧, 相信腾达很快就会发现, 这玩意不符合大家的需求, 租不出去, 就会降租金, 或者改变规定了。 饭后, 裴谦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翻着大家, 对于树篮公寓的评论, 心中放心了不少。 嗯, 我的安全措施奏效了。 网友们说什么? 再等等, 租不出去, 就会降租金, 或者改变规定了。 少年, 你想多了, 裴总专制等等等, 房子租不出去的话, 裴总高兴还来不及呢? 还给你降价? 绝对不可能。 裴谦心里踏实了不少, 这次, 剧本总算是按照我的预期在走了。 严格来说, 树篮公寓这个租金的价格, 不至于让工薪阶层租不起, 但最终影响消费者做出决定的, 往往不是绝对价格, 而是跟竞争对手相比的相对价格。 一个月薪五千块的工薪阶层, 让他花一千五百租房, 或者花两千租房, 都不能说租不起, 但他肯定会去比较。 目前树篮公寓的直接竞争对手, 就是住家集团新推出的安心房业务。 住家集团是全国范围内, 都很有影响力的房屋中介。 很多人在租房时, 会无脑选择住家旗下的房子, 就是因为, 相比于那些坑爹的小中介, 二房东, 住家集团家大业大, 坑人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在前两年, 住家集团也看到了, 年轻人对于居住环境需求的日益提升, 所以推出了安心房, 业务, 也就是跟房东签合同租下, 一些装修比较破的老房子, 自己装修, 然后提升一些租金租给房客。 这些也都是装修好, 家具家电齐全的房子, 整体的卖相不错, 虽然比其他的房子要贵一些, 但装修好, 意味着住起来舒服, 所以, 这个业务发展的不错。 跟树懒公寓相比, 住家集团的安心房, 虽然整体装修和家具等等, 都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但它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价格也便宜了不少。 在普遍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眼中, 显然是更适合大众需求的。 月租金从1500提升到2000, 一年房租就要多花6000块, 可以给自己换个新手机了。 这个差价对大多数人来说, 还是感受非常明显的。 而且, 裴谦在这些留言中, 嗅到了一丝水军的味道。 住家集团在荆州当地, 也有大量的门店。 每个门店里, 都有很多中介员工。 腾达推出的树懒公寓, 也是租房业务。 跟他们的安心房业务, 是直接竞争关系。 住家集团不可能眼瞅着树懒公寓, 打出知名度, 而无动于衷。 甚至都不用请专门的水军, 只要强行让荆州所有门店的员工, 全都去搜索类似的帖子。 在下面, 伪装成路人发言就可以了。 这些人虽然不懂, 但毕竟24小时高强度回帖, 能够在网上制造出很大的声音, 把水搅浑, 制造一种大部分人都不满树懒公寓的假象。 总之, 从网络舆论上来看, 树懒公寓宣传片吸引来的顾客, 大部分都被劝退了。 不过即使如此, 也还是有人排除万难, 签订租房合同住进了树懒公寓。 冰湖小区八号楼顶楼的房子, 也就是陈磊拍摄MV的时候取景的那套房子, 被他的一个狂热女粉丝当场租了下来。 因为这套房子看到的景色跟MV里完全一样, 非常适合拍照发朋友圈。 显然, 这位顾客租下顶楼的这套房子, 主要目的也不是用来住, 而是用来追星的。 做一座陈磊坐过的沙发。 迟了, 陈磊从这栋楼的管家那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也是哭笑不得。 只能说有钱人的追星就是这模的朴实无华, 且枯燥。 唉, 毕竟陈磊粉丝多, 这种事情似乎也难以避免。 不过只是少数几套房子的话, 对树懒公寓这个亏钱模式的影响不会很大。 虽然陈磊的影响力确实可能让一些人来追星, 但其实问题不大。 关键这是租, 而不是买。 如果这套房子出售的话, 可能很多人为了追星而买, 毕竟房子买来之后可以转手, 可以保值, 可以自己不住出租出去, 怎么都划算。 但这套房子是支租不卖的, 而且严禁转租, 如果像这位妹子一样追星, 自己不住, 那就意味着每月的租金都要白扔, 房子还不属于自己。 所以, 裴谦觉得, 就算有人因为这个MV追星, 应该也不会影响大局。 更何况顺东花园那个商住楼, 还有自己住的城市曙光大平层, 还一个租客都没有呢。 裴谦溜了一圈, 得出结论, 觉得树懒公寓虽然目前的关注度在暴涨, 但暂时还是安全的, 可以再观察观察。 于是, 他坐车回家, 放心的午睡去了。 下午, 经济旅社, 李时和其他的投资人们齐聚一堂, 正在开会。 自从经济旅社开业以来, 状况还算不错。 前期的宣传工作非常充分, 吸引了大量荆州当地, 甚至汉东省的年轻人前来。 而经济旅社中各种有趣的项目, 也延续了极佳的口碑。 但问题在于, 似乎没有那么火爆。 对于李时等投资人来说, 经济旅社, 目前只能算是正常的盈利状态。 相关配套产业的收入, 加上黄金迷宫售卖的商品利润, 可以覆盖经济旅社的日常开支, 还有剩。 但想要收回投入的成本, 依旧显得遥遥无期。 这种热度, 顶多算是喝汤。 虽说大家已经习惯了, 跟着裴总喝汤。 但问题是, 这次裴总, 似乎也没有写赚啊。 准确地说, 目前的情况是, 裴总在喝汤, 其他人也就只是闻了闻香味。 时至今日, 经济旅社项目, 其实并没有达到所有人的预期。 所以, 投资人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 把李总也叫了过来, 一起商量对策。 李总, 按照现在的收入, 想要收回整个项目的投入得猴年马月去了, 等不了啊。 是啊李总, 你赶紧想想办法, 要不再去催一催裴总。 裴总肯定还有后招。 或者, 我们自己想辙。 想什么辙? 没辙?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观察经济旅社的情况, 发现不甚乐观。 虽说这个项目是可以多次体验的, 但是总会有腻的时候。 目前全国的游客还不够多, 大部分人不愿意, 就为了一个鬼屋, 跑一趟荆州。 所以在短期内, 根本看不到大赚的可能。 难不成, 裴总失算了? 翻车了? 裴总之前提醒我们, 这个项目有可能会不赚钱。 难道是认真的? 投资人们七嘴八舌, 都有点慌。 因为经济旅社的投资太大了, 现在的赚钱, 那只能说是抵消掉了运营成本。 等收回所有前期投资之后, 那才叫真的赚钱。 如果收不回前期投资的话, 那就不叫赚, 叫血亏。 李时听着其他投资人的讨论, 沉默不语。 经济旅社这个项目目前的情况, 确实没有让他满意。 大家都能感觉出来, 从海行到火爆, 似乎就差着那一点点距离。 可就是这一点点距离, 却怎么都达不到。 项目本身有问题吗? 莫问题啊, 绝境逃生, 凶宅梦魇, 终极恐怖, 黄金迷宫, 治愈喷泉, 女仆咖啡, 这些都很好啊。 游客们的反馈也不错啊。 现在有了腾达生活APP, 排队的问题也解决了, 大家可以用APP排队的同时去吃东西, 去周围逛, 去黄金迷宫中购物, 游客的体验大大提升了。 是宣传的问题吗? 宣传似乎也已经到位了, 不管是在荆州, 还是在全国, 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经济旅社。 裴总安排的那些宣传, 包括共享电话亭, 乔老师的视频, 都已经起到作用了。 左思右想, 实在想不出到底是缺什么, 让经济旅社, 没办法从海行到火爆。 还是说, 像某些投资人说的, 裴总也不是万能的, 他也莫能成功算好所有的情况。 李时显然不会认同这种说法。 等所有投资人都发完了牢骚, 李时轻轻敲了敲桌子。 好了, 安静一下吧。 你们觉得裴总在经济旅社项目上失算了? 那你们未免太沉不住气了。 经济旅社才开业多长时间? 才不到两个月。 你们只看到裴总的很多项目上线就大火, 误以为经济旅社也会这样。 你们没有发现吗? 其实裴总的很多项目, 是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才火起来的。 就像摸鱼外卖, 整整亏了一年多, 裴总不仅没有砍掉这个项目, 反而还在不断的往里投钱, 终于借着荆州垃圾分类, 开始一飞冲天。 现在, 墨鱼外卖的前途不可估量。 如果裴总像你们这样沉不住气, 亏了两个月就放弃了, 哪会有今天的成功? 更何况, 经济旅社现在不是亏钱, 只是赚得比较慢而已。 知道你们跟裴总的差距在哪了吗? 一个个都是搞投资的, 总不会这点道理, 都不懂吧? 投资人们被李总这一顿教训, 全都安静了下来。 确实, 凡是懂点投资的人都知道, 投资看短线是没有意义的, 都是看长线。 只不过裴总的投资神话实在太多了, 所以, 这些投资人们的心理期待一直再被不断拔高, 经济旅社稍微不火了, 他们就失去了耐心。 现在, 李总一通教训, 大家全都冷静了下来。 一名投资人倾可两声, 李总, 对,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确实有点着急, 但我们这也是为大家好啊。 谁不希望经济旅社能更火, 能赚更多钱呢? 李总你让我们沉住气, 一直等, 确实, 我们应该相信裴总, 但这样钱等着, 是不是太被动了一点啊? 其他投资人也纷纷点头, 对啊, 李总, 这样太被动了, 要不我们想想办法, 搞搞宣传, 哪怕再花点钱呢? 李时沉默片刻, 还事众人, 再花点钱。 你们舍得, 投资人们继续点头, 舍得, 他们顿了毒, 又补充道。 当然, 具体怎么花, 还得大家再讨论讨论。 李时微微点头, 对这些投资人们的态度, 还算满意。 不管怎么说, 大家的利益, 都已经被经济旅设计的项目, 给深度捆绑在一起了。 默认想要当逃兵, 甚至愿意继续出钱做宣传。 这是好事。 只有坚定地相信裴总, 并且始终跟随, 才有资格喝汤。 李时考虑片刻, 笛声说道, 我这里, 倒是有一个办法。 而且, 不用各位花太多钱。 所有人全都眼前一亮。 有办法, 还不用花太多钱。 李总你快说。 一名投资人催促道。 李时微微一笑, 拿出手机, 打开腾达生活APP, 又转到树懒公寓的这个项目, 把手机推到会议桌的中央。 裴总心做了一个租房项目, 近期才刚刚上线,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投资人们面面相去, 知道, 但这跟经济旅设有什么关系。 李时微微一笑, 让你们宣传。 你们能想出什么好的宣传方案吗? 之前我们烧钱搞的推, 推来推去效果一般。 裴总一出手, 用上了共享电话亭, 立刻就解决了。 包括最近裴总为Guck海外服的推广演示, 直接在时代广场包了一条街。 你们谁敢这么玩? 论宣传, 不是我针对谁。 大家跟裴总相比, 都是弟弟。 所以, 经济旅设火不火, 跟我们没关系。 关键是看裴总想让他在什么时候火, 留好的后手, 什么时候拿出来。 所以, 我们要做的, 不是去自己宣传。 那效率太低了。 我们要做的, 是尽可能的让裴总高兴。 裴总高兴了, 把留好的后手提前拿出来, 或者给我们随便透点消息。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据我所知, 树揽公寓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是无人问津, 没有太多人去租的。 我们一人去租一套, 以壮生威, 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裴总的支持。 裴总一高兴, 再给经济旅社宣传宣传,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而且, 就算这点小事, 没办法打动裴总。 我们至少也表达了足够的诚意, 有意无害嘛。 投资人们考虑了一下, 觉得似乎也有道理。 裴总可以不在意, 但是我们不能不表示。 这些房子, 对于普通人来说租金挺高, 但对于这些投资人来说, 一个月几千块的租金算什么? 李总光是明云山庄的别墅, 就有好机套, 会在乎这一个月几千块的租金。 花一点点钱, 在裴总面前刷刷存在感, 这一多划算。 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态度。 一名投资人说道:" 李总, 我们具体租哪儿? 我听说, 这房子有的是商住房, 有的位置偏远, 都不太适合我们啊。 李时薇薇一笑, 我们显然是要租成是曙光这栋楼。 大平层装修非常豪华, 大家就算真的驱住, 也不会觉得憋屈。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是它的地理位置。 有个投资人疑惑地问道:" 地理位置? 这不是在汉东大学附近吗?" 那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中心啊。 李时有些无语。 你懂什么? 谁要住市中心了? 这个地方有神华好景, 是腾达集团的总部, 有墨语网咖汉东大学店, 裴总经常在这里喝咖啡。 你想想, 住在这里, 去墨语网咖偶遇裴总。 那不是方便多了? 偶尔跟裴总一起喝一喝咖啡, 他随口的一句话, 可能都蕴含着宝贵的信息啊。 投资人们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李总你这磨一说, 那真有必要租一套了, 而且要长租。 租个几年, 真能在这偶遇裴总, 还有人将信将疑。 李时呵呵一笑, 当然了, 虽然不知道裴总住在哪, 但他经常在这个墨语网咖出没这是肯定的。 住在这一块, 偶遇裴总的概率会大大提升。 投资人们都被说动了, 他们都有豪宅住, 但即使是跟自己的豪宅相比, 这个大平层的装修水平也不差。 当然, 没有储物空间这是个问题, 但是他们也不需要储物空间啊。 更何况, 这边还有管家, 还有定期保洁, 住着比酒店舒服。 怎么看, 怎么都是给他们这些人量身打造的? 太合适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 有人不喜欢捡约风, 但应该只是少数人会特别排斥, 其他人对不同风格的接受度都还好。 想到这里, 投资人们纷纷起身。 走, 去城市曙光, 给赔总捧场。 城市曙光小区, 树栏公寓所在的原住行住宅楼。 宋凯又送走了一波顾客, 不由地默默叹息。 大家怎么都是直看, 不租啊。 大部分人听到租金价格, 听到各种规定之后, 就改口说再考虑考虑了。 而小部分人, 只是进入房间看了一眼, 扔下一句什么玩意, 像刚被抢劫过的一样, 连像样的家具都不舍得买嘛就走了。 对于前一种人, 宋凯知道, 说是在考虑考虑, 实则就是开溜了。 而后一种人, 宋凯只能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 而且, 一部分人的艺术鉴赏力, 确实是有些不够。 这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房子, 蕴含了裴总的哲学理念, 怎么能叫被抢劫过一样。 懂不懂艺术, 懂不懂欣赏啊。 今天给很多游客介绍完房子, 却一套都没租出去。 宋凯自己也有点泄气。 没办法, 向别人介绍房子本来就是三分实话, 七分吹捧。 如果不吹的话, 又有多少人能看懂这房子的优点。 按照裴总的要求, 宋凯只能主动介绍房子的规定, 对于房子的优点。 只有顾客问起来才能说, 直接就劝退了大部分人。 宋凯也看到了网上的一些言论, 非常不服。 因为他之前就在住家集团工作过, 知道这家公司到底有多少猫腻。 现在网上很多攻击树揽公寓的点, 都是毫无根据的。 有些人是因为不懂, 只知道比价格。 而有些人是知道, 却故意带偏舆论。 就说, 物美价廉这个问题。 很多人觉得, 树揽公寓比住家集团的安心房贵着魔多, 居住环境尚却没有实质的提升。 反而因为各种规定让居住体验下降了, 空有逼格而不实用, 谈不上物美价廉。 但是宋凯很想说, 那些看不到的地方, 你们想过了吗? 看起来都是白墙, 一个用环保材料, 一个疯狂散发甲醛, 大幅提高致癌风险。 这能一样吗? 包括家居、地板、家电、保洁服务等等。 看起来差不太多, 实际上差远了。 价廉这个概念是相对的。 以树揽公寓的实际居住体验来说, 肯定是要比住家集团的安心房要好很多的。 但大部分人不懂这些, 他们就只看表面。 而且, 肯定有不少是住家集团的工作人员伪装成无辜路人发帖, 故意带这种树揽公寓很贵只适合装逼, 不适合居住的节奏, 让所有人形成刻板印象, 给自家的安心房业务打广告。 宋凯很不爽, 但是裴总似乎并没有跟这些人打嘴架的意思。 宋凯知道自己人微言轻, 就算以路人的身份去发帖澄清也无济于事。 而如果用树揽公寓工作人员的身份去发帖, 反而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但不管怎么说, 工作还是得继续。 没办法去网上解决这些水军, 只能是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宋凯继续等待着更多人上门。 所有树揽公寓的一层都是作为管家房, 平时这栋楼的管家就在一层上班, 招待客人, 同时也可以坐围样板间向顾客展示。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听起来似乎不止一个人。 一层的管家房, 门是一直开着的, 方便宋凯观察外面的情况。 在听到脚步声之后, 他立刻起身迎了出去, 正好迎面遇上李总。 您好。 欢迎欢迎。 宋凯的目光, 快速扫过这群人, 不由得精神为之一阵。 这些人全都是西装革履, 年龄也都在四十岁左右, 这穿着打扮, 这举手投足, 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 不差钱的人, 为时摩要来租房子呢? 宋凯很疑惑, 但肯定也不会多问, 只是殷切招待, 请众人到里面坐下, 端茶倒水。 然而人太多了, 沙发上只能坐两三个人, 就算把喝茶用的椅子夹在一起, 大家也坐不下。 这没办法, 因为设计的时候, 这摩大的房子, 就只是给一两个人住的, 客厅中是极简风, 家具能省则省。 李时看了看沙发, 又看了看大电视, 越发确定, 这里的装修标准, 是真的高。 之前他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些图片, 并没有来现场看过, 还在担心会不会出现卖家秀的情况, 担心这里的装修标准不够好, 住得不舒服。 现在看来, 跟自己家的装修相比, 在价格上, 似乎也完全不落下风啊。 不过, 其他的投资人, 却是表情各异。 显然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这种家徒四壁风。 一些有眼光的投资人能看出来, 这沙发很贵, 这电视很贵, 这屋子里的绝大多数东西都很贵。 但贵的方式, 跟他们预期中有很大差距。 有的投资人更偏好那种豪装的土豪风, 恨不得把自己家装饰成欧洲宫廷, 看到这种极致简约的风格, 都感觉很不适应。 两个投资人在一旁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不行啊, 这怎么住人? 这摩大个客厅, 就只放了一个沙发。 这个装饰, 确实不太符合我的习惯。 我必须的整个大茶桌, 再搞一套茶具, 否则住不了。 似乎不行, 这边不能自己家家居。 那怎么办? 没事, 我刚才看过了, 这楼一共十二层, 一层是管家房, 也就是说一共十一套。 咱们这次一共来了十三个人, 让他们先租就行了, 我们两个缩在最后。 已经有人在偷偷地打退堂鼓。 宋凯微笑着, 来到众人面前, 刚想开口, 向大家介绍树篮公寓的规定。 李时宜抬手, 示意她不必了。 直接把租房合同拿过来吧, 我们把这栋楼包了, 我住最顶层。 宋凯愣住了。 这什么情况? 我还没开始介绍呢, 甚至连树篮公寓的规定都没说呢。 她牢记着裴总的叮嘱, 提醒道, 您却定不听一下树篮公寓的相关规定了吗? 这些规定是必须遵守才能入住的。 李时薇薇一笑, 摇头道, 不必介绍了, 合同拿来吧, 我们都是裴总的朋友。 宋凯恍然, 怪不得呢。 裴总的朋友来捧场了, 那就好办了。 赶忙把事先准备好的购房合同拿来, 挨个分发。 有个事情, 需要提前向您说明, 顶楼也就是十二层, 已经有住户了。 一层的话是管家房, 不对外出租, 所以一共是十间房。 您这边来了十三位, 只能住十位。 宋凯谢氏道。 李时愣了一下, 十二层竟然已经租出去了。 我这本来, 还想挑一个最高的楼层, 享受一下开阔的视野呢。 被人抢先了。 谁能比我还快? 这让李时觉得有点淡疼, 但是也没办法, 只能租十一层了。 其他人也纷纷选择楼层。 三位非常排斥这种家徒似壁风的投资人, 就顺理成章地缩在最后, 假装非常大度地放弃了。 签合同, 付款, 登记资料。 李时等人什么都默问, 就是直接闷头过手续, 所以很快就完事了。 宋凯很高兴, 李总, 以及各位, 欢迎大家的入住。 居住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李时和投资人们领到了房间钥匙, 一起坐电梯去各自的房间。 电梯到了十一层, 只剩李时一个人了。 他刚想迈步走出电梯, 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按下了十二层。 他非常好奇, 住在十二层的到底是谁。 谁能比自己还早一步截足先登, 像裴总是好。 比自己消息还灵通, 难道是腾达的高层, 或者内部员工。 这位跟裴总的关系, 肯定也比较密切。 以后又是邻居, 可以提前结交一下, 打好关系。 电梯在顶楼停了下来。 李时轻轻敲门, 他已经做好了里面默认的准备, 毕竟李时自己租这里的房子 也不是用来常住的。 然而片刻之后, 门开了。 李时抬头一看, 正好看见了毫无准备, 一脸猛逼的裴总。 两个人四目相对, 一时间都愣住了。 裴谦以为是宋凯上门找自己, 所以也没在猫眼里看, 直接就把门打开了。 如果早知道是李总的话, 他可能会考虑桩不在家。 然而,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李总? 裴总? 两个人同时发出惊叹, 只不过裴谦的这一声充满了困惑, 而李时的这一声则是带着一些震惊。 裴谦感到很迷茫, 他实在是想不到, 为什么李总会毫无指照地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所以, 声音中充满了疑惑。 而李时则是在震惊中, 又带着一点点惊喜。 住在楼上十二层的, 竟然就是裴总本人? 而且看样子, 裴总应该是在这里常住的。 这可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不用去墨语网咖碰运气了, 以后就是跟裴总做邻居了。 李时原本也考虑过, 到底有没有一丝丝的可能性, 裴总也住树懒公寓。 这个想法并不离谱, 因为腾达的所有产业, 裴总似乎都是会亲自用的。 游戏, 外卖, 网咖, 快递, 裴总都会亲自使用。 唯一例外的似乎是健身房, 不过其他的大部分产业裴总都没落下。 所以, 裴总亲自来住一下树懒公寓。 李时觉得, 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但李时没想到的是, 裴总似乎是在这里常住的, 或者至少在这里住的频率很高。 否则, 也不可能自己偶尔来一次, 就正好碰上了吧。 跟裴总做邻居, 代表着什么? 不敢想不敢想。 李时的表情, 是又惊又喜。 而裴谦则是沉默不语, 陷入两难。 关门, 装没看见。 似乎有点不太合适。 都到家门口了, 就这么把人赶走, 似乎也不太合适啊。 李时虽然没说实嘛, 但热切的眼神, 好奇地望向门里面。 树懒公寓, 不允许改动房间里的陈设, 但这个规定, 肯定对裴总无效。 那么, 裴总的住处是什么样呢? 非常好奇。 然而不知为何, 裴总把这门, 似乎并没有邀请他进去做做的意思。 双方一时之间陷入僵持。 最后, 还是好奇心让李时先开口了。 裴总, 不邀请我进去做做吗? 裴谦沉默片刻, 最后还是说道, 进来吧。 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就这样把李总赶走, 似乎也不合适。 更何况, 裴谦也很想问问, 李总到底是怎么找到这来的? 这其中恐怕有一些隐情, 必须搞清楚, 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任何没关注到的蛛丝马迹, 都有可能导致数烂公寓的失败。 裴谦把李时迎了进来, 然后两人, 站在空荡荡的客厅, 一时间有些尴尬。 没地方招待。 客厅中除了大电视之外, 就只有个能坐三个人的长沙发, 俩人一起坐上去, 总感觉怪怪的, 不太合适。 而且, 长沙发对面都没有茶几, 想倒个水也不方便。 唯一适合两人对坐的, 就只有大洋台旁边的那个小茶几, 和两张椅子了。 这个地方, 原本是用来看风景, 喝喝茶的。 而裴谦经常在这里吃一些简单的早餐。 坐吧。 裴谦把李总领到了茶几旁边, 示意了李总在其中的一个位置上坐下。 本来应该是喝茶的, 但是裴谦在家里从来不喝茶。 想了想, 给李总这种成熟商务人士喝肥宅快乐水, 似乎也有点不妥。 那就喝热水吧。 喝热水总不会错的。 裴谦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干净的新杯子。 这是家中极少数的器具之一, 虽然看起来其貌不扬, 但挺贵的。 接了杯热水, 放在李总面前。 李时自从进入客厅以来, 就在持续地被震撼着。 没想到, 完全没想到。 首先没想到, 裴总的住处, 客厅竟然也这么空旷, 跟一层做样板间的管家房, 竟然是一模一样。 之前很多投资人都说, 这个地方陈设太简单了, 装饰也太简单了, 不适合住人。 但是裴总显然就是在这里常住的。 而且, 房间里的陈设跟样板间完全一致。 这说明裴总没有自己添置家居, 也没有改变房间的布局, 完全遵守树揽公寓的规定。 当然, 说裴总遵守规定似乎有些不妥, 毕竟这规定是裴总自己定的。 但在客观上, 裴总确实是没有改动这房间里的任何布置。 在管家房的时候, 因为李总这边去了十多个人, 所以把房间站得很满, 这种空旷的感觉还不是明显。 但是, 来到裴总的住处, 这种空旷的感觉立刻变得特别突出。 客厅靠近大阳台的地方有那么大一片空间, 就只摆了一个小茶几和两把椅子。 而且, 裴总给端上来一杯热水, 没有茶也没有咖啡。 李时看了看, 这似乎也不是裴总故意搞人心态, 因为整个房间中确实看不到茶壶和咖啡机。 看起来, 裴总平时在家, 并不喝茶, 也并不喝咖啡。 这是让李时感到有点惊讶的, 因为他知道, 裴总在公司的会客室似乎有一套茶具, 而在墨语网咖里, 是经常喝咖啡的。 然而回到家里, 却只喝热水吗? 李时完全默想到, 裴总住的地方, 竟然会是这样的。 跟自己那套豪宅相比, 裴总这过的, 简直就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李时拿起水杯喝了一口, 不知道为食膜, 一杯普通的热水, 在这种环境下, 似乎有了一种别样的味道。 可能是错觉吧? 这时候, 李时注意到了, 小茶几上, 这个占了大约二分之一面积的黑盒子。 整个客厅中的各种装饰及哨, 所以, 这个茶几上的黑盒子, 就显得尤为醒目。 裴千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 之前张望给送货上门的那台全自动台杠机, 还一直背在这里呢。 主要是裴千也莫想到, 竟然有人到自己的住处登门拜访。 而把李总迎进来的时候, 他早就忘了, 这个茶几上还摆着一个全自动台杠机了。 怎么办? 裴千大脑快速运转, 告诉李总, 这什么都不是, 然后赶紧搬走, 藏起来。 不行, 这是欲盖弥彰。 李总肯定会特别好奇, 进而四处打听, 这个黑盒子到底是啥。 所以,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一定要表现得完全不在意, 让李总千万不要对全自动台杠机产生兴趣, 并且尽量无缝切换到下一个话题。 是考验演技的时候了。 裴千笑了笑, 哦, 这是一个无聊的小玩意。 他轻轻地按动全自动台杠机上面的小棍, 然后全自动台杠机, 立刻自动台了回来。 李时? 裴总竟然还收集了一些, 这模莫名其妙的小玩意呢? 有点意思。 李时, 也上手按了两下, 发现这东西确实, 是个无聊的小玩意, 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特殊之处, 很快就腻了。 裴千敢盲装做漫不经心的插开话题。 所以, 李总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李时的注意力, 从全自动台杠机上移开了。 他微笑着说道, 哦, 我当然是来支持裴总你的新产业的。 只是没想到, 竟然还有意外之喜, 竟然和你成了邻居。 裴千? 支持我的新产业? 卧槽? 裴千有些难以置信的说道, 你该不会租了这里的房子吧。 李时点点头? 对啊。 不仅是我, 我还把其他投资人也都叫了过来。 现在这一整栋楼, 我们一人一层, 已经全都包下来了。 裴千一脸震惊。 你搞我呀! 我特摩这房子坚持了三个多月, 默认入住了。 结果你这分分钟就给我住满了。 你们一个个都那么有钱, 别墅都好积淌。 脑子抽了吗? 过来租房子住。 神经病啊! 裴千感觉自己简直就是遇到了人类迷惑行为大上。 他本来觉得自己住的这栋楼定位是穷人租不起, 富人不需要。 结果万万没想到, 富人并不是不需要, 他们抢疯了。 裴千沉默片刻, 问道, 你早就知道我住这。 李时赶忙摇头, 不知道。 裴总, 我这完全是为了支持树懒公寓, 所以才来租的完全没有别的意思。 不信你可以去问管家。 我刚来的时候, 都不知道这楼里已经住了人。 裴千? 看李总这样子, 应该不是在撒谎。 虽然李总是一片好心, 但是这众迷之蛋疼, 是怎么回事呢? 裴千再一次体会到了, 该死的名气给自己带来的厄运。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事情就慢慢的起了变化, 在获得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虚名之后, 不管裴总做什么, 都总有一些人被吸引过来。 不管这个东西多么不合理, 都会拼命捧场。 滚开啊, 我不想要这些虚名。 裴千默默地看向窗外, 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想把这些租客赶走, 是不可能啊。 而且, 这些人一个个的都不差钱, 恐怕短期内也都不会退租。 只能说, 树懒公寓的这个模式, 目前是莫问题的, 只是千算万算, 漏算了李总。 那就这样吧, 只是一栋楼而已。 像李总这样, 又有钱, 又无脑跟着自己花钱的人, 在荆州也没多少。 其他的树懒公寓, 还是安全的。 李师感觉裴总心智不是很高的样子, 坐了一会儿, 就赶忙站起身来。 那裴总, 我就先不打扰了, 我就住楼下, 有时间常来坐坐。 裴千也正求之不得, 起身送客。 送走了李总, 裴千回到客厅, 坐在沙发上, 总感觉心里有些忐忑。 但是左思右想, 这些人就算是租了树懒公寓的房子, 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自己家房子的装修水平不会比这里差, 一个个住的也都是别墅。 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 这里的居住体验对他们来说只能说还可以, 绝对比不上自己家里。 所以, 这些人多半是向自己示好一下, 不至于在这里常住。 裴千想来想去, 也想不到这些人到底会对自己有什么威胁。 只能有些郁闷的打开电视打游戏了。 李时从裴总的住处离开, 坐电梯来到十一层。 进门之后, 李时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虽然还是那些陈设, 但似乎却有了一种特殊的含义。 这就是裴总同款住处啊。 嗯, 突然觉得这个地方, 特别有艺术性。 你看看这大电视。 你看看这摆得恰到好处的沙发。 你看看这大阳台旁边的茶几和两把小椅子。 一切都是纳摩的完美。 嗯, 可惜就是茶几上少个黑盒子, 没有跟裴总那边做到绝对的一致。 其他地方, 全都是一模一样。 本来李时对这里没石膜感觉, 就觉得很空。 艺术性上面嘛, 还可以, 但也莫觉得很突出。 但不知道为石膜跟裴总的形象融合起来。 这房间里的一切似乎都起了变化。 李时坐在沙发上, 脑海中止不住地想, 裴总获得现在的成就, 是不是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是不是这种风格, 比较是何臣下心来思考? 嗯, 值得好好探索一番。 李时先从电视开始查看, 在电视柜里找到了游戏机和大量的游戏碟。 十分钟后, 投资人的群里, 开始谈出各种信息。 你们看得怎么样了? 可以走了吧? 嗯, 我正好了。 就觉得这个大电视不错, 查了一下, 竟然还是限两款。 我打算回去之后, 也整一台。 可惜了, 我不看电视。 房间里东西太少了, 五分钟就转完了。 而且还不能自己添置家居, 真没石膜好看的。 那我们楼下集合。 李总呢? 李总怎么样了? 李时在手机上看到了众人的信息, 不由地轻轻叹了口气。 这些人, 真是入宝山空手而归, 眼里就看不见好东西。 李时本来想让他们自己回去算了。 但是想了想, 还是在群里发信息说道, 来十一层。 两分钟之后, 剩下的十二名投资人, 全都来到了李时的房间。 李总, 怎么还让我们特意上来一趟? 这所有房间的布局, 不都完全一致吗? 有人问道, 对啊, 跟我那间屋完全一样, 没有半点区别。 另一个投资人附和道, 大家全都在客厅里站着, 都不好意思去沙发上坐, 因为位置不够。 李时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们啊, 是不是打算租了以后, 就不来住了? 投资人们面面相去, 他们确实是这摩想的。 自己家的大别墅, 不香吗? 装修全都是按自己喜好来的, 而且也都住习惯了。 这边有什么? 连家具都不给佩琪, 朋友来了想, 喝个茶多磨地方坐。 在这种地方常住, 那岂不是自己, 给自己找最受? 而那三个没有租的投资人, 则是心中窃喜。 还好我们机智, 这地方租了也是白租, 每个月白扔一万块钱。 虽然对他们来说, 一个月万把块钱算不上很多, 但这钱白扔了, 也心疼啊。 看到众人的表情, 李氏知道自己猜对了。 他轻轻叹了口气。 你们啊, 遇到事情, 怎么就不多想一想呢? 我要是不特意把你们叫来, 提醒一句, 你们是不是就要入宝山空手而归了? 投资人们的脸上, 写满了疑惑。 入宝山空手而归, 是个什么说法? 你管这叫宝山? 你见过家徒四壁的宝山吗? 再说了, 这些家具确实挺值钱, 没错, 但那是对普通人而言, 对这些有钱人来说, 这就是稀松平常的日常用品啊。 怎么就入宝山空手而归了? 一名投资人有些费解地说道, 李总, 还是麻烦您明示吧, 这宝贝在哪呢? 李氏冷冷地一笑, 读过, 陋是明, 没有。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房子这种东西, 里面的家具和陈设很重要吗? 谁住在里面, 那才重要。 他压低声音, 告诉你们, 裴总就住楼上。 投资人们, 纷纷睁大了眼睛。 裴总住这? 不能吧? 应该是跟我们一样, 偶尔过来看看吧。 对啊, 这地方哪能常住? 李氏摇了摇头, 裴总就是在这常住。 你们爱信不信, 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 以我观察, 裴总在这住了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 这房间中的陈设, 他一点都没动过。 你们说, 这代表着什么? 投资人们, 还是一脸茫然。 李氏有些无语, 继续说道, 代表着我们, 可以从这个房子中, 得知裴总的一些生活习惯。 这不就是最大的宝藏吗? 有的投资人脸上露出恍然的表情, 但有的人显然还是莫懂。 裴总的生活习惯, 我们知道了又怎么样。 已经懂了的一名投资人解释道, 当然很重要。 人的成功, 跟他的性格和生活习惯, 是息息相关的。 像有些人成功, 是因为极度的自律, 有些人成功, 则是因为极度的专注。 千万不要觉得, 这个不重要, 这很重要。 国外那个投资之神帕菲特, 一顿慈善午餐, 能拍出几百万刀的天价。 如果是你, 你想不想去吃? 你以为, 那些花钱的人都是为了吃饭去的? 那是为了跟帕菲特见面。 而且, 这还只是午餐。 你想想, 要是去帕菲特家里做客呢? 你再想想, 要是可以直接在帕菲特家里常住呢? 我们现在住在这里, 那就相当于是在陪总家里常住, 还能经常跟陪总偶遇。 你说说这一个月一万块, 花得值不值? 终于, 所有投资人都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啊。 这世界上, 谁不好期怕菲特家里是啥样的? 但是, 好奇有用吗? 你能去做客吗? 别说做客了。 你在网上搜, 都很难搜到具体的信息。 谁不想知道, 帕菲特是怎么投资的? 他的生活方式, 品味, 休闲娱乐, 所有人都好奇啊。 当然, 帕菲特是在国外, 太远了够不着, 这没办法。 但是荆州这边, 就有一位年轻版的投资之神啊。 裴总这年纪轻轻, 都已经如此逆天, 如果真投资投到九十岁, 那说不定比帕菲特的成就还辉煌。 能跟陪总做邻居, 还住同款的房子, 这是多么宝贵的机会。 仔细想想, 具体住的体验重要吗? 不重要啊。 去跟帕菲特吃午餐的, 谁在意, 那牛排到底好不好吃啊? 所有租了房子的投资人们, 脸上都露出了血砖的表情。 一万块钱一个月, 就能买到跟陪总住同款房子的机会, 超值啊。 而那三个故意缩在后面, 没有签合同的投资人, 则是毁得肠子都清了。 要什么大茶桌? 要什么全套茶具? 要什么自己添置家具? 有用吗? 就为了这点破事, 失去了跟陪总做邻居的机会, 失去了体验陪总生活方式的机会。 血亏! 这三个投资人都慌了, 赶忙求助。 李总啊, 我们是因为房子不够, 所以才没租上的。 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啊! 对啊, 我愿意出三倍价格, 求求哪位哥把这个机会让给我。 李氏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的花花肠子? 明明就是刚开始不想租 故意缩在后面, 装什么大度。 现在听说裴总住这, 后悔了吧? 果然, 裴总最会惩罚那些追随他不坚定的人。 虽然这三个人在加价, 但默然搭理他们。 我们是差钱的人吗? 你们三个, 如果刚开始态度坚决一些, 肯定能挤掉一些一直不坚定的人。 现在至于落到这不田地吗? 其他投资人们, 也不由得暗自庆幸。 幸亏自己没有动摇。 果然, 只要紧跟裴总的步伐, 肯定会有收获。 第一个来树揽公寓租房子的人, 肯定是裴总的坚定支持者。 这样才能够获得跟裴总住同款户型的宝贵机会。 仔细想想, 这多半也是裴总特意留下的福利。 这种好事, 谁能想到? 多亏了李总, 否则我们真的要跟这种大好机会, 失之交臂了。 真幸运。 李氏看了看, 时间也不早了。 好了, 大家各自回去吧, 我今天就住这了。 投资人们都愣了。 啊? 今晚就住? 准备准备, 明天再入住比较好吧。 对啊, 我们什么都没带啊。 洗漱用品, 毛巾, 牙膏, 拖鞋。 李氏笑了笑, 我刚才已经看了, 这些东西都有, 而且都是高档品牌, 全新未拆封的。 它炖了毒, 又补充到, 比我家用的还好。 其他投资人, 也纷纷反应了过来。 那不说了, 今晚我也住这了。 对, 不回去了。 体验一下裴总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就只有那三个没租到房子的投资人可怜巴巴, 不知为何, 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李氏感觉这三个人也够惨了, 于是态度稍微有所缓和。 你们三个先回去吧, 我住一段时间, 再给你们想想其他的办法。 这三名投资人彼此看了看, 也只好点点头, 选择相信李总。 送走众人之后, 李氏开始了裴总同款生活体验。 城市曙光的圆柱形大楼, 以往晚上都是只有最顶层和一层亮着灯, 中间全部是暗的。 然而今天晚上, 整栋大楼灯火通明。 住在顶楼的裴千, 在床上翻了个身, 默默地叹了口气。 这是闹的。 无语啊。 8月27日, 周六, 下午, 裴千坐车前往DGE俱乐部。 这周五本来是要听荷安讲课的, 但是荷安提前两天说, 自己因为有一些私事不能过来, 所以推迟到了两周后的周五。 这是最后一节课了, 只要在结算前上完就可以, 所以无所谓, 时间上很充裕。 周六上午是管培生例会, 但这次的例会,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管培生们汇报的, 都是裴千已经知道的事情, 包括, Gaoud国际服的推广, 和树栏公寓上线等等。 唯一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DGE俱乐部那边的新队员, 已经是训完毕了, 所以裴千打算下午过去看一看。 黄旺离开之后, 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这段时间, DGE俱乐部风平浪静, 没有再在网上发生热度特别高的讨论, 裴千心里踏实了不少。 而新队员的招募工作一直在进行, 黄旺走后, 张元就一直在筛选Gaoud的高端路人进行视讯, DGE现在毕竟是名声在外, 所以, 一些有潜力的新人也纷纷踊跃报名。 现在, 视讯已经完成了, 新中丹去替换掉了一队原本的中丹, 而一队的中丹则是去了二队做队长, 让整个队伍重新磨合。 裴总, 快请坐。 张元已经提前给裴总安排好了, 至尊观战席。 新的一队和二队正在准备训练赛, 各自戴好了隔音耳机, 表情十分专注。 裴千很快就看到了那个新人中丹, 在一众身形强壮的队员之中, 只有他瘦得跟个麻干一样, 非常醒目, 一眼就能认出来。 张元则是坐在一旁, 默默想着, 看起来裴总对DGE俱乐部还是很上心的吗? 听说DGE俱乐部来了新队员, 第一时间就是过来视察, 应该是想看看我们选出来的队员靠不靠谱, 能不能很好地延续之前的实力。 张元知道, 之前的DGE俱乐部能够维持长盛,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他们比其他俱乐部都要早开始两个多月的专业训练, 有着大量的战术储备, 对于游戏本身的理解, 比其他俱乐部要高得多。 而现在, 人员变动之后, 队伍还能不能保持战斗力, 这才真正的体现俱乐部的抵御。 一个强大的俱乐部, 必须有强大的人才挖掘能力, 人才培养能力, 正规化科学化管理, 专业的游戏分析技术团队, 专业的后勤保障。 只有做到了这些, 才能确保不管队员如何更迭, 战队的实力始终都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否则, 队伍强不强, 全靠抽卡, 抽到好队员就强一点, 抽到弱队员成绩血崩, 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俱乐部。 张员觉得, 裴总来视察, 肯定也是在考察俱乐部在人员更迭之后的表现。 这是在侧面提醒自己, 注重培养俱乐部的人才储备和专业管理能力。 看到裴总如此认真地看着两队比赛, 张员感觉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而裴谦此时则是在暗自欣喜。 很好, 这个换人, 似乎把两队实力都给削弱了。 一队的战斗力, 毫无疑问是下降了的。 这个中单的操作水平, 英雄池, 以及战术素养, 显然跟原本的一队中单没法比。 二队的战斗力, 也是下降了的。 因为以前是黄旺和老周两个人一起指挥, 现在换了一个之前完全没有过指挥经验的一队中单过来, 队员们在配合上明显莫那么顺畅。 所以, 两个队伍打得有来有回。 这是个好消息。 只要DGE不具备之前的那重强大的统治力, 那魔在观众们眼中的光环就会快速退去。 到时候, 一个打不了正规比赛的俱乐部, 又能得到多少关注呢? 卖一个人就能削弱两支队伍的战斗力。 裴谦觉得自己这波操作 是不是跟二淘沙三世有一曲同工之妙。 裴谦不由得有一些小骄傲。 看了两场训练赛之后, 裴谦基本上踏实了。 DGE的两支队伍需要重新磨合, 战力下降了许多。 近期各个俱乐部虽然还是在打训练赛, 但魔在有网络直播。 之前, ZZ直播的整活杯积累的热度也在快速消退。 YY直播那边还在继续捧黄旺, 但已经不会再刻意的把黄旺跟DGE俱乐部捆绑。 毕竟黄旺现在已经是H4俱乐部的人了。 观众们都是鱼的记忆, 热度来得快, 去得也快。 虽然还是有人在讨论DGE俱乐部, 但没有热点, 没有话题, 这些讨论也就行不成足够的热度。 看起来, DGE俱乐部暂时已经可以算是转位为安了吧。 嗯, 这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裴谦放下心来, 正好这边训练赛刚刚告一段落, 起身准备回去休息。 然而就在这时, 张元的电话响了。 他愣了一下, 这才接了起来。 喂。 嗯? 什么? 现在吗? 已经到了? 已经到门口了? 你稍等, 我马上出来。 张元挂了电话, 脸上还带着些许茫然。 裴谦有点纳闷, 问道, 谁到了? 张元回答道, 黄旺到了。 裴谦也猛逼了, 到哪了? 到我们俱乐部门口了? 他不是在魔都吗? 怎么跑回来了? 裴谦突然有点紧张, 这个黄旺, 该不会是在H4俱乐部过得不适应, 又要跑回来吧。 可别闹啊。 张元也一脸猛逼, 我也不知道啊, 他没跟我说过要回来啊。 裴谦本能觉得有些不妙, 距离黄旺离开荆州, 这才过去一周时间啊。 这也不是新媳妇嫁人, 一周之内要回娘家一趟。 张元赶忙带着队员们出门迎接, 裴谦也是一脸猛逼的跟了出去。 来到门口, 只见黄旺非常高兴的朝众人招手。 而在他身后, 还有十几个不认识的人, 正在纷纷从出租车上下来, 其中也包括了苏领队和旁令。 一个个全都拖着旅航箱, 大包小包, 就跟搬家一样。 裴谦突然有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这些人要干什么? 看样子, 不是黄旺偷跑回来了。 他是把H4俱乐部的整个GOG分布, 包括两支队伍和几个工作人员, 全都拐过来了。 两边队员见面, 各自打招呼。 张元也有些猛, 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黄旺哈哈一笑。 经过一周的努力, 我终于说服H4俱乐部搬来荆州了。 当然, 只是DOG分布。 裴谦? 张元也震惊了。 卖了个队员, 然后拐回来两支队伍。 这特磨算是啥事啊? 苏领队微笑着解释道, 其实, 严格来说, 管理层不是被黄旺说服的, 是综合各方面的考虑, 做出的这个决定。 H4俱乐部的训练基地, 是很多分布在共用的, 已经十分拥挤。 所以, 我们拿到那220万之后, 就一直在找合适的新基地。 但是找来找去, 都不合适。 魔多的房租实在太贵了, 跟荆州一比, 非常不划算。 而且, 要给队员们办健身卡, 提供和荆州这边一样的健身环境, 也很难。 这就必须保证, 训练基地旁边有大型健身房, 还得有专业教练指导, 又给选址增加了困难。 找来找去, 我们觉得似乎有点亏。 因为GAUK分布和其他分布没有关系, 如果在魔都其他地方租房子, 分布之间也不会有太多往来。 所以, 魔都对我们来说, 吸引力已经不大了。 所以, 我们考虑了一下, 还是搬来荆州比较合适。 首先, 荆州这边有摩鱼外卖, 托管健身, 摩鱼网咖, 逆风物流等配套设施, 可以很方便地满足黄旺, 以及其他队员的健身和饮食需求。 其次, 既然跟其他分布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分布搬来荆州, 还能降低运营成本。 最后, 这边不管是跟DGE打训练赛, 日常交流, 还是参加比赛, 都会更方便一些。 毕竟这次的世界邀请赛, 也是在荆州举办嘛。 主场作战, 会更有力。 所以我们决定, 搬来荆州, 完全复刻DGE模式。 这样既解决了裴总对我们俱乐部的要求, 保证队员训练环境, 又能跟DGE俱乐部开展深度合作, 还能提前备战世界邀请赛, 简直是一举多的。 所以, 我们研究之后决定, 搬家。 张元有点震惊, 说般就般, 这魔干脆利落。 苏领对点点头, 当然, 我们都不是魔都人, 换个城市或者换个训练基地,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怎么, 不欢迎我们。 张元哈哈一笑, 那哪能呢? 当然欢迎了, 你们也要租名云山庄的别墅。 苏领对点点头, 能租在这座邻居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 要是没有房子, 可租了。 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别的地方, 但一定要有托管健身和墨鱼外卖。 张元点点头, 好说好说, 我这就带你去找崔经理, 让他安排。 两队的队员也凑在一起, 热烈交流。 黄王波有些得意地说道, 怎么样, 我说很快就会再现吧。 老周有点无语, 黄王你真行, 这才一周时间不仅自己回来了, 还把H4俱乐部也给拐回来了, 真有你的。 黄王看到了新人中单, 咦? 这位就是我的接班人吧? 这小身板, 不知道顶不顶得住家练啊。 老周呵呵一笑, H4俱乐部很快也要加练了, 完全按照DGE模式来练的话,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黄王, 我高兴, 你是不知道, 这几天没健身, 我浑身难受, 今天晚上我主动加练。 还有我这些队友们, 一个个体质, 都太差了, 一定让亚琳教练, 好好安排他们。 听到这段对话, DGE的新中单, 和H4俱乐部的队员们, 都露出了情况不妙的表情。 裴谦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整个人都陷入了茫然。 什么情况? H4俱乐部的Dog分部直接搬到荆州来了? 我确实是给了你们钱, 让你们给黄王提供更好的训练环境的, 但是也莫允许你们来荆州啊。 这是闹的, 卖了一个队员, 结果拐回来一个俱乐部。 苏领队来到裴总面前, 感慨道, 裴总。 学没来得及向您表示感谢, 如果不是您非常慷慨地提供那笔经费, 我们财力不足, 也不会下定决心来到荆州。 总之,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裴谦? 神特魔又是我的锅。 然而, 裴谦也不能说什么, 只能勉强露出一个微笑。 张元昭呼道, 大家别在外面站着了, 先到里面去坐, 江焕, 你们搭把手, 帮忙搬行李。 众人纷纷进入DGE俱乐部, 而张元则是给明云山庄的崔经理打了个招呼, 让他帮忙再联系一套空置的别墅来租。 价格方面肯定就没有优惠了, 但对于H4俱乐部来说, 即使是原价租, 也比魔都那边要便宜。 同时后续的桌椅, ROF电脑, 健身房费用等等, 也都是H4俱乐部来出, 但裴总B竟给他们专门拿出来了220万, 用于改善训练条件, 资金方面很充裕。 裴谦发现, 这笔钱转了一圈, 似乎又有很大一部分回到了自己口袋里。 H4俱乐部除了租房子的钱以外, 健身, 买电脑, 吃外卖之类的钱, 还是全都让腾达给赚去了。 你们慢慢忙吧, 我先走了。 裴谦看不得这种热火朝天搬家的场景, 选择开溜。 等裴总离开了, 苏领队才对张元说道, 我怎么感觉裴总好像不太高兴啊。 张元愣了一下, 是吗? 哦, 可能是你的错觉, 裴总本来就是一个有诚服的人, 喜怒不形于色。 其实裴总非常重视电竞这一款, 虽然他嘴上不说, 但从具体行动上, 就能看出来。 就拿今天来说, 他听说, 我们已经招到了新队员, 所以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看, 生怕新队员跟队伍磨合的不好。 苏领队恍然, 原来如此。 张经理, 我们刚搬来荆州, 人生地不熟的, 还需要你和裴总多多照顾。 还有就是裴总那边的一些信息, 你可要多跟我分享一下。 张元一拍胸脯, 那是当然。 对了, 苏领队, 其他俱乐部队, 你们搬来荆州这个事情, 怎么看? 苏领队面带微笑, 还在观望中呗。 其实这些俱乐部, 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动向, 都在盼着跟我们打训练赛呢。 他们是要看看, 我们买人, 改训练方式之后, 效果到底如何, 发现有效果之后, 才会跟进。 这样也好, 我们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抓紧时间训练, 跟他们拉开差距。 让他们观望去吧。 下次训练赛, 我们跟他们的差距会, 大到让他们震惊的地步。 8月28日, 周日, 汉东大学附近的咖啡馆中, 秋红的最后一节课。 马总, 关于失败的经验, 我已经基本上倾囊相受了。 嗯, 还有最后一条。 秋红炖了毒, 似乎是觉得, 倾囊相受这个词有点问题。 但想了想, 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合适的说法。 这最后一条, 不一定对。 但确实是我最后能讲的东西了。 裴千点点头, 请说。 秋红沉默片刻, 说道, 坚持梦想。 裴千愣了一下, 这是, 失败惊艳。 秋红点点头, 声音有点惆怅。 是的, 马总有没有看过我的履历? 现在网络上能查到我的履历, 最早是在2001年, 在一款仙侠题材课金游戏中担任数值策划。 马总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我可以在刚入行的时候, 就担心一个大型端游的主数值? 裴千回忆了一下, 这似乎确实有点问题。 因为腾达向来是破格提拔, 不管是数值策划还是主策划, 都是从底层提拔新人。 所以, 裴千刚开始完全默觉得秋红这个履历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秋红主动提起, 裴千又仔细想了想才意识到, 在十年前, 一家普通游戏公司的背景下, 刚入行就担任数值策划, 确实不科学。 在国产客金游戏中, 数值策划的地位仅次于主策划, 因为游戏中最重要的部分, 战斗系统, 客金系统, 游戏体验等等, 都跟数值息息相关。 数值策划, 可以看成是主策划的左膀右臂。 甚至很多主策划或制作人, 本身就是从数值策划提拔上来的。 而常规来讲, 即使是一个顶尖高校数学系毕业的学生, 刚入职, 也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执行策划, 兼任数值策划来过渡。 刚开始, 只能负责填表。 大概一两年, 甚至更久之后, 才能被提拔为一款游戏的主数值。 在大公司, 大项目中, 这重情况会更加明显。 而邱鸿刚入行, 就在大公司, 大项目做了数值策划, 全面负责游戏的数值, 排除他可能是跟公司老板有血缘关系这种可能性之外。 最大的可能就是, 他在此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了工作经验。 即使之前的工作经验没有足够成功, 但只要他负责的部分足够优秀, 就一样可以在一家新公司, 争取到主数值的这个职位。 裴谦想了想, 说道, 所以, 其实你并不是2001年入行。 你实际的入行时间, 比这个还早。 邱鸿点点头, 没错, 我实际上的入行时间, 还要更早两年。 在我入行的那个年代, 曾经是国产单机游戏的黄金时代。 幻见先缘, 卖了30万套, 收入1000万。 千呼万唤的, 黑暗时代2, 引入国内, 也卖了差不多的钱。 虽然跟海外没法相比, 但已经算是破纪录的数字, 豪杰群侠, 也卖得不错。 那个年代, 和我同期入行的游戏人, 所有人都怀有梦想, 都觉得, 我们要把国产单机游戏卖到全世界去。 有一天, 我们也会在各种国际游戏评选上, 拿到足够的奖项。 然而仅仅一两年之后, 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时候, 我有信见到了国内一家单机游戏公司的总裁。 他告诉我说, 单机游戏莫希望网, 赶紧转型做网游。 我没听。 我们当时向目的制作人也莫听。 后来, 2001年, 所有单机游戏都卖不掉了。 我们辛苦研发的第一款游戏, 根本没有上市。 公司发不出工资, 我们跟公司死撑了两个多月。 最后是我们的制作人先放弃了。 于是我才去四处投简历。 因为我是做数职的, 所以有很多公司都接了我的简历。 但面试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句话永远是, 你有网游研发经验吗?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仅仅两年时间内, 国产单机游戏就死绝了? 陪谦感到有些迷茫, 死绝了? 不至于吧? 现在的单机游戏, 不还好好的吗? 他有点纳闷, 如果单机游戏真的死绝了, 那自己做了这摩多款单机, 莫理由赚钱啊。 秋红笑了笑, 马总你还年轻, 那时候可能还不到十岁, 所以不会知道这些事情。 在那几年, 国产单机游戏, 确实死绝了。 而现在国产单机游戏, 之所以活得还不错, 是因为在2006年左右, ESRO官方平台成立, 各领域严厉禁绝盗版, 所以国产单机游戏, 才慢慢的重新有了活路。 但即使如此, 那五六年左右的真空期, 还是让我们的游戏行业, 跟海外拉开了巨大差距, 直到现在都无法追上。 为什么我在入行的时候, 国产单机游戏是黄金时代, 可仅仅两年后, 所有在做的单机游戏项目, 就全部死绝。 裴谦想了想, 那个时期, 应该是网游迅速火爆的时期, 抢占了单机游戏的市场, 大批游戏公司转型。 秋红点点头, 没错, 大批单机游戏厂商转型, 做网游, 是国产单机游戏消亡的直接原因。 那么问题在于, 为什么国外的单机游戏, 没有在网游的冲击下死绝。 而且, 即使网游赚钱比单机游戏多, 也并不会导致单机游戏死绝, 因为并不是所有公司, 都擅长制作网游。 只要单机游戏还有钱赚, 哪怕赚的少一点, 也总会有公司去做的。 事实上,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绝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一原因导致的, 就像一个王朝的灭亡, 也不是仅仅因为一场洪水, 一场瘟疫, 或者一场战争。 所有的灾难, 总是会恰好地赶在一起。 那个时代, 正好是海外游戏主机蓬勃发展的时代。 而我们国家, 没有家用主机, 只有个人电脑。 电脑是一个能够很便利的, 对软件编写, 修改的平台。 所以, 包括操作系统在内, 很快就迈入了盗版时代。 邱红青轻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家用主机自带的封闭式, 独有的操作系统, 是对单机游戏版权的强有力保护, 虽然也会被破解。 但这一道防线, 成为国外游戏大厂能够盈利的保障。 不管网络游戏如何发展, 在海外, 单机游戏的市场占比都在六成以上, 超过网游。 而在我们2001年左右的国内市场, 这个比重约等于零。 家用主机的缺失造成了盗版的泛滥, 而蓬勃发展的盗版摧毁了单机游戏市场。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对那时候单机游戏市场的惨烈程度, 没有概念。 简单来说, 单机惨烈到, 即使降价到15块钱一份, 玩家们依旧会去选择6块钱的盗版。 而那时候的国产游戏, 刚刚处于萌芽期, 因为文化隔阂的原因, 在海外基本上卖不出去, 所以只能死磕国内市场。 在那之前, 很多国产单机游戏, 定价在几十块能卖出去, 利润不错。 但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 正版游戏不得不和盗版游戏打价格战, 四海风云会, 为了对抗盗版, 降到18块钱的零售价, 甚至还随杂志赠送了一批, 然而依旧于事无补。 游戏售价的降低并, 没有实现薄利多销的效果, 反而大幅降低了营收, 营收降低, 制作成本也只能降低, 游戏品质也就随之降低。 再加上个别的垃圾公司, 开发出了很多垃圾游戏, 严重透支了少量正版游戏支持者的热情, 最终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国产单机游戏和劣质, 花上了等号。 当18块钱的正版游戏, 依旧打不过6块钱的盗版游戏时, 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 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而网游的大潮, 反而是给了像我这样的游戏制作人一条活路, 让我能够去做网游, 继续留在游戏行业。 否则的话, 可能我会去找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吧。 所以, 恰恰相反, 单机并不是死于网游, 而是死于盗版。 网游, 反而是给这些厂商的一根救命稻草。 裴千尘莫许久, 说道, 可是, 如果产品足够好的话, 依旧会有人买单吧。 我听说, 国外有3A大作就是没有防盗版措施的。 邱红点点头, 对, 马总, 你说的没错, 是这样, 完全正确。 唯一的问题在于, 足够好是一个什么标准? 做到和国外大厂同样水平的3A游戏吗? 或者说, 在国内厂商中做到数一数二。 那意味着, 只有达到整个行业的前百分之一, 才能算得上是足够好, 才能有足够多的人被你打动, 为你买单。 有些人说, 盗版会扩大钱在市场份额。 首先, 这句话是在胡扯。 其次, 即使它成立, 那也只对行业最顶尖的那百分之一, 有一点点作用。 如果你能够做到, 像电脑操作系统那样的垄断地位, 那摩也许, 盗版可以帮你起到打击竞争对手, 维护市场份额的作用。 然而, 有多少公司能做到前百分之一呢? 有多少公司能做到垄断呢? 有哪个公司生下来就是大公司, 垄断公司吗?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 就让他们去死吗? 探讨一个行业的前百分之一是没有意义的。 有多少人能在自己的领域做到前百分之一? 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 在你从事的行业中, 只有前百分之一能够获得认可, 能够活下去, 而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只能饿死。 你会留在这个行业吗? 像荷安这样行业大佬, 做出过很多款成功单机游戏, 不也转行做网游了吗? 当塔基消亡, 整个市场都会全面萎缩。 塔尖上的一两家公司, 又怎么去改变整个市场呢? 所以, 一个健康的行业, 应该是像金字塔, 或者冰山。 塔尖或者说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 那是享受荣耀的前百分之一。 而塔基, 或者水面下的冰山, 它们才是一个行业存在的基石。 当塔基都不存在了, 塔尖又怎么能存在呢? 所以, 最顶尖的那百分之一活的好不好, 并不会决定这个行业如何。 真正决定这个行业生死存亡的, 是底层和中层, 能不能活下来。 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厂商, 我需要你们购买正版, 才能更好的开发游戏。 玩家, 那你先给我们最顶尖的体验。 你做到最顶尖, 我们就会放弃盗版, 购买正版。 厂商, 可是你们要先拒绝盗版, 先付费, 我们才有钱提供更好的体验。 玩家, 那你要先给我们最顶尖的体验, 我们才会拒绝盗版啊。 于是厂商, 只好都去做网游了。 这就是市场, 是玩家用脚投票的选择。 玩家们说, 我们只要接受网游, 只接受盗版单机, 不接受正版单机。 所以, 如大家所愿, 正版单机就死绝了。 对玩家们来说, 只为足够好的东西付费, 这个观念本身是毫无问题, 不应被指摘的。 但前提是, 这是一个健康的, 有序的市场。 如果这个市场本身就充满了不正当竞争, 那么只为足够好的东西付费, 就意味着, 除了1%的顶尖内容产出者, 剩下99%普通的内容产出者, 都会被不正当竞争的人, 破坏市场规则的人杀死。 就像现在, 很多视频作者辛辛苦苦做三天的视频, 被一些人复制粘贴直接倒走。 你需要三天, 他只需要一秒。 你用什么去跟他竞争呢? 如果观众们都没有这个意识, 都觉得, 反正是一样的内容。 我再倒视频的人, 这里看, 也一样看, 谁管你原作者怎么样。 纳摩你觉得, 除了最顶尖的那一部分人, 有多少视频作者, 能够真正留下来。 所以说, 感谢2006年, ESRO官方平台的建立。 如果没有他, 纳摩直到现在, 国内的单机游戏市场, 仍将会是一片荒漠, 寸草不生。 哪怕有纳摩一两根毒苗, 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永远也不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因为没有人真的在乎这件事情。 秋红喝了口咖啡, 表情怅然。 裴谦沉默片刻, 问道, 既然2006年的时候, 国产单机的生存环境又好起来了, 你为师摩不坚持自己的梦想, 继续回来做单机游戏呢? 秋红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因为我放弃了我的梦想。 还记得我最开始说的吗? 坚持梦想就是最大的失败因素。 我在刚入行的时候做了一款单机游戏, 开发了近两年, 在末工资的情况下还坚持了两个多月, 最后甚至默认知道它的名字。 于是我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做了一款仙侠题材课金网游。 这款游戏让我一年拿到了100万的项目奖金, 可以说是功成名就。 所以, 我的梦想是什么? 还重要吗? 有人在意吗? 我是为了谁在坚持这个梦想吗? 如果坚持梦想让我只能每天喝凉水, 啃泡面。 而放弃梦想让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还获得数以万计玩家的关注, 我为什么要坚持呢?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下定了决心, 我就只做课金游戏, 我的目标就是去赚更多的钱。 至于什么振兴单机游戏的伟大使命?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连玩家自己都不在乎, 我又是为了谁坚持? 事实上, 跟我同期, 在那个草创阶段入行的所有游戏制作者, 哪个不曾经怀有梦想呢? 但这些跟我同期的人, 坚持梦想的, 都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 像我这样放弃梦想的人, 才能活下来。 马总, 你可能会觉得, 我的经验不是用于这个时代。 因为国产单机游戏已经越来越好了, 现在没有盗版, 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为国产单机游戏付费。 但道理还是不变的, 在梦想和现实之间, 能够兼得的只是极少数人。 而绝大多数人, 只能做出一个残酷的选择, 要模放弃梦想, 要模被现实教做人。 马总, 这就是我最后的肺腑之言。 他不适合每一个人, 也许对, 也许不对。 但不论如何, 我希望他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 裴谦喝了口咖啡, 很久没有说话。 因为这个话题, 确实是有一些沉重。 裴谦确实不知道, ESRO官方平台《盗版绝技》 和这个世界单机游戏正常发展的关系, 现在才知道, 是因为ESRO官方平台的建立 和对盗版的严厉管控, 才挽救了国内的单机游戏市场, 才让这个世界跟自己记忆中的世界有了不同。 毫历之差, 天壤之别。 邱红说, 如果没有ESRO官方平台, 那么直到今天, 国产游戏都会是一片荒漠。 裴谦很清楚, 他说的是对的。 因为这一切, 就在自己的记忆中真实地上演过。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裴谦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 现在的环境, 已经可以说是天堂。 而邱红之所以觉得自己处在地狱, 仅仅是因为他没有见过真正的地狱。 裴谦考虑片刻, 说道, 邱总, 我知道, 人和人之间不可能真正地感同身受。 很多人能够看得开, 只是因为没有体会到那种痛苦。 所以, 很多时候劝别人要大度, 都是一件容易遭雷劈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想对你说两句话, 可以吗? 邱红点点头, 当然, 马总, 我们两个是知音, 你但说无妨。 裴谦认真谛说道, 我知道, 付出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的感觉很痛苦, 自己的努力被剽窃食水, 都会感到愤怒。 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着不公平。 有的时候, 你甚至无法区分到底谁对谁错, 并不是每一场灾难, 都能找到一个责任人。 有一条人生信条,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 但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对的。 这句话叫做,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邱总, 别让时代的悲剧, 成为你个人的悲剧。 邱红反复品读着最后一句话, 默然无语。 许久之后, 他抬起头来, 马总, 你能够这样想, 真的很好。 谢谢。 8月29日, 周一, 城市曙光一层的管家房, 宋凯正在忙自己的日常工作。 整栋楼都被住满了之后, 他的工作也变得繁忙了起来。 不过那些投资人也不会在这里常住, 居住的频率大概是三四天才来一次。 这一点, 宋凯已经跟李总确认过。 对于这些投资人的行为, 宋凯刚开始不太理解, 但很快就想通了。 租房子这个行为, 就相当于朋友间的示好。 朋友开了家餐馆, 自己过去消费一下捧捧场, 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而投资人们真的隔三差五的过来住。 在宋凯看来, 主要是为了拉近一些关系。 这也是人之常情, 很多有钱人为神魔要去特定小区买豪宅。 就像很多家常为什么费尽心思给孩子找好学校。 有很大一方面的原因, 就在于在豪宅可以遇到一些更高层次的人, 跟这些人相处久了, 彼此都能够互相获得一些好处。 如果花点钱就能跟首富做邻居, 那无数人肯定要打破头地去争抢。 在荆州这个地方, 也是如此。 投资人这个概念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其实也没必要过度神话。 就像外行人一听金融从业者都觉得很了不起, 但行内人知道, 叱咤风云的只是一小部分人, 大多数人也只不过是掌握了一些金融知识的普通打工仔而已。 投资人也是如此, 最顶尖的投资人掌握几百亿的资本可以呼风唤雨, 但那只是极少数人。 大部分投资人比普通人也聪明不了多少。 否则怎么解释一些看似很拙劣的骗局? 普通人都能看出来, 投资人们却一个劲往里砸钱, 最后血本无归。 风投也是一个符合二八定律的地方,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项目能够获得成功。 而这百分之二十成功项目获取百分之八十的回报。 有些风投吹牛逼说自己的投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十, 但是这里头有很多话术, 不死亡不代表就是成功。 用脚想想也知道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率这是扯淡。 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说, 投资失败才是常态。 所以, 在荆州这个小圈子里, 投什么诚实模的裴总就是一个小型神话。 而且, 随着腾达集团的快速扩张, 这个神话的规模还会越来越大。 更何况, 那些不信裴总的投资人早都已经被筛掉了, 剩下的这些人都是跟裴总长道过甜头的, 在决心上自然要更加坚定。 不过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些投资人并不打算向外界透露裴总住在这。 毕竟这重好事情自己知道就行了, 完全没必要和别人共享。 对于宋凯而言, 他的工作是管家就是在维护树篮公寓规定的同时, 尽可能地满足住户的需求, 让他们在这里住得舒心, 获得更好的服务。 城市曙光的房子都租出去了, 从表面上来看, 树篮公寓已经被认可了。 但是宋凯却知道, 这不算是树篮公寓的成功, 只能算是裴总的成功。 其他的三栋楼还大量空置着, 网上住家集团发布的, 关于树篮公寓的黑稿还在四处传播, 铺天盖地。 宋凯作为树篮公寓的第一位管家, 实际上也相当于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他和梁清帆有着很明确的分工, 梁清帆主要负责规划、 建设, 而宋凯主要负责营销、管理。 宋凯忍了几天, 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 在裴总离开之后, 他打了几个电话。 半小时后, 梁清帆、 朱小册和乔老师来到了城市曙光一层。 大家好, 快请坐。 宋凯招呼三个人, 找地方坐下。 宋凯是通过梁清帆找到了朱小册的联系方式, 而朱小册又从林婉那边打听到了乔老师的电话。 自从上次体验完经济旅社之后, 乔良就一直留在荆州没走。 他觉得经济旅社的这一期视频并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 所以就杠上了, 一定要想清楚这期视频缺了什么, 才能善罢甘休。 而裴总只是说让他放弃《风神之作》, 对腾达新游戏的解读, 其他的线索一概没有, 这也让他始终不得要领。 总之, 陷入僵局。 今天接到朱小册的电话, 说是有个裴总相关的项目之后, 乔良没多想就过来了。 不一定要接受, 但至少可以听一听。 至于为时魔皇四伯莫来, 主要是因为他和包序旅游去了。 直到现在, 大家还不知道宋凯把自己叫来的原因。 宋凯关上门, 面色严肃。 树懒公寓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吧? 我这几天一直在关注, 发现住家集团, 绝对是在网上大肆散播黑狗, 抹黑树懒公寓。 梁清帆点点头。 嗯, 这个我知道。 你是想反击。 宋凯点点头。 对。 朱小策犹豫了一下, 说道, 嗯, 我插一句。 腾达, 或者说裴总, 其实很少跟别人打嘴架。 这种商业竞争上的事情, 我相信, 只要树懒公寓提供的服务足够好, 总会打动消费者的。 乔良也点点头, 说道, 主要是裴总不屑于此。 这些公司喜欢玩下三烂的小手段, 请水军, 发黑稿, 混淆试听, 我们怎么做呢? 难不成也去秦水军, 发黑稿。 那腾达不就跟那些公司一样, 变得没有底线了吗? 肯定不行。 宋凯摇了摇头, 不是发黑稿, 而是揭露。 我之前就在住家集团工作过, 所以我很清楚, 他们所谓的安心房, 是什么套路。 住家集团在网上宣传, 安心房的装修, 家具都是来自于自家的团队, 可以信赖, 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不管是家居, 墓地板, 还是墙面期, 成本全都是能省则省。 装修好之后, 每空置一个月, 都会损失一个月的押金, 所以会立刻租出去, 节省成本。 这里面的房子, 有一多半都是假权超标的。 甚至住家集团的中介, 在忽悠房冬签合同的时候会说, 你把房子交给我们, 我们给你进装修一遍, 然后让租客在里面吸一两年的假权, 到时候你拿了租金, 得到了装修, 房子里还没了假权, 多划算。 你们听听,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梁清帆一脸震惊, 有这回事? 住家不是全国连锁的大公司吗? 宋凯点头说道, 千真万确。 之所以, 没报出来, 一是很多人对房间中的假权, 不是很敏感。 除非特别浓烈, 产生刺激, 才会察觉。 而察觉之后, 中介顶多就是向指信的, 请个除假权的公司来清理一下, 然后让租客多通风, 最多减点租金, 租客也就只能接受了。 但大家都知道, 除假权这个事情, 纯属扯淡。 因为假权都是持续散发的, 根本没有一次就出干净的办法。 不管是租客, 还是内部员工, 都是人微言轻。 这种事情, 发到网上也很难引起太多的注意。 我之前就在网上发过帖子, 说过这个事情, 但莫人关注, 莫人在意, 只能不了了之。 所以我才从住家集团辞职了, 我对这家公司感到恶心。 但是现在, 飞黄工作室还有乔老师, 你们都在网络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现在披露这个问题, 一定会引起足够多的关注。 我们只要请一些专业的假权建订机构上门, 然后再去网上找一些租住安心房的租客进行抽查, 肯定会发现大量的假权超标问题。 这不是黑稿, 这是事实。 众人面面相觑。 显然, 除了宋凯这个曾经的内部人士以外, 谁都想不到这个住家集团的安心房, 竟然一点都不安心。 常年假权超标, 这是会害死人的。 然而朱小册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们确实在网络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 我们跟滕达, 跟树懒公寓, 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啊。 如果我们爆出这个事情, 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是在故意抹黑竞争对手? 这件事情的可信程度恐怕会大打折扣。 如果交给没有利益相关的第三方, 可能会更好一些。 朱小册的担心不无道理, 凡是这种利益相关的爆料都很容易被看成是抹黑, 攻击对方的商业手段。 宋凯沉默片刻, 说道, 我来滕达工作不久, 对裴总也还不是特别了解。 你们觉得, 如果裴总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会装做不知道, 什么都不做吗? 众人互相看了看,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否定的答案。 宋凯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因为有利益相关, 就不去做这件事情。 那些住在甲犬房里, 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的人要怎么办? 谁来揭露这件事情? 至于交给第三方, 第一, 他们不一定会认真做, 不一定值得信任, 不一定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第二, 如果我们去找了第三方, 被人扒出来, 一样会显得我们在背后打黑枪, 反而更加被动。 我想, 如果是裴总的话, 他一定不会顾虑着魔多, 而是立刻去做, 因为这, 就是正确的事情。 如果住家集团的房子,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无视他们对树懒公寓的抹黑, 只当成是苍蝇在乱叫。 但是, 如果它的存在, 危害着无数普通人的健康, 我们又能够发出声音, 拯救这些人的生命。 难道还要沉默不语吗? 其他三个人彼此看了看,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答案。 乔良沉默片刻, 说道, 以我对裴总的了解, 对这种事情, 他的态度应该是,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不管怎么样, 我猜裴总会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 我加入。 9月1日, 周四, 陪倩一大早就来到墨语网咖,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整理各个部门的思维导图。 距离结算, 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俗话说行白理者半九十, 这个周期到底能不能亏成功, 就看着最后一忽悠了。 陪倩仔细考量了一下目前的产业, 总体而言, 亏损的希望还是有的。 当然, 这并不是因为, 陪倩的各个产业都没有赚钱。 而主要是因为, 陪倩已经越来越会花钱了。 随着各种产业的摊子越扑越大, 陪倩能够用来突击花钱的方向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这些部门盈利之后, 系统似乎会放宽在这些产业上花钱的限制, 宣传, 开分店扩张, 给顾客优惠等等, 都会变得更加自由。 目前来看, 这个周期赔钱的两笔最大的收入来源, 分别是, 美好明天的电影票房, 和IOI那边的七千万刀。 前者拿来买楼, 做成了树栏公寓。 后者直接烧钱, 推广Dog的世界福, 目前都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这里面的最后一笔钱, 是用来筹办Dog世界邀请赛的, 应该也能再结算钱给, 突击花出去。 其他的, 例如网咖, 外卖等产业突然爆火所赚的钱, 跟之前的两块收入相比, 还是要少很多的。 毕竟这种实体产业, 是细水长流的产业。 即使扭亏为盈, 在短短一两个月之内, 也不可能积累太多的资金。 赔钱本着谁赚钱谁花掉的原则, 让这些实体产业继续开分店扩张, 肯定能够把他们赚来的钱, 全都花干净。 当然, 结算前的最后一周, 就不能再开分店了。 但那时候剩下的钱, 应该也就不多了。 这个周期, Auto科技那边可以不结算, 多出来的钱, 可以砸到那边的软件实验室, 和影像实验室去。 只要下个周期出成果就可以了。 对于赔钱而言, 目前的关键是要保持住, 尽可能不要再多赚。 每多赚一笔钱, 结算时想要亏损的难度, 就会更大一些。 用思维导图, 把目前各个产业的情况, 捋顺一变之后, 赔钱觉得似乎还行。 虽然这个周期一波三折, 墨鱼外卖也赚了, 经济旅社也小火了, DGE俱乐部也赚了。 达亚克公司还莫名的搞了自己一手, 但总归是自己足够坚强, 还能挺得住。 接下来, 奋斗马上就要发售了。 只要这款游戏不赚大钱, 嗯, 哪怕只是小赚一点点, 这个周期都是妥的。 从各方面来讲, 大赚的几率都非常低。 奋斗的投入太高了, 而且又很恶心人, 这种游戏比较是合云通关, 购买的人不会太多, 穷人版和富人版分开定价还能再减少一些收入。 最重要的是, 单机游戏的销量是一个很长的周期, 我需要担心的仅仅是首月销量。 至于以后的销量, 那是以后的事情。 退一万步说, 就算它小赚一点, 我还可以把钱扔到Auto科技那边。 而且, 我还有这个周期的特殊任务, 可以用来削减最终结算的系统资金额度。 就是不知道, 系统会不会认可我的学习成果。 这个周期的结算, 有一条特殊规则, 就是, 赔一千可以花钱投资自己, 最高一百六十万。 如果系统判定, 成功的话, 就可以最多削减这个数值的八倍, 也就是一千二百八十万的系统资金, 不计入最终的结算。 假如结算时, 赔一千的系统资金是两千二百万。 那么按照原本的转化比例计算, 它只能获得二百万乘零点零零一的钱, 也就是两千块。 但加入这个特殊规则之后, 赔一千就能获得, 两千二百万, 一千二百八十万, 两千万, 乘零点一, 等于一百零八万。 这就是天壤之别。 当然,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况且赔千不确定自己学的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获得系统的认可。 虽说何安和秋红两个人都是业内大佬, 讲的也都是干货, 这个学费的价值也得到了系统的认可。 但系统到底会不会认为, 赔千学到了足够有用的知识呢? 这个似乎不好说。 赔千也不确定自己在结算时, 到底能不能成功的把系统资金压到两千万左右。 如果都可以的话, 那这次结算将会是他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的一次。 虽然也是最新类的一次,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李顺完目前的思路, 陪千踏实了不少。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 叮。 陪千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条来自于飞黄工作室馆陪生的信息。 学长, 朱岛这边在跟树懒公寓合作, 着手准备一个视频, 揭露住家集团甲犬房的问题。 陪千愣了一下, 飞黄工作室这群人存在感好强。 这才结束休课一个月, 就连续做了两个视频。 不要干了。 陪千有点无语, 上次那个树懒公寓的宣传片, 都还没让我缓过进来呢。 又来。 朱家集团甲犬房, 这是什么? 陪千眉头微皱, 打字回道。 详细说。 管培生很快回复。 是这样的。 学长, 朱家集团一直在网上抹黑我们的树懒公寓, 没有性价比。 但其实, 朱家集团推出的安心房 一直存在严重的甲犬超标问题。 树懒公寓的负责人, 朱导, 还有乔老师, 决定一起揭露这个问题。 看着管培生发来的详细信息, 陪千陷入了沉默。 有句话说的好,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对于这个朱家集团黑树懒公寓的事, 陪千本来完全没放在心上。 说树懒公寓性价比差也好, 不依据也好, 这都没关系。 因为陪千本来就是为了劝退租客的。 陪千很清楚, 飞黄工作室和树懒公寓的这个视频一出, 将会是对朱家集团的一次有力反击, 很有可能, 把树懒公寓也带火了。 只能说, 这个世界就是这魔的魔幻。 有些行业里, 你手法经营, 诚信为本, 哪怕没有任何突破, 只是做到底线的要求, 都已经超过了99%的同行。 因为这99%的同行, 都完全没有下限。 陪千陈莫虚久, 打字回复道, 告诉他们, 干得漂亮。 陪千平生最恨的, 就是这种吸人血的垃圾。 甚至比黄牛更让人厌恶。 黄牛扰乱市场秩序, 是一群蛀虫, 但也只是要你的钱而已。 而做这种假全房的公司, 不仅要钱, 还要人命。 全用环保涂料装修, 装修完成之后散散喂, 能多花多少钱? 啊? 能多花多少钱? 一间房装修完成租出去, 能租个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 都不用再装修。 这期间住家集团, 就算每个月只赚五百块钱差价, 累积起来, 也能赚几万块不止吧。 明明维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也能赚钱, 只不过是少赚点而已。 就为了节省, 那每间房积千块的成本, 就完全不顾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就要杀人吗? 尤其是住家集团, 是一个全国连锁的中介公司, 手上有多少套房源, 有多少人, 会因为住了甲犬房生病, 住院, 患癌, 甚至死亡。 之前裴谦不知道, 只以为住家集团跟树懒公寓, 是正常的商业竞争。 OK, 那也没关系, 你随便黑我, 我可以毫不在意, 甚至还挺高兴。 但是, 如果住家集团, 你是这种垃圾公司, 那对不起了, 我就是冒着赚钱的风险, 也一定弄死你。 回完了管培生的信息, 裴谦还是有些愚怒未消。 也许他永远都想不明白, 为时某某些公司, 就为了好几年时间里, 每间房多赚那某几千块, 平均下来, 每个月只多赚几十块, 就要谋财害命。 作为一个正常人, 一个有人性的人呢, 他无法理解。 正在生气, 手机又响了。 叮! 裴谦拿起来一看, 是张员发来的信息。 裴总, 其他电竞俱乐部的, 考察团来荆州了, 要跟我们商量, 买队员的事情。 您还亲自过来一趟吗? 不来也行, 我直接跟他们签合同就可以了。 裴谦, 卧槽, 其他电竞俱乐部, 还考察团? 这意思是, 不止一家, 要买DGE的队员。 为啥呀? 其他队员, 又不是黄旺那种直播鬼才啊。 你们花钱买会很亏的呀。 裴谦很无语, 他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H4俱乐部买黄旺不是结束, 而只是个开始。 裴谦赶忙回复道, 我马上到。 他可不信任张员, 万一张员往死里抬价, 九个队员加一起, 卖个三千万的转会费。 那不是玩独自了吗? 都现在这个时间点了, 莫名多出来三千万, 会让我很被动的。 裴谦立刻把小孙叫来, 坐车前往DGE俱乐部。 DGE俱乐部中, 几个战队的经理齐聚在会议室, 一边喝着茶水聊天, 一边等着裴总的到来。 这些经理, 都有自己的一套小算盘。 其实, 他们是分别和张员联系的, 一共七支队伍。 每支队伍都想从DGE俱乐部这边买人补墙, 需求的位置各有不同。 但是张员想了一下, 七支队伍的经理, 要是一个一个的来谈, 这得谈多长时间啊? 干脆一起请过来得了。 直接搞个竞价, 谁出价高算谁的, 大家都没什么话好说。 至于这些战队经理, 为什么突然想通了, 要从DGE俱乐部这里买人? 很简单, 他们都被H4俱乐部虐了。 H4俱乐部买了黄旺并且在荆州安顿下来之后, 已经跟其他的俱乐部打了五天的线上训练赛。 然后就把这些俱乐部, 全都吊打了一遍。 因为H4俱乐部本来就有亚军的实力, 而且中单是短板, 换了黄旺之后, 瞬间补墙, 战力跃升。 这些俱乐部被虐了五天之后, 才终于确定了, H4俱乐部买黄旺, 虽然花了大价钱, 但是一点不亏, 反而血转。 要照这样发展下去, H4俱乐部多半能在两周后的全球邀请赛上夺得冠军。 那可是一百万刀加皮肤分成的巨额奖励, 还有超高的关注度。 但是谁都不想当绿叶, 谁都想当红花。 还有两周时间, 现在加强训练什么的, 肯定是爱不及了。 唯一的办法, 就是像H4俱乐部一样, 快速的课金, 买人。 其他俱乐部的宝贝选手, 肯定是不会卖的。 因为大家都想着去打世界赛。 但DGE俱乐部这边的选手不能打世界赛, 而且一个赛一个的强, 这简直就是最佳的人才交易市场啊。 还有一个利好消息, 就是随着直播平台的蓬勃发展, 资本的进入, 这些俱乐部可以考虑跟直播平台合作, 一起来买人。 只要直播平台愿意签一个三方合同并承担一部分费用, 那么买队员的资金压力就会骤减。 所以, 这段时间其他俱乐部一边在训练赛里受虐, 一边努力筹钱。 这就像是开启了军备竞赛, 别人都在烧钱, 你不烧钱, 那你就注定垫底, 被这个圈子所淘汰。 在场的这些俱乐部, 或者是颇有些历史的老牌俱乐部, 或者是雄心勃勃的, 不差钱的新俱乐部, 谁都不想被淘汰。 如果只有少部分俱乐部来买, 万一某个俱乐部一下子买走了三四名DGE的队员呢? 那这比赛也不要打了。 既然如此, 那大家就一起买吧。 正好, DGE俱乐部这边的老队员还有九个, 七家俱乐部就做到一起竞价, 反正至少每个队都能抢到一个。 到时候, 每支队伍都有一到两个外援, 不会一家独大, 谁能拿冠军, 那就凭真本事了。 所以, 不管是哪一家俱乐部, 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众人稍有些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张元立刻站起身来, 裴总。 其他俱乐部的经理们也纷纷起身, 向裴总问好, 同时有点惊讶。 这裴总还真是跟传闻中说的一样年轻。 张元开始为裴总一一届少这些俱乐部经理的身份。 裴千根本分不清, 也记不住谁是谁, 只是感觉很头大。 怎么来了这摩多俱乐部啊? 国内一共才积家电竞俱乐部。 怕不是全国所有的俱乐部都想从DGE这边买人吧? 真是想想都让人绝望。 裴千在空位上坐下, 表情有一点生无可恋。 光是从俱乐部数量上来看, 就比自己原本预想中还要糟糕得多。 这些俱乐部经理们看到裴总的表情, 心中都有了一些联想。 裴总看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唯石魔? 我们来买人, 送钱, 他不应该高兴吗? 是说他不舍得这些队员? 还是说他觉得我们来得慢了, 对他的队员不够重视, 不像H4那摩有诚意? 坏了。 不管是哪种情况, 我们都得加钱了呀。 鸡个俱乐部经理, 看到裴总这有点不高兴的表情, 都有点发虚。 默默地提高了自己原本准备好的最低报价。 希望自己多一点诚意, 这笔交易就会更容易达成一些。 谁都知道裴总是个不差钱的人, 万一因为不高兴, 不卖了呢? 准备好了钱却买不到人, 那不是亏大发了? 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看到现场这驾驶, 裴千能感觉出来, 这鸡名队员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了。 国内几乎大点的俱乐部经理都已经来了, 可见DGE的队员们已经有多抢手了。 就算这次不卖, 恐怕迟早直播平台也会找上门来。 如果这些队员们都很菜的话, 打不了世界赛也没关系, 裴千可以考虑一直养着他们随便玩一玩。 但是现在, 这些队员们都有争夺世界冠军的实力, 自己一直正模舞着不让他们去打比赛, 这就十分不妥了。 都是好孩子, 虽然一个个被刺自己扎得挺狠的, 但是他们也确实值得去世界舞台上历练历练。 但是, 卖归卖, 绝对不能再像卖黄旺那样, 一个疏忽, 不小心就把架台上去了。 裴千决定, 不管这些人报价多少, 直接成交。 张元清可两声, 我之前已经只求过队员们的意见, 他们还是想去打世界赛的, 所以, 愿意听我的安排。 作为DGE俱乐部的经理, 这些人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他们像我的弟弟一样, 我们俱乐部可以吃点亏, 但他们不能吃亏, 值得拿到最好的待遇。 所以, 接下来我会说出这九名队员的名字, 大家各自竞价, 价高者得。 这样, 相信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意义吧? 裴千? 等等, 直接就进入竞价环节了吗? 这些俱乐部, 肯定会疯啊, 一样的竞标啊。 裴千人晕了, 他本来还想说, 这次的转会费搞低一点呢, 别再像H4俱乐部那次闹出乌龙, 结果直接改竞标了。 裴千沉默不语, 老瓜飞快转动, 想着对策。 快想办法呀! 想不出办法的话, 恐怕真是要赚几千万的转会费了。 张元继续说道, 首先是我们一队队长, 上单位置的姜焕。 打过训练赛的应该都知道, 他是我们所有队员中实力最强的, 还是一队队长兼任指挥, 整个俱乐部家练最少的人。 大家出价吧。 张元话音刚落, 几个俱乐部经理已经纷纷举手。 转会费三百万, 签字费和年薪一二零万。 转会费三百五十万, 签字费一二零万, 年薪一百五十万。 靠, 老张, 你上来就出这么多。 后边还有其他的队员呢, 你一分钱都不留了。 哼, 别想忽悠我, 我来就为了买姜焕。 你想留钱到后边你留着吧。 转会费四百万, 签字费, 年薪一百六十万。 裴谦还没想两分钟, 这些俱乐部经理们都已经抢了几眼了。 谁知道张元竟然这魔触牌啊。 上来就把最值钱的姜焕给扔出来了。 裴谦意识到, 情况非常不妙。 张元这一手, 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故意, 太阴险了。 如果是先拍弱的队员, 再拍强的队员, 把姜焕放到最后一个, 纳摩很多俱乐部肯定要留钱到最后。 而大家又不知道对方准备了多少钱, 纳摩最后只会是价高者得, 其他人的钱不一定能花得出去。 但是把姜焕放到前面, 这火药味, 直接就出来了。 大家全都挤破头的花钱, 价格直接拉高。 这有点像是买菜, 如果好菜都在后边, 那大家肯定都会观望, 最后才会红抢。 如果好菜在前面, 越往后越差, 那大家肯定是从头抢到尾。 裴千人都晕了, 张元啊张元, 看不出你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竟然也挽起心里了。 眼瞅着这些俱乐部的钱, 越加越离谱, 都已经加到了五百万的转会费。 裴千觉得自己必须的让他们打住了。 这要是卖了, 我就太难了。 队员的薪酬, 你们可以多给。 我摸意见。 但是转会费不能再加了。 然而这些俱乐部, 却并没有把签字费和年薪加得太高, 反而是一个竞加转会费。 多半是觉得, 年薪已经差不多加到顶了, 要想抢人, 还是得多掏转会费让DG俱乐部这边高兴。 这裴千还能忍。 他赶忙一抬手, 打断了众人的竞加。 停。 这模拍法不合适。 张员愣了一下, 这个拍法哪不合适? 这不就是很正常的, 架高者的吗? 裴总, 有何高见? 张员问道。 裴千想了想, 说道, 去拿鸡章纸。 各位经理, 把你们准备的金额, 最迫切需要补强的位置, 写到纸上交给我。 放心, 我不会向其他人透露。 经理们面面相去, 不明所以。 张员很快拿来纸笔分发, 经理们偷偷地写好了自己俱乐部的名字, 金额需要补强的位置, 交了上去。 裴千又对张员说道, 把这些俱乐部的成绩, 跟我简单说一下。 张员拿来训练赛的战果, 根据各个俱乐部的战绩, 一一回报。 裴千一边听着, 一边查看这些俱乐部给出的金额。 这差距还真是很大。 出价最高的一家俱乐部, 准备了2500万。 裴千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 看样子, 这家俱乐部是不怎么差钱。 来着估计, 是想要买三到四名队员, 对世界邀请赛的冠军, 志在必得。 而出价最低的一家俱乐部, 只准备了600万。 勘勘跟H4买黄旺时的出价持平, 估计是真筹不到更多的钱了。 裴千拿过纸笔, 开始快速的为这些队员们分配俱乐部, 同时在后面写上转会费, 签字费和年薪的数额。 所有的转会费都是300万。 其中的220万用来改善俱乐部的训练环境, 这一点和H4俱乐部一样。 签字费和年薪是根据队员的实力来定的, 同时也考虑到了这家俱乐部的财力。 队员的分配没有完全按照价高者得, 而是按照各个俱乐部最需要补强的位置来决定。 像出价最高的SUB俱乐部, 本身就在上次的GAUK比赛拿过冠军, 实力最强, 这次又准备了2500万, 想要一下子买下三名队员。 他们的上单位置很强, 但还是铁了心的要买将换。 对于这个俱乐部, 裴谦只是问了一下张元, 然后给他补强了一下打野选手。 裴谦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保证DGE的队员们去了这些队伍, 都能毫无悬念地打上主力。 虽然DGE的选手比这些俱乐部原本的选手要强, 但如果原本的选手也很强的话, 俱乐部如果输了比赛, 或者DGE的队员磨合不好, 他们是有可能会考虑轮换的。 所以,裴谦很快分完了选手, 价格基本上跟黄旺当时的报价差不太多。 各个俱乐部最需要的位置都得到了补强, 各个俱乐部都没有花完自己的预算。 尤其是准备了2500万的SAC俱乐部, 只花了700万。 而转会费方面, 裴谦只收了80乘以7等于560万。 裴谦把最终的分配方式和合同金额D给俱乐部经理们, 就按这个来吧。 俱乐部经理们看着这个金额, 全都猛了。 啥意思? 怎么裴总最终敲定的价格, 比我们预想中还要便宜很多。 裴总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做好大出血的准备了, 结果裴总只是给我们打了个针, 就完事了。 很多俱乐部对这个分配结果不算特别满意, 比如SAC本来对姜焕志在必得, 但现在有钱却也买不到, 有点蛋疼。 但很快, 这些经理还是接受了这个结果。 因为这对于每个俱乐部来说, 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 但一定是最不坏的结果。 每家俱乐部都补强了自己最需要的位置, 同时幼默都花钱。 虽然大家都准备了很多钱, 但也不是说就要全都花掉啊。 能省下来一些是最好的。 既然裴总已经拍板了, 那大家也不能强买强卖吧, 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毕竟裴总的身份可不只是DGE俱乐部的老板, 还是DARC这款游戏的老板, 未来所有赛事的举办权, 包括各个俱乐部的转会规则等等, 全都在裴总着。 跟裴总投铁, 这是嫌自己死的不够快吗? 裴签全都安排完毕, 感觉有点心累, 站起身来。 好了, 大家抓紧签合同吧。 不过有一点说在前面, 我们的队员可都是宝贝。 我不想听到他们在你们俱乐部那边受欺负。 行了, 就这样吧。 裴签摆了摆手, 打算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 有一家俱乐部的经理说道, 裴总, 太感谢了。 我们俱乐部一定会保证队员的训练环境。 我们决定, 跟H4俱乐部一样, 马上着手, 准备搬来荆州。 另一个经理也说道, 对, 为了感谢裴总, 我们的DOT分部也决定搬来荆州。 我们也是。 这个说法, 立刻得到分分响应。 只有两家很老牌的俱乐部没有立刻表态。 而是表示, 回去要跟管理层商量一下。 毕竟老牌俱乐部家大业大的, 办起来不方便。 但是如果这摩多俱乐部都在荆州扎堆的话, 这两家老牌俱乐部肯定也会考虑把DOT分部搬过来。 裴谦看着这些感动的无以复加的俱乐部经理们, 头上缓缓飘出一个问号。 这些俱乐部的负责人们似乎全都会错意了。 最先开口说要来荆州的, 是一些没准备多少钱的小俱乐部。 他们本来以为这次砸锅卖铁, 准备的钱也不够多, 很难买到核心选手, 顶多买个指挥位置的辅助。 可万万没想到, 裴总竟然还是分给他们一个核心选手, 补齐了他们最需要的短板位置。 而且,裴总并没有要高价, 而是直接给了所有俱乐部一个差不多的统一价格。 转会费的300万, 还返还了220万, 用于俱乐部改善训练环境。 对于这些相对没钱的俱乐部来说, 裴总显然是在给他们额外的恩惠和照顾。 十分感激, 无以为报。 裴总这边的腾达集团加大业大, 也不缺钱。 这些俱乐部怎么报答呢? 只能是搬来荆州,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了。 而且, H4俱乐部搬来荆州之后, 似乎越打越好了。 这也让人觉得, 荆州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魔力。 裴总返还的这220万要花出去, 荆州这边有相关配套设施, 最合适。 更何况, 在荆州离腾达更近, DGE俱乐部又是腾达旗下的俱乐部, 张经理是裴总的心腹。 腾达有什么政策上的变化或者玩法上的调整? 常驻荆州的俱乐部肯定是更快得到消息的。 俱乐部在荆州扎堆, 还能更方便地打线下训练赛。 线下赛的效果比线上赛还要更好一些。 综合考虑一番, 这些小俱乐部当即觉得, 搬来荆州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小俱乐部都已经纷纷表态了。 这些大俱乐部同样也产生了犹豫。 如果好几家小俱乐部都搬了。 那我们不搬,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因此在训练赛, 版本消息方面落后? 会不会得不到裴总的认可, 得不到官方的重视? 目前, 电竞发展还处于草创阶段, 距离每个城市一个俱乐部主场的这种设想还过于遥远。 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 最好的选择就是去资源丰富的地方扎堆。 形成集群效应之后, 所有的俱乐部都能从中受益。 所以, 这些俱乐部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决定搬来荆州。 而裴谦则是一脸茫然, 有苦难言。 什么意思啊? H4俱乐部来荆州, 那是被恍惑得忽悠了。 你们又是怎么回事啊? 合同都还没签呢, 就一个个上赶着要往荆州跑。 神经病啊! 裴谦有些无奈地说道, 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魔都也挺好的, 在哪都一样, 不是一定要搬来荆州的。 俱乐部经理们十分感动, 然后纷纷表决心。 你放心裴总,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对, 我们深思熟虑过了, 现在谁也别想把我们从荆州赶走。 裴总, 搬家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处理好的, 绝对不给你添麻烦。 裴谦? 得, 又强化了这些人的误解, 他们都来进了。 裴谦看了看俱乐部经理们的决绝表情, 知道自己现在说啥都没用了, 只能默默地叹了口气。 行吧, 你们要来就来吧。 荆州这磨大, 我还能加上盖不成。 裴谦没辙了, 对张员说道, 签合同的事情你来吧, 我有事先走了。 张员点点头, 裴总你放心好了, 我会安排好的。 晚上, 张员跟其他的俱乐部已经纷纷签订了合同, 按照裴总的要求, 为剩余的九名队员也都安排好了归宿。 不过这次, 九名队员就不用离开荆州了。 那两家大俱乐部也跟老板打了电话, 详谈一番之后, 老板那边也被裴总的诚意给打动, 最终七家俱乐部一致决定, 把GOG分部搬来荆州。 所以, DGE俱乐部的这九名老队员, 只要留在这里等着各个俱乐部搬家完毕后, 再来领人就行了。 在得知大家要隔奔东西之后, 江焕等人都有点感伤。 不过在张员开导了大家一下之后, 这种感伤情绪很快就被兴奋所冲淡了。 终于可以去打世界邀请赛了。 之前, 黄旺被H4俱乐部买走, 可以去参加世界邀请赛。 这些队员们多多少少都有点羡慕。 作为一名职业选手, 谁不想站上最高的赛场证明自己。 所以, 大家虽然对DGE俱乐部非常不舍, 但也同样期待着自己也能像黄旺一样, 站上世界总决赛的舞台。 而现在的结果,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队员们全都获得了归宿, 都是去补气短板的, 去了就可以稳坐主力。 同时, 俱乐部都搬来荆州, 以后想经常聚会或者回DGE俱乐部串门也都非常方便, 大家的生活习惯和训练习惯也能够保持下来。 两全其美! 张员安慰完了队员们, 也是有些心情复杂。 才刚视讯完了一个位置, 没想到很快就要视讯其他的九个位置了。 这次清仓大甩卖之后, DGE俱乐部的十个人相当于全换了一遍, 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 实力都会发生断档了。 其实最好的办法, 是卖一部分, 留一部分, 让老队员带新队员, 等新队员成长起来之后, 再卖老队员, 如此循环, 形成涌动。 但是裴总的态度很坚决, 一定要全都卖掉。 张员想了想, 这却实有道理。 让老队员留下来带新队员, 留谁? 所有老队员都是心头肉。 你不让谁去打世界邀请赛呢? 似乎都不合适。 所以, 张员也是把心一横, 为了队员们的前途, 还是让所有人都转会了。 至于人才的断档问题, 走一步看一步吧。 张员来到别墅外面, 打算抽根烟, 放松放松。 然而, 才刚把烟叼上, 就看到H4俱乐部的苏领队, 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张总, 方便吗? 借一步说话。 苏领队的表情, 有一些焦急。 张员大概能猜到他要说什么, 把烟收起来点点头。 好, 两个人来到别墅的小花园。 苏领队有些不好意思, 但斟酌了一下还是说道, 张经理, 其他俱乐部是组团来买人了吧。 买人的结果如何? 显然, 这些俱乐部来买人, H4俱乐部是最慌的。 他们砸锅卖铁买了黄望之后, 本来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可如果其他俱乐部一下子买入两名, 三名, 甚至更多DGE俱乐部的成员呢? 那不是玩独自了吗? 所以, 从某众议意义上讲, 高耀给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结果, 取决于这次各个俱乐部买人的结果。 这次买人结束之后, 所有俱乐部的纸面实力都会有巨大的变动, 甚至可能让比赛前这段时间的训练变得毫无意义。 张员笑了笑, 苏领队你放心吧。 他把裴总的安排, 简单向苏领队介绍了一番。 简单来说就是, 大家买的队员都是同样的转会费。 价格方面有所波动, 但区别不大。 每个队伍都是按照队伍短板来补强的, 并不存在某支队伍买完人之后实力碾压其他队伍的情况。 苏领队听完, 又惊喜, 又感激。 惊喜的地方在于, 各个俱乐部买完人之后的纸面实力差不多, 而H4俱乐部毕竟底子在, 还多磨合了一段时间, 仍旧是世界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感激的地方在于, 裴总竟然没有因为对方开价高, 就把实力强的队员打包卖过去。 苏领队从小到消息知道, SAC这次准备了至少两千多万来买人, 不说别的, 如果他们直接大价钱买到将换, 再用剩下的前抢两个稍微不纳魔贵的队员, H4俱乐部这还玩啥。 而裴总把所有队员用军价卖了出去, 这其中有没有别的考虑不好说, 但肯定有一部分原因是维护了H4俱乐部的利益。 苏领队觉得, H4俱乐部毕竟是最早从DGE俱乐部买人的, 算是老主顾。 虽然裴总按照价高者的方式, 卖掉队员也无可指摘。 但这种照顾到H4俱乐部利益的做法, 还是让人挺感动的。 谢谢张经理。 谢谢裴总。 这个恩情, 我们一定铭记于心。 苏领队喜出望外, 这个转会结果, 对他们俱乐部来说同样也是最不坏的结果。 张员笑了笑, 苏领队不必客气。 你们可能觉得裴总这模做事考虑到了你们的利益。 其实不然, 我觉得裴总考虑的是整个生态, 整个大环境。 苏领队一愣, 此话怎讲。 张员想了一下, 认真说道, 我觉得裴总这模做是在规范GOG的电竞生态, 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 全球邀请赛即将到来, 这次卖人的结果, 将直接决定着全球邀请赛还有没有悬念。 裴总办全球邀请赛的主要目的, 肯定是为了给全世界奉献一系列有观赏度的赛事。 如果各个队伍实力差距过大, 比赛变成了虐菜, 那就没意思了。 保证有来有回, 充满悬念,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玩家的讨论, 起到宣传GOG这款游戏的效果。 其次, 防止俱乐部之间的马太效应。 电竞行业,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只靠烧钱, 挖人无法打造王朝, 但目前一定是万事皆休。 但是, 有没有钱, 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代言。 如果有钱, 就可以随便挖人, 买人, 靠挖人, 把所有优秀选手, 全都集中在自己俱乐部麾下。 而那些没钱的小俱乐部, 就会陷入末前, 末关注度, 末成计的恶性循环。 一旦陷入这种强者横强的马太效应中, 大俱乐部当然开心, 因为他们可以垄断整个联盟的资源和关注度。 但是小俱乐部逐渐难以为继, 整个联盟的差距越来越大, 就会逐渐走向崩溃, 或者出现窝里横的情况, 国内作威作福, 国外受虐。 而现在, 各个俱乐部的实力相近, 那摩俱乐部想要赢, 就必须在项目管理, 人员训练, 版本分析等方面下功夫, 没有绝对的强队和弱队, 生态会更加健康。 最后, 防止过度的资本介入, 对整个电竞环境的影响。 烧钱影响的, 可不只是俱乐部, 还有队员。 很多队员原本都是网瘾少年, 一下子拿到一两百万的年薪和签字费。 这薪资水平, 其实是被热度, 被资本给撑起来的。 但是, 队员们不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可能会膨胀, 会迷失, 会互相攀比。 对某些队员来说, 如果他们简简单单, 就拿到了天价合同。 而其他人的薪酬, 只是他的十分之一。 这队伍的氛围能好吗? 裴总让所有队员的薪酬, 都在一定的范围上下波动, 防止队员们的薪资水平失控。 让俱乐部不至于把资金全部投入抢人大战, 而是强制他们用来保证训练基地, 配套设施。 这样对俱乐部和队员来说, 都有更加良性的生态。 从长远来看, 对整个GAUK电竞联赛体系, 有很大帮助。 苏领队恍然大悟, 听得频频点头。 嗯, 这样一听, 就很有道理了。 现在电竞还处于草莽期, 俱乐部分为两种。 一种, 是比较老牌的用爱发电的俱乐部, 墨前, 但分为, 底蕴和管理好一些。 一种, 是土豪介入的富二代俱乐部, 有钱, 但往往管理混乱, 人心浮躁。 这两种俱乐部, 都有各自的问题。 如果让他们自由生长, 那肯定是富二代俱乐部, 疯狂砸钱挖人破坏生态, 然后垃圾管理荒废有天赋的队员。 最终所有俱乐部, 都不会好过。 电竞正规化的道路, 在这种无序竞争之下, 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而裴总的此番作为, 相当于是让有钱的俱乐部, 不能搞价格战。 而必须学会在管理, 和培养队员上下功夫。 短期来看, 放弃了一部分利益。 长期来看, 却能让GOD联赛, 能够更好的发展。 苏领队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明白了。 裴总这一招真是目光长远。 不过, 虽然裴总的本意并不是为了照顾我们俱乐部, 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保护我们的效果。 所以这个恩情, 我们还是, 汇集下来的。 张元微笑着说道, 你们好好训练, 拿到更好的成绩, 就是对裴总最好的报答。 苏领队点点头, 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的备战。 9月2日, 周五, 奋斗, 发射的前一天。 腾达游戏的众人仍旧在忙碌着, 准备上线发售的相关事宜。 官方平台那边已经给足了面子。 不仅是提前跟腾达游戏这边协商, 定下了最好的推荐位置。 还允许腾达游戏这边自己准备宣传物料。 而, 奋斗, 这款游戏的初期宣传预热也已经完成了, 玩家们全都翘首以盼。 只是, 因为宣传内容的原因, 玩家们的理解确实跑偏了。 奋斗的宣传内容是, 画面精美, 全部动作都用了真人采集, 选择多样, 策略丰富, 剧情复杂, 扣人心弦, 双主角模式。 除此之外, 没放游戏的具体画面也莫放详细的内容说明。 玩家们看到这些宣传语, 稍微挠补了一下, 立刻就觉得不得了啊。 什么游戏会需要全部动作都真人采集? 这显然是大型的RPG或者动作类游戏啊。 选择多样, 策略丰富, 这应该是说战斗系统复杂。 剧情扣人心弦, 还双主角模式, 说明在内容上有所突破。 综上分析, 这应该是一款大制作, 又精彩剧情的动作冒险类3A游戏。 大家瞬间联想到了一些国外游戏大厂的经典作品, 对这款游戏充满了期待。 而且, 游戏的名字没用, 奋斗, 而是用了英文名, Struggle, 更是给这款游戏增加了一丝神秘色彩。 总之, 前期宣传的效果, 确实拉满了。 只是在游戏真正上线之前, 谁都不清楚, 这种拉满的宣传效果, 到底是正向的, 还是反向的。 也没人能猜到, 大家发现, 奋斗的真实情况之后,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胡显斌最近是忧心忡忡忡, 人都瘦了。 作为, 奋斗的负责人, 他是心里最莫敌的。 到目前为止, 腾达游戏可是有着不败神话, 发售的每一款游戏, 都是销量口碑双丰收。 这个金字招牌, 要是砸在自己手上, 那岂不是要成为腾达的罪人? 当然, 这次的, 奋斗, 裴总的干预程度, 似乎远比之前的击刺, 都要来得更高。 但就算项目失败了, 也没人会觉得, 这是裴总的锅呀。 胡显斌只会觉得, 裴总都这模式无巨细地交代了, 我还没有做好, 这肯定是我的问题。 李亚达看到了忧心忡忡的胡显斌, 在他旁边坐下。 怎么了? 担心新游戏上线的事情? 胡显斌点点头, 是啊, 对这游戏能不能成功, 我实在是心里莫敌啊。 而且, 现在这宣传方式似乎只会起到反效果。 李亚达笑了笑, 巧了, 你知道, 游戏制作人吗? 在他上线之前, 吕明亮跟你一样担心, 因为那时候所有人玩了一遍之后, 都觉得, 这游戏玩下去的动力不足。 然后, 包哥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们觉得不好玩, 是因为当局者迷, 早就看过了游戏剧本, 对各种选择都以金烂熟于心, 提前背剧透了, 自然莫办法体会到一些细节的感受。 可是, 作为旁观者来说, 却会觉得非常特别。 他说, 这是裴总的一次取高贺寡的尝试, 可能因此风神也可能惨淡收场。 裴总时则是在用这款游戏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 作为一款超越了时代的作品, 他有可能成功, 也有可能失败。 即使失败了, 那也不是我们的失败, 更不是裴总的失败。 而是现在的游戏市场还不够成熟, 还不能接受这种超前的思想。 游戏制作人发售后的事情, 也验证了包哥的说法。 我们这个时代的游戏市场和玩家们, 是配得上这种好游戏的。 虽然现在的整个市场都比较浮躁, 但我们要对裴总有信心, 也要对玩家有信心。 听完李雅达的这番话, 胡显斌安心了不少。 游戏制作人发售那会儿, 他还莫来到腾达, 所以并不知道这些事情。 现在听说吕明亮前辈 也曾经有过和自己一样的纠结和挣扎, 最后却大获成功, 这心理就踏实多了。 胡显斌说道, 那赶紧让包哥再以旁观者的心态玩一下, 奋斗, 也分析一下这款游戏呗。 嗯,对了, 包哥旅游去了。 胡显斌本来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转念一想才意识到, 这根救命稻草现在在非洲。 不由得对黄思伯多了几分怨念。 你说说你, 自己去旅游就算了, 还非得拽上包哥。 虽说包哥平时在游戏部门工作不多, 但俗话说家有一篓, 如有一宝, 在这种关键时刻, 整个部门都指望着包哥来解惑呢。 现在这可咋整? 李雅达笑了笑, 没关系, 我能大概猜到包哥会怎么说。 其实, 奋斗, 这款游戏, 跟游戏制作人, 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游戏制作人, 是裴总一次孤独的表达。 奋斗, 又何尝不是呢? 只不过, 前者是以表达者的身份, 而后者是以云云众生的身份。 胡显斌叹了口气, 但是, 奋斗, 所表达的主题, 明显更尖锐, 更刺痛。 在玩游戏制作人的时候, 我顶多是感觉有一点恼怒, 觉得这个旁白很招人烦。 但, 奋斗, 给人的感觉, 就是扎心了。 就像是在把现实中所有的绝望和痛苦全都揉合在一起, 强行色给我。 玩家们真的能接受吗? 而且, 这款游戏的内核, 总觉得比, 游戏制作人更难以理解, 也更复杂。 我觉得, 就像张祖廷先生说的, 这种题材, 似乎更适合用电影来表现。 如果拍成文艺片的话, 应该会比较有市场。 游戏的话, 局限太多了。 李亚达沉默片刻, 说道, 我觉得, 裴总既然选择用游戏, 而非电影作为载体, 肯定有他的想法。 也许是因为, 美好明天太过成功。 所以裴总, 不想再用电影这种载体。 也许是, 因为用游戏作为载体, 有一些别的什么考量。 一定是因为用游戏作为载体, 可以表达一些电影无法表达出的内容。 这可能是裴总正在尝试的一次突破。 胡显斌愣了一下, 哪方面的突破? 李亚达想了想, 说道, 思想表达上的突破。 其实裴总的每一款游戏, 都在表达着某种思想。 比如, 《孤独的沙漠公路》和《鬼江》, 是在讽刺现在的游戏行业。 游戏制作人, 是在以创作者的身份进行反思, 回头是案, 以打破刺圆壁的方式拷问每个人的内心, 让玩家和游戏中的角色在心态上融合起来。 我们会发现, 裴总制作的这些单机游戏, 内涵越来越深刻, 越来越刺痛。 玩家所需要的理解成本和耐心值, 也在不断的拔高。 胡显斌想了想, 似乎确实是这种回事。 裴总做的游戏, 毫无疑问是越来越劝退的, 孤独的沙漠公路。 只是无聊, 到, 优秀制作人, 变成挑衅。 再到, 回头是案, 就变成了, 从难度到玩法的多重劝退。 而到了, 奋斗, 似乎劝退程度比之前都更高。 这说明了什么? 李雅达说道, 裴总显然, 不是真的要劝退玩家。 而是在一次次的表达中, 逐渐测试玩家的心理承受能力, 用来表达自己更深刻的思想。 更深刻的思想, 必然会更刺痛, 也需要更强的接受能力。 作为一个表达者, 裴总其实非常重视表达的度。 好的表达方式, 决定着受众的感受是说教, 还是有哲理。 就像, 回头是按, 裴总通过打破刺圆壁的方式, 让玩家的心态, 与游戏中角色的选择结合在一起, 再通过游戏的难度, 和种种细节, 让这种联系牢不可破。 这样一来, 玩家们对游戏中的世界感同身受, 才会接受裴总要表达的思想。 而裴总的游戏越劝退, 就越是说明了, 里面所表达的思想, 藏得足够深。 裴总的每一部作品, 其实都是在培养玩家。 也许裴总在一开始就做出, 奋斗, 那魔玩家们肯定会不接受, 不理解。 但是现在, 裴总已经用很多部游戏做了铺垫, 玩家们的接受程度都已经很高了, 再拿出, 奋斗, 成功率就会大大提升。 而这也恰恰证明了, 裴总并不是莽夫, 在表达方面并不是一股脑的印色给玩家, 而是会考虑玩家的接受程度。 如果玩家的接受程度不够, 那就先培养, 等玩家们的接受程度达到之后, 再去表达更多的内容。 胡显斌听得频频点头, 又问道:"那, 理解, 裴总在, 奋斗中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阶级固化。 马太效应? 剥削? 社会的不合理? 还是, 仅仅是在描述一种现象? 李亚达摇了摇头, 这个, 我不知道。 即使是包哥, 也没办法在玩过游戏之后, 立刻读懂裴总的想法。 裴总的游戏, 更像是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只有足够多的玩家参与进来。 每个不同的玩家, 对他进行讨论甚至争吵, 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同观点之间相互交流碰撞, 才能最终得出一个答案。 所以,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9月3日, 周六, 腾达的新游戏, Struggle正式上线。 魔多。 刚刚处理完公司事务的何安, 回到家中, 准备好好休息。 上周五本来是要去荆州, 继续给马总讲课的。 但是何安自己的蒙果游戏那边, 出了一些小问题, 需要处理一下, 直到昨天才忙完。 所以, 给马总讲课的事情, 自然也就推迟到了下周五。 虽说是突发事件导致, 但何安觉得, 这个时间似乎也不错。 对于这款游戏, 何安可是充满了期待。 毕竟裴总之前做过的几款单机游戏, 都可以看成是国产单机游戏的标杆, 尤其是在思想性和深度方面,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而这次, 何安也像其他所有的玩家一样, 对这款名为Struggle, 多半是大型动作冒险题材的游戏, 充满了期待。 何安正好还在发愁, 这最后一节课, 应该给马总讲什么。 之前讲的那些内容, 基本上都是和安这几十年游戏制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干货满满。 从一款游戏的利益, 到制作, 再到营销宣传, 这其中的各个环节都已经讲过了。 但也正是因为内容高度浓缩, 都是干货。 所以, 这最后一节课, 如果不掏出点更钱的干货, 就会觉得差了那磨点意思。 正好, 腾达这边又给提供新的案例了。 何安琢磨着, 现在距离去给马总讲课还有一周时间, 这一周时间应该足够把腾达的这款新游戏给打通了。 说不定就能从这游戏中获得一些启发, 或者激发自己尘封的一些记忆, 然后再挤出来一点干货。 作为教学内容呢? 正好公司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 和安准备玩一玩游戏, 放松放松。 打开电脑, 打开官方平台。 果然, 官方平台首页最醒目的推荐位置, 就是一个大型的宣传页, 写着腾达新游戏, Struggle, 发售。 只不过, 这个宣传页上只有这些美数字, 没有宣传海报。 这有点奇怪。 因为一般的游戏宣传页都会有海报, 把游戏里漂亮的场景, 人物放上去, 能够提高玩家的第一印象, 吸引玩家进入。 陪总真是任性, 不过毕竟是陪总。 和安不以为意, 点了进去。 如果是其他游戏制作人, 这种约定俗成的宣传方案, 还是要遵守一下的。 但是陪总就不需要了。 反正就算只是在不起眼的页面上写个腾达新游四个小字, 玩家们肯定也会疯狂的点进去看的。 来到游戏的详情页, 和安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 因为到了这个页面, 有游戏文字介绍和图片了。 游戏介绍, 所谓的现实, 就是无论如何奋斗, 也难以摆脱宿命的轮回。 下边还有很多游戏的宣传图, 这些宣传图非常精美, 美术风格也令人印象深刻。 但唯一的问题在于, 图上的场景和人物, 似乎跟期待中的样子有天壤之别。 现代的都市背景, 很多外国人, 穿的衣服也都是西装、T恤, 卫衣等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服饰。 河岸人有点猛。 说好的大型动作冒险类游戏呢? 确实, 有一些动作冒险类游戏是现代题材, 但那些往往发生在神秘的海岛, 失落的遗迹中, 场景也不可能是现代的都市背景啊。 从宣传图的画面来看, 怎么都跟动作冒险类游戏不搭边啊? 更让人迷惑的是, 这个宣传语和游戏的中文名。 所谓的现实, 就是无论如何奋斗, 也难以摆脱宿命的轮回。 这句话, 未免也太丧了。 是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句话是对的, 现实在很多时候是让人无奈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是, 不代表应该宣扬这众诉命论的思想啊。 人生确实很多时候会让人不如意, 但我们还是要努力过好自己的一生。 因为人生没有放弃或者退出的选项, 奋斗不是为了过得比别人好, 而是过得比过去的自己好。 而且, 奋斗, 这种中文名, 跟原本, struggle, 这个英文名一比, 意思瞬间, 就不一样了。 struggle, 这个单词有很多的意思。 之前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款动作冒险类游戏。 所以下意识地把struggle解读成了挣扎, 搏斗之类的含义。 但现在中文名是, 奋斗, 相当于直接消解掉了之前玩家的所有想象, 一锤定音, 把游戏定成了现实主义题材。 这一开场, 还没进游戏呢? 河安就被裴总这一套, 骚操作, 给打猛逼了。 到这, 聪明一点的玩家, 就以惊异识到自己, 似乎是被宣传给骗了。 裴总做了个现实主义题材, 然后怕大家不来玩, 所以搞了个虚假宣传。 不能够啊! 这样是骗不来玩家的, 对销量没有帮助, 反而会有反作用, 只会打击自己的口碑, 造成更大的损失啊。 河安感到费解。 这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翻出了之前腾达在游戏宣传欲热食的资料。 看了看宣传资料, 又看了看游戏介绍。 如此反复看了三遍。 河安茫然了。 裴总没有虚假宣传, 说的都是真话。 这顶多算是故意误导。 这是什么新的套路吗? 河安发现, 游戏资料上写的那些内容, 确实跟游戏本身的内容完全匹配。 大家之所以产生误解, 主要是因为全部动作采集这一点。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认为, 既然都花大价钱上动作采集了, 那肯定就是动作冒险类游戏啊。 结果, 竟然是现实题材。 神经病啊! 现实题材用什么动作采集? 钱多了烧的。 如果是别人, 那河安肯定要气得破口大骂, 觉得这是在虚假宣传。 河安之前给马总讲课的时候, 就说过, 游戏营销是游戏成功与否的重要一环。 如果游戏的宣传方式, 与游戏的本身发生了错位, 对单机游戏来说, 那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结果呢? 裴总这新游戏的宣传, 就错位了。 而且错得相当离谱。 河安很困惑, 很迷茫。 裴总犯了一个在他看来很低级的错误, 但这, 反而让他觉得更加不可思议。 裴总是什么人? 营销鬼才啊! 针对每一款游戏, 都能找到最佳的宣传方式, 最懂怎么在玩家中制造话题。 嗯, 这肯定也是一种特殊的营销模式。 只不过具体为什么特殊, 还得玩过游戏之后才能知道。 和安准备购买游戏, 又发现了第二个让人迷茫的地方。 双主角模式, 竟然是分开购买的。 点击购买按钮之后, 弹出来一个介绍页面, 一边是富人版, 一边是穷人版。 富人版上面的原画,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商业精英, 正摇晃着红酒杯, 在摩天高楼顶层的落地窗边俯瞰整个城市, 似乎有一种军灵天下, 一切尽在掌握的霸气。 文字介绍, 生于富豪之家, 你的奋斗将会无比顺利。 但命运之所以无常, 就在于死亡面前, 人人平等。 如果你是富人, 不建议购买, 你会感觉索然无味。 价格, 十九, 原价二十九。 穷人版上的原画, 则是一个衣衫破旧的平民, 两手空空, 在车辆穿流不息的大街上, 仰望高耸入云的摩天楼宇, 背影中透着一丝艳羡。 文字介绍, 生于平民之家, 你的奋斗将会充满了痛苦, 挣扎和无可奈何。 你坚信奋斗可以改变命运, 但命运并不打算被你改变。 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不建议购买, 因为你只会收获一些无意义的富能力。 价格, 79, 原价99。 两边的购买按钮是分开的, 显然是可以单独购买穷人版或者富人版, 并且, 没有全部购买的这种选项。 合安不以为意, 不就是多点一次鼠标模? 先买了富人版, 又去买穷人版。 然而, 在点下穷人版的购买按钮时, 页面上弹出一个提示框。 人生没有第二次机会, 如果想体验两重人生, 就无法享受折扣。 全部购买的价格均为原价, 总价为29-99等于128。 你确定吗? 何安在细月读了这一长串文字, 嘴巴微张, 脸上写满了震惊和问号。 什么意思啊? 搞事情啊? 这个定价方式, 真是让何安这重见多识广的老牌制作人, 也都感到闻所未闻。 其他的双主角模式, 都是做到游戏里面, 进游戏之后, 选择要扮演哪个。 这边倒好, 直接拆成两份来卖了。 不仅如此, 还分开定价, 一边卖19, 一边卖79, 价格差了整整4倍。 但是, 穷人版真的会有比富人版多4倍的游戏内容吗? 显然不可能啊。 最离谱的是, 两个版本都买, 就不能享受任何折扣, 要花128, 相比只需要20块就能买下的富人版, 这价格翻了6倍。 在何安看来, 这个定价策略也是非常离谱的, 19块钱显然是太便宜了。 而128又偏贵, 如果折中一下, 一份卖98左右, 岂不是正合适。 现在的这种定价策略, 这不是逼着玩家们只买富人版吗? 而且, 这件少语也是够残忍的。 富人这边似乎在暗示一些不好的结局, 而且不建议富人购买。 穷人这边直接就说了无法改变命运, 也是一个不好的结局。 而且还不建议穷人和富人购买。 那不就是再说, 所有人都别买吗? 离谱。 何安果断按下了付款。 贵就贵, 怎样? 我是差这128块钱的人。 我就原价卖, 我乐意。 我非得看看, 你在穷人版里面藏了什么好东西。 何安猜测, 既然是双主角, 双版本, 这两个版本之间肯定有一些联系。 所不定, 某些彩蛋和隐藏结局, 就是得两个版本一起买, 才能触发呢。 何安越想, 越觉得这套路肯定像自己猜的一样。 如果这两个版本真就没有任何联系, 那就出大事了。 因为看到一款游戏, 就无脑买的玩家并不占多数。 大部分玩家还是会受到网络评价影响的。 如果第一批玩家买了两个版本, 却没有发现任何彩蛋或者隐藏结局, 那肯定会破口大骂。 后边的玩家就不会再干这种傻事的。 何安觉得裴总肯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所以更加坚定了两份一起买肯定有隐藏结局的猜测。 到目前为止, 还没进入游戏, 何安就意识到自己之前讲的四个理论已经被推翻了两个。 针对游戏内容选择适当的营销方式。 没有。 选择市场站有绿高的游戏类型。 没有。 如果是别的游戏制作人, 何安甚至不用进游戏, 就能断言这游戏要完蛋了。 因为起跑都已经跑偏了, 怎么可能抵达终点。 但如果是裴总, 那何安觉得还是得玩完了游戏之后才能下结论。 也许, 裴总就是能推翻所有的传统理论, 给自己一个超乎想象的惊喜呢。 何安首先进入富人版。 短暂的黑屏之后, 一个男生用英文淡淡地讲述着。 这似乎算不上旁白。 而更像是这个男人在自言自语。 我的父亲, 喜欢从遥远的东方文化中寻找智慧。 在我懂事后不久, 他就反复教导我, 来自于遥远东方的两句话, 穷心好心好计, 富长良心。 以及, 苍领时而知礼节, 衣时足而知荣辱。 父亲说, 在原本的语言中, 这两句话很工整, 很简练, 很富有哲理。 但翻译过来的英文, 却完全感受不到。 他告诉我, 这个社会处处都是从零法则。 我们是高高在上的人, 但也正因如此, 有无数的人在盯着我们, 想要看我们摔下去, 死无葬身之地。 我的父亲说, 不要相信那些穷人, 永远不要。 似乎在我父亲眼中, 我们和那些底层的穷人, 已经变成了两个物种。 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当然, 我也不会和我的父亲去争论。 因为我知道, 我差点就因为一个疯子, 莫能来到这个世界上。 而是和我的母亲, 从摩天大楼的天台上坠落。 父亲说, 那就是穷人。 但我坚持认为, 那只是一个疯子。 黑屏和字幕过后, 出现了游戏画面。 和常规3A大作一样的过肩视角, 能够看出来这, 似乎是一个穿着制服的西方警员, 并且直击不低。 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在一个商场的内部, 只是空荡荡的, 似乎所有人都已经被疏散。 远处有几个警员, 在焦急地向他招手。 墙上出现几行字作为指引, 作为人质专家, 与劫持人质的罪犯, 进行谈判。 和安压根, 没有看到任何罪犯。 他转动了一下视角, 似乎只能去这些警员所在的, 那个打开的窗口。 警员们焦急地招手催促。 于是, 和安操控着这个警官走了过去。 这几个警员, 开始手脚麻利地帮警官绑好安全绳, 为他换上西腹式攀爬手套和攀爬靴, 然后让开了窗口位置。 那个孕妇很危险, 劫持者情绪激动, 我们的狙击手一旦射击, 劫持者有可能和孕妇一起摔下来。 亨利警长, 拜托了。 和安控制着亨利从窗口爬出, 用西腹式攀爬手套和攀爬靴, 沿着大楼的玻璃幕墙一路向上。 而在他往上不断攀爬的过程中, 每隔一段距离, 玻璃幕墙上都会出现新的任务指示。 人质专家抵达现场。 人质专家准备好了。 人质专家准备开始谈判。 而越往上爬, 越能听清楚从头顶传来的喊话声。 别过来, 否则我会跳下去。 救命! 救命! 请不要紧张, 我们是来谈判的, 我们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罪犯疯狂的吼声, 人质带着哭腔的哀求, 还有警方用扩音器安抚罪犯的话语, 全都混在一起, 让人感到莫名焦躁。 而在人质专家准备开始谈判的提示出现后不久, 亨利也到达了最顶层,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罪犯下方。 只见罪犯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餐刀, 架在一名孕妇的脖子上, 就站在大楼的边缘。 罪犯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有狙击手, 但他右手持刀, 左手死死地勒住孕妇的脖子, 只要中枪就会从楼顶摔下去。 亨利悄无声息地来到罪犯正下方, 把右手的攀爬手套留在木墙上, 然后掏出枪, 对准了罪犯的后脑勺。 碰! 一声枪响, 罪犯的头爆开血花, 在人质的尖叫声中, 两个人摇摇欲坠。 人质专家谈判结束。 亨利伸出粗壮的右手, 稳稳地拖住了孕妇。 而那个罪犯的尸体, 则是向着大楼下方坠落。 在坠落的瞬间, 亨利看到了他的脸。 临死前的绝望, 惊恐, 疯狂还残留在他的脸上, 很多重情绪混杂起来, 让他面目猙獰。 就像电影的慢镜头一般, 停顿了一下之后, 镜头跟着这具尸体不断地坠落, 坠落, 坠落。 最终在落地前的瞬间, 一切戛然而止, 屏幕再度变黑。 我的母亲受到惊吓, 于是, 我提前两周来到了这个世界。 有些朋友说, 我含着金汤池出生。 也有些朋友说, 我出生在了他们的终点。 对于这一点, 我从不否认。 因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不管是苦难还是奋斗, 都不能成为和别人的谈资。 很少有人, 会认可出生在终点线上的奋斗。 悠扬的旋律响起。 这个背景因乐谈不上欢快, 也谈不上忧伤, 只能说, 它很流畅, 跟男主角念出的旁白, 以及画面上闪过的很多个镜头一样流畅。 我的父亲, 是一位慈善家, 同时也是luxury品牌的创始人。 他曾经是歌意气风发的人, 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 也时常因为帅气的外形, 而登上时尚杂志。 直到, 我出生前的那次劫持事件。 在那之后, 我的父母变得形式低调, 我也被他们保护得很好, 即少被媒体提及。 我们的日常生活, 也无人知晓。 我出生后不久, 我的母亲为了更好地照顾我, 辞职做了全职太太。 我的父亲不管多忙, 也都会抽出, 时间来陪我。 我的父亲曾经看中一家幼儿园, 但是离家很远, 接送都要45分钟的车程。 我的父亲可以选择让司机去送我, 但还是, 每周接送我两次, 坚持了三年, 直到我升入小学。 我的父亲会在工作之余, 给我讲睡前故事, 辅导功课, 参加学校的亲子活动, 定期组织家庭聚餐。 所以, 我其实不能很好地理解一些朋友所说的。 他们的父母太忙, 所以从来没有时间跟他们相处。 能比一家公司的总裁还要忙吗? 伴随着男主角的旁白, 一幕幕镜头在画面上闪过。 有男主角在豪华产房出生的场景。 整个空间非常宽敞, 有长沙发和家居, 看起来就像是酒店的套间, 护理师、营养师、护士往来穿梭。 桌上摆满了各种营养餐, 就像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男主角的父母抱着宝宝,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也有男主角在婴儿时期的生活场景。 在拥有海滩、私人码头的豪宅中, 好几个庸人在往来穿梭。 照顾还是婴儿的男主角的衣食起居。 男主角的母亲也在微笑着陪伴她。 还有去上幼儿园时的情景。 男主角的父亲开着豪车, 路边城市的繁华一一闪过。 高档的私立幼儿园中, 主角在进行各种学习, 包括语言、数学、科学、艺术等等。 老师的教学课程丰富有趣, 会把鸡蛋放在孵化器里孵出小鸡。 还可以目睹毛毛虫变成美丽蝴蝶的全过程。 在这里, 有专门的老师教所有孩子画画。 每个月的艺术主题都会了解一些艺术家, 并会让孩子们用稚嫩的画迹模仿这些画作。 不管是美或者是丑, 都会得到表扬并在墙上挂出来。 甚至就连休息时间完的积木玩具, 看起来也都非常昂贵。 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父亲就为我树立了明确的时间观念。 上课时间是早上七点半, 如果去晚了十分钟就会关校门, 迟到了就要罚钱并计入成绩。 我的父亲从不会让我迟到。 他总是告诉我说, 这世界上只有少数东西没办法用钱买到, 而时间是其中之一。 所以, 我必须珍惜自己的每一秒钟。 这种时间观念, 我始终铭记于心。 我的父亲不允许我吃快餐, 不允许我戴电子手表, 直到我十五岁的时候才被允许使用手机, 并且每天的使用时间有限制。 玩电脑游戏的时间不能超过四十分钟, 周末可以增加至一个小时。 我尝试过让母亲向她求情, 但无济于事。 不过, 她会抽出自己的一切时间来陪我阅读。 在开头的一连串镜头, 交代妇人主角的童年背景之后, 和安发现自己总算是可以控制主角进行游戏了。 这是童年时期的主角, 仍旧是和序章一样的过肩视角。 而第一幕的游戏内容就是在父母的豪宅中玩耍, 生活。 和安很快意识到, 这就是一款标准的互动电影游戏。 这里面所有的人物建模都非常精细。 所有的角色对话表情, 肢体动作显然都使用了动作捕捉。 极致精美的画面让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真实。 同时, 游戏中的所有UI都被隐藏在场景中, 或者是跟场景融为一体, 在指引玩家行为的时候, 又不会破坏游戏的沉浸感。 同时, 游戏中的镜头切换也很讲究, 用到了很多电影中才会用到的手法。 唯一比较奇怪的点在于, 所有的角色画风似乎都有一些脸谱画。 比如, 妇人和妇人父亲, 妇人母亲的容貌似乎好看得太过分了, 一家子长得都像明星。 而家里的那些庸人, 管家, 司机, 真就是完全符合刻板印象。 这一点让人稍稍觉得别扭, 但由于所有人物都是这样的画风, 所以, 还是很快就习惯了。 作为一款互动式电影游戏, 可进行的操作并不多, 主要就是行走, 以及在特定选项, 触发时按下特定按键, 也就是一些比较高级的QT。 例如在, 豪宅中, 玩家可以扮演幼年的富人主角, 体验很多内容。 在一间专门的画室里, 在私人教师的指导下, 学习绘画。 学习钢琴, 小提琴等各种乐器, 去私人的马场骑马。 在自家的草坪上射箭, 和狗狗玩耍。 参加其他富豪家庭组织的儿童聚会, 和其他的同龄人, 在宴会厅玩充气城堡, 兵机灵制坐机, 旋转木马, 小型火车。 和其他的孩子, 一起乘坐私人飞机, 前往非洲的野生动物园庆生, 并且收到堆积成山的, 来自于高级商场的礼物。 在每个场景中, 玩家都可以操控着主角, 去体验各种互动场景, 可以骑马, 弹钢琴, 玩小型火车等等。 场景中除了这些小游戏之外, 还有很多比较细节的元素, 比如和各种角色对话, 查看周围的书籍报纸新闻, 拆封小礼物等等。 切换场景时, 也用上了很多种不同的切换方式, 与电影的转场有些类似, 比如, 主角完成某个合影之后拍照, 然后这张照片, 就来到了主角床头, 同时开始下一个场景。 在一些跨度比较大的转场中间, 还会加入主角的旁白, 也就是主角成年后, 对自己幼年时代的回忆。 童年时代结束之后, 就是青年时代, 主角开始进入高中, 大学, 只不过并没有出现电视剧中的, 那种宽松教育, 酒精派对的场景, 反而每一分钟的时间, 都被安排得很满。 不只要在SET这种考试中发挥好, 也要在高中四年的任何一场测验, 都不能松懈。 还有奥赛, 运动, 辩论, 社会服务, 凡是能够有助于上长青藤的活动, 都会有人蜂拥而至, 充满竞争。 主角听说了一个同学自杀的消息, 并且知道了一个名词, 斯坦福鸭子综合纸。 每个人表面上, 都装作超级放松和完美, 但是水面之下, 他们正在不顾一切的疯狂蹬腿。 当你看见的, 全都是冷静的鸭子。 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唯一不完美的人。 还有所谓的四, 四小时睡眠, 四大杯咖啡, GPA4.0。 在不同的游戏阶段, 河安要进行大量的选择。 在幼年时期, 主角虽然每天的日程被严格安排, 但在休息时间, 可以选择不同的娱乐活动, 可以选择不同的兴趣爱好, 比如学画画, 还是学音乐, 也可以在每个假期, 选择不同的娱乐模式。 而这些选择, 似乎会影响到之后青年时期的经历。 比如从小学习马术, 那磨长大一点之后, 主角的父亲, 就会送主角, 一个价值千万刀的私人马场。 而参加马术比赛, 可以获得不菲的奖金, 同时会对以后的进程产生一些影响。 这个游戏是有资金概念的, 有些特定的选项, 必须有特定的资金才能去选。 不过对于富人主角来说, 这个限制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管花掉多少资金, 都会立刻得到补充。 一个个场景, 很快过去。 和安在沉浸于游戏中的同时, 也对游戏中场景和素材的浪费感慨。 大多数场景, 都是用一遍就不再出现了。 比如非洲野生动物园的那一幕, 幼年主角到那边观赏了各种珍稀动物, 学到了很多知识, 还收到了礼物。 但这之后, 这个动物园的场景, 就再也没出现过。 有一些大型场景, 是会复用的, 比如主角家里的那个豪宅, 以及马场等。 随着剧情的推进, 在豪宅和马场中能做的事情会, 逐渐解锁。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体验一些新的内容。 但即使如此, 为了达成这重电影化的效果, 也是相当奢侈的。 和安能够意识到, 裴总显然在这种奢侈的做法方面, 进行过取舍。 由于场景的复用率低, 精细度高。 所以, 整个游戏的时长被压缩了。 一般而言, 国内的3A游戏大作, 纯跑剧情的话, 都会在8-10小时通关。 当然, 一些支线特别丰富, 或者开放世界游戏时长会特别长。 而, 奋斗的富人版, 时长只有大约3个小时, 穷人版应该也差不多。 它就像是电影一样, 把许多零散的碎片场景, 全都拼合到一起。 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场景来, 拼凑出主角生活的全貌。 当然, 如果把所有选项都选一遍, 这个时间可能会再翻一倍。 在游戏中, 可以随时根据进度线, 跳回之前的场景反复游玩。 类似的游戏都会有这种功能。 大学毕业后, 主角可以选择和不同的女孩恋爱结婚, 可以选择进入父亲的公司工作, 根据自己的业余爱好, 成为画家音乐家, 或者马术教练, 自己创业等等。 结婚时, 父亲为他包下了意大利的一个海岛, 花了500万刀包了两架波音飞机运送宾客。 所有宾客都预定五星级酒店, 租用50辆专车运送宾客。 从荷兰空运几顿鲜花, 最后婚礼, 选在海上的岩石, 请来了一整个国际厨师团队, 甚至连婚纱都花了60万刀。 在婚礼现场, 玩家可以操控着主角和宾客们聊天, 每个人都会送上由衷的祝福, 可以亲自体验婚礼的全过程。 当然, 游戏中不可能把整个海岛都做出来, 只是用电影远景的方式给了个俯瞰的视角。 主要的场景都集中在婚礼现场的那一小块地方。 但各种精雕细琢的细节, 还是让人看得瞠目结舌。 主角结婚生子之后, 是夜顺风顺水。 不管去哪个公司应聘都会被立刻录取, 工作中也是步步高升。 他的父母退休, 安享晚年。 在上学期间, 主角认识了一些穷人朋友, 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这些穷人朋友似乎没有上进心, 游手好闲, 不珍惜时间。 于是, 主角在事业上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之后, 尝试着去尽可能地帮助别人。 就像我说过的, 我的父亲认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丛林法则。 我们是高高在上的人, 但也有无数人在盯着我们, 想看我们摔下去。 他说, 穷人都是懒惰, 自私, 不可理喻的, 永远不要相信可以和那些穷人做朋友。 他说, 离他们远一点, 否则会惹祸上身。 我依旧不认同他的看法。 我知道, 父亲的这种观点, 是源自于我出生前的那次劫持事件。 但我仍旧认为, 那个疯子并不能代表穷人。 我也不会因为自己险些命丧穷人之手, 就仇恨所有穷人。 我认识了一些穷人朋友, 在我看来, 他们和我没什么区别。 也许他们之所以穷, 只是缺少一点上尽心, 一点奋斗精神。 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拥有这些。 所以, 我到大学里去演讲, 还写了一本书《奋斗与致富》。 希望我的生活方式和财富观, 会给他们一些积极的影响。 我想告诉他们, 钱不会从天降。 唯有努力奋斗才是, 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方法。 只有不满足于现状, 不放弃任何机遇, 人生才有变好的可能。 我告诉他们, 我一直在日复一日地努力学习, 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也不敢浪费任何的时间。 我告诉他们, 我从来不穿奢侈品衣服。 哪怕是我父亲的那家奢侈品品牌, 我也不买豪车, 开无意义的派对。 我的每一秒钟, 都要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毫无疑问, 我的观点在网上引来了许多人的嘲笑。 很多人觉得我没有资格谈论奋斗, 因为我生于富豪之家, 从没有明白, 对于穷人来说, 奋斗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我表示感谢, 我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打动了他们。 他们说, 是我父亲的努力分斗给了我更好的成长环境, 他们也希望自己能沟通过分斗给自己孩子这些东西。 我很高兴, 这说明我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最后的一幕场景, 是主角来到一个平民区的书店签售。 人们排起长龙, 一个个来到他面前, 把自己买到的书地上来, 收获签名, 然后向主角表示感谢。 签名的人很多, 每次签名和安都要滑动一下鼠标, 就这样一直机械地重负下去。 但是每个人的笑容和感谢都不相同, 让人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一个衣衫破旧, 流浪汉模样的人来到主角面前, 他的手上空空如也。 主角低头准备签名, 却发现对方并没有把输得过来, 有些错愕。 抬起头才发现, 这个流浪汉脸上的表情争鸣而压抑, 彷彿带着刻骨的仇恨。 和安愣了一下, 因为这个流浪汉的脸跟最开头劫持主角母亲的那个穷人有很大区别, 但脸上的表情却让人觉得很熟悉。 流浪汉的身影似乎挡住了灯光, 他麻木地, 不带有任何感情地从宽大的口袋中掏出一把尖刀, 狠狠地刺入了主角的胸口。 尖叫声响彻, 现场乱成一团, 然而这些声音飞快地离主角远去, 画面天旋地转, 并快速模糊。 啪的一声, 沾满鲜血的疏衰下来, 恰好盖住了主角的脸, 封面上的奋斗与致富显得莫名讽刺。 在画面变黑之前, 主角听到了那个流浪汉很轻微, 但又很清晰的一句话, 骗子。 最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何安完全愣住了,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画面上已经出现了片尾的制作人员名单。 只不过, 随着制作人名单播出的, 不是游戏中的精彩镜头画面, 而是一则新闻报道。 总统通过白宫官方博客, 对Luxury集团的现任总裁杰夫, 艾尔诺的去世发表道词, 道词全文如下。 经文杰夫, 艾尔诺先生去世的消息, 米切尔, 总统夫人, 和我都倍感悲痛。 杰夫勤奋, 自律, 拥有高尚的品格, 他是一名企业家, 慈善家, 畅销作家, 同时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擅长与众不同的思考问题, 相信自己可以努力地改变世界, 帮助他人。 他的慈善基金会, 已经就寄了数以万计的无家可归者。 他的著作《奋斗与致富》, 激励了无数的年轻人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世界失去了一位有远见着实的人, 他将永远被人们怀念。 米切尔和我要向杰夫的妻子, 他的家人, 以及所有爱他的人, 送去我们的思念和祈祷。 据悉, 杰夫, 埃尔诺先生, 在布朗克林区的一家书店迁寿时, 被凶犯残忍地杀害, 数万人群情激愤, 要求法律严惩凶犯。 目前, 尚不清楚凶犯真正的杀人动机, 警方未曾发现他与杰夫先生有任何过节, 凶犯似乎有精神障碍, 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 只是不断重负着, 骗子这个词。 对凶犯的审判, 本台将持续追踪。 在最后的新闻画面上, 主角的父母, 妻子, 孩子在主角的葬礼上, 泣不成声。 妇人版的游戏至此全部结束。 河安人有点晕。 没了? 结束了? 这结局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是叶刚刚腾飞, 然后人就没了。 这个杀人犯是谁? 他为什么要杀我? 是我之前选错了某些选项, 所以打出了悲剧结局吗? 总感觉, 好像哪里不对? 河安仔细想了想, 整个游戏的流程似乎还可以, 各个场景之间的转换很自然, 细节做得也很不错, 很有代入感。 唯独就是这个结尾, 过于突兀了。 之前完全没有任何铺垫啊。 河安想了想, 觉得可能是自己漏了一些环节和步骤, 玩一下二周目或者是穷人版, 或许就能打出其他的结局了。 毕竟这其中选择的支线 至少也有几十个, 可能里边隐藏着一些其他的可以改变命运的选项。 不过河安不打算, 现在就玩二周目, 这结局给他的心理创伤有点严重。 游戏整体做得很好, 不管是故事, 剧情, 台词, 还是画面细节, 都没事磨可挑剔的地方, 唯独就是这个故事, 让人玩得一头雾水。 这种感觉, 就像是去宴会, 好酒好菜, 一道一道地上来了, 结果刚吃第一口, 桌子被人掀了。 是不是穷人版里隐藏着一些跟富人版有关的内容? 河安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虽然穷人版的介绍已经足够劝退, 但河安还是存在着一些侥幸心理。 万一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呢? 他考虑片刻, 还是点开穷人版, 开始游戏。 和富人版一样, 穷人版的开头, 也是从一段内心独白开始的。 我很感谢我的父亲。 如果不是他, 我可能会就读波尔金小学, 那是全国最差的公历小学之一。 毕业生中的一半会, 深入被称为污水池的中学。 在那里, 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学生不能毕业, 所以也被称为辍学工厂。 这样的辍学工厂在全国有两千所, 他们会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在我们这个周, 有百分之六十八的罪犯都是高中辍学生。 州政府对于监狱和学生的资金投入, 呈现出一种滑稽的本末倒置。 每四年花在一个囚犯身上的钱, 足够一个孩子在私立学校从幼儿园读完K12, 还能余下二万刀来读大学。 全国最大的城市有七万人无家可归。 每天在大街上, 在地铁站都会碰到数不胜数的乞丐, 残疾人精神病, 酒鬼, 钱科犯。 他们有百分之三十六是孩子, 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四大部分是单身母亲以及没有孩子的单身男性。 在这个国家, 你首先要有一笔钱, 才能用廉价的方式把你的生活不断循环下去。 如果你沦落到了需要拿救济的地步, 纳膜拿到救济不能找工作, 没有工作不能租房子, 没有房子, 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一旦沦为无家可归者, 就意味着社会性死亡。 即使你身体健康手脚健全, 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生活, 只能一辈子流浪街头。 我对于这些数字很敏感。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天赋, 还是一种生存本能。 也许穷人的人生, 就是一连串的数字。 很多穷人会抱怨他们的父母。 但不论如何, 我很感谢我的父亲。 他没有让我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 我的父亲一直告诉我, 我要向那些优秀的人学习, 要改变穷人思维, 要努力奋斗, 不要随波逐流。 奋斗, 会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对此深信不疑。 与富人版的开头不同, 穷人版的开头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 而是很多个支离破碎的场景, 用抽象的方式描绘出主角旁白中的那些画面。 紧接着, 是主角幼年时的回忆。 我出生后不久, 我的母亲不得不辞职, 做了全职太太。 因为只有她能照顾我。 直到我上了幼儿园之后, 这重现状也没有改变。 因为幼儿园会在下午一点钟放学, 让孩子一个人在家汇处犯保护儿童的法律。 所以,如果我母亲的税后工资不能为了满足保护儿童法律, 而去找幼儿园或者补习班的话, 不如不要去工作, 反而会更省钱。 我的父亲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我很少能够见到他。 但他的付出是有意义的。 他带我离开了波尔金小学, 来到了一个更好一些的学区。 我们住在连租房, 这是一种幸运。 因为只有处于20%至25%的收入区间才可以入住。 你必须要比75%的人贫穷。 同时, 还要比最低的20%有钱, 这是个非常苛刻的数字。 兴趣爱好? 不。 那是我承担不起的数字。 伴随着主角的旁白, 一幕幕镜头在画面上闪过。 在连租房中, 主角的母亲一个人照料着婴儿, 忙得焦头烂额, 整个房间中乱成一团。 主角的公立学校也和富人版的私立学校有天壤之别。 不过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课后的娱乐活动。 在富人版中, 玩家的娱乐活动是骑马, 射箭, 学习音乐和绘画。 而在穷人版中, 玩家的娱乐活动是在院子里跑跑跳跳, 骑自行车或者踢足球, 打棒球。 虽然这些小游戏也做得很精细, 但是跟富人版一比, 就变得索然无味。 何安想让主角学习一些业余爱好, 而不是每天在院子里疯跑, 然而很快就发现自己手头的资金捉襟见肘。 请老师上门教大提琴, 价格是75刀每小时。 父母带孩子上游泳课, 20刀每30分钟。 如果是专业一点的课程, 是200刀每小时。 体操课30分钟, 5-10个小孩一起上, 开场老师带领热身2分钟, 其余时间都是父母陪孩子玩道具器械, 每节课20刀。 甚至这些质量低劣, 价格也不算便宜的课程, 需要提前2个月以上预定。 对于河岸来说, 穷人版和富人版相比, 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枯燥。 因为目前, 所以能选择的选项就那么几种, 不管是在院子里乱跑, 还是骑自行车, 都能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是在荒废时间。 同样的, 穷人版的角色也都非常脸谱化, 肥胖问题严重, 同样完全符合刻板印象。 童年时代之后就是青年时代, 主角凭借努力学习进入高中, 贷款上大学。 到了高中, 活动变多了, 可以参加合唱团和乐团, 可以参加辩论会。 虽然穷人主角和富人主角差不多努力, 但能够获得的资源却有很大的差距。 能否考上大学会决定之后工作阶段的游戏内容? 如果没有掌握专业技能, 就只能去做餐馆服务生, 清洁人员, 老年看护, 或者超市里货员等职业。 甚至一周上七天班, 打两份工也依旧会破产。 同事在打扫的时候意外扭伤, 不敢叫救护车, 甚至不敢回家休息, 只能一只脚跪着继续打扫。 因为不能失去一天的薪水, 小组长只叫他冷静下来, 靠工作撑过去。 想要获得低端服务业的工作, 就只能在大城市找工作。 但大城市的租金, 已经被富人拉高到了几乎无法承受的水平。 付不起月租更便宜的公寓押金, 就只能去住高价日街的胶囊旅馆。 越住越穷, 一旦生病或者进入旺季租金上涨, 就有破产甚至睡大街的风险。 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 学习找到了工作, 每个月有4000刀左右的收入, 那么情况会稍微耗一些。 但是各种支出, 还是会压得喘不过气来。 每月固定支出, 就占到了所有收入的80%, 税和保险25%, 房租29%, 小孩教育26%, 车5%, 水电器5%, 一时行10%, 还不包括医疗。 基本上每个月很难剩下400刀, 随便发生一点什么意外, 依旧是破产, 无家可归。 如果能够做对全部的选择, 拿到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 那摩生活会相对宽裕一些, 但各种相关的开支也直线增长。 一些原本不必支出的费用, 变成了必须支出的选项。 而这也是让河安感觉最离谱的一点。 明明可以攒下很多钱, 但很多开支, 还是被游戏给强制扣除了。 比如, 为了体面上班, 购买luxury西装荷包。 花了2000刀, 在孩子过生日的时候, 带他去海上乐园玩了三天。 社交费用, 包括居住的社区, 孩子的课外学习等, 也是一大笔钱。 为了节省开支, 习惯了用信用卡分期付款, 以至于每期还信用卡的数字都很高, 完全不知道, 这些钱具体花去了哪。 而这些选择, 看起来都有一定的必然性, 比如买luxury西装荷包, 主角原本不想购买, 但公司的所有同事都在用,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与同事格格不入, 难以融入他们的圈子。 所以, 主角最终还是咬牙购买了这些东西。 到了这里, 何安似乎有点明白了, 主角最开始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穷人的人生, 就是一连串的数字。 而这个数字, 就是各种各样的开销。 然而最终, 这个数字还是轰然崩塌。 随着主角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 突如其来的失业摧毁了这一切。 整个链条迅速崩塌, 失去收入, 还不上信用卡, 银行来收走房子, 卡债还不上利息, 不断积累。 于是, 主角的生存环境, 又回到了他父亲时的样子。 在一幕幕场景中, 主角的声音再度响起。 我的父亲一直告诉我, 我要向那些优秀的人学习, 要改变穷人思维, 要努力奋斗, 不要随波逐流。 奋斗, 会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努力过, 但一切似乎又都回到了原状, 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的奋斗是没有意义的吗? 我觉得不是。 至少, 我没有沦为那些无家可归者的一员。 我时常在想, 如果我没有丢掉工作, 如果我多一些存款, 如果我能少一些开销, 如果, 我能再多做对一些选择, 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后的一幕场景, 是主角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在深夜回到家, 亲手亲脚地来到孩子的房间。 在一片漆黑中, 他借着月光看着熟睡的孩子, 为他盖好了毛毯。 就在这时, 孩子醒了, 柔嫩的小手揉着眼睛, 问道:"爸爸, 你为什么每天都这磨碗回来, 从来没时间陪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 摸了摸孩子的额头, 因为妈妈没有工作, 爸爸要努力工作赚钱啊。 孩子又说道:" 那爸爸什么时候能陪我呢?" 他说道:" 等爸爸赚到足够多的钱吧。 孩子的眼睛闪亮着:" 爸爸, 等我长大了, 赚到足够多的钱, 你就可以每天赔我了是吗?" 那爸爸, 我怎么才能赚到足够多的钱呢?" 主角沉默了很久, 然后说道:" 钱不会从天而降, 只有不满足于现状, 人生才有变好的可能。 要向那些优秀的人学习, 要改变穷人思维, 要努力奋斗, 不要随波逐流。 努力奋斗, 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孩子的大眼睛, 在月光下闪亮亮的, 重重的点了点头。 游戏结束, 画面上出现了制作人员的名单。 这次的结局画面, 是一个年轻人, 正在埋头苦读, 与此同时, 跟主角声音有差异的 另一个更年轻的旁白响起。 我的父亲一直告诉我, 我要向那些优秀的人学习, 要改变穷人思维, 要努力奋斗, 不要随波逐流。 奋斗, 会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对此深信不疑。 用了五个多小时, 一口气打通关了, 奋斗的荷安, 陷入了迷茫。 这个游戏, 是不是哪里? 出了问题。 这未免也太治愈, 太丧了吧。 还是说我运气太差, 认认真真地选每一个选项, 都恰好打出了最垃圾的结局。 荷安下意识地反思了一下自己。 毕竟像这种互动电影类游戏, 都是会有很多的支线选项。 奋斗, 这款游戏, 也是如此。 荷安看了一下游戏中的剧情线, 就像是一张密集的大网, 有很多个分支。 按照常理推断, 每个版本都应该有至少三四个结局, 才对得起这个游戏的体量。 更何况, 穷人版富人版一起买, 应该还会有隐藏结局和彩蛋呢。 于是荷安决定, 等吃完饭以后, 再把剩下的这些支线, 全都给跑一遍, 应该就能打出好的结局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一桌子菜, 有好吃的, 有难吃的。 如果最后一口吃到了难吃的菜, 那就得赶紧再吃一口好吃的压一压, 否则这重难吃的味道, 就会一直挥之不去。 不得不说, 裴总这功力还是挺深厚, 不管方向对不对, 底子是在的。 本来以为现实主义题材, 玩起来会枯燥乏味, 但玩下来的感觉却并不是这样。 虽然打出来了两个坏结局, 但这些内容, 还是挺让人震撼的。 等把所有结局都打出来之后, 就能够根据这些结局, 分析裴总在这游戏里加带的私货, 到底是什么了。 何安发现, 自己已经很少因为一款国产单机游戏, 产生这种兴奋、 期待和激动的情绪了。 他迫不及待地等着吃饭, 饭后继续去玩游戏的其他结局。 9月4日, 周日, 中午, 何安坐在电脑前, 点了一支烟, 默默地思考人生。 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 他都在干、奋斗, 这款游戏的各种支线。 给富人版主角, 在幼年时, 选择不同的兴趣爱好。 成年后, 选择不同的姑娘结婚, 选择不同的职业。 给穷人版的主角, 在幼年时, 选择不同的课程。 成年后尝试着精打细算, 努力省钱, 找更好的工作。 然而, 不管她如何努力, 打通了多少分支剧情。 最后的两个结局,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不管富人做了什么, 最后都会在签售会上被杀。 不管穷人做了什么, 最后都会陷入贫穷的循环。 当然, 这两个版本, 还是存在着一些细微的不同。 不管富人有没有做对选择, 其实都不影响游戏进程, 因为每一次失败, 资金都会快速补足。 而选择不同的职业, 也只不过是从一种成功, 换到了另一种成功。 至于穷人, 选择的正确与否, 还是有影响的。 如果一直选错, 那磨一个多小时, 就会迎来结局。 如果一直选对的话, 就能坚持到三个小时, 过一把中产阶级的影之后, 才迎来结局。 至于所谓的隐藏结局, 更是完全找不到。 没有隐藏结局了就罢了, 甚至穷人版和富人版之间, 都不存在任何的联系。 何安本来下意识地认为, 杀死富人主角的, 多半是梦想破灭的穷人主角, 或者穷人儿子。 但是他努力了半天, 却没有寻找到, 二者之间的任何联系。 穷人主角, 穷人儿子, 和富人主角之间, 完全不存在任何的联系。 也就是说, 买不买穷人版, 对富人版的游戏内容, 基本没石墨影响。 这就很离谱了。 这意思似乎是在说, 你们最好两个, 都不要买。 如果非要买, 那就买富人版。 这就很不合理了。 何安又不由地, 把自己的游戏设计里, 论往这款游戏上面套。 他目前给马总讲过四个要点。 针对游戏内容, 选择营销方式。 选择市场占有绿高的游戏类型。 在游戏中, 恰当地夹带私货。 分析, 满足市场需求。 从目前来看, 奋斗, 这款游戏, 真是一条都不沾啊。 全错了。 何安之前觉得, 这四条错一条, 游戏就不完满。 错两条, 销量堪忧。 错三条, 绝对扑街暴死。 四条全错的游戏。 闻所未闻。 至少, 选择游戏类型和选择恰当的营销方式, 这都是送分题吧。 这都答不对, 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至于后两点, 奋斗的做法似乎也有很大问题。 何安讲过, 夹带私货一定要考虑受众的接收程度和承受能力。 而, 奋斗, 所夹带的私货是什么? 挑动仇恨? 还是奋斗无用论? 确实, 这款游戏作为现实主义题材, 做的确实是够真实了。 包括穷人和富人的生活细节, 基本上都跟米国的一些数据完全吻合。 但是, 这结局, 未免也太恶心人了吧。 更重要的是, 鼓吹奋斗无用论这件事情, 在任何余境下, 都是不对的。 这种私货, 把血淋淋的现实剖开, 似乎并不会有太多的指导意义。 而只会引起人的不适。 俗话说的贵在真实就是这个意思。 现实生活已经够惨了。 我也知道, 现实生活很惨。 然后你还, 非要拿着大喇叭, 在我面前讲一下。 那不是恶心人吗? 所以, 河安的第一感觉, 觉得这并不是恰当的私货。 因为这种私货, 没有指导意义, 并且不能很好地让人接受, 反而很容易引起反感。 至于分析, 满足市场需求, 就更不搭边了。 显然, 目前的主流市场, 还是把游戏当成娱乐, 休闲活动。 你搞得这么沉重, 明显不符合大多数玩家的需求啊。 至于最高层次的创造需求, 河安之前觉得, 裴总就是一位创造需求的大师。 但是对, 奋斗, 而言, 创造这种程度的需求, 这难度爆表了呀。 更何况这卷子一共四道题, 你前面三道题都答错了, 最后一道, 题还能答对。 你这要是能答对, 我当场就把这张卷子, 表起来。 河安本来想了一个flag, 但是转念一想, 不能这魔干, 不能低估裴总。 我都能想到的问题, 那裴总能想不到吗? 绝对想到了。 而且, 河安在潜意识里觉得, 这游戏其实并没有那么让自己反感。 如果深挖一下自己对这游戏的深层感觉, 其实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在里面。 河安想了想, 还是决定暂时忘掉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理论, 重新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审视一下这款游戏, 分析一下它的深层含义。 也许自己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呢。 与此同时, 裴谦也正在家里, 用笔记本电脑查看第一批玩家对于, 奋斗的评价。 奋斗的游戏流程不算长, 昨天买游戏, 今天妥妥的能打通, 甚至稍微爆干一下的话, 都能通关全职线了。 裴谦很清楚, 这批玩家的反馈和口碑, 将会直接决定着, 奋斗, 这款游戏能否亏钱成功。 最好的结果, 当然是玩家们把这游戏骂的狗血淋头, 一批玩家退款, 更多的玩家拒绝购买, 甚至拒绝关注。 当然, 裴谦自己也觉得, 这种想法似乎太乐观了。 差一点的结果, 就是少数玩家把奋斗, 吹爆, 而大多数玩家不买。 这种结果, 对裴谦也说, 也非常能接受。 而且是他觉得最可能的结果。 裴谦开始查看玩家们的评论。 这游戏虚假宣传, 本来以为是大型动作类游戏, 结果进来之后, 才发现被骗了。 然而, 宣传语竟然完全没错, 只能说营销鬼才, 这充其量算是故意误导吧, 虽然确实很不爽。 腾达什么时候, 也开始耍这种小聪明了。 是怕真实宣传, 大家不买账吗? 但是我觉得, 就宣传这是互动电影类游戏, 也没失魔啊, 我们还是, 会买来玩的。 这次谁也别拦我, 必须给一星差评。 游戏发售, 我就第一时间购买了, 然后一直干到今天上午, 就想着打出一个完美结局。 结果呢? 反复被恶心了好几次。 两个结局, 我都看了三四遍。 我感觉自己的心灵, 遭受了严重创伤。 穷人版给我玩治愈了, 我就琢磨着玩富人版, 结果前面都挺好。 万万没想到, 最后给我来了一首金箔果香。 楼上的, 你不错了, 我是先玩富人版, 结局被喂了一口香, 然后就在想, 穷人版会不会不一样。 结果这次从头惨到尾,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合着先玩哪个都一样, 都会恶心自己呗。 这叫游戏吗? 要做这个题材干嘛, 不去拍个纪录片, 或者文艺片。 游戏这种载体, 显然比纪录片, 或者艺术片表现形式更自由啊。 你想想里面的人物形象, 再想想两个版本分别定价, 还有很多互动体验, 这些, 都是电影给不了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吹爆这游戏。 尤其是这两个结尾, 富人版里的那声骗子, 还有穷人版的那段 首尾呼应的独白, 太棒了。 OK, 那两段确实给人的感觉还可以, 但是纵观整个游戏, 不觉得瘸腿吗? 这好像完全就是为了 复现现实而做的游戏, 游戏的乐趣呢。 而且, 夹带私货太严重了。 这是在鼓吹宿命论, 还是阶级论, 还是奋斗无用论? 确实, 我觉得这游戏在西方 可能会卖得比较好。 毕竟他们, 就喜欢这种无病身影。 国内的大部分玩家, 还是认可奋斗, 认可天道酬情, 自强不息的。 这游戏的主题思想, 跟国内大部分人的思想, 其实是有抵触的, 会引起本能的不适。 这个时候, 我觉得, 应该呼唤一下乔老师。 确实, 可能有一些莫注意到的点吧。 如果乔老师能详细的解读一下, 可能会更全面一些。 陪迁浏览了大量玩家的评论, 感觉目前的情况还算乐观, 但比自己估计的要差一些。 大量玩家都被游戏所反映出的残酷现实给, 刺激到了。 这一点符合陪迁的预期, 但问题在于, 腾达长久以来鸡肋的口碑, 顶住了这种舆论崩盘的趋势。 如果是一个其他厂商, 估计目前骂的人会占据绝对优势。 但腾达游戏的铁肝粉丝太多了, 人人都是脑不怪。 这些人玩腾达游戏的时候会自然的带上光环。 很多本来很普通的优点, 在这些玩家眼中也变成了特别的优点。 而这些铁肝粉丝都是第一批就入手游戏的, 就比较热终于参与讨论, 声音比较大。 所以目前网上的两众声音还是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游戏本身的品质确实不错。 腾达游戏团对比竟是有丰富的开发经验了。 即使是做这重现实题材, 也能很出彩。 尤其是两个版本的结局, 都还是挺唬人的。 赔钱考虑了一下, 这可能也是题材的原因。 因为现实主义题材嘛, 现实中随处可以取材。 米国富人是怎么生活的, 随便查一下资料, 就能获得大量的细节。 做到游戏里, 就会显得特别丰富。 总之, 目前网络上的两众声音争论不休, 被这游戏刺痛。 恶心到的玩家明显不少, 但也有很多腾达的铁杆粉丝在强行脑补。 虽然人少但声音大, 两边谁都说服不了谁。 赔钱很清楚, 这个时候是转折点,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之前的不少游戏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步, 但是随着乔老师的视频解读一出来, 形式就瞬间逆转, 之前的争论反而提高了热度。 所以, 赔钱坚决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你们能够从奋斗中看出人生哲理, 这我管不着, 毕竟, 奋斗, 就只是一面镜子。 完全按照现实生活来做的, 玩家们分析现实生活, 总能分析出一些内容。 但是你们, 分析归分析, 千万别吹, 千万别买。 之前赔钱已经借着经济旅社的机会, 想了个办法, 把乔老师给封印, 起来了。 赔钱当时说, 如果想找到经济旅社那期视频真正欠缺的东西, 就要放弃《风神之作》, 这个系列视频, 不要用它来解读, 奋斗。 看乔良的态度, 似乎是接受了。 当然, 做一个稳妥的人, 裴千也不会对任何可能性放松警惕。 万一乔老师看到网上的争论, 义愤填膺, 忍无可忍, 毅然决然放弃, 寻找之前那期视频欠缺的东西, 突破封印, 再度出一期《风神之作》, 解释, 奋斗。 那? 那不是坑爹了吗? 裴千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 裴千早就已经想好了, 他要先发制人。 走乔老师的路, 让乔老师无路可走。 与此同时, 乔良也在摸鱼网咖中打通了, 奋斗。 虽然目前还在跟飞黄工作室一起忙着做揭露住家集团甲犬房的视频, 但裴总的新游戏出了, 还是要抽出时间来玩的, 两不耽误嘛。 对于这款游戏, 乔良已经等了小半年了。 《风神之作》的视频, 也憋了小半年没有更新了。 倒不是他不想做其他公司的游戏视频, 这世界上有那魔多好游戏呢? 国内的单机游戏不行, 还有国外的单机游戏, 想要做视频总能找出素材的。 但是乔良就是感觉, 其他游戏公司的3A大作虽然也好, 但总是感觉莫那位。 至于这位是什么位? 真说不清楚。 因为国外这些公司, 值得上《风神之作》的游戏吧? 就两种。 第一种, 发售前被受关注, 发售时好评如潮, 发售后成为经典, 经久不衰。 第二种, 发售前被受关注, 发售时好评如潮, 发售后, 热度逐渐淡去。 而更差的游戏则是, 发售前吹的天花乱坠, 发售后大失所望, 这种就更莫自个进《风神之作》了。 总之, 国外的那些成功的3A大作, 基本上都是从宣传到发售, 都被受关注, 且顺理成章地获得成功的。 缺少了什么呢? 乔良觉得, 是缺少了一点反转和期待感。 一款游戏, 从宣传开始就被受关注, 大家都知道, 它是好游戏, 大部分人都能分析, 出来它到底好在哪。 这时候, 再去做视频解读, 就总感觉没什么意思。 没有新意, 不够特别。 反观裴总的游戏, 全都是刚发售十倍受争议, 然而挖掘出深意进行解读之后, 却能够让整个舆论瞬间反转, 所有缺点全都变成优点。 这种反转和期待感, 才是让乔良最在意的元素。 他中间也试图做过国外成功游戏, 但总感觉没那个味道, 没有独属于裴总的那种精彩。 所以, 把《风神之作》当成最珍贵品牌的乔良, 不想用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视频去凑数。 这跟游戏品质关系不大, 跟视频的解读方式关系很大。 不是说好游戏就一定能做出一期好视频。 所以, 这事就一直搁置了下来。 然而看到《奋斗》这款游戏, 看到网上这种激烈的争论, 乔良突然再度迸发出了创作的热情。 用《风神之作》这个系列视频解读, 把所有缺点都反转成优点, 这才是自己的使命。 如果说现在腾达游戏的核心玩家都是脑不怪, 看待腾达游戏时都会自带光环, 那魔乔良显然就是脑捕怪中的最强者。 他玩过了《奋斗》这款游戏之后, 也有很多的内容想说。 但是, 又陷入了犹豫。 这种犹豫主要是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 《奋斗》这款游戏可分析的内容太杂了, 不像《回头是暗》那样明确。 乔良随便想了想, 就至少想出来十个可以分析的点, 比如财富、贫富差距、 奋斗的鸡汤、 教育的重要性、 阶级之间的剥削和仇恨、 富人的合不食肉迷。 但是这些问题似乎太松散了。 《奋斗》这款游戏给乔良的感觉, 就像是一面镜子展现出了现实的残酷, 但却并没有某种很明确的表达。 似乎找不到主题和重点。 当然, 仅仅是镜子似乎也没食魔问题。 作为一款现实题材游戏, 尖锐的揭露现实本身也是一种意义。 但对于乔良来说, 这视频怎么做呢? 把所有要点全都讲解一遍吗? 那与其说是分析游戏, 还不如说是分析现实, 缺少一个很好的主题和切入点。 这视频做起来的难度很大。 其次, 裴总说了, 如果要找到经济旅社那一期视频所缺少的东西, 就要放弃封神之作, 放弃解释, 奋斗。 如果自己不听, 那很可能会永远失去找到经济旅社那一期视频问题的机会。 最后, 他现在还在跟飞黄工作室一起忙着制作揭露住家集团甲犬房的视频。 如果仅仅是试玩游戏的话, 可以抽出来时间。 但同时做两个视频, 这等于是在一心二用了, 两边都无法百分之一百地投入精力。 所以, 乔良陷入了纠结。 以往裴总的游戏出来, 他都会快速积累大量的素材, 一期视频很快就干出来了。 但是这次, 却有众狠憋屈的感觉, 总感觉自己的准备不足。 乔良打算刷一下网上的评论, 说不定能获得一些素材和启发。 不管是对《奋斗》的批评还是赞赏, 都能让他更好地理解这款游戏的含义。 毕竟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玩《奋斗》是看到的内容也不同。 然而, 翻了一些褒贬参半的玩家评价之后, 乔良突然发现了一件让他大惊失色的事情。 腾达游戏的官方微博, 发了一条关于《奋斗》的长微博。 《奋斗》是一款现实主义题材的游戏, 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现实的人生百态。 游戏本身并无明确的主题, 设计者的目的是让每一位玩家, 都能从游戏中看到不同的内容。 欢迎大家踊跃解读游戏中所蕴含的含义。 例如, 教育的意义, 阶级固化, 剥削与贫穷的本质。 官方将持续关注, 优秀的解答内容将被选中, 并获得游戏制作人回头试案, 奋斗三款游戏全额免单的惊喜奖励。 而这条微博发出来没多久, 玩家们就已经开始踊跃参与了。 虽然, 奋斗, 这款游戏在网上还存在极大的争论, 但毕竟有很多的铁单粉丝, 他们本来就在努力思考着游戏的内涵。 现在看到有着魔风后的奖励, 参与热情更是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甚至已经有玩家的评论被官方给选中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在于, 游戏中的穷人和富人, 其实已经成为两个高度割裂的群体。 两众人群互相之间是无法理解的。 就像富人版主角觉得怎么会没时间陪孩子呢? 再忙还能比总裁更忙吗? 可穷人版的故事告诉我们, 很多穷人确实是比总裁忙, 因为总裁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 但是穷人不能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稍有松懈就要轮入深渊。 而富人主角的悲剧也正是因为她从没有理解, 真正的穷人到底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这条长屏被官方微博选中转发, 并且获得了三款游戏全额免单的惊喜礼包。 乔良人晕了, 差点气得爆粗口。 这活动什么意思啊? 跟我抢饭碗是吗? 你们这种搞法, 浪费素材啊, 暴舔天悟啊。 很多的内涵, 用一定的手法表达出来, 才更容易获得共鸣。 乔良在制作视频的时候, 就非常精于此道。 首先设置悬念, 埋下伏笔, 抽丝剥茧, 娓娓道来, 最终才揭晓真相。 然而, 官方现在, 这个活动, 就像是把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的故事梗盖给, 完全抽出来, 摊开在读者面前。 很多东西的经过足够长的铺垫才好看, 直接干巴巴的扔个故事梗盖, 那还有什么意思? 但官方现在的做法, 就是在鼓励所有玩家, 从游戏中搜寻这些点, 然后干巴巴的扔出来。 玩家们已经看过了这些内容, 如果乔良再用这些素材去做视频, 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玩家们都已经被剧透了, 你一开口, 很多人就已经知道, 你要讲什么东西了, 这还怎么玩? 更过分的一点在于, 官方微博直接就说了, 奋斗, 是一面镜子, 本身并无明确的主题。 这句话, 岂不是官方定性了? 奋斗, 没有主题了魔? 那么, 乔良如果找到了某个合适的主题, 在做到视频中, 岂不是和官方定义冲突了, 证实了自己是在过度解读。 来自于裴总的多重打击, 让乔良陷入了迷茫状态。 解读, 奋斗的很多条路, 全都被裴总发动群众给毒死了。 与此同时, 正在思考的何安, 也看到了腾达官方的这条微博。 奇怪, 这条微博, 是什么意思? 官方直接说没有明确的主题, 而只是一面镜子。 哼, 怎么可能? 这种说辞, 骗一骗一般的玩家, 或者一般的UP主也就罢了, 可骗不过我这种专业人士。 这条微博, 应该给很多要解读, 奋斗的UP主, 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吧。 这也难怪, 因为对这款游戏的解读,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畴, 需要很专业的游戏设计之时, 才能解释得清楚。 而这条微博更像是在做出某种限制, 进行某种区分。 所有对奋斗的解读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对奋斗中反映的现实问题进行解读, 二是对奋斗制作者的真正含义进行解读。 而这条微博, 是让所有玩家都参与到第一部分的解读中, 只有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 才能看到第二部分。 何安根本不会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条微博。 原因很简单, 他认可一条朴素的真理, 任何创作者都会在作品中夹带私货, 一部文艺作品, 不管是游戏还是电影, 它可以成为一面镜子, 但永远都会有制作者本身的思想投射其中。 换句话说, 任何的素材在经过某种艺术形式的加工创作之后, 都会带有创作者的个人色彩, 只不过是多一点, 少一点的问题。 人是主观动物, 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客观。 不加代私货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就意味着这个创作者没有自己的思想, 他的作品也就没有灵魂。 奋斗, 显然不是一部没有灵魂的作品。 这条微博表面上强调的, 跟, 奋斗, 这款游戏的实际内容, 显然是互相矛盾的。 释出反常必有妖。 既然跟常识不符, 那就意味着, 另有隐情。 而这个隐情, 一般的游戏爱好者和UP主是分析不出来的。 只有和安这种, 在游戏领域深耕多年, 对游戏创作里, 论达到巅峰的游戏制作人, 才能分析出来。 俗话说,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在和安看来, 之前大家, 对陪总游戏的解读, 都只是停留在看热闹的层次, 因为之前陪总设置的所有谜题, 其实都在游戏本身。 但这次, 陪总设置的谜题, 在游戏的深层结构上, 在游戏与现实的融合中, 甚至在游戏的基础理论上。 如果普通的游戏爱好者, 不懂游戏制作的基础理论, 又如何去分析? 所以才会觉得无所适从。 在之前, 何安觉得, 这游戏给自己一种特殊的感觉。 明明四条基础理论全都不符合, 却依旧没有让自己觉得, 它是一款失败的游戏。 为实魔呢? 而在仔细研究这款游戏的内容之后, 跟四条基础理论细细比对, 和安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陪总竟然真的在违反了全部四条基础理论的前提下, 向死而生, 用一种大智慧, 完成了反转。 看似违背了全部的四条基础理论, 但实际上, 却又在更高的层次, 达到了这四条基础理论的要求。 这就是从看山是山, 直接跨过了看山不是山, 到了看山还是山的阶段。 和安分析之后觉得, 这些内容, 真的太适合拿来给马总讲课了。 因为那四条基础理论, 是一般游戏制作者的经验总结, 但裴总就是那个打破刻板经验的人, 而且还是一下就打破了四条。 而这样精彩的内容, 和安觉得, 如果只是, 用来给马总讲课实在太浪费了。 他值得成为所有游戏制作者的教材, 让国内所有的游戏制作者共同进步。 想来, 裴总制作这款游戏, 应该也有这层深意。 所以, 和安决定, 把这次的课程内容详细地讲出来, 放到网上, 给所有的游戏制作人上一课。 当然, 这样的话对马总可能来说不太好, 毕竟马总是花了学费的。 不过也没关系, 大不了给马总退款吗? 退役节课的钱, 同时又让马总学到了知识, 这无所谓。 和安讲课, 本来也不是单纯为了那点学费。 想到这里, 和安开始准备对奋斗的分析文章。 或者更准确一点的说, 是裴总通过, 奋斗, 这款游戏所表达出的, 一种颠覆性的游戏设计理论。 而这套游戏设计理论, 可以说是对和安之前讲过的, 所有游戏设计理论的一种螺旋式超越。 它看似在更高层次推翻了之前的所有基础理论, 却又与这些基础理论暗和。 文章的标题是, 奋斗, 对全部传统游戏设计理论的颠覆和超越。 在文章的开头, 和安莫有做自我介绍, 因为他有自己的微博, 有大量的玩家和粉丝, 在国内游戏圈, 几乎就没有不认识他的制作人。 所以, 他不需要去自我介绍, 只需要把自己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写出来, 自然就会有无数人去传播。 最近在玩, 奋斗, 偶有所得, 与大家分享。 奋斗, 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游戏设计理论, 又将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严格来说, 它并不完全是一款做给玩家们的游戏, 它更像是一本教材, 一本专供所有游戏制作者学习的教材。 只有懂游戏设计基础理论的游戏制作人, 才能看懂这本教材。 所以,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看不透, 看不懂, 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普通玩家缺乏足够的理论储备。 接下来, 我就以游戏制作者的角度, 分析一下, 这款游戏到底为食魔, 可以被看成是专供所有游戏制作者学习的教材。 首先, 我们从官方的这条微博说起。 官方说, 奋斗是一面镜子并没有明确的思想。 很多人就认为, 奋斗真的不蕴含任何个人思想, 任何分析它内在思想的行为都是在过度解读。 这显然是错的。 因为这世界上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人创造出来的。 而人在创造文艺作品的时候, 总会或多或少的把自己的思想投射进去。 否则这部作品就不可能成型。 就像你要写一部小说, 你在写主角要做出某个选择, 你的依据是什么? 朴素的情感本能? 读者的诉求? 还是整体利益? 毫无疑问, 你不可能毫无目的地创作一部作品。 当你写下某个情节的时候, 其实总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思想投射上去。 所以, 官方说, 奋斗是一面镜子, 意思是说它会折射人生百态。 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不同的内容, 官方并不想去强迫你接受某种特定的价值观。 但是, 既然是一部文艺作品, 那《魔》、《奋斗》 就必然蕴藏着创作者潜意识里的内容。 唯一的问题在于, 它是什么? 而这, 才是《奋斗》 这款游戏对传统游戏设计理论 所出颠覆的关键所在。 这款游戏, 至少颠覆了四个方面的游戏设计基础理论。 它的宣传方式, 跟游戏内容发生了错误。 它选择了一个, 生僻、冷门、吃力不讨好的游戏类型。 它的游戏内容超出了大多数玩家的承受能力, 让人本能地感觉到不舒服。 它的存在也并未满足大多数玩家的需求, 未能起到娱乐、放松的目的。 这些内容涉及到一些基本理论, 欢迎各位制作人详解。 在此, 我就不赘述了。 一般游戏, 如果违背了这四条基本原则, 那么它, 就是一款不折不扣的垃圾, 不会有任何人喜欢。 可是,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 都不会认为, 奋斗, 是一款失败的游戏。 考虑到这都是很基础的理论, 作为成功游戏制作人的裴总, 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 我有理由认为, 裴总是故意这么做的, 他就是用这种炫技的方式, 把所有基础理论, 全都颠覆一遍, 然后在更高的层次上, 实现所有理论的融合与统一。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奋斗, 可以看成, 是给所有游戏制作人的一本叫科书。 因为所有的游戏制作人, 都可以从中学到东西。 那么, 裴总, 如何在更高层次上, 实现所有理论的融合与统一呢? 这种技巧, 其实在, 回头是暗中, 就已经用过, 叫做打破次元壁。 只不过, 回头是暗时, 这种手法非常明显, 感知能力较强的玩家, 再经过深思熟虑, 就能体会到。 而这次, 这种技巧完全融入到游戏中, 融入到了游戏设计的底层理念中, 所以, 只有懂得游戏基础, 设计理论的人, 才能理解。 这种打破次元壁的手法, 是层层递进的。 首先, 游戏的宣传手法, 就是在打破次元壁。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宣传, 奋斗, 这款游戏的时候, 明显是一种误导。 其实, 陪总在宣传, 奋斗时, 就是说了一部分真话, 表面上看起来, 每一条都是真的, 但结合在一起, 就完全变了味道。 而在游戏中, 富人版的主角强调奋斗, 实际上也只是说了一部分的真话, 即使是他自己, 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他的成功, 确实跟自己的奋斗有关, 但如果他没有父亲的教育, 丰富的资源, 还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吗? 显然不能。 所以, 玩家觉得, 陪总是骗子, 游戏中杀死富人的那个穷人, 也认为富人是骗子。 理解了这一点, 就不难明白, 为神魔那个穷人会在最后说一句骗子。 表面上看起来, 富人讲奋斗, 所说的句句属实, 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但正是因为这是部分的真相, 所以对人的误导, 才更加可怕。 所以, 那个杀他的穷人, 才会如此的愤怒。 其次, 游戏的表达形式, 也是突破了次元壁的。 游戏完全取材于米国的社会现实, 富人和穷人的生活细节, 完全按照现实中的来展现。 玩游戏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的, 会与现实产生极为密切的联系。 我们会认为, 富人和穷人的主角, 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存在于现实中, 这样的故事发生, 完全是合情合理。 而游戏中加入的大量细节, 让每个人都能从游戏中看到现实的影子, 看到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从而让游戏的内容和现实的内容高度的结合起来。 在一千个读者心中, 塑造出了一千个哈姆雷特。 最后, 游戏制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 同样隐藏在游戏中, 如果你能够发现的话就会知道, 这也是打破了次元壁的。 有多少人注意到了, 那个弯川, 史中的奢侈品, logo。 又有多少人注意到了, 穷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其实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而在游戏中, 却被游戏本身的机制给完全剥夺了。 那么, 什么是游戏制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呢? 这其实很好区分。 游戏中所映射出的现实问题, 也就是, 官方正在微博活动中指集的内容。 这是, 奋斗。 这款游戏镜子的作用, 用复现现实元素的方式, 让每个人都能通过这款游戏, 看到现实。 但如果完全映照现实, 显然纪录片或者即时题材的电影, 会是一种更好的载体, 能够更客观地将所有内容展现在大家面前。 而, 奋斗, 是一款游戏。 之所以要采用游戏这种载体, 就是因为, 制作者可以把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 和游戏机制结合起来。 所以, 那些跟游戏机制结合起来的部分, 才是制作者透过这面镜子, 真正暗示的内容。 接下来, 是一系列的问题和解答。 这些问题, 都是制作者留在游戏中的不合理之处, 也正是因为不合理。 所以, 它们才是谜题。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它们背后蕴藏的含义。 一, 游戏为时魔要分成穷人版和富人版, 分别定价, 并且规定一起购买, 无法享受折扣。 一方面是因为, 定价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 比如强调人生没有第二次机会, 我们可以选择游戏, 但其实并不能选择自己的人生。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鼓励穷人去购买富人版, 鼓励富人去购买穷人版, 让彼此不是拘泥于自己的世界里, 而是能够真正带入对方的生存环境。 在游戏中, 穷人和富人的生存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 以至于他们彼此已经完全无法互相理解。 富人主角问, 穷人为时魔不能抽出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孩子, 能比一大家大公司的总裁更忙吗? 这是因为富人主角从未真正把自己带入穷人的处境, 所以无法理解底层的穷人为时磨磨能力支配自己的时间。 穷人主角认为, 只要奋斗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要向优秀的人学习, 改变穷人思维就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是因为, 穷人只看到了富人鼓吹的努力, 却往往忽略了富人背后海量的资源为他提供的加持。 很多富人鼓吹自己努力之外的财富为零, 鼓吹自己白手起家, 而穷人还信了, 为神魔。 就是因为穷人末法知道富人的人脉, 思维方式, 教育背景等等, 给富人带来了多大的好处。 包括那个杀人者认为富人是骗子, 也是因为他原本相信富人, 后来发现富人只说了一部分的真相。 所以, 这个定价策略本身就是在鼓励穷人和富人, 互相在游戏中体验对方的人生, 走出自己的认知盲区, 用更加全面的视角去看待这一问题。 这种做法就是在打破次元壁, 用现实中的决策去决定你在游戏中的体验。 而这种做法, 只有游戏这种一数载体可以达成。 二, 游戏的英文名为什么要用? struggle 这恰恰是语言的绝妙之处。 如果单纯表达奋斗的含义, 那more fight或者strive显然更好一些。 这两个词更加积极, 正面, 也更符合奋斗的原意。 但是, struggle这个词, 不仅仅有奋斗的意思, 也有斗争, 挣扎的意思。 再结合全英文的故事背景, 很容易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双关, 富人是奋斗。 而穷人是挣扎。 理解了这一层含义之后, 再回头看奋斗这个中文译名, 就会评添一层讽刺意味。 你会知道, 虽然都是奋斗, 但富人的奋斗和穷人的奋斗, 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富人的奋斗是在飘渺的云端, 想奋斗了就往上飞一飞, 不想奋斗了就躺下打滚, 但不管怎么折腾, 还是在云端。 而穷人的奋斗, 是在不断下沉的泥潭。 努力奋斗, 也只是让自己不要下降的更多, 一旦停下, 就会立刻被泥潭所吞噬。 三, 游戏中的角色, 为食魔要如此脸谱化。 在玩游戏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富人都是英俊帅气, 光鲜亮丽的。 而不同的穷人, 都符合我们对这众人的刻板印象。 甚至游戏的画风对每一个角色的外观, 神态和表情都进行了夸张, 让他们不再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是变成了一张张脸谱。 这显然, 不符合游戏的题材, 因为现实主义题材, 想要突出现实感, 就要尽可能做得真实。 而脸谱化的角色, 夸张的美术表现, 都会削弱这种真实感。 一方面, 它削弱了玩家的不适感。 另一方面, 它也让玩家, 不要太沉溺于角色本身的视角, 能够以更高的维度, 更超脱的心态, 去看待这些问题。 脸谱化是, 每个角色形象的高度凝炼, 同时, 这也像指着, 奋斗, 这个故事, 是许多个故事的高度凝炼。 游戏中, 用一个格连谱来代表某一类人。 而游戏也用一个穷人, 一个富人的人生, 来折射所有穷人, 所有富人的人生。 而这跟宣传方式一样, 显然也是一种, 富有像旨意义的隐含表达。 四, 游戏为什么只有唯一的结局, 而且无法更改。 富人不管如何选择, 都会被杀。 而穷人不管如何选择, 都会陷入贫穷的循环。 刚开始, 我觉得, 这是一重宿命论的思想。 它在暗示人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我很快意识到, 这显然是错误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游戏的制作者裴总, 她不可能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人。 虽然, 我与裴总素未谋面, 但只要稍微了解内情的人都很清楚。 裴总跟游戏中的富人主角不同, 她是真正白手起家的。 从《孤独的沙漠公路》开始, 到一款款成功的游戏, 再到一个个产业, 我们在近两年中目睹了腾达的崛起。 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 都无法找到任何资本介入的迹象。 所有迹象都表明, 裴总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 完全是一步一个脚印地, 白手起家。 裴总本身就是完全凭借自己改变人生的人, 怎么可能会宣扬 以重宿命论的思想呢? 这就像是勤奋学习, 门门都考一百分的学霸, 却天天跟你说学习无用论。 你信吗? 如果稍微动动脑子, 就会知道, 这种看法, 是完全不成立的。 纳摩, 维时末游戏只有唯一的结局, 而且无法更改。 就像我之前说的, 游戏中是在用一个穷人, 一个富人的人生, 去折射所有穷人, 所有富人的人生。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尽相同, 穷人和穷人, 富人和富人, 彼此之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 所以, 一旦放开多结局的口子, 就会冲淡游戏所要表达的思想。 游戏强行规定了, 穷人和富人的唯一结局, 有两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 就像大部分故事和电影一样, 单一结局可以保证整个故事的完整性, 让创作者的思想能够表达出来。 如果不限定结局, 就无法让游戏的开头和结尾, 互相呼应。 善良的富人以悲剧收场, 善良的穷人也以悲剧收场, 故事会更加具有张力。 而如果用了大团圆的结局, 整个故事的张力就会被冲淡, 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就会跑偏。 第二, 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宿命论。 它不是在强调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是在强调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某个个体的选择, 无法改变整个阶层。 富人有可能横死, 也有可能安享晚年, 甚至绝大多数富人都会安享晚年。 但是, 阶层之间的仇恨已经建立, 穷人对于富人的仇恨已经无可逆转。 那么杀死富人就会变成一个必然事件, 只不过是谁杀死富人, 杀死哪个富人的区别。 穷人有可能逆袭成为富豪, 也有可能破产沦为乞丐。 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不变, 像游戏中一样。 如果穷人永远都在以各种方式被富人剥削, 那么穷人永远贫穷就是一个必然事件, 即使有个别的例外, 但从整个群体上来看, 会越来越趋近于无解。 所以, 游戏故意锁死了结局, 让我们一遍一遍地在游戏中打通各种支线, 做出不同选择, 寻找两个版本的隐藏剧情, 最后却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们为什么改变不了结局? 因为游戏机制在制约着我们。 而隐身一下就是, 游戏中的穷人无法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人生, 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游戏机制在制约着它。 在这里, 游戏的次元币再度被打破, 在某种特定的游戏规则里, 不管你如何努力, 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赢家。 5. 游戏中只有一个服饰品牌反复出现, 代表着什么? 很多人应该都看到了Luxury这个, 这个品牌, 也就是那个LL的金色标志。 这是游戏中唯一出现的品牌, 是富人主角父亲掌管。 富人主角继承的奢侈品牌, 也曾出现在众多人物的身上。 从游戏的角度来说, 玩家的记忆力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做两个品牌很可能混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制作一个品牌代表奢侈品, 而没有标签的就是普通产品。 这是游戏设计的基本理念, 奥卡姆剃刀定律, 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某个内容。 但这种表达, 又非常神奇地融入到了游戏的方方面面,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摆设。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富人版和穷人版的一个最大不同? 富人版, 不管你如何选择, 都只会从一种成功变成另一种成功。 而穷人版, 你只要稍一选错, 就会立刻滑落下去, 提前迎来贫穷循环的结局。 这其中的区别在于什么? 游戏中, 其实已经给过了暗示, 在于数字。 对于穷人来说, 一生就是一长串的数字, 因为必须精打细算, 才能维持生活的链条不断运转。 一旦某个数字出现了错误, 就会引发连锁反应, 让整个链条瞬间崩塌, 把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瞬间清零。 反观富人, 不管怎么选择, 不管花了多少钱, 都会立刻有更多的资金补上。 所以, 游戏机制一直在控制着游戏金钱的数字, 不断地把奋斗的穷人拨回正轨, 努力地让经前数字清零, 最终迎来唯一的结局。 为食魔随着穷人收入的增长, 它的开销也在不断增大。 有人觉得, 是因为很多穷人缺乏理财一时, 被消费主义洗脑。 但我们要注意到, 游戏中的很多支出, 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权。 比如, 穷人为食魔要花一个月的工资去买一套luxury西装, 买一条皮带和一个公文包。 他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 便宜的东西就不能用吗? 是的, 他真的需要。 因为在游戏的那个环境中, 如果他穿着一身廉价的衣服, 就会被同事和周围的人所排斥。 所孤立, 他就永远无法融入那个圈子。 这就是维神魔很多人要维持体面, 因为体面并不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 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问题。 没错, 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消费主义。 而luxury这个品牌, 就是消费主义的凝聚, 是一个具象的符号。 在游戏中,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穿这个品牌, 唯一完全没有穿的, 是那些流浪汉, 无家可归者。 穷人主角一旦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就必须换上一身luxury, 住更好的房子, 开更好的车。 因为, 如果你不正模作的话, 你周围的人, 就会用恶意或者善意的方式, 不断地提醒你。 恶意的人, 会跟你避而远之, 会排斥你, 不让你进入某些圈子。 善意的人, 会提醒你, 会告诉你, 为神模拟, 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 不管是穷人主角还是玩家, 都别无选择。 这又是一个打破次元币的设计。 你很愤怒, 因为你明明做对了选择, 却还是攒不下来钱。 是的, 游戏中的穷人主角, 和你是一样的心情。 而更加讽刺的是, 富人主角却从来都不穿luxury。 是因为他更自律吗? 不是, 因为他就是luxury总裁的儿子, 他有一家私人的马场, 他穿不穷luxury又如何呢? 莫人怀疑, 他穿不穿得起。 他穿, 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支持自家品牌。 他不穿, 是拥有简朴的美德。 对于穷人, 来说的条条框框, 对富人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不论富人如何选择, 在特定的光环加持下, 都会变成一种美德。 甚至, 往更深一层想一想, 富人不穿luxury, 却在用这个品牌的高利润, 在无限的收割所有的穷人, 富人们拼命鼓吹消费主义, 奢侈品的品质感。 让你觉得, 好像自己用上了luxury, 就能拥有跟富人一样的人生, 甚至让整个群体, 都形成了一种共识, 会自发的排斥, 穿不起luxury的穷人。 这本身就是为穷人编制了一个牢笼, 确定了一个穷人无法打破的游戏规则, 怎么选, 都是富人会赢。 这就像是在玩制头子, 穷人在拼运气。 而富人不管怎么制, 每一面都是六个点。 六, 游戏中真的只有两个阶层吗? 显然不是。 相信很多人都在费尽心机地寻找富人主角, 和穷人主角的联系, 甚至会觉得, 富人主角是被穷人主角, 或者穷人的儿子杀死的。 但游戏在拼命地否认这一点。 你找不到任何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联系。 唯石魔?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游戏中实际上还有第三个阶层, 是无家可归者。 你会发现, 它是连通整个闭环的纽带。 实际上贯穿游戏始终, 无处不在。 富人版的开头和结局, 劫持主角母亲和杀死主角的, 都是无家可归者。 穷人版的开头和结局, 主角父亲努力地让主角没有变成一个无家可归者。 所以, 主角感激他的父亲。 而主角奋斗终生, 欺骗自己的儿子也继续奋斗, 也都是为了让自己和孩子不要成为无家可归者。 就像我之前的比喻, 在这个游戏中, 不只有在云端的富人和在泥潭中苦苦挣扎的穷人, 还有在泥潭底部被彻底吞没的无家可归者。 穷人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这些泥潭底层的人, 是污水池中学的辍学者, 是监狱中的囚犯, 是地铁上的乞丐和精神病人, 是拿了救济就社会性死亡, 手脚健康也只能一辈子流落街头的流浪汉。 穷人一旦放弃, 就会变成无家可归者。 所以, 才要在泥潭中努力挣扎。 挣扎, 不一定能往上爬, 但是不挣扎, 一定会沉沦下去。 放弃的越快, 沉沦的越快。 所以, 为时摩穷人主角要对孩子说出那番话。 难道他不知道, 自己被父亲的谎言骗了一辈子吗? 也许, 他存在侥幸心里, 觉得自己的孩子会不同。 也许, 他只是不得不撒这个谎。 因为, 如果他告诉孩子, 奋斗也没有用。 那摩他的孩子就会沉沦下去, 成为那些无家可归者的一员。 而主角很清楚, 那将会是多么悲惨的人生。 所以, 穷人主角毫无选择, 只能告诉自己的孩子要奋斗。 如果从结果上来看, 这种奋斗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它不能让你去到云端。 但如果看看泥潭的底部, 你就知道, 这种奋斗是有意义的, 它至少让你没有沉沦。 至于富人呢? 富人主角出生时, 就差点丧命。 但他始终不相信父亲说的话, 他认识了穷人朋友, 他努力地写书, 想要帮助那些穷人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他没有意识到, 劫持他母亲的, 不是穷人, 而是无家可归者。 杀死他的, 也不是穷人, 而是无家可归者。 他可以在大学中和穷人做朋友, 但却不可能去多看一眼的帖里的乞丐。 所以, 他认为富人能和穷人做朋友, 这没错。 但却没有意识到, 真正无法理解, 变成两个物种的, 是富人和无家可归者。 而穷人, 只是冒出泥潭的。 他能看到的那一部分, 还有更多的人在泥潭底下慢慢地腐烂, 在云端的他是看不到的。 最讽刺的一点在于, 让穷人变成无家可归者的, 恰好是富人定下的游戏规则。 所以, 那个无家可归者说, 富人主角是骗子, 因为在无家可归者看来, 这个人一边鼓吹奋斗, 一边却夺走了自己的一切。 而这一点, 富人主角永远也不会明白。 7. 游戏中, 穷人和富人的关系只有一种。 那么, 裴总所要表达的穷人和富人的关系, 一共有几种呢?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综合以上所有细节之后, 游戏制作者想要表达的最后的内容。 其实对于这方面的内容, 裴总早就有过表述。 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好明天》这部电影? 那是比《奋斗》更加悲惨的场景。 可想而知, 《奋斗》里的社会在发展几十年, 就会变成《美好明天》。 在《美好明天》里, 最后有一个彩蛋, 有人往主角的房间里扔了一把枪。 这个寓意很明显, 就是当社会矛盾达到《美好明天》的程度时, 穷人只有唯一的选择。 而《奋斗》里, 却并没有类似的选择。 因为他们所描述的环境是不同的, 要表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暴力抗争, 并不能包治百病, 并不是任何情况下的最优选。 在《美好明天》的环境里, 这或许是一个选项, 但在《奋斗》里, 并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土壤。 我们可以想象, 即使这个穷人选择抗争, 也无非是成为下一个念叨者, 骗子被关起来, 被数万人, 数十万人怜悯谴, 批判的杀人凶手, 只会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 那么, 还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呢? 其实是有的, 就是我们所在的现实事件。 在游戏中, 穷人没有上升渠道, 但在现实中, 我们有。 在现实中, 大部分人其实并不会以一个人的穿着, 服饰和奢侈品去定义它, 除了少数被消费主义影响过深的人。 所以, 在游戏中不存在的解法, 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在游戏中, 穷人别无选择, 只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 最终因为某个意外因素导致某个环节的数字出错, 一切崩盘, 归零。 但在现实中, 我们有选择, 我们可以拒绝消费主义, 可以不断地存钱, 完成初始的财富积累, 并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手有脚, 勤劳致富就能摆脱泥潭。 在游戏中, 默认告诉富人和穷人, 他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在现实中, 有人在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做。 奋斗, 这款游戏, 就是在用打破刺圆壁的方式, 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做。 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奋斗, 因为, 我们现在的奋斗, 是有意义的。 很多人抱怨, 我们活在地狱, 只是因为, 没有见过真正的地狱。 而在见到了, 奋斗中的世界之后, 我们才会意识到, 其实我们, 已经生活在天堂。 虽然这个天堂, 也并不是那么完美, 但至少, 我们还充满着希望。 很多玩家, 对游戏中的, 情节并不能很好的理解。 是因为这些情节, 不符合我们现实中的生活。 所以会有隔阂的感觉, 会觉得里面角色的选择, 都非常怪异。 而这其实恰恰证明了, 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 其实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用, 奋斗, 这款游戏, 让我们意识到, 现实生活的幸福, 并鼓励我们, 去珍惜现在, 努力奋斗。 这才是游戏制作者, 制作这款游戏的深意。 对于所有游戏制作者而言, 奋斗, 是一部较科书级别的作品, 因为它反复地用各种方式, 打破次元壁, 真正表达出, 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最大优势。 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中, 你只是一个旁观者, 而在游戏中, 你是一个参与者。 而很多东西, 只会, 站在参与者的角度, 才能够看得清楚。 这种反复打破次元壁的做法, 代表着, 制作者对游戏艺术性的掌控能力, 已经达到登峰造极, 炉火纯青的地步, 每个细节, 均有它存在的意义。 所以, 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奋斗, 是如何在看似违背四条基础游戏理论的前提下, 对这四条基础理论, 进行超越的。 选择错位的宣传方式, 是为了打破次元壁, 让宣传方式, 成为游戏内容的一部分。 选择现实主义题材的互动电影游戏, 看似冷门, 实际上是为打破次元壁提供了便利, 在游戏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游戏其中夹带的私货乍一看, 会让人感到不适, 但越是深挖, 就越是能获得启发, 在游戏中受苦, 却能够在现实中获得幸福感。 它的存在, 不是挖掘需求, 而是创造需求。 其实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 我们需要明白这些道理, 才能过好自己的一生。 所以, 在明白这一切之后, 我们才会恍然大悟。 原来, 我们需要这款游戏。 所以我认为, 奋斗, 是目前为止, 国产单机游戏艺术性的最高峰。 甚至对玩家来说, 它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打下最后一个句号, 何安还觉得有些意犹未尽。 他似乎还有很多想要说的。 其实, 奋斗, 这款游戏中, 还有很多的细节, 每一个细节都能展开来详细写出几百字, 上千字。 但何安还是决定到此为止, 因为腾达官方微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游戏之所以包罗万象, 有无数的细节。 因为它本身就有镜子的功能, 分析这些细节, 其实就是在分析现实, 而现实是分析不完的。 这些, 应该交给微博上所有的玩家, 一起来完成。 而何安认为, 自己的使命, 就是, 站在游戏设计者的角度, 分析游戏中最顶尖的设计理念, 带动整个国内游戏行业的进步, 同时顺便分析一下, 游戏制作者在游戏中所要表达的那些深层含义。 到这里, 就刚刚好。 所以, 何安把整篇长微博的内容检查了一遍, 按下了发送键。 内容有点长, 也有点枯燥。 没玩过游戏的人, 可能会觉得这是无意义的说教。 但玩过游戏的人, 应该会有一些共鸣。 何安觉得, 这也恰恰是游戏这种艺术的魅力所在。 药丸外面的糖衣, 看似没有作用, 并不能真正的治病, 但却可以让病人吃药时不那么痛苦。 只是糖果, 不能治病。 只是药丸, 会不被很多人接受。 而给药丸裹上糖衣, 真正的帮助到一些人, 这恰恰是何安作为一个游戏制作人, 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就像是他曾经制作的地主游戏, 也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虽然期间经历了国内单机游戏的灭顶之灾, 为了公司的生存而不得不转而做网游, 但是在他的心底, 始终将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追求。 即使自己的理念已经过时, 即使再也做不出《地主游戏》这种作品, 何安也从未放弃这种追求,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 也会尽可能的让这种追求传递下去。 而现在, 奋斗, 在各个方面, 都全面超越了《地主游戏》。 这说民国产单机游戏, 真正有了一位领军人物, 何安感到非常欣慰。 虽然和裴总素未谋面, 但通过这种游戏上的交流, 足以引为知己。 把这些内容讲给马总, 我的教学内容, 也就全都圆满了。 之前的四条基础理论被推翻, 又全部重塑, 又在更高的层面完美契合。 奋斗, 又是对《地主游戏》的全面超越和深入诠释, 能够解释一个真正有担当, 有报复的游戏制作人应该去做的事情。 听了这些内容, 马总一定会被受启发的吧。 摸鱼网咖, 乔老师, 你确定不在视频里出镜, 也不挂上联合创作吗? 朱小册问道, 乔良点点头, 嗯,不用了。 你们工作室都很专业, 我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提了几点建议, 完全谈不上联合创作。 朱小册摇了摇头, 乔老师你太谦虚了, 作为一个资深UP主, 对观众的心理把控能力确实是强项。 我们之前考虑的那个版本有点不接地气, 按你说的, 改了之后确实好了很多。 不过, 如果你坚持不加联合创作, 那我们这边肯定还是要尊重你的意见。 乔良态度很坚定, 嗯, 谢谢了。 朱小册站起身来, 好, 那我这就回工作室去剪片子了, 这段时间辛苦了, 非常感谢。 乔良微笑着说道, 这都是分内之事, 揭露这种垃圾公司, 人人有责。 把朱小册送出门, 乔良再度回到摸鱼网咖, 做回自己的位置。 这段时间, 乔良一直在帮朱小册制作揭露住家集团甲犬房的视频, 不过既没有出镜, 也没有参与拍摄和后期制作。 因为乔良发现, 飞黄工作室毕竟是专业的, 不管是器材还是拍摄手法, 各个方面都远胜自己这个飞科班出身的UP主, 实在是没时磨好插手的。 不过, 飞黄工作室最初的方案, 也有一些问题。 飞黄工作室之前拍的都是短视频, 纪录片和电影, 所以更倾向于高效, 宁愿地产出内容, 在讲故事这方面的手法, 毫无疑问是登峰造极的。 但这次的视频题材, 其实更像是评测, 是输出观点, 这时候就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 而飞黄工作室原本的方案, 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乔良在拍视频的时候, 恰恰很注意照顾观众的感受, 在他们最能够接受的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态度, 引发大家的共鸣。 所以, 乔良简单地纠正了一些细节, 让这部视频能够在客观揭露事实的基础上, 又比较接地气。 目前在全国各地找到志愿者, 飞黄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好专业检测机构, 并飞过去拍摄。 等视频素材全部拍摄完成之后, 在后期剪辑一下, 大概还有三四天就可以发布了。 至于乔良这边, 忙完了这个视频, 突然觉得有种莫名的迷茫。 原本他留在荆州, 是打算好好想清楚, 经济旅社那七视频到底是缺了什么。 但是想了这么多天, 也依旧毫无头绪。 听说, 奋斗, 发售了, 就去玩了一下, 但还默想好新视频要怎么做。 官方那边又发了个微博, 把乔良的路全都给堵死了。 这就很僵硬。 乔良很想问裴总, 我现在已经放弃用风神之作, 解读, 奋斗了。 但是经济旅社那边缺什么, 我还是没想通啊。 不知为何, 莫名的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要不是对裴总非常信任, 乔良真要觉得裴总是个骗子了。 默默地点开粉丝群, 想窥探一下沙雕群友们又在讨论什么事情。 老乔, 快出来! 出大事了, 有人给你抢饭碗了。 快看这条微博, 现在已经在网上转风了。 这个河安, 很有名吗? 何止是有名, 国产单机游戏圈泰山北斗一般的人物啊? 地主游戏, 就是他做的。 这种大佬, 竟然都出来解读腾达的游戏了。 我觉得乔老师快要失业了。 腾达是真有牌面啊。 我觉得这是基本操作, 官方都搁那疯狂吹国油之光了。 老牌游戏制作人出来夸两句,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夸两句? 你再看看, 这是两句。 这特摩万字长文啊。 看到粉丝群里的热烈讨论, 乔良有点猛。 啥意思啊? 怎么叫我快失业了? 把聊天记录往上翻, 乔良找到了一个微博的链接。 点击之后, 就看到河岸的那条长微博。 乔良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第二反应是不服。 还真有人跟我抢生意。 之前腾达游戏发售之后, 乔良的《风神之作》, 都是第一个解读其中含义的, 并且也是解读的最好的。 不能说百分之一百地解答出裴总的真一把, 至少也解读了百分之八十。 而且一直都没有人能够超越。 作为一名单机游戏UP主, 乔良当然听说过河岸的名字, 说是从小玩他的游戏长大的, 也不为过。 但是, 河岸早就已经退隐江湖多年了, 在国游刚刚兴起的初期, 他的几款单机游戏确实轰动一时, 但是之后, 他转了网游之后, 已经渐渐淡出了玩家们的视野。 乔良不服, 老前辈确实是老前辈, 但是你都得有十来年默碰单机游戏了吧。 而且, 裴总发的这条微博, 已经把很多解读方向都给完全堵死了。 如果只是, 重复分析玩家们已经解读出来的那些内容, 毫无疑问就落了下诚。 即使这样, 还能把我饭碗抢走? 那我乔老师, 是一百个不信的。 不过, 不信归不信, 乔老师还是点开长微博, 从头到尾仔细查看了一番。 看完之后, 乔良彻底服了。 他脑海中, 就只剩了四个字, 降为打击。 尤其是何安在长微博开头说的那段话, 这款游戏是游戏制作者的教科书, 如果没有游戏制作的专业知识, 很可能会看不懂。 这一句话在乔良看来, 这不就是跟自己说的吗? 果然,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作为一名资深游戏爱好者, 乔良之前一直都有点轻视这些游戏制作人, 觉得很多平庸的游戏制作人也就不过如此。 他们对游戏的理解不一定比自己深刻。 但是今天一看, 自己完全想错了。 还是不能用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饭碗。 再怎么说, 业余的跟专业的还是有很大差距。 当然, 世人就会犯错。 专业人士犯错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确实是还不如业余人士。 但从整体上来说, 专业人士能吃上这碗饭, 本身已经证明了他做的比绝大多数业余爱好者。 要好得多。 和安这一通分析, 让乔良明白了一个道理。 裴总发的那个官方微博, 并不是堵死了自己所有的路。 而是堵死了其他所有的路, 只留下了一条。 而这条, 就是解读, 奋斗, 这款游戏真正内涵的路。 只不过, 乔良缺乏游戏设计的专业思维, 所以莫能意识到这一点。 看看和安大佬是怎么分析的。 直接用一条基础的文艺创作理论, 就破解了乔良苦思冥想也走不出来的迷宫。 没有人能漫无目的地创作一部文艺作品, 任何文艺作品多多少少都会投射一些作者内心的想法。 所以, 顺利地从一个乱糟糟的线团中找到了线头, 后面就一切都捋顺了。 而在摩拜大佬的同时, 乔良又觉得很可惜。 这期内容, 如果能做出一期视频, 那得多好啊? 河安大佬写的都是干货, 但毕竟只是一条长微博, 影响力有限。 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 网络上的各种东西都在疯狂争夺人们的注意力。 相比于视频这种画面, 声音, 特效并茂的形式, 单纯的文字已经越来越不吃香了。 如果做成视频, 肯定能获得更大规模的传播。 当然, 乔良如果去微博上联系河安, 请求他授权给自己做一期视频, 配上《奋斗》的游戏画面详细讲解, 应该也是可行的。 但是, 乔良不太好意思这么做。 如果, 《风神之作》用了别人的稿子, 那算怎么回事? 虽然乔良平时嘻嘻哈哈的, 看起来像个没心没肺的肥宅, 但在跟游戏有关的内容方面, 他对于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 是有一种骄傲的。 拿别人的稿子做视频, 即使是经过了对方的同意, 也总会有一种食人牙会的感觉。 所以, 乔良想了想, 还是算了。 这次确实是自己失败了, 被河安大佬给降维打击, 全面碾压了。 答案出来了, 才恍然大悟。 而答案, 出来之前毫无头绪, 这就说明自己的实力还差得远, 实力不行, 那就得承认。 因为只有客观地承认自己的实力有所不足, 才能扎漏补缺, 才能不断提升。 如果总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好, 就泛红眼病, 永远都觉得自己没问题, 那就永远都不可能获得提升。 所以, 乔良心情复杂地关掉了长微博, 坦然接受了自己有一次失败的事实。 咦? 为什么要说诱呢? 嗯, 显然, 经济旅设那一期的视频, 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当然不算很大的失败, 只是莫能爆火, 火出圈, 那对于自我要求很高的乔老师来说, 就是失败。 这让一向非常自信的乔良备受打击。 咦? 等等, 说到那七视频, 裴总亲口跟我说过, 放弃用风神之作, 解读, 奋斗, 就能找到那七视频到底缺了什么。 我现在已经放弃了啊, 放弃得彻彻底底的, 可是到底缺什么? 我还是毫无头绪啊。 莫不是裴总骗我。 不能啊, 裴总既然这么说了, 肯定就是, 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乔良再度点开河岸的那条长微博, 细细查看起来。 他觉得, 自己可以把这条长微博当作解读, 奋斗的钥匙, 或者是教材, 说不定就可以获得新的启发。 战斗还没有结束, 乔老师拒绝退出战场。 与此同时, 摸鱼网卡汉东大学店, 裴谦默默地翻着和安着调长微博, 还有微博下方的玩家评论, 瞠目结舌, 人都傻了。 原来如此, 懂了懂了。 我就说这游戏一出来, 感觉怪怪的呢, 现在全都捋顺了。 现在裴总的游戏, 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了吗? 必须过游圈里, 泰山北斗一般的人物出来解读, 才解释得清楚了。 之前我真的信了官方的那条长微博, 觉得, 奋斗, 就是把现实高度凝炼, 变成了一面镜子。 每个人都能从游戏中看出一些道理。 但是看完大佬的解读我才明白, 原来我只是在第一层。 奋斗, 实际上还有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哼, 裴总, 老千层饼了。 腾达游戏真的太恐怖了。 之前, 回头是暗, 只是破了一次次元壁。 但, 奋斗, 这就是无数次的破次元壁, 莫完没了。 次元壁你还好吗? 而诸多评论中, 其中一条长屏获得的点赞数最多。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 奋斗, 所蕴含的精神, 对于奋斗这件事情本身的解读, 也像对那些基础理论一样颠覆却, 又在更高的层面上暗合了。 按照大佬所解读的, 表面上看起来, 奋斗完全违背了所有的基础理论, 但仔细分析又会发现, 这款游戏实际上是拔高了所有的基础理论, 在更高的层面跟这些理论暗合。 奋斗这个概念也是如此。 其实, 游戏的主体内容部分, 全都是在解构奋斗, 一直在告诉我们, 富人奋斗是在云端, 穷人奋斗是在泥潭。 富人告诉穷人可以通过奋斗爬上云端, 那是在骗人。 穷人告诉自己的孩子努力奋斗, 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也是善意的谎言。 这款游戏无情地戳破了这个谎言, 让很多被欺骗的人猛然醒悟。 表面上看起来, 这款游戏是在否定奋斗对人生的改变。 庞复在说, 富人在云端, 穷人在泥潭, 再怎么努力奋斗, 也无法改变这重于泥之别。 但其实, 通过消费主义的那段, 我们可以跟现实对比一下, 意识到在现实中, 我们仍旧可以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个奋斗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为, 而是一种心态, 一种选择。 我们还没有沉入泥潭底下, 永世不得翻身的时候, 努力寻找一切机会让自己活得更好, 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就是奋斗。 所以, 哪怕我们奋斗也无法到达云端, 但我们, 还是不能对生活的失去希望, 因为人生就是做对一个个选择, 而自暴自弃永远都不会是一个正确的选项。 在这条长屏的下方, 还有很多人在分享自己的故事。 这让我想到了那句话, 我们登上并非我们选择的舞台, 演出并非我们选择的剧本, 也许这个剧本很痛苦, 但只要努力演好, 在痛苦中也有精彩。 我反思, 我父母给了我优渥的生活条件, 也在逼着我一直努力。 我看到很多穷人自由散漫, 觉得是他们的懒惰造成了贫穷。 但现在, 我知道我错了,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样的条件。 我把穷人版和富人版都买了, 希望这款游戏能够时时刻刻地提醒我, 不要犯下和富人主角一样的错误。 确实, 我觉得穷人版也好, 富人版也好, 都是在努力的让穷人和富人对彼此之间的处境更加了解。 让穷人不必仰慕富人, 这样就不会被富人的话术所欺骗。 让富人低头看一看穷人, 这样才能收起自己的傲慢。 这款游戏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也许这两个群体永远都无法互相理解, 但至少这座桥存在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就是有意义的。 所以, 最佳的方式根本不是什么买穷人版或者买富人版, 而是两个都买。 看到自己的生活, 可以获得共鸣, 引发反思。 看到别人的生活, 可以了解自己视野的盲区。 把穷人版和富人版结合在一起来玩, 才能理解这款游戏的真意。 所以, 这就是两个版本一起买会变贵的原因吗? 明白了, 我买。 我心甘情愿多花这三十块钱。 能让玩家心甘情愿的加钱买游戏, 还加得很舒服。 真特魔是个定价鬼才。 也可以不买。 云通关吗? 兄弟, 听我一句, 你确实可以云通关。 但是云通关永远也感受不到游戏带给你的那种感动。 游戏为什么被称为第九艺术? 就是因为它可以互动啊。 云通关, 你全程都是一个旁观者。 不能自己做出决定, 这还叫什么互动?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不关注也好, 云通关也好, 只买富人版也好, 两个版本都买也好。 我想, 裴总并不会真的在意。 奋斗, 这款游戏引发全网热议了, 热度破圈了, 让不玩游戏的人也关注了。 作为一款互动电影类游戏, 它的使命已经圆满达成了。 不过, 我还是觉得有能力的人, 真正热爱国产单机游戏的人, 应该买双版本收藏一下。 毕竟能玩到这样的游戏, 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啊。 看完了这些评论, 裴谦默默地把笔记本电脑的盖子给扣上了。 疯了, 这个世界疯了。 裴谦本以为, 他以经费尽心思地把乔老师给封印住了, 可以放心大胆地等, 奋斗, 赔本了。 万万没想到, 何安跳出来了。 而且, 那条官方微博, 莫名地给了何安一些启发, 让他找准了被刺的位置, 一发入魂。 对于何安的这些分析理论, 裴谦看完之后人都傻了。 何安说, 任何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 都会投射自己的思想。 但是裴谦很想说, 自己真没投射啊。 决定这魔作, 完全因为自己觉得, 这样做完家们会讨厌而已啊。 至于违背了全部的四条游戏, 设计理论就更不用说了。 裴谦就是故意的呀。 何安讲了一遍四条理论之后, 裴谦就故意反着来, 结果何老师道好, 讲课的是你。 我写上错误答案, 又判我全对的也是你, 能不能有个准谱了。 我就想知道, 怎么才能成功的, 把一款游戏给做失败。 结果我全都是按照失败去做的。 你跟我说我正好绕了一圈, 所以还是成功了。 就离谱。 太离谱了。 裴谦很气, 这个锅显然应该扣到何老师头上。 给我讲的理论显然是有很大漏洞的。 否则, 为什么我按照你的理论反向操作, 还是莫能亏成。 最气的是, 何安竟然也发了个长微博, 扮演起了乔老师的角色。 我原以为, 你身为国有老臣, 来到微博发言, 必有高论。 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 悲哀啊, 太悲哀了。 裴谦不服, 一定要讨回公道。 眼瞅着就快到周五了, 马上何安又要来荆州授课。 这最后一节课, 一定得好好地说清楚。 为时模拟, 给我讲的那些理论一点都不好使。 全是错的。 9月9日, 周五。 裴谦气鼓鼓地, 来到汉东大学附近的咖啡馆。 从9月3日发售开始, 奋斗在网上的评价, 经过了两极反转。 最终, 官方平台上的评分, 已经定格在了9.5分。 而, TPDB网站上的评分, 也来到了9.3分。 这个分数, 裴谦感觉默眼看了。 甚至超过了, 回头是岸。 回头是岸, 刚开始评分很低。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评分一直在缓慢的上涨之中, 现在已经涨到了9.2分。 但是被裴总给予厚望的, 奋斗, 竟然在短短一周之内, 就超过了, 回头是岸的评分。 这就让他觉得非常离谱。 当然, 再好的游戏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玩家们解读出来的那些内容, 肯定也不可能适合所有人。 有些人可能就是奋斗累了, 要休息, 觉得奋斗没有意义, 肯定也不会接受这游戏里的思想, 甚至要给一星差评。 但这没办法, 因为世界上本来也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作品。 就像何安说的, 关键是看他鼓励什么, 排斥什么。 不鼓励积极向上, 那就是在鼓励自我放弃。 显然, 在任何情况下后者都不应该被鼓励。 不断地散播负能量, 确实可以通过挑动一部分人的负面情绪而获得关注, 进而牟利。 但每个人的心理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这是错误的行为。 负能量并不能让人的生活变好。 奋斗的销量, 从目前来看到不是很夸张。 如果把时间拉长到一年, 应该也就是小赚一点点。 现在距离结算, 就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怎么看都不可能把游戏的投入给赚回来。 这一点,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可见, 裴谦最开始定下的大投入, 精细制作, 一百嫖的游戏制作模式, 还是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但不管怎么说, 裴总冤啊。 原本是希望名利双不收的, 但现在, 力却石墨怎么收? 但名收的有点太多了。 奋斗, 这款游戏, 已经成功破圈了。 不只是玩家们在关注, 很多不玩游戏的人也在关注。 爱丽岛上, 有大量的奋斗, 通关视频, 讨论热度更是居高不下。 裴谦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质问一下何安老师。 说好的四条, 全部违反, 一定暴毙呢? 那我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老师你讲的内容有问题? 裴谦气鼓鼓地喝着咖啡, 很快, 何安到了。 何老师, 关于, 奋斗的事情。 裴谦刚想说, 微神魔你讲的内容全都对不上。 然而何安竟然哈哈一笑, 打断了裴谦的话。 马总,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裴谦? 何安在裴谦对面坐下。 你是不是把我给你讲的基础理论, 全都告诉裴总了? 裴谦头上飘出一个问号。 我告诉我自己, 裴谦有点茫然地说道, 为什么会这么说? 何安微微一笑,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奋斗, 这款游戏, 怎么会好巧不巧地, 把我讲的四条基本准则, 全都违反了? 难道我跟裴总心有灵犀吗? 显然不是。 马总, 肯定是你无意间, 跟裴总提起了这件事情。 而裴总恰好就利用, 奋斗, 这件事情, 炫技。 微神魔说是炫技呢? 因为这其中的门道, 只有游戏制作者才能看出来, 玩家们根本看不出来啊。 裴总故意用这款游戏, 把四条准则全都打破了一遍, 又在更高的层面上, 与这四条理论暗合。 这就相当于是顺便写了一本叫科书啊。 裴总肯定是知道, 马总你在学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顺便用这款游戏, 为你的学习, 提供一个参考和帮助。 之前我就判断, 你和裴总一定是至交好友, 无话不谈, 现在更是确定了这一点。 裴总这款游戏, 从开发时间上来说, 应该不是特意为了你的教学而做的, 但其中的很多细节, 一定是为了你的教学而做出了调整。 不得不说, 马总, 你和裴总的友谊, 真是让人羡慕啊。 马总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 让我跟裴总见个面。 这样优秀的制作人, 我真的很想认识一下。 裴千被何安的这一番话, 说得瞠目结舌。 之前想好的说辞,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两个人, 这脑电波, 都歪到哪去了? 我说的是保险杠, 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何安分析了这么多, 还真把马洋的性格特征, 包括两个人的关系给分析出来了。 除了马洋, 就是裴千的这个事实。 这就让人感到非常绝望。 因为何安越分析, 越觉得自己接近了真相, 脑海中的印象在不断强化。 裴千发现, 自己顶了马洋的这个马甲之后, 莫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误会, 完全解释不清了。 现在何安就认定了自己是马洋, 这要是告诉他自己, 其实就是裴总, 老爷子还不得当场妻昏过去。 所以, 裴千本来气鼓鼓地, 憋了一肚子的话, 只能默默咽下。 没办法, 谁让自己本来也披着马甲, 天生矮人一头。 算了, 看在老爷子一把年纪的份上, 就让这是过去吧。 裴千刚想说开始上课吧。 这才猛然注意到, 何安手上病没有拿着准备好的教材。 他瞬间感觉到有些不妙。 啊, 何老师, 今天的课程该不会是讲奋斗吧。 何安脸上露出笑容。 可以啊, 马总, 越来越开窍了。 你也觉得, 今天讲, 奋斗, 是最合适的吧。 这样一款堪称叫科书的游戏, 用于我们课程的收尾, 在温习之前知识的同时, 又努力做到融会贯通, 显然是最合适的教材。 当然, 马总, 考虑到我已经, 把这篇文章发到了微博上。 所以我决定, 这捷克免费授课。 之前你给我打过来的钱, 我会返还一捷克的学费, 到打钱的那个公司账户上。 赔钱愣了一下。 返还学费? 你别闹啊。 我这些学费, 留着结算时, 专门扣出系统资金额度呢。 你给我打回来二十万块钱, 我到时候, 结算就少扣八倍啊。 你怕不是要搞我。 把, 奋斗, 疯狂解读一番, 发到网上去也就算了。 现在你还想再捅我一刀。 门都没有。 赔钱赶忙断然拒绝, 不行。 赤钱绝对不能退。 退了我可是要急眼了。 何安愣了一下, 马总这么激动呢? 嗯, 尊重之时, 求之心切, 不错不错。 何安满意的点点头。 嗯, 也好, 马总你虽然领悟能力不是很好, 但足够心诚, 求之态度非常端正。 好, 那我就开始讲课了。 首先, 我们还是从裴总创作这款游戏的本来意图说起。 裴谦默默的喝了一口咖啡, 突然感觉, 人生寂寞如雪。 令人惆怅啊。 裴谦也不由得感慨。 感觉林婉接手, 高二个国际服之后, 好像人都自信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 林婉是在向IOI宣战。 那, 艾瑞克的IOI国服, 怎么没消息了呀? 之前开会的时候, 听说艾瑞克搞的IOI国服, 已经连续失败两次了, 先是找网咖, 后边是找直播平台和新号新号新号, 结果全都失败了, 已经把战略重心转移到跟周边厂商合作, 去挖其他游戏的玩家了。 裴谦当时很高兴, 就让God的人立刻跟在后边层。 但是之后忙着, 奋斗的事情, 裴谦就把这事给忘了, 到现在为止商洋游戏那边的人, 也没有汇报过战况。 网络上似乎也没见过, 任何跟IOI有关的大新闻。 裴谦突然有点为艾瑞克担忧起来了。 兄弟, 你该不会是默默无闻的就走了吧? 多么期盼着你某一天再来到腾达总部。 然后趾高气昂地要求献我。 那就说明, IOI又好起来了, 我又可以陪着你, 继续烧钱了呀。 然而, 裴谦在网上搜了搜IOI国府的相关消息, 发现除了几条不疼不痒的厂商合作广告之外, 还真没是磨劲爆的消息。 到时有几个帖子, 都在讨论是不是IOI在国府已经凉了。 相比, Gag目前的热度来说, 简直是惨不忍睹。 不知为何, 裴谦突然有了一种怜悯之情, 想想一个跨国集团的高层, 不远万里来到国内, 本来以为是刺破黑幕, 大展拳脚一番, 结果到了才发现, 在海外大杀四方的IOI到了这里怎么推都推不动。 然后, 海外还在被Gag一直不停的蚕食。 惨, 太惨了。 不过转念一想, 对方硬塞给自己几千万刀的事情, 裴谦就又收起了这种怜悯之心。 不管了, 达亚克集团可是个跨国公司, 财大气粗, 哪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一蹶不振呢? 嗯, 要相信他们的财力。 还是看比赛吧。 之前腾达游戏和商阳游戏, 各自都已经有了成办比赛的经验。 这次又找了一些有经验的电竞媒体合作。 所以, 各方面的准备都更加充分。 大型赛事给观众的体验如何, 能否顺利开展, 除了设备, 网络, 现场调度等硬实力之外,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各种细节。 例如, 要给各个星号星号星号和选手拍摄宣传片, 用于暖场预热。 要给选手们科普赛场礼仪, 比赛结束后, 胜利方要主动去找失败方握手。 还要到舞台正中央向观众鞠躬。 要安排主持人进行赛后采访。 同时在舞台侧面还专门有一个采访席式英文采访, 专门用于海外的直播流。 选手们的鼠标和键盘会提前送检, 确保没有猫腻。 同时还要准备两份同型号的外设, 防止临时故障。 要提前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进行预案。 比如, 暂停时导播要第一时间通知解说原因。 解说负责向所有观众解释, 同时也不能冷场。 当然, 还是尽可能的不要有暂停。 很快, 比赛正式开始。 开场是一段预星号星号星号, 伴随着激烈的BGM、帝都、摩都、 阳城等城市标志建筑景观一闪而过。 最后定得在荆州远大天地的比赛赛场。 随后是10秒钟的星号星号星号, 全场观众共同倒数, 在一过后的欢呼声中令人热血沸腾的电音席卷全场。 屏幕上, 一道巨大的光束从天而降, 照耀在下方巨大的银色立方体宝箱上。 宝箱突然开裂, 光芒从裂系中散射出来, 化为GOG的游戏地图《诸神峡谷》。 一座精致的奖杯悬停在《诸神峡谷》上方。 在它的周围, 一个个GOG标志性英雄的剪影一一闪现, 引得场内观众尖叫连连。 因为准备时间比较短, 所以这个开场做的也比较简单。 不过对于没现过什么大市面的观众们来说, 这已经足够让人激动了。 就连裴迁也因为在这个热烈的气氛中而有了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而后, 跟大屏幕上一致的奖杯不知何时从舞台下方缓缓升起, 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座奖杯也是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定制的, 前几天才刚刚交货。 高35厘米, 新合金镀金材质, 表面雕龙画缝, 既有华夏古风之美, 又有GOG中的游戏元素。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的重量达到了28公斤。 没错, 是公斤。 因为冠军奖杯设计之初的目的, 就是希望五名队员一起才能把它给举起来。 随后是16支队伍拍的宣传片, 随着大屏幕上宣传片定格在一张16个队长的全家福, 环绕全场的16条战棋也一点亮。 而后, 主持人高声喊出各个新号新号新号的队名, 一支支队伍来到台前依次亮相。 而场馆内, 也始终沐浴在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经久不息。 主持人暖场之后, 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开幕战的两支队伍开打。 这次的开幕战是H4新号新号新号对上国外的Fry新号新号新号, 因为两支新号新号新号都是老牌新号新号, 早在新海和幻想之战时期, 两边的新号新号新号的当家选手就是世界大赛的常客, 打出过很多精彩对局。 也正是因为这两支队伍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所以才把他们安排在开幕战。 这次的分组并没有用抽签的形式, 而是比较鸡贼的内定了。 因为国内队伍和外国队伍都是八支, 总共分成了四个小组。 所以, 四个小组中, 国内队伍的数量分别是0、1、3、4。 之所以这样安排, 而不是保证每个小组都有两支国内队伍, 主要还是怕小组赛打完, 外国战队全都回家了, 这就会非常僵硬。 到时候, 八强全都是国内队伍, 外国观众可是要急眼了。 所以, A, B组的外国队伍比较多, 让他们菜鸡互拙一下, 保送三个八强, 再保送一个四强。 这样能多在海外玩家那边刷刷存在感。 与此同时, 过早的让比赛变成国内队伍的内战, 对国内一些期待中外大战的观众来说, 也会让比赛变得索然无味, 没有期待感。 至于那些分到死亡之组的弱队, 这也没办法。 因为第一届全球邀请赛, 国内能来八支队伍这, 已经是一种优待了, 就别要自行车了。 之后等各项赛事逐渐完善, 世界邀请赛, 从各个赛区进行选拔, 就不会存在现在的问题了。 裴谦放松地靠在椅子上, 一边喝饮料, 一边观赛。 因为本身就是在商场里面, 所以吃喝玩乐的地方有很多, 饮料的种类繁多, 而且也不贵。 这方面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看着精彩的比赛, 听着观众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裴谦觉得很惬意。 舒服啊! 这种现场观赛的体验, 绝非看直播可比的, 在激情团战爆发时, 解说激动的声音, 再加上现场观众的欢呼声, 尖叫声, 足以让人肾上腺素飙声, 热血上冲, 喊得忘乎所以。 不得不说, 这Fry星号星号星号, 打得还是挺不错的。 这些国外星号星号星号, 虽然起不晚, 但有一批选手, 都是从神奇和IOA转型的, 对GOG这种游戏类型的理解本来就有。 再加上老牌星号星号星号的底蕴和刻苦训练, 所以水平并没有差很多。 而且毕竟是开幕战, H4那边显然也打得比较稳妥, 双方都带着点试探的意思。 而欧美那边的风格, 就是喜欢拿一些莫子摩见过的骚英雄。 所以, 两边打得很精彩, 并没有一边倒。 不管是现场观众, 还是直播间的观众, 全都看得大呼过瘾。 这就是不同赛区交流碰撞的魅力了。 因为每个赛区的战队抱团练习, 对强势英雄和版本理解都会趋同。 但不同赛区之间的理解, 就会有很大差异。 两个不同赛区的绝活, 碰到一起, 就能看出哪个更硬一些了。 所以, 相对于之前办的, 只有国内队伍参加的狗狗比赛, 看点更多, 观赏性更强。 最终, 还是H4星号星号星号的硬实力更强一些, 抓住机会打出一波团灭, 并成功终结了比赛。 现场观众看得很高兴, 裴谦看得也很高兴。 像这种能够从头到尾, 全情投入的享受一场比赛。 而不担心被被刺, 真的是太舒服了。 反正这次比赛是为了花钱的, 不管谁输谁赢, Gog的知名度都不会变得更高了。 裴谦觉得, 自己完全没有什么被被刺的角度吗? 很快, 到了赛后采访环节, 黄旺来到台前, 接受主持小姐姐的采访。 刚一上台, 就引发了观众的一片哗然。 这肌肉, 把队服都给撑起来了。 其他的选手, 一个个要磨就是很瘦, 要磨就是很胖。 即使是那些外国选手, 身材好的也少之又少。 黄旺这个身材, 在队员里太显眼了。 采访的问题都比较常规, 比如, 选用的英雄有什么深意? 战斗陷于胶着的时候, 如何打开局面, 对粉丝有什么要说的等等。 很快, 问到了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想问黄旺选手, 一个粉丝们都很关心的问题。 黄旺选手, 真的是拳击选手, 转型电竞选手吗? 是什么促使黄旺选手, 做出这个决定呢? 黄旺有些无奈的, 抬起粗壮的胳膊, 挠了挠头。 这个, 其实是大家以讹传讹, 我在打职业之前, 身体特别弱的。 主持人显然被震惊到了。 啊? 那黄旺选手, 是怎么练成现在这样子的? 黄旺笑了笑。 因为我之前, 在DG星号星号星号, 我们星号星号星号, 所有人都有强制健身要求。 而且输最多的人要加练, 我是加练最多的。 主持人更震惊了。 啊? 输最多的人, 加练最多? 那其他队员? 黄旺点点头。 没错, 我是两支队伍里最菜的, 比我强的还有九个人。 主持人非常惊讶地问道, 黄旺选手几个月就练成现在这样子了。 这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是在哪家健身房呢? 黄旺笑了笑, 当然是托管健身房了。 裴谦? 突然意识到,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仔细回忆一下, 裴谦才意识到所有DG的队员虽然已经卖到了各个队伍, 但他们的身材都太有辨识度了。 其他星号星号星号选手虽然也开始了健身训练, 但毕竟时日尚短, 还看不出来。 而DGE这边的选手, 从身材上就碾压了其他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岂不是一个个行走的广告牌? 等GOG全球邀请赛的热度不断上升, 每次有DGE的队员登场, 观众们都能一眼就认出来。 然后这些队员, 如果恰好又在比赛中表现优秀, 勇夺MVP的话。 那特模的DGE星号星号星号, 还有托管健身房的知名度, 岂不是要上天? DGE星号星号星号那边, 该不会又有赞助商找上门吧? 托管健身房那边就更危险了。 连网瘾少年都能练成这样。 那其他人呢? 肯定会有一批观众疯狂报名的。 裴谦拿着奶茶的手微微颤抖, 突然发现自己似乎落算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9月12日,周一, DGE全球邀请赛的小组赛第一轮 已经打到了第三个比赛日。 飞黄工作室里, 有不少人都在电脑上看全球邀请赛的比赛。 揭露住家公寓甲犬房的视频 再有一两天就要完成收尾工作。 大部分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所以, 闲下来的人就可以看比赛放松一下。 每次比赛进行到激烈的地方, 都能听到飞黄工作室里爆发出一阵惊呼。 朱小策正在跟后期的工作人员一起等着视频的导出。 虽然剪辑和后期都已经完成了, 但视频导出后到底能不能让人满意, 还是个未知数。 如果要精益求精的话, 可能还要再微调那摩两三遍, 才能发布到网上去。 等着视频导出也很无聊。 所以, 两个人也在看GOG的全球邀请赛。 这比赛办得真是不错。 各种细节都很到位啊。 上阳游戏那边肯定莫少下功夫。 剪辑师说道。 朱小策点点头, 对。 这次GOG全球邀请赛, 可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露了个大脸。 之前那些电竞赛事, 基本上都没有能办到这个程度的。 裴总这次野心很大。 不过想想之前包下时代广场一条街的事情, 这也不奇怪。 裴总早就想好了要烧大钱推广GOG, 这个全球邀请赛要是办得小家子气了, 那才奇怪。 直播画面上, 江焕正在接受采访。 各种谈目很快纷纷飘过, 把整个画面全都覆盖住了。 出现了DGE醉酱的男人。 判断实力的方式很简单, 只需要遵循两条定律, DGE第一定律, DGE星号星号星号都是身形壮硕的肌肉男, 所以在所有星号星号星号的所有职业选手中, 整体肌肉量和实力成正比, DGE第二定律, DGE星号星号星号最菜的人加练最多。 所以, 在所有肌肉男中, 整体肌肉量和实力成反比。 江焕属于肌肉男的范畴, 但肌肉量又是全队最少的。 这说明在DGE星号星号星号里, 他加练最少。 这种实力用八个字来形容, 就是深不可测, 恐怖如斯。 电竞比赛竟然能用身材来判断队员的实力。 这就尼玛离谱。 我现在真的很好奇, DGE星号星号星号到底是何方神圣。 线上赛无敌, 线下赛也无敌, 所有无敌打群架也无敌。 分散到各个队伍之后, 人人都能拿MVP。 这要是再一个队伍, 这得多恐怖。 整活大赛了解一下, 那可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就是传说中的, 巨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 一个神秘的星号星号星号, 不打比赛, 只靠卖队员赚钱, 属实赚钱鬼才。 看着这些玩梗的谈目, 朱小册也不由地笑出了声。 沙雕网友们, 真的太能造梗了。 本来黄王身上就有拳击选手的梗。 在前两个比赛日中, 很多人声巴了一下DG星号星号星号的10名队员, 发现他们竟然全都在这次全球邀请赛中亮相了, 而且竟然都在比赛中打出了MVP级别的表现。 这就很离谱了。 很多时候, 两个队打起来, 就看哪边的DG星号星号星号队员更给力。 每次赛后采访, 观众们都会满怀期待地看着被采访的队员。 果不其然, 又是一个肌肉男。 光是看到这身肌肉就能确定, 肯定是DG星号星号星号的前队员莫跑了。 这身肌肉简直就是行走的广告牌, 走到哪, 就把DG星号星号星号和托管健身房的广告打到哪。 甚至更离谱的是, 很多比赛开场前, 观众们给两队加完油之后, 还会大喊DG加油, 变成了一种风潮。 电子竞技胜者为王, 观众们天然地崇拜强者, 菜逼不配获得掌声。 像DG星号星号星号, 虽然并没有参赛, 但每一位队员都能影响比赛的走向。 这就让DG在观众们心目中的地位被无限拔高。 有实力又有梗。 几天的比赛下来, DG星号星号星号圈粉的粉比其他星号星号星号加起来都要多。 朱小策看得都羡慕了, 现场气氛真好。 可惜, 最近要剪片子, 没时间去看。 剪辑师好奇地问道, 朱导, 托管健身房真有纳膜好使。 这些队员就练了几个月吧? 怎么比我练了将近一年还明显。 之前, 腾达就给全体员工都办了健身卡。 所以, 员工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健身的习惯。 只不过很多人练了这么长时间, 身材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朱小策笑了笑, 你那是怎么练的?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有时候一周都去不了两天, 吃饭上也不讲究。 人家是怎么练的? 有严格的训练日程, 只能吃配套的健身餐, 每天的训练量都是安排好的。 一般的健身房效果, 跟托管健身房能比吗? 不过你放心吧, 托管健身房马上就要作为员工福利普及开了。 现在腾达总部那边已经开始尝试了。 陪总之前, 使劲在各个公司附近铺托管健身房的分店, 应该也是这个目的。 剪辑师愣了一下, 啊? 是吗? 那我怎么没听说这事呢? 朱小策说道, 我听果立成说, 陪总安排好了这些健身房的分店之后, 本来是打算观望一阵再让员工们使用的, 结果还没来得及安排员工进去, 就已经爆满了。 原本托管健身房的口碑就在不断积累, 腾达生活AP和墨鱼外卖的火爆也给托管健身房提供了很高的知名度, 高峰期的名额都已经满了。 前段时间的这个比赛, 更是星号星号了托管健身的热度, 一方面是, 队员们的身材实在太过显眼, 广告效果太好了。 另一方面是很多人一打听, 才发现, 这个健身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 用过的都说好。 所以, 这两天很多人都去报名了。 你是不知道, 现在想抢一个托管健身房的名额有多难。 不得不说裴总这宣传策略还真是沉得住气。 你想想, 健身房这种东西单纯打广告肯定不好使, 别人不信啊。 但是, 如果你能把网瘾少年都给练成肌肉男, 那可是了不起了。 想健身的人一看, 就连不爱运动的网瘾少年都能练成这样。 那我肯定也行啊。 再一问身边的朋友, 都说托管健身房只要坚持下来, 就能有改善。 这肯定会去报名的, 贵点也都认了。 但是这种办法, 只有裴总能用。 一般健身房, 乃能沉得住气花几个月时间去训练网瘾少年啊。 都是想着捞快钱, 几个月, 说不定早都办完了健身卡, 准备跑路了。 但裴总就不一样, 显然是为了长远目标, 哪怕这几个月一直亏钱, 也能沉得住气, 就做口碑。 现在健身房里那些, DGE星号星号星号队员身材变化的照片, 在网上都传封了。 这就是火广告啊。 剪辑师也听得频频点头。 确实,裴总这不其实真妙啊。 借着世界总决赛的热度, 既宣传了DGE星号星号星号, 又宣传了托管健身房。 所以, 这好是什么时候, 才能轮到咱们内部员工啊? 朱小册笃定地说道, 放心, 裴总不会忘记我们的, 现在的托管健身房爆满了, 他肯定还会继续开分店给我们用的, 无非是或早或晚的问题。 据说树览公寓那边, 裴总也有当员工宿舍来用的意思, 只是目前也还在观望期。 剪辑师有点纳闷, 为什么都在观望期? 裴总到底在观望什么呢? 朱小册也答不太上来, 想了想说道, 可能是先观望一下, 这个商业模式能不能成功吧? 等确定能成功之后, 再拿来发员工福利。 可能树览公寓的模式, 也有什么独到之处, 必须要验证一下呢? 两个人正聊着, 突然, 一名员工跑了过来。 朱导, 你快看这个, 竟然有人比我们快了一步。 朱小册一愣, 接过手机查看。 视频的标题是, 出租屋甲醛评测, 主家安心房, 蜗牛公寓等六家租房公司, 仅一家全部合格。 发布者是国内的一家科技评测媒体。 朱小册愣了一下, 因为他知道, 这家科技评测媒体, 在数码圈口碑不错。 只是, 科技评测媒体, 为什么来测甲醛房了? 这是一个时长将近半个小时的视频。 里面的内容, 竟然跟飞黄工作室正在制作的这七视频大同小异。 首先是一些, 消费者爆出出租屋内甲醛超标, 健康受损问题。 包括这家评测媒体的员工, 也有一些住进了甲醛房。 而后, 这家评测媒体开始征集志愿者, 对甲醛房进行检测。 只不过跟飞黄工作室相比, 他们并不是针对住家集团, 而是对包括住家集团安心房, 卧牛公寓在内的六家租房公司, 全都进行了抽查检测。 最后的结果, 住家集团安心房, 入住三个月以内的房子甲醛全部超标, 三到六个月的有半数超标, 六个月以上的还有一间房子超标。 而跟住家集团安心房走同样模式, 只是规模较小的卧牛公寓也同样如此, 甲醛同样超标。 唯有树揽公寓, 所有的房子全都检测合格, 并且标准明显低于国家标准值。 最后, 评测媒体也普及了一些基础知识, 比如, 消除甲醛的最好方式是开窗通风, 除甲醛公司只能暂时降低甲醛, 但甲醛挥发是一个长期过程, 所以, 一旦住进甲醛房没有更好的办法, 必然危害自身健康, 必须慎重。 与飞黄工作室的视频相比, 这个视频在剪辑方面莫纳摩精细, 也莫纳摩烤焦。 但这是一家在科技数码圈很有名的媒体, 公正性和客观性基本上默认会质疑。 而且, 他们的视频测试了六家租房公司, 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也更加全面。 在视频下方和这家评测机构的微博上, 已经引发了热烈讨论。 这不是在杀人? 甲醛超标这么多, 别说住一年了, 住几个月, 说不定就要致癌了。 这还好意思叫安心房。 安心什么? 安心去死吗? 吓得我赶紧打开了窗户。 是真的, 我曾经在安心房这边坐过一个月, 一个租户一直跟我反映房间味道有问题。 我去调查了一下, 还真有问题。 然后我就问上司, 咱们房子有问题怎么办? 上司说别管, 这都是行业规则。 然后我就离职了, 我缺钱, 但我还没缺钱到要谋财害命的地步。 现在想起来, 之前看安心房的项目时, 房子还在装修, 味道特别大。 然后中介跟我说, 现在签约, 后天就可以入住, 还给我保证让, 除权公司过来除假权。 幸亏我没有入住。 蜗牛公寓还一直标榜自己良心, 超过住家的安心房。 现在这检测结果, 啪啪打脸啊, 一秋之河。 树揽公寓的检测, 全都符合国家标准, 可还行。 这尼玛太离谱了, 不是刚刚装修完成才不到一个半月吗? 从理论上来说, 装修材料、家具全都用环保材料, 加上新风系统一直通风的话, 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只不过代价比较大。 嗯, 视频里也介绍了, 似乎树揽公寓的新风, 是24小时不停的。 而且, 家具也都是高档家具。 搞来搞去, 还是裴总最良心。 这段时间, 各种树揽公寓的黑狗铺天盖地, 什么智商税啊, 哄抬租金啊, 割粉丝韭菜啊, 真是群魔乱舞, 结果评测结果一出来, 真是分分钟打脸。 果然, 腾达的实体行业不一定便宜, 但一定置优。 就拿这次的房子来说, 如果不是有专门的评测媒体爆出这个事情, 谁会知道, 住家的安心房跟树揽公寓的差距能有这么大。 唉,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感慨。 很多时候, 真的不是腾达做的有多好, 全靠同层衬托。 网友们简直是群情激愤。 因为在外租房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尤其是在帝都、摩都、 阳城这种一线大城市飘着的年轻人, 对租房的需求尤其巨大。 年轻人的居住需求是比较高的, 一般的老婆小默人愿意住, 都想住在装修好一点的房子里。 所以, 住家集团的安心房和蜗牛公寓这种房子, 才应允而生, 并且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 但谁能想到, 这些全都是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看起来装修的不错, 实则在看不现的地方, 疯狂偷工减料, 严重损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而年轻人, 又是上网的主要群体。 看到这个消息, 全都气炸了。 这热度, 当然是瞬间炸链。 看完了视频, 剪辑试晕了。 主导, 我们的视频怎么办? 两边做的视频, 高度同质化了。 都是揭露甲犬房的问题。 那边虽然剪辑和各种细节, 做得莫纳磨厚。 但他们调查的是, 市面上所有的租房品牌, 其中也包括了树懒公寓。 而且, 作为一家在科技圈, 一直口碑还不错的评测媒体, 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作为第三方出面, 远比飞黄工作室揭露这个事情要好得多, 毕竟飞黄工作室和树懒公寓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这就让飞黄工作室正在制作的这期视频很尴尬了。 朱小册想了想, 视频导出来保存吧, 就不发了。 剪辑师猛逼了? 白忙活了? 朱小册摇了摇头, 当然不白忙活。 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 虽然莫人知道, 但我们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这视频确实莫必要再发了。 因为问题已经被揭露出来了, 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接下来的事情就跟腾达莫关系了。 之前朱小册他们莫去找第三方的评测机构, 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 首先, 各种评测机构的水平参差不齐, 很可能视频的效果无法保证。 飞黄工作室要去找他们, 肯定不能乱插手人家的工作, 实际的效果可能跟预期中相去甚远。 视频反响不够热烈, 那就起不到揭露的作用。 其次, 万一飞黄工作室找第三方机构发视频的事情被爆出来, 那这个视频的公信力一样会遭到质疑。 朱家集团说不定还要借此机会反击, 情况反而更不利。 飞黄工作室又不能挨个去问这些评测机构 到底有没有做假全房视频的打算, 更不能这样一直前等下去, 否则越等受害者越多。 综合考虑之后, 还不如自己亲自上, 至少给人一种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的感觉。 但现在, 正好有一家比较客观的评测媒体 站出来揭露这个事情。 那摩飞黄工作室这边的视频, 就莫必要再发出来了。 剪辑是有些惋惜的, 把导出来的视频放到文件夹里。 可惜黄哥不在, 他还不知道, 这个视频忙活了这么久, 最终却没能跟观众们见面。 朱小册笑了笑, 莫关系, 黄哥也不会在意这个的。 话说回来, 这周末, 黄哥应该就回来了吧。 也不知道, 他在非洲玩的开不开心, 那边信号不好, 经常联系不上。 剪辑师拿出手机, 翻看腾达生活AP下方的评论。 好像有不少人都来树懒公寓这边的板块留言了。 不过, 争议还是很大。 已经没人挑价格和质量上的毛病了。 但是树懒公寓的这些规定, 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 显然, 这个视频不仅仅是打击了那些假全房, 也把树懒公寓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时之间, 树懒公寓成了真正的安心房, 健康环保, 还有保洁服务。 虽然价格贵, 但钱和生命哪个更重要呢? 生命健康, 是永远都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但即使如此, 也还是有很多人, 在对树懒公寓的模式提出质疑。 如果仅仅是出于健康考虑的话, 租那些普通的房子, 或者安心房里面那些六个月以上的房子, 不就好了? 现在大家都能接受树懒公寓的价格了。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用了这么多的好材料, 好家居, 多收些租金,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树懒公寓, 一个最大的问题, 依旧没有解决。 那就是不宜居。 没有什么储物空间。 而且不能自己添置家居, 不能改变房间布局, 仍旧是一个让很多租客都难以接受的点。 朱小策摇了摇头, 谁知道呢? 这种不尽人情的规定总, 不能是为了故意劝退租客的吧? 肯定是裴总另有考量。 我们耐心, 等着就知道了。 与此同时, 裴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也刚刚关闭这个评测视频。 竟然有其他的评测机构, 也在做这个视频。 嗯, 这样也好, 甲犬房确实, 应该被曝光。 但是, 能不能不要顺便夸我的树栏公寓啊? 还好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否则, 背上不又得多一刀。 看到这个评测视频之后, 裴迁知道, 飞黄工作室的那期视频, 多半是不会再发出来了。 不过这也无所谓, 都是曝光甲犬房。 谁来曝光, 都是一样的。 唯一有点意外的是, 这家评测视频, 竟然也测了树懒公寓的甲犬浓度。 毕竟树懒公寓到现在为止, 仅仅处于萌芽期而已, 跟住家集团等租房公司的体量没法比。 这样, 都没躲开评测, 属实离谱。 树懒公寓的环保指数, 完全碾压了其他所有的租房品牌。 这个消息爆出来, 显然又是对树懒公寓品牌的一次巨大提升。 不过裴谦对此, 也算是有所准备。 毕竟, 不管是谁披露了甲犬房的事情, 肯定都有人会去测树懒公寓的甲犬, 这是不可避免的。 裴谦早就知道, 这些竞争对手, 一个都靠不住。 同行太不给力了, 指望不上啊。 很多时候, 真不是裴总想赚钱, 奈何同行不允许。 所以, 裴谦本来也没把希望, 全都寄托在同行身上。 他深知, 这就是一群猪队友。 想要让树懒公寓裴谦, 还得靠各项不尽人情的规定, 和这种家徒四壁的装修风格。 只要坚持, 让树懒公寓不宜居, 房间住不满。 那么, 树懒公寓这个品牌, 就还是会一直血亏的。 毒毒毒。 办公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新助理推门而入。 裴总, 荆州电视台财经频道想对您做一个专访。 主要是因为经济旅社在改造老公业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所以, 裴谦愣了一下, 头上飘出一个问号。 荆州电视台采访。 又来。 裴谦赶忙说道, 墨空。 你告诉电视台那边, 我工作繁忙。 实在是墨时间。 下次一定。 新助理点点头, 好的裴总。 等新助理离开了, 裴谦拍拍胸口, 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荆州电视台财经频道。 可别闹了, 上次墨鱼外卖就是被电视台给坑了。 这次竟然又想在经济旅社上面动手。 我不会再上当了。 经济旅社那边是老工业区。 虽然到目前为止, 经济旅社距离收回成本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毕竟有了不错的热度。 改造老工业区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荆州当地的企业都不想碰这个烂摊子。 腾达集团在老工业区那边投入巨资打造了经济旅社这样一个主题乐园。 虽然是鬼屋, 但毕竟是第三产业, 足以成为老工业区改造的标杆项目了。 所以, 电视台来采访这是早晚的事情。 早在经济旅社开业的时候, 电视台就报道过一次, 只不过那次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和讨论, 毕竟经济旅社的宣传铺天盖地, 不差电视台这一次报道。 但裴谦还是万万不敢接受专访的。 他很清楚, 只要自己接受专访, 准坏事。 就像上次在摸鱼外卖, 裴谦就只是漏了的背影, 都被网友们给扒出来了, 变成了腾达老板亲自带火。 这要是接受了采访, 把经济旅社给带火了, 完全有可能啊。 更何况裴谦也不想露脸。 至于文字的新闻稿嘛, 更别提了, 有心理阴影。 所以, 裴谦的态度很坚决, 就说自己有事, 下次一定。 我不接受采访。 你还能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吗? 还能把刀插在我的背上吗? 不能够。 财经频道的记者张力闲挂了电话, 一脸茫然。 裴总竟然拒绝了。 按理说, 这可是电视台采访啊。 而且是正面采访, 数榜样, 对企业形象是多大的提升, 怎么还能拒绝呢? 故意拒绝的? 那不至于, 这种好事, 没有拒绝的必要。 很有可能, 是真的末时间吧。 张力闲感觉有点可惜, 因为这次她想报道的内容, 不仅仅只有经济旅社本身, 也不仅仅只有老公业区改造的事情, 还想采访一下裴总对于投资的看法。 之前荆州电视台, 倒是也报道过经济旅社, 但效果一般, 没有引发什么太大的反响。 反思了一下, 主要还是内容做得不到位。 这次的参访, 打算换一个角度, 大部分的企业不想应改造老公业区的号召, 不敢在老公业区投资, 都是怕承担风险。 但裴总也是投资人, 他为什么就敢在老公业区投资呢? 这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可以挖掘? 大家都觉得, 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然而很可惜, 裴总不接采访, 这事情就有点僵住了。 一名工作人员提议道, 裴总没时间的话, 要不换个人。 在经济旅社那边投资的, 可不止裴总一个投资人。 付贵资本的李总, 也在那跟投了不少钱了。 另一名工作人员也点头赞成, 对啊, 可以采访采访李总, 同样是投资人, 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张立贤想了一下, 觉得这, 似乎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替代选择。 付贵资本的李总, 也在老公业区投资了, 同样值得表扬。 而且他多半跟裴总共事过, 了解一些经济旅社在建设过程中的内情。 想到这里, 张立贤找到了付贵资本的电话, 并成功联系上了李时, 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想安排一次专访, 分享一下在老公业区投资的心路历程, 以及投资如此成功的原因。 电话那边的李时, 欣然同意。 张立贤很高兴。 那李总, 我们就到您的办公室去采访吧。 您说一个时间, 电话那边的李时沉默片刻, 如果是介绍投资成功经验的话, 相比于办公室, 我有个更好的采访地点。 城市曙光的树览公寓。 9月13日, 周二, 张立贤带着财经频道的录像, 来到城市曙光那栋造型独特的大楼。 而李时也, 已经在大楼的十一层等着了。 李总, 你好你好。 张立贤和李时亲切握手, 李时则是把张立贤和录像施请了进来。 进入空荡荡的客厅, 张立贤愣住了。 这, 这是刚搬进来的新房子? 这简直是家徒四壁, 跟刚被抢劫过的一样。 怎么住人啊? 张立贤感到非常困惑。 之前听说, 李总把采访的地方定在城市曙光小区的时候, 他还以为这里是李总的住处。 毕竟是在小区里, 明显也不可能是办公地点啊。 但是来到这边一看, 张立贤又疑惑了。 这哪项是住处啊? 根本没有半点烟火器。 据他所知, 李总早就结婚了。 儿子都上初中了, 但是这个地方完全看不到他太太和儿子生活过的痕迹啊。 也就是说, 李时并没有把这里当家来住, 而只是租了个树揽公寓的房子。 喂, 石膜? 这地方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张立贤还没开始采访, 就已经自然而然的有了很多问题。 李时看出了他的疑惑, 笑了笑,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不急, 我们慢慢聊。 靠近阳台的地方, 就有用来喝茶的小茶几和两把椅子, 正好可以用来采访。 本来落地窗透过来的阳光让镜头有些背光, 李时把智能玻璃调节了一下之后就解决了。 这次并不是一个很正式的新闻采访, 而更接近于一个访谈栏目, 节目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 两个人聊的内容也相对随意。 张立贤一边回忆着自己要提出的问题, 一边止不住地把目光投向茶几上的那个四四方方的黑盒子。 这是什么东西? 没办法不引起注意, 整个房间这磨大, 基本没有其他的陈设。 这个黑盒子, 放在茶几上实在太醒目了。 李时笑了笑, 这个东西, 之后我会解释的。 张立贤点点头, 决定先按照正常流程来访谈。 反正对访谈结果不满意的话, 还可以重拍。 前期准备一切就绪之后, 访谈正式开始。 张立贤有很多疑问, 比如, 李总为什么要把采访的地点安排在这里? 这房间里的陈设是怎么回事? 黑盒子是干啥的等等。 不过, 还是按照之前准备好的问题, 开始提问。 李总, 您可以说是荆州乃至汉东创业、 投资行业的资深人士, 众多财富神话的见证者, 创办的复辉资本更是直接或者间接地 帮助了荆州当地的许多产业。 您最近也是响应号召。 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老工业区, 也就是经济旅社那边。 但是, 原本我们荆州的企业和投资人对这个地方都唯恐避之不及。 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才下定决心在这里投资呢? 李时陷入了回忆。 其实, 我原本也不看好这个地方。 但是有一天, 裴总问我, 荆州哪个地方的项目是投资人们最不愿意碰的项目? 我想了想说, 应该就是老工业区那边了。 因为那时候的老工业区还是一片荒地, 只有一些废弃的厂房, 而且远在城郊, 位置非常偏僻。 我本以为裴总就是开个玩笑。 结果裴总二话不说, 直接就投了。 于是, 我也就投了。 张力嫌愣住了。 这魔草率的吗? 裴总投了, 所以你也跟投。 那万一裴总要是投资失败了呢? 那, 您为师魔对裴总这么信任呢? 张力嫌问道。 李时笑了笑, 如果你详细调查一下裴总圆梦创投的投资, 你就会发现, 他的投资和别人的投资有着天壤之别。 别人的投资只有两种结果, 亏或者赚。 而裴总的投资也是只有两种结果, 现在赚或者以后赚。 要说圆梦创投最成功的的一次投资, 还是买纸头公司股份。 那真是每一步的时间都卡的恰到好处, 收益直接翻了二十多倍。 做投资不仅需要胆识, 更需要眼见。 一个优秀的投资人首先要能看到机会, 其次要知道如何把握机会, 最后还要敢于抓住机会。 而裴总显然是在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极致, 才能投资这魔多成功的项目。 当然,在投资之前, 裴总也曾再三提醒我, 这个项目会有很大的风险。 我想了想, 有风险就有风险嘛。 老公业区改造的事情是在必行, 要是真赔了, 那就相当于为荆州做贡献了。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荆州人, 侥幸获得了一些财富, 回馈给社会这是应该的。 张力显点点头, 李总的胸襟真是让人敬佩。 我发现您对于裴总似乎非常信任。 您的这种信任, 是来自于裴总辉煌的投资成绩呢? 还是说, 也来自于其他的地方? 李时沉默片刻, 说道, 其实最开始, 只是因为裴总辉煌的投资成绩。 那时候, 我对于裴总和圆梦创投为神魔能取得这魔多的成功, 并没有很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但是最近, 我越来越明白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了。 我想, 这个经验不仅可以给投资人们分享, 也可以跟所有有志做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分享。 裴总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他的思维方式。 张力贤眼前一亮, 请您详细说说, 李时巍巍一笑, 这里是树篮公寓, 也就是腾达最新推出的租房品牌。 但很多人不知道, 裴总也住在这里, 就在这洞楼的顶层。 这个房间中所有的陈设, 都是跟裴总的房间一模一样的。 张力贤愣住了, 他确实没想到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 腾达的办公地点在哪, 裴总的办公室在哪, 但对于裴总的真面目, 还有裴总住呢? 这些都很少有人知道。 裴总的住处也和这里一样。 这也太简朴了吧? 怎么住人? 张力贤疑获道。 李时笑了笑,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在发现裴总就住在这里之后, 我也很惊讶。 因为这里的陈设真的太简单了, 简单到会对正常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了。 住在这里的人, 很容易觉得这里像是寺庙或者修道院, 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生活气息。 所以, 我也产生了疑惑。 以裴总的身价, 买套豪装别墅轻轻松松, 为石膜要住这种地方呢。 所以, 带着疑问, 我也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 终于, 我明白了裴总的身意。 李时故意卖了个关子, 顿了顿之后说道, 这里有助于集中精神进行思考。 而裴总正是为了要长时间的集中全部注意力进行思考, 所以才住在这里。 这里与其说是裴总的住处, 倒不如说是裴总的练功房, 陈思事。 裴总的成功并不是一种偶然, 而是日复一日, 勤奋思考的结果。 他把自己的物质享受压缩到极低的程度, 在整个房间中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必需品, 一直过着这样极简的生活, 就是为了防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自己的思考产生干扰。 没有了这些杂物, 就能够更加专注的思考。 长时间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就可以养成这种专注、长效的思维方式。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投资天才, 裴总只不过是把一切时间都利用起来, 高效的思考而已。 所以, 我现在, 也在努力地学习这种化繁为简的思考方式。 我会经常来这边, 一个人静静地思考。 我发现很多之前想不通的问题, 来到这里之后, 很快就可以想通了。 因为在这里, 我能做到心无旁骛, 不会有任何事情干扰我。 张丽贤的脸上露出恍然的表情。 原来如此。 之前他也很费解, 裴总是腾达集团的老板, 一次投资就能赚五个亿, 想买什么样的房子买不起。 这套房子虽然面积不小, 但还是匹配不上裴总的身价。 而且, 裴总竟然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如此简朴, 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让人联想到了苦行僧和求道者。 这合理吗? 试问, 谁不喜欢方便? 谁不喜欢享受呢? 裴总的腾达集团已经是家大业大, 按理说, 享受享受生活是很正常的选择。 可裴总恰恰没有这么做。 显然,裴总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目的。 这个谜题被同为投资人的李总解开了。 显然, 裴总的成功不是偶然, 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而裴总之所以能够比普通人想得更深, 想得更远。 就是因为, 他用着重疾为严苛的态度, 为自己打造了这样一个, 可以摒弃一些杂念, 可以专心思考的空间。 别人在家,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 裴总还在, 这里认真地思考着, 腾达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 日积月泪, 可不就是天壤之别魔。 张力贤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看了看茶几上的那个黑盒子。 那, 这个黑盒子, 是做什么的呢? 李时没说话, 而是给张力贤演示了一遍。 快速地按下基根金属小棍, 盒子里的机器, 就自动把它一次复原。 张力贤陷入了茫然。 这, 李时些事道, 它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品。 但是, 它其中富含着一些哲学意味,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思考。 裴总的房间里, 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费了好大劲, 才找到了这东西的官网。 莫想到, 竟然也是圆梦创投作的。 也就是说, 这东西多半是裴总的特殊定制发明。 它的名字, 叫做全字动台杠机。 张力贤依然困惑。 全字动台杠机。 那怎么会有哲学意味呢? 怎么帮助我们更好的思考呢? 李时把全字动台杠机转向张力贤, 让他自己按一遍。 张力贤按了一分钟, 疑惑道, 有什么意义? 完全是浪费时间啊。 李时微微一笑,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就是它最大的意义。 这里面韵含着道家的传统哲学思想, 无用之用。 能够让人意识到, 某种行为是无意义的。 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这东西, 叫做全字动台杠机。 模拟的, 就是在网上跟别人抬杠的全过程。 现在网上的杠精越来越多, 无意义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公众人物, 真的很容易陷入到, 这种无意义的争论之中。 我们总是习惯与人争论, 但大部分时候, 很多人不是在针对错, 而是在分高下。 每个人都不会去, 真的想要理解对方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不会去反思自己是不是错了, 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挖对方语言中的漏洞, 想要将对方驳倒。 所以, 我们会发现, 在网上跟别人争论, 永远也不可能达成共识。 跟这些人争论, 就像是跟这个全自动抬杠机抬杠一样。 不管你如何努力, 他都会抬杠抬回来。 你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而作为一个思想者而言, 就更容易陷入这重无意义的争论中。 因为你越是思考, 就越会为某些人的愚蠢而愤怒。 越思考, 就越容易陷入自己愚蠢而不自知的境地。 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是非常危险的, 思考给我们带来智慧, 但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偏执和傲慢。 而这台机器就是在提醒你, 这是无意义的,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也不要去跟网上的杠警争论。 你只需要认真思考,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 所以, 每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 就会按它。 我看着它不停地跟我抬杠, 把我做出的努力全部复原。 最后我意识到, 我在浪费时间, 我在做无用功。 于是, 我的负面情绪得到了发泄, 就可以静下心来, 继续思考。 裴总为什么, 在房间中, 没有留下任何工艺品和装饰品, 唯独留下了它。 就是因为, 它不仅仅是一件工艺品或艺术品, 它还是一台思绪归灵机, 与整个房间的布局相互搭配,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沉下心来思考。 在我看来, 它才是这个思维空间的灵魂所在。 张力贤恍然, 原来如此, 这东西跟减压神器有一区同工之妙。 李氏摇了摇头, 你可以这模认为, 不过, 它的用法跟真正的减压神器,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一般的减压神器, 比如捏泡泡机, 指尖陀螺等等, 都是通过一种重负运动来对你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 让重负运动的惯性占据你的大脑。 但全自动抬杠机却并非如此, 它的玩法并没有一定的规律, 并不是重负运动, 所以, 对一部分人来说, 可能会越玩越上头。 但是, 这恰恰是全自动抬杠机和减压神器的区别所在。 减压神器仅仅起到疏导情绪的作用。 它只是将你的注意力转移了, 让你暂时忘掉了那些烦恼。 但实际上, 它对我们的思考帮助不大, 甚至有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依赖, 变得三心二意, 稍有烦躁, 就下意识地玩起了减压神器。 但是, 全自动抬杠机病不是疏导。 如果你, 一直玩的话, 可能一些人的烦躁情绪会加剧。 它的作用, 是诱导你想通一些事情。 让你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无意义, 并培养你的自控力, 让你能够在上头的情况下, 控制住自己。 所以, 全自动抬杠机, 只有具备一定自控能力的人才能驾驭。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强调它有助于我们的思考。 它不是为了麻痹你, 而是为了刺痛你。 从长远来看, 二者有很大的区别。 张力贤显然, 也对这个四四方方的黑盒子,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过毕竟还在采访中, 不方便直接问到底要去哪买, 还是等采访之后再说了。 张力贤看向四周, 整个房间却实如李总所说的, 极致简约, 甚至让人觉得有重, 在苦修的感觉。 但随即, 张力贤看到了客厅里的那个大电视。 这电视的尺寸, 即使是在家电城里, 也很少见到, 这十细阴眼球。 张力贤觉得有些奇怪, 问道, 李总, 既然是要安静思考。 那客厅里, 不是压根不应该有电视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电视都是用于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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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管是看剧, 看电影, 看综艺, 还是打游戏, 这都跟思考不搭边啊。 李时笑了笑, 哦, 这个呀, 其实你打开电视下方的那个不起眼的电视柜, 就会看到游戏主机和大量的游戏光碟。 这很正常, 因为裴总虽然有很多个身份, 但他的第一身份, 永远都是游戏制作人。 裴总制作的网络游戏GOG目前已经在开拓欧美市场, 在全球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玩家, 更是把广告打到了时代广场。 而裴总制作的单机游戏《奋斗》也已经在国内获得热烈反响, 游戏的思想性和深度更是获得游戏业内人士和玩家们的一致好评。 作为这样顶尖的游戏制作人, 不玩游戏, 如何取材呢? 我在电视柜里找到了各种国外顶尖大厂的游戏, 这足以说明裴总既没有骄傲自满, 也没有固步自封, 而是始终都在努力地从国外的游戏制作人身上吸取经验, 并进行反思, 否则也不可能做出《奋斗》这种优秀的游戏作品。 张力贤微微点头, 但随即又觉得有些不对, 问道:"那,裴总为什么要给其他的租户也都配上游戏呢?" 李时早有准备, 回答道:"很显然, 这是裴总的一种态度。 我看过了, 这些游戏都是国外的3A大作, 全都是艺术性与游戏系都不错的作品, 想必是经过了裴总的精挑细选。 在裴总看来, 游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它也可以有艺术性的表达和深刻的内涵。 所以,裴总显然也是希望树懒公寓的租户们在思考累了的时候, 可以放松放松, 从这些精品游戏大作中获得一些灵感和启发。 同时, 应该也是在反对玩物丧志的这种说法。 裴总是在强调, 游戏在让人放松的同时, 也是可以给人思考的。 张力显点头:"原来如此。 我之前就听说, 树懒公寓似乎有很多不近人情的规定, 很不合理。 那这样看来, 裴总其实是通过树懒公寓, 在向大家传达这种生活方式。 那维师摩不在树懒公寓上说明吗?" 李时薇薇一笑, 这种事情, 怎么能自己说呢? 那不成了自卖自夸了吗? 思考, 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 并不是说你在某个环境中, 就一定能静下心来思考。 这种事情因人而异, 不可能保证效果。 而且, 裴总也从来不会去解释自己的行为, 他只会认真谛做自己的事情。 至于其他人, 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 裴总从来不会强求。 树懒公寓, 维神魔要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呢? 全字动台杠机, 又为什么要用这魔昂贵的材料? 做得如此精细, 卖得这魔贵呢? 显然, 裴总是给能读懂这其中深意的人准备的。 懂的人明白这其中的价值, 知道这个价钱很值, 自然愿意付费。 而贤贵的人不会意识到, 这其中的价值所在, 也不会去跟真正需要他的人去抢。 终于, 采访结束了。 张立贤回顾了一下采访的内容, 感觉这次的采访似乎有点跑偏。 因为本来是采访李总的, 但是李总全程都在谈裴总的事情。 不过, 这倒是也没有大碍, 因为类似的访谈类, 节目并不会强制限定内容。 嘉宾分享什么内容, 都是可以的。 而这次李总分享的内容, 确实是干货满满。 为什么李总能够在绝大多数投资人和产业, 都不看好老工业区改造的前提下, 还坚持在老工业区投资? 一方面是跟随裴总的脚步,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这种独立的思维方式。 而这种独立思维方式的养成, 跟平常的生活环境, 思考方式息息相关, 这种思考时一定要极致专注的经验。 其实不仅仅适合投资行业的人, 其他脑力劳动者需要心无旁骛思考的人, 也同样是用。 而李总和裴总对老工业区的改造, 完全可以作为典型, 好好表扬一下。 想到这里, 张力贤站起身来再次跟李氏握手, 感谢李总摆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 相信您的这种思维方式, 一定可以给很多迷茫中的年轻人指点迷惊。 拍摄已经结束了, 所以张力贤小声问道:"李总, 这个拳字动态杠机, 应该去哪买。 李氏笑了笑, 去网上搜一下这个名字就能找到了, 并不难找。 张力贤点点头:"嗯, 这东西挺有意思的, 我也要买一个放在家里。 好了, 我们就不打扰了, 李总在线。 9月13日, 周二, 晚上。 今天是GOG全球邀请赛小组赛第一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明天休息一天。 陪迁看完比赛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先来到墨语网咖, 一边喝着鸡尾酒, 一边在笔记本电脑上捋顺腾达各个部门的思维导图。 其实也不是陪迁不想回家, 主要是回家也莫啥事感。 家里太空了, 也就打游戏, 但是游戏打多了也是会腻的。 哪像墨语网咖这边有服务生伺候着, 还能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听歌手唱歌。 四维导图上的线条已经越来越多, 陪迁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有点不够用了。 陪迁非常不情愿地把DG星号星号星号, 腾达游戏和托管健身房连了起来。 GOG全球邀请赛是个导火索, 那群队员们一个个疯狂吹DG星号星号星号和托管健身房, 从小组赛第一天就在吹, 已经连吹四天。 陪迁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但是没识摸办法。 本来想去托管健身房看看的, 但是仔细想了想, 就算去看也只是给自己添赌, 何必呢? 只能是默默地连上线, 宣告他只能进入下一阶段了。 使劲开分店吧, 只要分店开得够快, 盈利就暂时追不上我。 裴迁发现, 这个周期似乎有一点诸事不顺, 尤其是自己的实体店, 纷纷爆雷, 先是摸于网咖, 然后是摸于外卖, 现在就连托管健身房竟然也顶不住了。 还好, 树懒公寓还坚挺着。 否则, 实体店只剩逆风物留着一根毒苗, 这可咋整啊? 裴迁看着思维导图上密密麻麻的大网, 感觉自己似乎可以放弃这玩意了。 现在别说去推断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了, 就连看都快看不懂了呀。 这密密麻麻的线条, 还有上面密集的小字, 实在是让人看得眼韵, 想捋顺都很难。 裴迁觉得自己通过思维导图, 推测各部门之间可能会有的联动这个策略已经失败了, 因为这些部门之间的联动总是如此的神出鬼没, 如此的不讲道理。 就比如, 裴迁本来让亚林教练每天给DG的队员拍照, 是为了确保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游戏训练。 这谁能想到, 这些照片反而成了托管健身房的宣传素材。 想到这里, 裴迁不由地默默叹了口气, 有一种莫名的忧愁。 与此同时, 墨鱼网咖外面。 网咖里灯火通明, 透过落地窗映照出来, 从外面能看得一清二楚。 软光剑从对面底光环工作室出来, 刚刚绘制完成一幅Guck英雄的原画, 打算回去休息。 然而, 路过墨鱼网咖的时候, 突然透过落地窗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咦? 裴总这磨晚了, 还没回家休息? 对着电脑莫非是在工作? 软光剑有些好奇, 裴总坐在一个背对落地窗的位置, 越过他的肩头, 能看到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亮着。 软光剑突然扶置心灵, 觉得这个角度的构图不错。 于是立刻掏出手机, 透过落地窗拍了一张照片。 咔嚓! 照片中, 裴总背对着镜头, 右手放在下巴上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而他侧对着的电脑屏幕亮着, 虽然看不清楚, 屏幕上具体是什么, 但可以肯定不是游戏或者电影。 世界名画, 裴总在工作。 不过电脑上这是什么? 思维导图。 软光剑拖动照片放大, 他的手机信号信号信号像素很高, 虽然没有故意去拍电脑屏幕, 但还是可以隐约看到, 上面是一张思维导图, 有无数密密麻麻的线条和一个个方框。 这些方框有大有小, 小方框里的字和线条上的字都完全看不清楚, 唯有最大的几个方框, 上面写着腾达游戏, 托管健身房, 摸鱼外卖, 摸鱼网咖等等字样, 有密密麻麻的线条从上面延展出去, 和其他的方框相连。 软光剑看了一眼, 确认了这里面也没实摩公司机密信息, 就放心了。 腾达的各个部门大家都知道, 这不是什么秘密, 发出去也没关系。 软光剑把图片发到自己的微博上, 并配了一句话。 我下班了, 但有人还在工作。 本来想到网咖里跟裴总打个招呼的, 不过想了想, 又没实摩必要。 于是软光剑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 裴谦最后努力, 尝试了五分钟, 然后把这个思维导图拖进了回收站。 放弃了, 这玩意根本行不通。 裴谦并不是一个投铁的人, 该放弃就得果断放弃, 再去想别的办法。 把鸡尾酒喝完, 裴谦看了看表, 差不多也该回去休息了。 对着大电视, 打几个小时的游戏, 然后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它不香吗? 虽说已经打通了不少游戏, 但游戏这东西嘛, 是永远都打不完的。 想到这里, 裴谦起身离开, 准备回去打游戏睡觉。 来到城市曙光的十二层, 裴谦刚要进门, 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 嗯? 这是什么? 裴谦还以为是水费单之类的, 但是意想不对啊, 水费单不是很长的一条膜。 而且, 树懒公寓这边交水费的事情, 都是管家负责的。 拿下来一看, 发现上面是一行字, 今晚九点荆州电视台财经频道。 裴谦当即愣住了。 这什么意思啊? 暗杀预告? 死亡恐吓? 荆州电视台会有什么? 现在不管是什么事情, 只要跟电视台一沾边, 裴谦就感觉大事不妙。 这个纸条上面没有落款, 但现在也来不及纠结, 具体是谁干的了。 看了看表, 现在八点都快到九点, 要是在墨语网咖里多耽搁一会儿, 说不定就赶不上了。 裴谦赶忙进门, 换鞋, 打开电视。 几分钟之后, 财经频道的访谈栏目准时开播。 他, 是荆州著名投资公司, 赋回资本的掌舵人。 他, 被人看成是荆州投资行业的第二风向标。 在所有企业和投资人都不看好老工业区改造的情况下, 他毅然投出巨资。 在投资圈浮浮沉沉, 见证了无数财富神话的他, 对于投资知道有何读到见解。 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 他又是如何保持头脑清醒, 理智思考。 全民创业, 万众创新的年代, 在商海沉浮半生的李时, 又有和成功密集, 想要和年轻人们分享。 今夜财经故事, 李时与思想者, 精彩即将呈现。 这个访谈栏目, 满满的某某有约记事感。 不过这也正常, 毕竟那是一档火爆全国的访谈栏目, 被荆州电视台的栏目模仿,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刚看完了这个开头, 裴谦就已经锁定了在他门口贴小纸条的人是谁。 绝对是李总莫跑了。 只是, 虽然锁定了幕后真凶, 裴谦却有点怀疑他的动机了。 这个访谈节目, 显然跟自己没关系啊。 这不是李总的访谈吗? 那李总让自己看啥呢? 看他在访谈节目上有多帅吗? 李总在跟我炫耀。 炫耀他能上电视台访谈栏目, 而我没上。 你不知道财经频道先跑过来找了我, 我拒绝了采访之后, 他们才去找你的吗? 你炫耀的锤子炫耀。 裴谦转念又一想, 也不对啊, 李总应该不是那种人啊。 带着疑惑, 继续往下看。 刚看到采访画面, 裴谦就愣住了。 这不是树揽公寓魔? 显然是李总那间屋, 布局跟自己这边一模一样, 就连桌上的那个全自动台杠机的位置都一样。 裴谦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李总那边怎么会有个全自动台杠机的? 自己这房间里确实有一台, 但那是张望他们特意送上门的, 并没有给其他的房间也配上。 裴谦平负了一下心情, 继续往下看。 屏幕上, 李总侃侃儿谈。 裴总投了, 于是, 我也投了。 裴总显然是在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极致, 才能投资这摩多成功的项目。 这李与其说是裴总的住处, 倒不如说是裴总的练功房, 陈思事。 成功并不是一种偶然, 而是日复一日, 勤奋思考的结果。 看着访谈节目, 裴谦的表情从轻松到茫然, 再到震惊, 最后到彻底呆滞。 李总的这一套发言, 彻底把他给整猛逼了。 每个字都懂, 但是连在一起, 根本不知道李总在说什么。 而且越往后听, 裴谦就越是有一种荒诞感。 你确定这里描述的裴总, 跟我是同一个人? 而且, 不是在采访你吗? 你一个劲说我是什么意思啊? 裴谦本来以为, 这个访谈栏目的标题, 李时与思想者, 是在说李时是一个思想者。 现在才发现, 这个思想者, 是指自己啊。 这个, 与字并不是解释说明的关系, 而是并列的关系。 仔细回想一下, 李总在这个栏目里, 简直就是步步扎心。 先是跟主持人谈论经济旅社的事情, 把自己和裴谦, 描绘成了新系荆州, 义无反顾的, 支持老工业区改造的投资人。 而后就开始把话题转移到了树览公寓上, 大谈特谈树览公寓, 这种特殊的布局和构造, 对人集中精神思考有多大的帮助。 最后, 又说到了全字动台杠机, 把这玩意说成了是整个思考空间的点睛之笔, 甚至还带上了哲理。 本来裴谦还不以为然, 心想, 你接受访谈就接受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还特意, 在我门口贴张纸条炫耀。 现在明白了, 这哪是炫耀? 分明是在贴死亡通知书啊。 裴谦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之前树览公寓已经是几经波折, 现在就只剩最后一道城墙没有被攻破了。 最近爆出的甲犬房事件, 让住家, 蜗牛公寓等一大批租房企业名誉扫地, 现在都在忙着道歉。 公关, 唯有树览公寓在这次的事件中不仅没有受损, 反而圈了一波粉。 但真正下绝新住进树览公寓的人却依旧不多,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家徒似避风。 但现在, 李总这一套连销带打, 把家徒似避风的解释完全给扭转了。 原本的不实用, 瞬间变成了有助于静心思考。 甚至就连全自动台杠机这魔人处无害的发明 都莫能逃过李总的魔咒, 被解释成了一个锻炼心态, 让人静心思考的艺术品。 一个访谈栏目, 直接就把经济旅设、 树览公寓和全自动台杠机给一窝端了。 现在裴谦最大的感觉就是后悔。 他也没想到, 自己拒绝了财经频道的采访, 竟然是得其反。 但是这种事情, 谁能想到? 裴谦赶忙拿出手机, 在腾达生活APP上查看树览公寓最新的评价。 现在只能指望着群众不要被李总给蒙蔽了。 树览公寓根本没有任何帮助思考的作用。 你们千万别上当啊。 全自动台杠机, 纯粹是个浪费时间的无聊玩具。 你们可千万别买啊。 然而, 看到树览公寓下方新增的评论, 裴谦的心顺兼量了半截。 原本的评论, 基本上都是在批评这个地方不方便, 不实用的。 但是最新的几条评论, 大家讨论的重点完全变了。 原来如此。 之前觉得树览公寓不合适, 是打开方式不对啊。 我是个画师, 看了访谈节目之后突然发现, 树览公寓这不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住处吗? 简约到了极致, 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打扰我的思绪。 我是作者, 我也觉得这地方不错。 程序员表示, 一, 裴总的这种思考方式真的有用吗? 我心动了, 准备租一间试试。 其实有一定道理的, 现在都流行断射离, 流行极简风。 当然, 这个, 不能说完全对, 每个人的生活, 都要考虑是否适合自己。 但是这种理念,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 而想要在某个领域有巨大的突破, 就必须完全摒弃杂念。 树览公寓, 就是在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呀。 那怎么解释, 没有储物空间, 不能电动家具位置。 还不懂吗? 这就是为了确保房间中的一切东西, 都不会被你弄得乱七八糟啊。 你想想, 如果有很多储物空间, 你就会不断的买买买, 然后把一堆没用的东西, 全都塞到柜子里。 如果可以自己织半家居, 那你肯定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折腾。 这都跟树览公寓的理念, 完全相悖了呀。 是啊, 整个房子的布局, 都是专门有牛逼的设计师设计的。 你搬来搬去的, 原本的那种完美的搭配, 不是都给破坏了吗? 一点仙气, 都没有了。 对啊, 树览公寓有管家, 有宝洁, 又不能洞里面的陈设。 这不就是让你什么都不用管? 集中精力思考自己的事情吗? 觉得不接地气是正常的, 因为树览公寓最初践行的, 就是陪总自己的生活理念, 本来也不适合所有的人。 它是专门为思想者准备的。 听说最大的那几套房子, 已经被荆州的投资人们给包园了, 现在还剩下两栋湖景房, 还有一套商住。 各位大佬抓紧吧, 估计很快也要被租完了。 这三种房子, 正好是三种不同的价格档位啊。 是方便所有财富阶层的人都能体验一下, 这重极减的生活方式吗? 友情提示, 租了树览公寓之后, 一定要配一台全自动态杠机。 我不租, 但是我对全自动态杠机非常感兴趣, 已经下单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全自动态杠机这东西, 简直太神奇了。 它完美符合人类的所有本质, 复毒机, 鸽子, 真香, 杠精。 重负做着无意义的事情, 等于复毒机。 玩了五分钟就不玩了, 扔着吃灰等于鸽子。 开始说, 这破玩意莫人会买, 现在却都在墙等于真香。 跟它玩着玩着, 就上头了, 等于杠精。 卧槽, 还真是啊。 据说这是裴总的发明。 难不成裴总在发明这玩意的时候, 连这个, 都已经算到了。 不说了, 下单, 抓紧时间下单。 不用急, 官网上显示现货充足, 都有份都有份。 裴千彻底晕了。 完全无法理解, 这些疯狂的人在想神魔。 你们疯狂租树懒公寓, 我也就认了。 海特摩在这疯狂买全自动台杠机, 是什么意思啊? 我好不容易偷偷摸摸的生产了两万多台, 到目前为止, 就卖出去了不到两位数。 本来保持的挺好, 现在全完了。 裴千也不知道, 全自动台杠机这个东西, 一旦火起来, 会卖出去多少。 但从现在沙雕网友们, 对它浓厚的兴趣来判断, 绝对少不了。 裴千很无奈, 网友们就没有一个正常人吗? 难道就没有人能看出来李总是在吹牛逼, 满嘴跑火车吗? 他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脑补啊。 突然, 裴千看到一条评论, 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你们都迷糊了吧? 极致简约峰, 就一定能帮助思考吗? 有什么证据? 裴总手下有着魔多的产业, 各个产业都有负责人, 他乃能全顾的过来。 所以, 别乱神话某个人, 裴总可能根本就没去管这些事。 都是各部门负责人钱的。 是啊, 现在腾达都这么多产业了, 裴总怎么可能顾得过来? 我也觉得, 最大的可能是裴总有实人之名, 为各个部门都安排了有能力的负责人, 所以才能获得现在的成功。 如果让他思考这么多事情, 他肯定也不可能思考得过来, 甚至反而起到反效果。 裴千简直是心中意暖。 这鸡尾兄弟, 你们说得太对了, 我确实完全顾不过来了呀。 确实都是各部门负责人钱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然而, 下边的一条评论, 又把裴千心头刚刚升起的小火苗, 给瞬间浇灭了。 要证据吗? 在这里, 图片, 图片。 第一张图片, 是裴千在墨鱼网咖中, 右手放在下巴上沉思的背影。 因为之前已经在墨鱼网咖, 墨鱼外卖有了两张世界名画。 所以, 这个背影瞬间就被认了出来。 第二张图片, 是放大了裴总面前的电脑屏幕, 很模糊。 但勉强可以看清楚, 那是一张流程图, 最大的方框, 写的都是腾达游戏, 墨鱼外卖等核心部门的名字。 这就是证据。 满意了吗? 事实证明, 裴总不仅在把握着每个部门的前进方向, 也在把握着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 你看这密密麻麻的线条, 一般人可能连看清楚都费劲。 裴总却可以通过这张流程图, 规划各个部门的联动计划。 原来如此。 怪不得半个GOD的世界邀请赛, 都能帮托管健身房, 和星号星号星号宣传呢。 原来都是裴总计划之中的。 这磨一想, 以前那些鬼才一般的宣传方式和联动效果, 就都有了解释啊。 这密密麻麻的线条, 裴总到底是进行了多少次的思考? 这大脑莫不是银河计算机? 每秒运算一亿次? 原本我对访谈的内容还不太相信, 现在我信了。 裴总能完成这种非常人的思考, 绝对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 我这就去下单, 全自动台杠戒。 裴千看着这张图片, 表情再度陷入了呆滞状态。 这, 这不就是今天晚上的事吗? 可能也就, 一个多小时以前。 谁干的? 谁闲得末世干偷拍我? 先是访谈栏目, 又是事件名画。 你们一个个的, 提前商量好了, 搁着补刀呢。 9月14日, 周三, 裴千起得很早。 拿过手机, 打开爱立岛网站随便一刷, 发现昨晚荆州财经频道的那个访谈栏目已经上了首页。 这一晚上, 鬼知道卖出去了多少台全自动台杠机。 裴千本来可以昨晚打电话给张旺, 但由于再三, 还是忍住了。 不能给员工们, 传递错误信息。 既然已经三令五声强调过,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加班。 结果私底下, 又打电话给员工说工作上的事情。 这不是会让员工们误解吗? 所以, 裴千知道, 这一晚上的时间, 会让访谈栏目, 和这幅世界名画快速传播。 但也没办法, 不加班的规矩, 是不能破的。 只能是今天上班的第一时间去补救了。 不过昨天晚上, 裴千也已经找到了, 这幅世界名画的出处。 软光剑的微博, 他本来就是国内的顶尖画师, 经常会往自己的微博上放一些练手的作品, 同时又是, 鬼江, Gog, 回头是暗, 奋斗, 等游戏的原画师, 和概念设计师, 本来就有大量的粉丝群体,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腾达的玩家。 他这条微博发出后不久, 很快就在网络上疯传开来。 李总的访谈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本身只是在地方台的财经频道播出, 但只要有少数人看到了, 发到网上就会快速传播。 裴千简直是百口莫辩。 所以, 得抓紧想想补救措施。 首先下楼找到管家宋凯。 宋凯不仅仅是这洞楼的管家, 同时也算是树揽公寓的负责人, 他跟梁青帆各有分工。 梁青帆主要负责房子的设计, 质量把控。 而宋凯则负责日常的运营, 维护工作。 树揽公寓其他的房子, 现在情况如何? 裴千问道。 宋凯高兴地说道, 情况非常不错。 我从数据后台可以看到, 今天上午成交了很多套房子。 而且听说那边看房子的人都在排队。 冰湖小区那边应该会在这两天之内全都租出去。 商柱楼那边十天半月应该也没问题。 裴千不由地沉默了。 这情况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啊。 昨天新闻才出来, 今天上午就已经有人在抢了。 你们一个个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 裴千说道, 在树揽公寓的官网说明上, 再加一行醒目的字。 住在这里并不会提升你的思考能力。 宋凯一愣, 啊? 作为树揽公寓的负责人, 宋凯当然也在网上看到了访谈栏目的视频, 并且对李总的解读, 拍案叫绝。 原来是这魔回事。 宋凯有些惭愧, 就连自己这个树揽公寓的项目负责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层, 折识有些愧对裴总的信任。 在看到视频之后, 宋凯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对树揽公寓能够提升思维能力深信不疑。 因为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自己一直在一层工作, 在这种环境中时间长了之后, 脑子似乎确实清醒了。 但是, 裴总现在的这个要求是什么意思? 住在这里并不会提高你的思考能力。 这难不成是要把李总昨天说的话全都推翻。 裴迁并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强调到立刻加上去。 宋凯只好点头, 好的裴总。 裴迁没再多说什么, 生怕多说多错, 赶忙离开。 小孙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裴迁上了车, 前往圆梦创头。 圆梦创头这边, 贺德胜、 马阳和张星浩星浩各人, 正在开箱兵庆祝。 全自动台杠机, 卖疯了。 昨晚下班之后, 本以为又是无人问津的一天, 结果莫想到, 全自动台杠机的订单突然就开始雪片一般的飞来。 到了今天上午, 这订单更是快速增长, 原本不到两位数的销量, 一下子就暴涨到了几百台。 逆风物流的快递小哥们, 上午都忙坏了, 在疯狂的出库, 配送。 张望感慨道, 之前我还, 一直纳闷。 为什么我提出了那么多的宣传方案, 推广方案, 都被裴总给否了呢? 现在才终于明白了。 裴总真的是早有安排啊。 之前我的那些宣传方案, 如果真的宣传出去了, 会给所有消费者, 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 相当于是先一步解构了全自动台杠机的深层内涵。 那就是因小失大了。 之前张望为了卖全自动台杠机, 也是伤透了脑筋。 先是想把全自动台杠机, 放到黄金迷宫去。 然后, 又想把它做围炼手速的礼物, 让DG星号星号星号带着, 包括常规的宣传手段, 更是想了很多。 然而这些, 全都被裴总给否了。 不仅如此, 裴总还强调, 千万不要对全自动台杠机做出任何宣传。 他自有安排。 那时候, 张望是将信将疑的。 他自己就是全自动台杠机的发明人, 他都想不出来这机器应该怎么宣传了。 难道裴总能有更好的办法? 现在才发现, 裴总还真有。 而且, 是用如此奇妙的宣传方式。 这种宣传方式, 赋予了全自动台杠机, 一种特殊的哲学意义和像纸意义, 为它附加了无形的价值。 怪不得裴总不让用其他方式宣传呢? 因为其他的宣传方式, 会先入围主地告诉所有人, 这就是一个无聊的小玩意。 这种观念一旦确立了, 再告诉大家台杠机有哲学意义和像纸意义, 那就不好使了。 裴总说, 张望想的这些宣传方式都会起到反效果, 还真没说错。 而让全自动台杠机成本和售价都翻倍的决定, 现在看来也是无比的正确。 首先是保证了台杠机的品质感, 让它完全不会显得廉价, 而是有极高的品质感。 其次, 因为卖的不是台杠机, 而是台杠机的像纸意义, 所以大部分人对价格都莫纳膜敏感, 这个定价又能够追求最大化的利润。 当然, 即使如此, 跟其他工艺品的溢价相比, 全自动台杠机的溢价也已经算是很少了。 之前积压了纳膜多的存货, 张望都不敢继续生产了, 是裴总一直毫不动摇。 仓库堆满了, 宁可继续租仓库, 都要继续生产, 就是为了保证库存。 库存这个事情, 很多人觉得没那么重要, 觉得有了订单再生产, 不就行了吗? 反正十几天就能生产一大堆。 但是, 消费者能等你十几天吗? 人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都是有限的。 如果消费冲动不能第一时间被满足的话, 缺货缺个十几天, 大部分人早就忘了这事了。 所以, 这样的疯狂备货, 收到了回报。 裴总一共要求生产了两万多台, 成本不到四百块, 卖四百八十八。 全卖出去, 轻轻松松就赚到两百万。 而且, 从目前这火爆程度来看, 两万多台怎么打得住? 也就只能顶住第一波的抢购潮。 现在就得抓紧时间继续备货了, 否则以后就不敢烫了。 总之, 全自动抬杠机又是大获成功。 伤望不由的很是骄傲, 我就说嘛, 我的发明, 加上马总的判断力, 加上贺总的直行力, 再加上裴总为他注入灵魂, 简直是无往不利的。 当然, 主要的功劳还是属于裴总, 如果没有裴总为他注入灵魂, 那全自动抬杠机就无法脱胎换骨。 可惜裴总不在, 咱们开香槟, 三却一啊。 赫德胜也是感慨良多。 他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这个项目, 心里非常清楚。 张旺和马总这两位, 这脑回路都不同于一般人, 全自动抬杠机这个项目, 本来是100%会血本无归的。 但变数就出现在裴总身上。 还记得, 当初裴总看完了全自动抬杠机的样品之后, 很短时间内就拍板, 提价量产。 那时候赫德胜还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但现在想起来, 显然裴总在看到这台机器的第一眼, 脑海中就已经有了这个计划, 后边都是按部就班的安排好的。 裴总真是深不可测, 深不可测呀。 赫德胜现在是彻底服了, 也由衷地感到高兴。 圆梦创投的不败神话, 毫无疑问将继续延续下去。 三个人正高兴着, 裴千到了。 千哥! 裴总! 三人都是喜出望外, 说曹操, 曹操就到。 马阳立刻从旁边拿了个新的酒杯, 倒上香槟。 千哥! 你怎么知道我们准备庆祝呢? 正好! 来来一起走一个。 裴千刚一进门, 就看到脸上洋溢着笑容的三个人, 感觉整个圆梦创投办公室里, 都充满着欢乐的气氛, 跟自己的心情简直是格格不入。 这香槟接或者不接, 似乎都有点不对劲。 迟疑了一下之后, 裴千还是下意识地把香槟给接过来, 不情愿地跟其他三个人碰了个杯。 向止性地抿了一口之后, 裴千赶忙说正事。 现在立刻去全字动台杠机的售卖页面上加一段说明文字, 就这抹血。 它很贵,很无聊, 也并不会提升你的思考能力。 也许你可以把钱花到一些更有意义的地方。 马阳有些错愕, 啊? 千哥, 你是认真的? 张旺和贺德胜也是一愣。 裴总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官方出面, 否认了全字动台杠机最大的价值吗? 强调全字动台杠机哲学意义与向止意义的是裴总。 强调全字动台杠机没有这些意义的也是裴总。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裴总这是发烧了? 还是另有考量? 看到三个人都愣了,裴谦又强调了一遍, 立刻去嫁。 贺德胜最先反应过来, 点点头, 好的裴总。 宣传页面上加一行字很简单, 无非是在沿途上找个空位多, 辟上去一句话就完事了。 贺德胜对裴总的行为没有任何的质疑, 但张旺和马阳两个人可是心疼坏了。 庞佛被瞬间夺去了灵魂, 但是裴谦并没有跟他们多避避, 转身离开。 没办法, 裴总就是这魔的以德抱怨。 虽然这些顾客们一个个的都失了至一样地租树揽公寓买, 全字动台杠机, 疯狂地拿钱被刺裴总, 但裴总还是不能放弃他们。 把这些话写上去, 能就鸡个是鸡个吧。 与此同时, 宾湖小区九号楼树揽公寓, 乔良已经签完了合同, 搬到这栋楼的最顶层住下了。 其实他更想要八号楼的顶楼, 但是那个似乎一早就已经被陈磊的狂热粉丝给租下来了。 所以, 只能退而求其次租住九号楼的顶楼了。 不得不说, 能租到九号楼的顶楼也是一种幸运。 要是再晚, 那磨几分钟, 估计楼层就要直线下降了。 因为楼下已经挤满了要来租房子的人, 就这边的几套房子根本不够抢的。 看着窗外茫茫的湖景, 桥梁感觉到心情一阵舒畅。 把行李箱带来的衣服全都挂到主卧的衣柜, 再把行李箱放到次卧的柜子里。 虽然整个房间中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储物空间, 但对于桥梁来说还是够用了。 这套房型, 偌大的客厅中就只有一些摆着工艺品, 装饰用的书架并不能用作储物空间, 但这样一来也让桥梁能够专注地享受180度的湖景。 窝在沙发上拿出笔记本电脑, 剪一下视频, 桥梁感觉直了。 不知道维神魔思绪突然平静了下来, 很想去思考一些问题, 然后做一期视频。 难道这就是树揽公寓的神奇功效吗? 在这里, 似乎真的很有助于思考啊。 等等, 不对, 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桥梁突然意识到, 自己租的这间树揽公寓似乎缺少了灵魂, 没有全自动台杠机。 嗯, 必须的配上。 其实昨晚桥梁就想买来着, 但考虑到买了的话, 搬家还得带着, 不如直接买到树揽公寓这边。 虽然树揽公寓原则上不允许自己添置家居, 改变布局, 但全自动台杠机这东西, 管家都会默许的。 桥梁立刻在网上搜索全自动台杠机, 并顺利地找到了购买页面。 然而点进去之后, 桥梁愣住了, 因为他看到购买页面上有一行醒物的字。 它很贵, 很无聊, 也并不会提升你的思考能力。 也许你可以把钱花到一些更有意义的地方。 桥梁愣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并不会提高思考能力。 官方否认了全自动台杠机的深层含义。 桥梁很清楚地记得, 他昨天晚上看这个页面的时候, 似乎还没有这句话。 为什么特意加上这句话? 桥梁赶忙到网上查看网友们的评论, 这才发现, 原来不仅仅是全自动台杠机的页面, 多了这一行字。 树懒公寓那边也多了一行醒目文字, 住在这里并不会提升你的思考能力。 语气似乎很平淡, 就像是在强调一个客观事实。 桥梁更猛了。 什么意思啊? 我才刚入住, 裴总就跟我来这一出。 强调这个, 到底是有什么意图? 为了自己否定自己吗? 但是, 这地方对思考确实有帮助啊。 桥梁能够明显地感觉出来, 这个环境非常简约, 又具有很降的艺术性, 确实是有助于静下心来, 激发灵感的。 那为什么官方还要强调, 这个地方并不会提升思考能力呢? 桥梁想了不到两分钟, 立刻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我懂了。 只是, 不知道网友们能不能看出来呢? 心中已精确定答案之后, 桥梁翻了一下网友们的评论, 脸上很快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树懒公寓和全字动台杠机新加上的说明文字,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之前李总说的那些, 都是假的? 对, 都是假的。 大家千万别做, 别买, 都留给我。 我已经入住了, 这个环境确实有助于思考。 而且, 这个全字动台杠机, 确实能让人陷入沉思。 那为什么要加这两句说明? 这不是起到了反作用吗? 这两句话, 其实蕴含了一种辩证思维。 树懒公寓和全字动台杠机的内涵是什么? 是让你独立思考, 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不要随波逐流。 那如果你没有经过独立思考, 就盲目地住进树懒公寓, 购买全字动台杠机, 是不是反而跟独立思考的内涵相悖了? 明白了。 所以, 这两句话是在提示我们, 如果自己不动脑子思考, 而只是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那就算用上了树懒公寓和全字动台杠机也没用。 他们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 不要过度夸大和神话这两个东西的意义。 同时, 又是在暗示我们,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自己想问题的方式, 而不要完全依赖于外物。 嗯, 有道理。 只懂得盲目跟风的话, 住进树懒公寓也没用。 但话说回来, 树懒公寓营造的是一种环境, 而全字动台杠机提供的是一个载体, 这对于我们的思考还是有帮助的, 这毋庸置疑。 它只是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而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不愧是裴总啊, 随便加了两条说明都这么有哲理。 更想买了。 看完这些评论, 乔梁微微点头。 嗯, 网友们果然都已经越来越习惯裴总的思维方式, 已经不需要自己再站出来解读了。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 裴总的每一道谜题出现之后, 网友们都会自发解读, 并挖掘出这背后的深意。 那就说明自己的使命完成了。 裴总这次的谜题真的很简单, 大家都一秒钟就破解掉了。 乔梁非常高兴地下担了全自动态杠机, 耐心等待着送货上门。 拿出自己携带的笔记本, 窝在沙发上一边看着胡锦, 一边又把河安大佬的那篇长微博给反复地看了好几遍。 果然, 每次阅读都会有一些全新的感悟。 时至今日, 乔梁仍旧没有放弃, 因为裴总曾经对他说过, 只要放弃用《封神之作》、 解读、奋斗, 就能获得经济旅设那七十平的真正答案。 所以, 乔梁一直在把河安的那篇长微博作为钥匙, 不断地研读。 乔梁觉得, 河安大佬那篇万字长微博对于《奋斗》, 这款游戏本身的解读, 应该已经是尽善尽美的状态了。 自己再怎么钻研, 应该也不可能再钻研出新的内容。 纳梁, 在, 奋斗, 这款游戏之外呢? 经过了最近的树揽公寓和全自动台杠机事件之后, 乔梁隐约感觉到了一些什么, 但又似乎很难抓住。 他能够感觉到, 现在自己缺少一条线索, 一条能够把所有事情都串起来的线索。 而一旦找到了这条线索, 那么所有的疑惑都将迎刃而解。 乔梁一边努力思考着这段时间所有的内容, 包括经济旅设, 摸鱼外卖, 奋斗, 树懒公寓, 全自动台杠机, 托管健身房, 腾达生活IP等等, 一边在网上通过各种信号信号信号查找资料。 突然, 乔梁眼前一亮。 在汉东大学的内部论坛上, 他找到了一篇帖子, 标题是, 裴总在科学会堂关于财富观的演讲全文分享。 这是汉东大学的内部论坛上的一篇热帖, 回复很多, 但似乎并没有被广泛地转载到外网。 乔梁并不是汉东大学的学生, 所以不能在这个帖子下方回复, 但可以查看全文。 裴总的演讲? 似乎是真的。 竟然没有流传出来。 乔梁本来有一点点怀疑这篇稿子的真实性。 按理说, 裴总这众名人到学校里做一次演讲, 肯定会搞得人尽皆知吧。 怎么可能这么低调, 连稿子都没流传出来呢? 但是仔细看了看学生们在下方的回复, 乔梁才意识到, 似乎裴总当时并没有亲自到场, 而是委托了别人来念稿子。 原来如此, 怪不得热度这么低。 不过, 这次的演讲内容似乎对学生们深有触动啊。 嗯, 既然是裴总亲自写的稿子, 那就有研读一番的必要。 乔梁开始阅读全文。 这次演讲是针对腾达资助的全体贫困生, 而演讲的主题是在探讨财富观。 全文其实只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裴总认为的财富观是什么样子的。 显然, 这次的演讲是希望贫困生们能够正确地利用腾达捐助到他们手中的钱。 但让乔梁感到意外的是, 在演讲稿中, 裴总却并没有强调, 让这些贫困生省着花或者要节俭, 而是从另一个角度产生了这个概念。 很多贫困生对财富观的认识, 陷入了一种误区, 就是把财富等同于自己可支配的钱, 误以为正确的财富观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少花钱, 少消费。 但裴总在演讲稿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对于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最宝贵的财富, 其实并不是自己拥有的钱, 而是自己的注意力。 所以, 不要把钱全都存起来, 不舍得花, 也不要去买一些无意义的。 仅用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东西, 更不要把它花费在分散自己注意力, 让人沉溺的娱乐活动上。 钱应该花在哪? 应该花在能够让自己集中注意力思考的地方, 应该用钱撬动自己的注意力。 这样才是让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最大化。 看完这篇演讲稿, 乔良突然感觉眼前一亮, 似乎抓住了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东西。 裴总的很多言论, 表面上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 但是深入挖掘, 却又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对立统一的状态。 注意力这个关键词, 让乔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最近的树懒公寓, 和全自动抬杠机。 而贫困生这个群体的特殊性, 让乔良联想到了奋斗。 似乎冥冥之中真的有一条线索, 把所有的事情全都串联在了一起。 但, 这一切还需要好好捋顺一番。 首先, 就从一个看似互相矛盾的概念入手。 乔良兴奋地拿过电脑, 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记录下来。 在演讲稿中, 裴总希望这些贫困生不要把钱花费在分散自己注意力, 让人沉溺的娱乐活动上。 但与此同时, 裴总却又是一名游戏制作人, 制作了很多款好玩的游戏, 发明了全自动抬杠机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小玩意。 这是不是互相矛盾? 如果对于不玩游戏, 不懂游戏的人来说, 这显然是互相矛盾的, 因为他们会把游戏看成是一种浪费时间, 无意义的娱乐活动。 但对于乔良来说, 他是一名资深的游戏爱好者, 当然不会觉得游戏是无意义的。 游戏至少有两个方面, 是有意的。 从游戏性上来说, 游戏让人积累的压力得到疏导, 在精神上获得了休息, 和大多数娱乐活动一样, 能够抚慰人的心灵。 从艺术性上来说, 某些游戏本身是有内涵的, 是要表达一些内容的, 对玩家是有启发意义的。 而这两个方面, 恰巧也是腾达游戏一直在追求的。 GOG是在不断地追求极致的游戏性, 给人放松和消遣。 游戏制作人, 回头是暗、奋斗等游戏, 则是在不断地追求极致的艺术性, 给人启发和思考。 什么情况下, 游戏是有害的呢? 当玩家被负面情绪支配, 倾注了过多的时间, 在一些低趣味的游戏中, 不是把游戏当成消遣, 而是当成逃避现实的替代品时, 它就是有害的。 这种煽动负面情绪的游戏, 恰恰是腾达从不去碰的。 当然, 好的游戏有时候也会让人沉迷, 但这并不能怪游戏太好玩, 而是应该怪自己没有自控力。 这些没有自控力的人, 他们的癥结在于, 没有认识到注意力是自己最宝贵的财富, 而把这些宝贵的东西肆意地挥霍了。 即使没有游戏, 他们也会找到别的东西去挥霍自己的注意力。 哪怕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 他们也不会做有意义的事情, 而是会发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能抽时间玩一玩, 奋斗这种游戏, 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有益的。 其他的娱乐, 例如电影, 电视剧, 小说等等, 其道的也都是同样的效果。 让人休闲, 放松, 休息之后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 这本身就是他们的意义所在。 如果能稍微给人一点点启发, 那就更好了。 想到这里, 乔良突然豁然开朗。 他明白, 为什么裴总说不要用封神之作解读奋斗了。 因为, 奋斗所表达的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游戏领域, 所以, 自然不能单纯用游戏思维的封神之作来解读。 就像河安大佬说过的那样, 《奋斗》实际上是一款打破次元币的游戏。 而这款游戏本身和腾达的那些产业也是息息相关的。 河安大佬用游戏设计的相关理念解读了《奋斗》, 但这显然是不完整的。 因为他没有联系到现实中的这些内容。 就比如, 河安大佬在长微博中说, 裴总鼓励大家抵制消费主义。 那么, 裴总认为的消费主义和智商税到底是什么? 是我们惯性思维中所认识的那个概念吗? 显然是有区别的。 乔良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放弃用《封神之作》、解读、奋斗, 之后就可以找到经济旅社那七视频所缺少的东西? 因为这些所有的内容, 归根到底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在树懒公寓的环境加持下, 乔良瞬间感觉自己的灵感爆棚, 立刻开始撰写新一期视频的文档。 沉默的表达者第一期, 续,奋斗, 之外, 你所需要了解的一切。 9月16日, 周五, 河安如往常一样早起, 在自家别墅的花园里走了两圈, 然后一边喝茶, 一边浏览最近的新闻。 Gaulk的全球邀请赛已经进行到了小组赛第二轮的第二个比赛日, 只不过, 河安对于这个比赛并不关注。 毕竟岁数大了, 他现在对游戏行业的关注度都集中在单机游戏上面了。 突然, 他发现昨晚似乎有不少人在给他的微博发私信。 这些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 都是发给他一个爱立岛网站的链接, 让他去看某一条视频。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带着些许的好奇, 河安点击链接, 跳转到爱立岛网站。 奋斗, 奋斗, 之外, 所需要了解的一切。 嗯? 河安稍微有些诧异, 因为这里的奋斗, 带上了书名号, 显然是特指, 奋斗, 这款游戏。 但, 奋斗, 这款游戏的解读, 自从他发了那条长微博之后, 就应该已然盖棺定论了才对啊。 难不成这位UP主, 洗稿了? 把我的长微博, 做成了视频。 河安差点以为自己被剽窃了, 但是仔细一看发现不对, 从简介上来看, 这条视频并不是在探讨, 奋斗, 这款游戏本身。 那就说明, 跟河安的那条长微博, 似乎并无冲突。 再一看作者, 是乔老师。 河安对这个UP主有印象, 毕竟, 《封神之作》这七栏目, 就是乔老师出的。 河安很清楚, 乔老师虽然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但已经算是一般游戏玩家中, 比较有思想的了, 经常解读腾达的游戏。 但这次, 乔老师一直没有出《封神之作》, 解读、 奋斗。 显然是因为所有内容, 都被河安给解答完毕了。 那么, 现在乔老师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发了这七视频呢? 难不成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 《奋斗》的角度? 河安本能的不幸, 但好奇心还是驱使他点开视频查看。 各位观众爸爸大家好, 我依然是你们的游戏教父乔老师。 看到这个标题, 可能很多人都在疑惑。 为什么, 《奋斗》的解读《智魔碗》才出来? 为什么, 《奋斗》没有放到《封神之作》《栏目》, 而是放到了《沉默的表达者》《栏目》? 为什么它是第一期的续集? 大家不要急,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一一揭晓。 在此前之前我要先声明一点, 这个视频并不涉及对《奋斗》这款游戏本身的解读, 因为在我看来, 河安大佬的那条长微博已经把游戏所有的内容全都剖析清楚了。 没看过这条长微博的同学, 请先点击视频简介中的超链接去阅读这篇长微博。 这很重要, 因为这七视频的所有内容都需要跟这条长微博上所展示的内容搭配来看。 看过的同学也不妨按下暂停键, 再快速浏览一遍。 3-2-1 好了, 接下来, 就让我为大家深度揭示《奋斗》这款游戏之外的内容。 之前河安大佬已经讲过, 《奋斗》是一款反复打破次元币的游戏。 美好明天, 《奋斗》和《现实生活》构成了三个不同的世界。 但是, 河安大佬因为并不在荆州生活, 也没有过多的关注腾达的产业, 所以, 并没有对现实中的部分进行深入阐释。 所以, 目前对《奋斗》这款游戏的解读整整缺了一半的内容。 而这七视频的目的就是补上这缺失的一半内容, 让《奋斗》对把次元币打破的更加彻底。 看到这里, 河安也不由得一愣。 竟然说我对于《奋斗》的解读仍旧是不完整的。 不可能吧? 我的解读应该已经面面俱到了。 游戏之外, 竟然还有很多需要解答的内容。 甚至跟腾达的产业有关。 对于这些, 河安还真的所知不多。 因为到目前为止, 腾达的那些实体产业, 基本上都籍中在荆州, 最多也就扩展到汉东省, 并没有来到河安身边。 而河安又不在荆州生活, 对墨鱼外卖、 树懒公寓、 托管健身房等产业的了解, 自然是少之又少。 所以, 河安认真地看了下去。 在开始讲解之前, 我首先要抛出一个似乎有些惊世骇俗的概念。 墨鱼网咖、 墨鱼外卖、 树懒公寓、 经济旅社、 全自动抬杠机、 托管健身房, 甚至包括更早的ROF装机、 Auto手机、 逆风物流等等, 全都是奋斗, 这款游戏所表达概念的一种延伸。 我知道, 这听起来很难让人接受。 大家听我慢慢解释。 河安大佬在长微博中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裴总想要表达的穷人和富人的关系, 一共有三种, 分别是美好明天、 奋斗和现实世界。 美好明天和奋斗无解的问题, 现实中是有解的。 这款游戏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本身, 其实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这是, 奋斗, 这款游戏打破次元壁的一种表现。 但有一些人对此不是很认同, 觉得把现实世界跟美好明天和奋斗并列有点太强行了。 这其实可以理解。 因为, 美好明天是一部电影, 奋斗是一款游戏。 裴总细致地刻画了其中的细节, 每一位观众, 玩家看到, 都能或多或少的, 获得差不多的信息。 但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所面临的情况都是不同的。 每个人从现实中获得的信息都是大相径庭的。 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了命运, 而有些人则没有。 有些人看到了这个世界温情的一面, 而有些人看到了这个世界冷酷的一面。 所以, 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 自然也是天壤之别。 而我要强调的是, 对于现实世界, 裴总其实也已经表达过他的看法, 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 为什么呢? 大家看我的标题, 沉默的表达者。 这种表达是沉默的表达, 不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而是要靠你自己去领悟。 好的, 接下来请大家点开视频简介里的第二个链接, 好好读一下裴总在他的母校给贫困生的演讲稿中所表达的内容。 3, 2, 1, 好的, 相信大家都看懂了。 裴总给这些贫困生捐了1500万。 而这个演讲的目的, 是告诉这些贫困生要善用这些财富。 但是, 裴总并没有强调节俭, 而是在强调注意力。 其实, 这就是裴总自己的财富观。 他虽然不认同消费主义, 但也不认为抠门就是好的。 在面对财富观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容易走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 一种人认为, 及时行乐就是好的, 工资一到手, 就立刻花光。 甚至要用信用卡抄钱消费, 购买完全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东西。 而另一种人认为, 拼命传钱就是好的, 想尽一切办法去把握每一寸的银头小利, 明明有钱却活得像个乞丐, 反而错失了很多机会。 显然, 这两种极端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而裴总的演讲稿告诉我们, 对每个人来说, 我们最珍贵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钱, 而是注意力。 只要好好地运用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自然可以去赚到更多的钱。 相反, 如果我们过于在意银头小利, 而浪费了自己的注意力, 那反而是因小失大。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 这篇演讲稿, 跟这期的视频, 以及, 奋斗, 这款游戏, 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这篇演讲稿的内容, 再加上裴总的所有产业, 其实就是在补充, 奋斗中所没有的内容, 是在告诉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 到底什么才是, 奋斗。 在面对奋斗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也同样会走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 一种人认为, 奋斗是无意义的, 奋斗也不能改变什么。 不如得过且过,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而另一种人认为, 只要拼命奋斗, 就一定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从不去问, 自己奋斗的方法是否正确。 这两种想法, 显然也都是错误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补充一点。 河安大佬指出, 奋斗, 这款游戏中, 穷人悲剧的根源之一, 在于消费主义, 和智商税, 穷人努力地爬上一个虚假的中产阶级的位置, 却被消费主义, 收割辛苦挣来的财富, 最终再度跌入贫穷的轮回。 在, 奋斗, 这款游戏中, 消费主义已经控制了整个社会, 所以, 游戏中的穷人没得选。 但在现实生活中, 消费主义还并没有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识, 所以, 我们反抗消费主义就可以不被收割, 可以完成财富的初始积累。 对于这一点, 也有很多人存在疑问, 因为河安大佬并没有展开说, 消费主义到底是什么。 按照一般的定义, 消费主义就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行为, 是追求体面的消费, 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 并把这些当成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 但我相信, 每个人对于消费主义和智商税这两个概念, 都有自己的看法。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消费主义和智商税的概念, 似乎是因人而异的。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两包纸巾, 一包五块钱, 另一包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的纸巾, 是不是智商税? 很多人觉得是。 既然都是纸巾, 你贴个牌就涨价四倍。 这不是在侮辱人的智商吗? 那如果我告诉你, 后者比前者更柔软, 更细腻, 工艺更加复杂, 会带给你更好的使用体验呢? 你还觉得这是智商税吗? 同样的,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几万块的名牌包也许是智商税。 但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说, 几万块的名牌包还是智商税吗? 我想, 很多人都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所以, 有人对消费主义深恶痛绝, 但也有人觉得, 这没石膜。 认为, 只要自己的财富, 能够支持自己, 买名牌鞋子, 名牌包, 那就可以买。 在这里, 我不评价对错, 只是推测一下, 裴总在这一点上的看法。 很多人反感, 奋斗, 这款游戏的原因在于, 认为它只是提出了问题, 却只是空喊口号, 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对于这一点我想说, 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难题,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绝对正确的解法。 指望着某个人去给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 这是不可能, 也不现实的。 对于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应该独立思考, 给出自己的答案。 但裴总确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具备可操作性的答案, 只不过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回到之前, 裴总在演讲中所表述的财富观, 人最宝贵的财富, 应该是注意力。 而如何正确运用手中的金钱呢? 应该用它来撬动自己的注意力。 而裴总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经过李总在访谈栏目上的解读, 和裴总的那张照片, 大家应该明白, 裴总是一个把所有时间都拿来思考的人。 他确实一直在践行这一点, 即使是一个亿万富豪, 他的注意力也是最宝贵的。 而裴总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呢? 我们看到, 他住在树懒公寓, 吃墨浴外卖, 但也会穿名牌西装, 戴名贵手表。 只是西装和手表的价值都是有限度的, 相比于他的身价来说, 还是差的很多。 这时候, 可能有人觉得裴总说的话是自相矛盾的。 强调要运用好自己的注意力, 却又在开发游戏分散玩家们的注意力。 强调着抵制消费主义, 却又在穿名牌西装, 戴高档手表。 但大家仔细想想,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自相矛盾呢? 想通了这个问题, 一切就有了答案。 看到这里, 何安也不由得愣住了。 他没想到, 乔老师竟然把话题引申到了这里。 在何安看来, 抵制消费主义肯定是没错的。 但谁又能百分之一百地不被消费主义所影响呢? 就像何安自己, 他赚了钱也要买大别墅, 也要买豪车。 严格来说, 这也是消费主义啊。 如果完全抵制消费主义, 何安就应该把赚来的钱拿去公司运作, 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或者去做慈善, 去帮助更多的人。 但他显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是留了一大笔钱, 用于个人的享受。 所以, 何安在长微博中, 并没有完全展开说消费主义这个问题。 他在潜意识里觉得, 所谓的消费主义, 其实是看你的收入水平。 如果是一个月薪三千块的穷人, 非要攒钱买跑车, 那就是被消费主义洗脑了。 可如果是一个亿万富豪, 想买豪车就买呗, 买了也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但何安自己也很清楚, 这种说法是有点自相矛盾的, 是无法自洽的。 如果结论是墨钱的时候, 就不能买名牌包, 有钱了就可以买, 似乎就很缺乏说服力。 还会让人觉得, 这有点歧视穷人, 似乎这种东西穷人不配买。 那就反而又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中。 所以, 乔老师现在说的这些内容,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必须小心翼翼的论证, 一不小心就会翻车。 既然你挑明了裴总也穿名牌西装, 也戴名表的这个事实, 那你又怎么去说服其他人拒绝这些东西呢? 带着一些担忧的心情, 和安继续往下看。 显然, 这是不矛盾的。 我之前一直在强调, 大家不要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中。 我们确实需要利用好我们的注意力, 但是, 人类能保证在所有的时间中, 都一分不差地掌控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强调, 我们要有八小时工作制, 在八小时之内, 我们认真工作, 学习。 而在八小时之外, 我们也需要休息和放松。 也就是要劳逸结合。 游戏,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休息和放松的。 不管是玩法出众的游戏, 还是艺术性出众的游戏。 不管是让人开怀大笑的游戏, 还是让人有所思考的游戏, 对我们来说, 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 游戏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你是用它来放松精神, 更好的工作。 还是沉迷其中, 逃避现实。 这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 就像腾达集团, 从来不禁止员工打游戏。 难道这是在鼓励员工们摸鱼滑水吗? 显然不是, 这是在鼓励员工劳逸结合。 休息, 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工作累了, 玩游戏放松一下, 让接下来的工作更有效率。 这样不就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注意力了吗? 归根到底, 还是落在了注意力这个关键词上。 所以, 裴总才会去做, 奋斗, 这款游戏, 他的游戏, 不是让你们沉迷, 逃避现实的。 而是让你们去更好的走进现实, 接纳现实。 同样, 裴总对于消费主义的看法, 并不是在强调某种东西绝对不能买, 买了就是智商税。 而是强调, 要搞清楚自己真正的需求。 裴总认为, 最宝贵的财富是注意力。 而合理的财富观, 就是用金钱去撬动注意力, 去做有意义的事, 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所谓的抵制消费主义, 也是同样的道理。 并不是说你买了贵的东西, 就是缴了智商税。 上了消费主义的档, 关键是你花钱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裴总来说, 作为一个老板, 跟别人谈生意的时候, 需要一定程度的体面, 所以他购买名牌西装和名表。 但大家仔细观察那三幅世界名画就会发现, 他的西装来来回回就那抹两件, 手表也只有那一块, 全都维持在自己所需的最低水平。 同样的, 裴总有钱买豪宅, 但他不买, 而是住树篮公寓, 用这重极捡风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助于思考的环境。 裴总的行为, 就是对抵制消费主义最好的注解。 裴总的每一笔消费, 其实都是为了撬动自己的注意力, 去创造最大的价值。 那么总结一下, 什么是智商税? 每个人所掌握的金钱, 都是有限的。 同样一笔钱, 你拿他买了名牌包, 那你就没办法再去投资, 或者学习之事。 所以, 看一笔花销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是不是被消费主义洗脑, 关键看他能给你带来什么。 如果你去跟人家谈生意, 却连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 那魔无形之中是在给自己制造障碍。 这时候, 你买一套名牌西装就不是智商税。 可如果你是个送快递的, 穿一身名牌西装不仅不方便搬货, 还容易脏, 那你买名牌西装就是智商税。 所以, 我们通过分析裴总, 可以得出, 他在, 奋斗, 之外, 想要表达的内容。 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要靠财富积累, 抵制消费主义。 二要靠努力奋斗。 抵制消费主义的核心, 不在于少花钱, 而在于每一分钱, 都花在能够提升自己, 能够创造更多价值, 能够对自己真正有用的地方。 努力奋斗的核心, 不是傻呵呵的去做重负劳动, 做奋斗逼感动自己, 一条路走到黑。 而是要聪明地利用自己的注意力, 去独立思考, 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你花钱玩游戏, 看小说, 只要不是沉迷, 而是用它来调节心情, 更好的工作, 甚至还能获得一些启发, 那就是有意义的。 所以, 这才是裴总在, 奋斗, 这款游戏之外, 通过现实生活, 传达给我们的内容。 明白了这一点, 大家就会发现, 裴总的所有产业, 其实都是在向我们反复的表达这两点。 回到最初的问题, 为什么我说, 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树懒公寓, 经济旅社, 全自动态杠机, 托管健身房, 甚至包括更早的ROF装机, Auto手机, 逆风物流等等, 全都是奋斗这款游戏所表达概念的一种延伸。 因为这些所有的产业, 都可以归纳为这两点。 这些产业看似比同行业的竞品要贵, 但其实, 他们提供的是更好的体验。 你确实花了更多的钱, 但你节省了什么? 节省了注意力! 就比如托管健身房, 每个人都知道, 它比普通的健身房要贵很多。 但普通的健身房, 你需要自己监督自己, 每天锻炼, 合理膳食, 有时候去了健身房, 却发现人山人海, 用器械, 都要排队, 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但托管健身房, 为你安排好了训练日程和饮食, 也保证了你, 每次去, 都能立刻开始锻炼。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把注意力节省下来, 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摸鱼外卖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当然比其他外卖要贵, 比自己做饭也要贵。 但吃其他的外卖, 你要甄别它的食材是否新鲜? 油盐是否太多? 自己做饭的话, 你又要去买菜, 择菜, 洗菜, 学食谱, 做一顿饭前前后后, 要花至少半小时。 但选择了摸鱼外卖, 你就可以放心吃, 节省下来的注意力, 又可以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包括全自动台杠机和树揽公寓, 同样也是在向所有人强调集中注意力, 认真思考的重要性。 至于经济旅设, 其实在上一期视频做完之后, 我一直在想, 到底缺了什么? 现在我明白了, 前一期视频里, 缺了裴总思想的表达, 所以才会让人觉得莫那摩有说服力。 现在, 应该把经济旅设纳入到腾达生活这个范围中, 再重新考量一番。 腾达生活是裴总所倡导的生活方式。 对于裴总而言, 竟则极简哲学台杠机, 动则鬼屋飞车大摆锤。 早就有人曾经报道过, 裴总非常偏爱极限运动, 经常请朋友去玩大摆锤, 过山车、跳伞和鬼屋。 裴总为什么会喜欢这些呢? 仅仅是个人啊好吗? 现在看来, 也不尽然。 在思考的时候, 他可以在墨语网咖中, 对着各个部门的流程图一直思考到深夜。 但在思考之余, 休息的时候, 他又会通过这种极致的刺激来缓解压力, 消除疲劳。 所以, 这期视频应该解读的不仅仅是经济旅设, 也不仅仅是奋斗这款游戏。 而是裴总在通过游戏和腾达生活的各项产业, 在努力向我们传达的种种思想。 有些人嘴上一套, 背后一套, 让别人去做, 而自己不去做。 而裴总却一直在身体力行地, 在践行这种观念。 这才是, 奋斗, 这款游戏对此原必最大的打破。 也是河安大老所, 没有解答出来的, 现实部分的谜题。 所以, 在裴总跟我说, 不要用《风神之作》解答《奋斗》的时候, 我还有些迷茫。 但现在我明白了, 奋斗不只是一款游戏, 它是一把钥匙, 一把帮我们更好的认识现实世界的钥匙。 所以, 它不应该放在《风神之作》这期栏目中, 而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进行解读。 这也正是沉默地表达着这个系列视频的意义。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三连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看完乔老师的这期视频, 和安陷入了沉默。 这里面的某些观点, 即使对他来说, 也会觉得有些震聋发聩。 之前在解答《奋斗》这款游戏的时候, 和安并没有深入地去分析某些内容, 比如应该如何奋斗, 消费主义具体的含义是什么等等。 或许是觉得说不清楚, 或许是觉得不能明说。 但现在和安惊讶地发现, 原来这些内容, 裴总也同样给出了答案。 那篇给评困声的演讲稿, 树懒公寓和全自动台杠机, 其实都是《奋斗》, 这款游戏在现实世界中的补充。 腾达的实体店, 包括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托管健身房等等, 确实会贵。 但除了用料更好, 更让人放心之外, 它们最大的价值, 就是帮顾客节省了注意力。 顾客可以无脑选择这些品牌, 而无需担心上当受骗, 节省下来的注意力, 就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何安原本有些瞧不上这些做游戏解读的UP主, 觉得这就是一堆外行, 只要真正的游戏制作人出手, 肯定会把他们秒的渣都不剩。 但现在, 何安收起了这种轻视之心。 显然, 游戏方面的专业知识, 反而成了何安的绊脚石, 他只是, 从游戏方面, 去把, 奋斗, 给里里外外地分析透彻了, 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还可以从更高的维度, 对, 奋斗, 进行分析。 也就是说, 奋斗, 这款游戏, 延伸到了现实中的方方面面, 甚至连和安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直到乔老师点出来, 何安才恍然大悟。 原本何安认为, 乔老师在第一层, 自己在第二层, 而裴总在第三层。 但现在, 乔老师爬到了第四层, 却发现裴总在第五层。 何安心悦成福, 默默地用自己的微博, 转发了这个视频, 并发了三个大拇指的表情。 裴总为了把, 奋斗, 这款游戏做到极致, 不仅仅是用了全动作捕捉, 也不仅仅是对游戏的每一个细节, 都精雕细作。 他甚至用了很多现实中的产业, 去配合这款游戏, 把大量的谜题, 留在了现实中。 游戏与现实, 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完全超出了何安的想象。 此时何安心中只有四个字。 心服口服? 腾达, 果然不愧为国产游戏之光。 裴总, 也果然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者。 上午十一点, 城市曙光小区。 李氏溜达着, 来到一层的管家房。 咦? 李总! 宋凯看到李氏, 热情地打招呼。 现在的李总, 可不仅仅是树懒公寓的住户。 他还是裴总的好朋友, 好伙伴, 还是成功解答了树懒公寓内涵, 让树懒公寓瞬间火爆的人。 甚至就连宋凯这个树懒公寓的负责人, 都没有想到裴总的深意竟然是这个。 所以, 现在宋凯对李总非常尊敬, 完全把他当成裴总的挚友来看待。 李总, 今天似乎心情不错。 宋凯发现李氏面色红润, 脸上喜气洋洋的。 李氏微笑着点头, 是啊。 对了, 树懒公寓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乔老师的那个视频, 你应该也已经看到了吧。 宋凯高兴地说道, 当然看到了。 那个视频都已经在网上传封了。 昨天深夜上传, 现在已经被顶到爱丽岛首页第一的位置去了。 这热度太吓人了。 托宁和乔老师的福, 树懒公寓马上就要被抢光了。 现在宾湖小区那两栋楼已经住满了人, 商住楼也租出去一半多了。 这要是在之前, 我做梦都不敢想啊。 李时微微一笑, 这就是十来天的接同力啊, 运气站在自己这边一次, 那是运气。 但如果运气一直站在自己这边, 那就是气韵。 更何况, 裴总的成功, 只有一成是气韵, 剩下的九成, 都是运筹帷幄的结果。 宋凯深以为然。 在他看来, 树懒公寓, 本来是完全不被顾客所接受的商业模式。 但三次事件, 完全扭转了顾客的看法。 首先, 是各大租房品牌, 全都爆出假全房的事情。 而树懒公寓, 凭借着良心装修, 在众多租房品牌中脱颖而出, 站住了质量和口碑。 宋凯本来也和飞黄工作室, 准备了一期视频, 揭露这个事情, 但慢了一步。 从表面上看这是个巧合, 但其实有一定的必然性。 UP主撞车本来就很常见, 更何况近几个月, 这些租房品牌正在大规模扩张。 假全房的问题愈演愈烈, 迟早都会有人站出来揭发。 但这也仅仅是让树懒公寓的品质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而已。 它的理念和商业模式, 大家还是不认同的。 紧接着, 李总在访谈栏目上 深度解读树懒公寓的理念, 让所有人都明白了, 原来树懒公寓那些不尽人情的规定另有深意。 租这里, 不仅仅是在租一个居住空间, 更是在租一个尽心思考的空间。 一下子就给树懒公寓附加了额外的价值。 最后, 乔老师竟然把《奋斗》这款游戏中所表达的内容 和腾达生活相关产业全都结合了起来。 这就让树懒公寓的价值进一步的拔高了。 裴总所表达的内容是, 每个人都应该把钱花在自己真正需要的地方, 撬动自己的注意力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才是真正的奋斗。 而树懒公寓就完美的符合这一点。 所以, 又进一步的刺激了大家来租住。 到目前为止, 来租住树懒公寓的主要是两类人。 第一类就像李总一样, 是不差钱的人。 他们没打算把树懒公寓当成自己唯一的住处, 单纯就是花钱租一个平时尽心思考的空间。 对这些人来说, 做对一个决策所带来的收益, 可能远大于租住树懒公寓一年的租金。 第二类就是比较需要创造性的职业, 比如画师、作家、音乐家、艺术家、 主播、UP主、建筑师等等。 这些人更加需要这样的环境来静下心来思考。 同时, 管家、 宝洁和墨鱼外卖也让他们不用担心基本生活的问题, 住得很是惬意。 甚至有些人不住在荆州, 却特意在树懒公寓租了一套房子, 就是因为被荆州的生活给吸引到了。 墨鱼网咖, 墨鱼外卖、 经济旅社, 还有Gaag定期举办的赛事, 让一些有钱人觉得在荆州额外租一套房子, 想要休息的时候就过来一趟似乎是不错的选择。 而类似于主播、 UP主等新兴职业, 也觉得住在荆州是个比较宜居的选择。 至于裴总给树懒公寓家的那句说明, 虽然也起到了很重要的效果, 但跟前三者相比, 反而莫纳膜突出了。 宋凯不由的感慨, 裴总就是厉害啊!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树懒公寓的热度就磨断过, 这个模式直接就成功了。 之前梁青帆都不看好的模式, 硬是被裴总给做成了。 要知道, 在实体型业里想要创造一种新模式并获得成功, 是一种多模困难的事情。 可裴总就是能做一个, 成一个。 看看腾达生活APP, 那里面的每一个项目, 全都凝结了裴总的智慧。 宋凯敢凯道, 李总,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那个访谈, 真的绑了大忙。 李氏笑了笑, 不用感谢我。 其实我所获得的回报, 比树懒公寓可大得多了。 宋凯愣了一下, 啊? 李总获得了回报? 不能吧? 李总也莫投资树懒公寓啊。 李时薇笑着解释道。 你知道, 我和那些投资人们, 为师摩突然要来租住树懒公寓吗? 其实, 不单纯, 是为了给裴总捧场, 更不是心血来潮。 那些投资人们, 是在为经济旅社而担心。 他们全都在经济旅社投入巨资, 但那时候, 经济旅社只是勉强能购付盖运营开销, 根本赚不了多少钱, 距离收回成本, 真正赚钱遥遥无期。 他们问我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 因为在我看来, 经济旅社, 不管是内容还是宣传, 做的, 都已经足够多了。 三个大项目的设计各具特色, 就连商场都做成了黄金迷工。 这还怎么提升呢? 所以, 我觉得, 只有裴总, 才能让经济旅社更进一步。 而让裴总出力的办法, 就是给他捧场。 所以, 我才带着那些投资人过来, 租住树篮公寓。 果然, 收到回报。 刚才, 我问了陈康拓。 他说, 今天上午, 预购经济旅社套票的人数暴涨。 显然, 经济旅社, 也成为了裴总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那些来荆州玩的, 不管是为了看GOG的比赛, 还是为了吃无名餐厅, 或者是为了, 体验一下墨鱼网咖, 和墨鱼外卖, 都要去经济旅社看一看。 可想而知, 等经济旅社的三个项目如此火爆, 黄金迷宫的商品销量肯定也会开始暴涨。 所以, 我们这些在经济旅社周边投资的人, 也都获得了回报。 当然, 更重要的收获是, 我们学到了裴总的思维方式。 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自己的思路更加清楚了, 有利于我们冷静下来, 做出更好的投资。 所以, 不用谢我, 我已经, 有了足够多的回报。 宋凯恍然, 原来如此。 看来裴总的大招一出, 就是个AOE伤害啊。 可不仅仅是带火了树篮公寓, 包括经济旅社, 和腾达生活, APP里的那一堆产业, 全都带火了。 李氏微微一笑, 裴总的这一手, 我又学到了。 不谋全局者, 不足以谋一鱼, 不谋大事者, 不足以谋一时。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就得从全局着眼, 不能只纠结于某一个项目。 就像腾达生活, APP里的那些产业, 每一个单拿出来, 其实也都还不错, 但远远达不到现在的效果。 可如果把它们全都整合起来, 就能发挥出可怕的极群效应。 裴总真是让人佩服啊。 宋凯也不由得点头。 对,裴总真是让人佩服啊。 两个人正聊着, 电梯门开了, 裴千溜达着, 准备出门去摸鱼网咖吃饭。 正好, 跟闲聊的两个人碰上了。 宋凯和李氏并不知道裴总是刚刚睡醒, 还以为他刚刚结束了一上午的思考, 要去公司指导工作了。 两个人全都露出了敬佩的微笑, 向裴总点头致意。 裴总好啊。 裴千下意识地点点头。 哦。 中午好。 本来只是正常的打招呼。 然而走出大门, 裴千越想越不对劲。 这两个人, 笑得人心里有点发忙。 总感觉这笑容背后, 有点什么事啊。 之前李氏的访谈, 让树懒公寓和全自动抬杠机火了之后, 裴千想了个办法, 给树懒公寓和全自动抬杠机的页面上, 全都写了一句说明。 结果, 完全没用。 顾客们不仅不信, 还愿买愿来劲。 所以, 裴千只能无奈放弃了。 这两天除了看GOG世界邀请赛的比赛之外, 就是在琢磨月底突击花钱的事。 但是今天走在路上, 总感觉这小风凉嗖嗖的, 让人心里一阵阵的发虚。 来到墨语网咖坐下之后, 裴千越想越不放心, 拿出手机来翻了翻。 突然发现, 昨天深夜乔老师发了一期视频。 裴千头上瞬间出现一个问号。 这个乔老师, 怎么又出视频了? 一看这标题, 裴千更纳闷了。 还在讲, 奋斗。 老乔啊, 不敢烫了。 你要是早点发这期视频, 我说不定还会害怕一下。 现在和安都已经把这游戏挖了个底朝天了, 不管是什么有的没的, 所有内含泉都挖了一个遍。 你玄哥这解读, 奋斗, 懂什么叫食人牙会吗? 懂什么叫吃不上热乎的? 年都过错了吗? 裴千的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 不过, 本着对乔老师的尊重, 裴千还是点了进去, 把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然而, 裴千的表情很快从坦然变得呆滞, 眼睛和嘴巴都在逐渐张大。 整个人都被他看到的东西震惊到了, 差点一口咖啡喷出来。 这特魔是什么玩意? 一派胡言? 看完乔老师的这个视频, 裴千彻底晕了。 这不科学? 本来还以为和安的那条长微博, 就已经够离谱的了。 万万没想到, 还有更离谱的。 和安好歹还是把主要的精力, 都放在解释, 奋斗。 这款游戏上, 对于裴千来说还相对可以接受一点。 毕竟, 奋斗, 这游戏它是一款互动电影类游戏, 本身投入就很巨大, 回款周期也很涨, 就只是目前这个结算周期的话, 哪怕玩家们拼命买, 也赚不了太多的钱。 但现在, 乔老师在干什么? 他把, 奋斗, 和腾达游戏的其他产业, 全都连上了。 也就是说, 奋斗, 这款现象级的游戏, 相当于是给腾达的其他产业打广告了。 确实有很多玩家, 没有购买游戏, 选择了云通关, 但这些玩家, 也在同样关注着, 对, 奋斗, 这款游戏的解读。 所以, 乔老师发在爱丽岛上的这条视频, 很快就火了。 深夜发出,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就已经被顶到了爱丽岛网站热榜的第一位。 于是, 那些不想买游戏的云玩家们, 也找到了消费点。 有的下单一台全自动台杠机, 有的点份摸于外面, 有的打算去托管健身房, 有的订一张到荆州的火车票, 准备去体验经济旅社和摸于网咖。 总之, 凡是腾达生活APP中的产业, 全都被波及了。 游戏莫赚到的钱, 即将换一种方式, 来到裴谦的身边。 裴谦差点气的当场昏厥。 这个乔老师, 你是不是中邪了? 竟然还能这样强行解释? 而且, 经济旅社, 那个视频的坑, 还真给乔老师填上了。 只不过乔老师拿来填坑的东西, 是裴总。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恐怕以后裴总喜欢鬼屋和极限运动这个说法, 要更加广泛地流传开了, 甚至有可能流传到人近皆知的地步。 这太可怕了。 尤其是那句镜泽极简哲学台杠机, 动则鬼屋飞车大摆锤, 简直是杀人诛心。 裴谦觉得, 自己这下算是彻底解释不清了。 这辈子都跟游乐园和鬼屋无缘了。 到时候在游乐园一露面, 肯定有无数人邀请裴总上大摆锤体验一番。 看来, 以后只能缩得更深了, 绝对不能再抛头露面了, 否则有生命危险。 裴谦翻着视频下方和网页上的各种评论, 发现在乔老师这个视频的推波助澜下, 这把火已经从奋斗烧到了腾达的所有产业。 就连许久都已经没什么声音的ROF装机、 Auto手机和共享电话亭等等也全都有了声音。 只不过, 这些部门并没有给裴千分分报喜。 显然, 正是因为各个部门都有喜讯, 大家才都不好意思打扰裴总了。 毕竟在各部门的负责人看来, 乔老师的这个解读, 那都是裴总一早就安排好的吗? 既然都在裴总的运筹帷幄之中, 又何必再去报喜呢? 明明都是裴总的功劳, 却显得自己像是在邀功一样。 所以, 各部门负责人全都忙碌着把新涌入的大量顾客给招待好, 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去麻烦裴总。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裴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者。 如果没在公司出现, 那一定是在思考。 这个时候去打断裴总的思考, 这影响的是整个腾达集团的利益, 谁敢被这个黑锅? 所以, 大家以后再找裴总汇报工作, 必然是更加小心, 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就不需要专门汇报一遍, 占用裴总的时间了。 裴千感到很惆怅, 他再次萌生了向杀手组织寻驾, 除吊桥老师的想法。 虽说系统资金不给报, 但裴千自己手里, 其实也有了一些积蓄。 不过, 他也就是想想而已, 很快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只能长叹一声, 让服务生把笔记本电脑拿过来, 开始提前琢磨, 这个周期应该怎么突击花钱了。 服务生看到裴总刚坐下, 连饭都顾不上吃, 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 不由得心中感慨。 裴总还真是像大家所说的, 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啊。 乔老师称不我气。 下午, 神华好景十六层, 腾达集团人力资源部, 终于完成了。 吴斌和崔耿两个人, 兴奋的击掌庆祝。 在四个多月前, 吴斌在腾达招聘考试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 唯现有的, 腾达精神做出更多注解。 现有的腾达精神, 包括了三个大项, 分别是, 高校工作, 注重创新, 服从领导, 思想独立, 劳逸结合, 目标长远。 但很显然, 这不是标准答案, 是片面的解读, 不能代表裴总的真实想法。 而且, 他只对腾达员工有指导作用。 所以, 在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 吴斌和崔耿一直在追寻着裴总的脚步, 采访了许多人对于裴总的看法, 并认真地鉴别, 甄选, 整理成书, 对腾达精神做了一次全面又详实的注解。 他们分别采访了李总, 梁清帆, 乔梁和软光剑四个人, 并从他们四个人身上看到了裴总的四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在李总眼中, 裴总是商业奇才, 同时兼具冷酷与宽厚的两重特质。 作为一个运筹帷幄的商业奇才, 裴总始终保持冷静甚至是冷酷, 总是能做出最正确的决策, 始终将腾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来不会意气用事。 与此同时, 裴总又很善于和其他人合作, 只要是坚定追随裴总的合作伙伴, 裴总都会非常慷慨地让利。 用李总的原话来说就是, 老狐狸的狡猾, 与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在裴总身上完美地融合。 而在梁清帆眼中, 裴总对艺术性是真于极致的, 是永无止境的。 即使有可能会导致树懒公寓的失败, 但裴总却不打算妥协, 不放弃自己对极致艺术的追求。 在乔老师眼中, 裴总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 甚至能跟一些脾气古怪的合作者成为至交, 能够以更加超然的角度去看到问题。 同时, 裴总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表达者。 这一点, 在乔老师新的一期视频中, 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了。 而在软光见眼中, 裴总是一个良心甲方, 他打破了甲方与乙方互相不信任, 零和博弈的恶性循环, 让双方建立起了互信。 而从这一点引申开来, 可以看到裴总在三个方面都打破了这种零和博弈, 建立了互信。 甲方与乙方, 老板与员工, 厂商与消费者, 显然, 现在已经知道, 梁清帆的判断有错误之处, 因为裴总并不只是注重树揽公寓极致的艺术性, 也完全预见到了他的成功和奋斗。 这款游戏一样, 真正实现了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完美统一。 而李总和软光见的说法, 其实有一些共通之处, 可以统一起来看待。 而打破零和博弈, 不仅是在强调对合作者的态度, 也是在强调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 所以, 吴斌在原本的三个大项以上, 又增加了新的腾达精神注解。 在维护腾达利益的基础上, 寻求与其他合作者的互利共赢。 商品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完美统一, 在盈利的同时, 要保持高雅的追求。 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问题, 胸怀宽广, 打破零和博弈, 努力寻求共赢之道。 前两点可以看成是一种态度和方向。 而第三点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论。 在将它们和原本的三条腾达精神比对, 去掉重负内容之后, 就凝练成了六点。 要高效工作, 更要注重创新。 要服从领导, 更要独立思考。 要努力工作, 更要劳逸结合。 要服务顾客, 更要艺术追求。 要在商言商, 更要合作共赢。 要立足当下, 更要目光长远。 前面的三点, 可以看成是每个员工都要遵守的腾达精神。 而后面的三点, 可以看成是腾达整个企业在商界, 在社会上, 对合作者和顾客的腾达精神。 这六点, 全都是用无数经验凝裂而成的。 每一条单独拿出来, 都有可以解释说明的案例。 裴总一直在用他的亲身行动, 在为腾达精神做注解。 而这本对腾达精神注解的内部读物, 在解释每一条含义的同时, 也已经把这些案例附在后面, 让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案例, 更好的了解裴总和腾达集团是怎么做的, 从而对腾达精神有更好的了解。 整整四个多月, 在吴斌和崔耿的共同努力下, 总算是写出了这样一本书。 不是什么大不头, 只能算是个小册子, 但里面的每一个字, 都是精雕细琢, 堪称一字千金。 不知为何, 吴斌此时突然有一种非常中二的想法, 想用奇幻小说的表述方式, 给裴总一个头衔。 陪, 沉默的表达者, 孤独的思想者, 艺术的追求者, 零和博弈的打破者, 腾达精神的阐释者, 健康生活的先行者, 专注梦想的投资人, 成平年代的冒险家, 真正掌控财富之人, 国产与单机游戏之光千。 虽然, 看起来有点奇怪, 但每一条都很贴切嘛。 作为一个彩蛋, 用一段小字印在书的末页吧。 吴斌尝出一口气, 终于完成了。 虽然在未来, 腾达精神还有可能会不断拓展, 但这本书里所总结的腾达精神, 应该能让大多数腾达员工, 学习很长时间了。 我问过马一群了, 现在有加急出版业务, 应该正好能赶上下一批, 书号申报的时间。 最乐观的情况下, 一周时间内, 就可以加急出版, 批量印刷。 终点中文网, 那边出这笔费用, 到时候争取做到核心员工人手艺本, 让大家能够更好地学西腾达精神。 吴斌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 谁说人力资源部, 就是个酱油部门, 狗腿子部门的。 我也是在为腾达, 为社会做贡献的。 9月18日, 周日, 荆州机场, 黄思博和包绪两个人, 各自拖着行李箱, 好不容易打上了出租车。 两个被晒得有黑发量的人坐在车里, 玩着手机, 简直有种泪流满面的冲动。 终于又回到人类社会了。 想想这一个月, 在撒哈拉沙漠, 在奇利玛扎罗山, 在东非大列谷。 真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包绪本来是, 抱着跟黄思博同归于尽的想法, 来制定行程的。 但是在这漫长的一个月中, 这种情绪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想想在那遥远的非洲, 两个人孤苦无一, 只能互相扶持, 互相依靠, 互相加油打气。 莫名觉得, 彼此之间的友谊似乎更加牢固了。 所以, 从非洲回来之后, 包绪也不生气了, 只是觉得在荆州的生活真美好, 怀着满心喜悦, 开始刷手机。 黄思博也是同样的态度, 两个人抱着手机一顿刷, 才意识到, 在自己与世隔绝的一个月里面, 荆州这边, 竟然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Dog全球邀请赛, 今天已经是小组赛最后一天了, 今天下午打完, 就要出八强名单了呀。 乔老师竟然又出视频吧, 奋斗, 给解读了一遍。 咦? 为什么要说诱呢? 现在似乎往上很多人, 周末都在往荆州跑啊。 果然, 只是单一的经济旅社, 不足以让大家制定一趟前往荆州的行程, 但是这摩多好玩的东西, 全都叠加起来, 来荆州一趟, 就显得非常超值了。 这就是集群效应啊。 两人抱着手机一读吃瓜, 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了大致的前因后果。 原本经济旅社, 没有足够火爆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 大部分人并不愿意, 为了单纯, 为了鬼屋而来一趟荆州。 哪怕它再好玩, 也改变不了它是一个鬼屋的事实。 但现在, 来一趟荆州, 可以有很多的娱乐活动。 可以去看GOG的全球邀请赛。 当然, 现在买票已经来不及了, 但荆州还有大量的摩鱼网咖3.0, 也就是电竞生活馆。 在摩鱼网咖1.0和2.0里, 也都有投影。 同样也可以获得很好的观赛体验。 同时, 荆州有经济旅社, 无名餐厅, 摩鱼外卖, 共享电话亭等一系列产业。 光是跟腾达相关的体验日程, 就可以把整个周末全都排满。 在这种情况下, 周末来荆州玩一趟, 就变成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既然都已经来到了荆州, 那顺便去玩一玩经济旅社中备受好评的绝境逃生, 或者挑战一下终极恐怖, 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对于荆州当地的年轻人来说, 腾达生活APP上的各种产业, 不管是网咖、外卖、租房还是健身房, 全都非常值得体验。 而对于《奋斗》, 这款游戏来说, 虽然现在还回不了本, 但却对其他的产业产生了绝佳的带动作用, 对于腾达集团来说, 仍旧是血赚。 黄思博和包绪两个人不由的感慨, 裴总这手法, 真是越来越精湛了。 谁能想到只是去了非洲一个月, 回来之后, 荆州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对裴总只有佩服两字, 黄思博翻着翻着, 突然面色有些凝重。 老包啊, 网上好像有很多人都对裴总的身份很好奇啊。 包绪一愣, 是吗? 在哪儿? 黄思博把手机递了过去, 以裴总作为关键词搜索, 能够搜到大量的帖子在讨论。 显然,裴总成网红了。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网红呢? 很显然, 看看裴总在网上的这些身份就知道了。 一名顶尖的游戏制作人, 腾达集团的幕后老板, 作为慈善家为母校捐款1500万病做出关于财富的演讲。 一个良心老板, 与众不同的企业家。 更重要的是, 裴总的身份一直很神秘, 并没有真的被大范围披露。 但偏偏, 那三幅世界名画, 在网友面前刷爆了存在感。 显然, 裴总在怎么低调, 网友们对他的好奇也已经完全压抑不住了。 包续被晒得有黑的脸上, 也不由得露出严肃的表情。 这可是个不容轻视的严重事态。 跟裴总认识的人都知道, 裴总是个低调的人, 不想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 更不想做网红。 这一方面是因为裴总的性格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裴总不希望网友们将他个人和腾达绑定。 当成偶像来崇拜。 因为那样的话, 容易滋生极端粉丝, 消费者们就很难再用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腾达。 短期来看, 这似乎是好事, 但长期来看, 显然必大于力。 所以, 整个腾达集团上上下下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 绝对不能让裴总的身份暴露, 一定要密切配合, 把裴总的真实身份继续隐藏下去。 之前裴总的身份能够隐瞒, 一方面是因为所有陷过他的人都达成了默契,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网友们对裴总的真实身份兴趣莫纳莫大。 谁又会刨根问底的去查某个公司的老板到底是谁呢? 但看现在这个情况, 似乎实在是瞒不住了。 甚至已经有网友在讨论, 认为裴总的日常里那个年轻人就是裴总本人, 甚至比对了衣着和背影更加确认了这种可能性。 原本已经没什么人关注的那个系列小短剧, 裴总的日常又被挖了出来。 只不过, 很多人觉得裴总工作繁忙, 没理由去自己演自己。 所以目前还只是猜测, 并没有获得实锤。 现在网上基本上查不到太多 跟真实的裴总有关的影像资料。 那些网友们不清楚内情, 只能靠猜。 但在这样猜下去, 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的。 黄思博心急如焚。 怎么办? 这样下去, 迟早有人会扒出裴总的真实身份的。 倒不是说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主要是, 裴总可能就没办法安静思考了呀。 作为腾达集团的掌舵人, 裴总必须不能被打扰。 老包,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包续陷入了沉默。 现在这情况, 似乎是有点回天乏术了。 现在关注着裴总的人这么多, 又如何赌上天下人悠悠之口。 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包续沉音片刻, 说道, 老黄啊,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上映过一部电影? 里面有一招, 偷梁换柱。 黄思博一愣, 关于偷梁换柱的电影。 去年呢? 我应该看过, 但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是哪一部。 包续提醒道, 里边有句台词, 糟了, 我成替身了。 黄思博的双眼微微睁大,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但却又不知道, 应该如何去做。 包续解释道, 很简单, 你用飞黄工作室的官方账号告诉大家, 裴总不想被人关注, 也不希望大家打扰裴总的生活。 如果大家纳摩在意裴总的形象, 纳摩可以把, 裴总的日常, 李那个演员, 当成是裴总本人。 黄思博目瞪口呆? 啊? 可是, 那就是裴总本人啊? 包续微微一笑, 谁知道。 腾达的所有人, 包括李总, 乔老师的这些朋友, 肯定是愿意, 帮裴总保守秘密的。 我们达成一致, 说那个不是裴总, 而是跟裴总很像的特型演员。 就算有个别人跳出来说演员跟裴总是一个人, 你觉得网友们会信吗? 那电影里为什么说, 我成替身啊? 三人成虎, 众口硕金, 大家都说你是替身, 那你就是替身, 是真身也变成了替身。 同样的, 只要我们一致说, 那就只是一个演员, 不是真的裴总, 网友们又如何分辨呢? 而且这样一来, 网友们对裴总的好奇心也会得到疏导, 就会形成一种非常诡异的局面, 大家都把裴总当成裴总, 但大家心里都认为他只是个演员, 而不是真正的裴总。 把水搅混, 裴总的真实身份不就可以继续瞒下去了吗? 黄思博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老邦, 你特酿的, 还真是个天才啊。 我这就跟其他的负责人, 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捅一口径, 然后准备录视频。 帮裴总隐藏身份的事情, 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 裴千也正窝在自己的房间里, 非常无语地打着游戏。 本来想去墨语网咖做做, 然后去看比赛的, 但是现在, 不敢去了。 今天是周日, 有不少的玩家和腾达粉丝来到荆州, 不管是墨语网咖, 还是GARC全球邀请赛的比赛现场, 都很容易撞到熟人。 到那时候, 自己的身份, 岂不是彻底暴露了? 那太可怕了。 裴千感觉, 自己现在就像是一个明星在瑟瑟发抖, 外面全都是疯狂的粉丝, 和带着相机的狗仔队。 总不能出门都换装, 戴墨镜, 裹围巾吧。 那也太离谱了。 裴千的态度, 还是跟以前一样。 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因为麻烦太多了。 脑补一下, 自己走在学校里, 在墨语网咖里喝咖啡, 甚至是走在大街上, 都会有粉丝, 过来求合影, 有学长过来希望求职, 还有一些投资人, 找到自己希望追投一些项目。 还能不能有私人生活了? 还想安安稳稳的, 做一个普通大学生, 直到毕业呢? 裴千很无语, 对现在的处境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 桌上的手机响了。 裴千拿起来一看, 是黄思博发过来的一条信息。 他已经跟其他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口风, 大家都赞同这个方案, 所以发给裴总, 让裴总来做最终决定。 裴千看完了方案, 也震惊了。 这特模也行。 我成了我自己的替身。 用这种方式, 来迷惑网友们。 似乎, 真的可行啊。 裴千考虑了一下, 回复道, 立刻发视频。 就按这个来办。 他不由得感慨, 这黄思博, 终于不是一回来就被刺我了。 而是一回来, 就帮上了我的忙。 他好了。 裴千非常清楚, 现在要想瞒住全网的网友, 已经不可能了。 已经有网友在怀疑, 裴总的日常里, 就是裴总在本色出演。 而只要任何一个知道裴总身份的人, 公开地站出来支持这一观点, 情况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到时候, 再玩这一手偷梁换主, 就不好使了。 所以, 必须得先下手为强。 通过官方声明, 裴千可以抢先给自己套上一层马甲。 首先强调, 裴总不希望被打扰, 也不想在公众面前, 展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让大部分粉丝, 不要再过度挖掘裴总的个人信息。 但与此同时, 又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符号, 作为情感寄托, 让他们把裴总的日常中演员形象, 当成是裴总的真正形象。 这样一来, 来到荆州的网友, 只会把裴千当成是一个演员, 而非真正的裴总。 这个做法, 老千层柄了。 对裴千而言, 他虽然还是会被关注, 但在外人看来, 他的真实身份是裴总的演员, 顶多也就是跟粉丝和个影而已, 能够将这种无法避免的麻烦, 降低到最低程度。 裴千自己, 都有点被绕晕了, 但仔细想想, 这似乎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让所有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人, 都帮自己一起掩饰身份。 这样, 就算有一部分人揭露真相, 网友们也不会信了。 冰者, 鬼道也。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网友们又怎么能真正分得清楚。 晚上, 树朗公寓。 乔梁保存了游戏进度, 放下手柄, 然后舒舒服服的靠在沙发上。 舒服! 他已经在树懒公寓里住了四天, 在这期间内完成了新的一期视频, 并引发热烈反响。 所以, 在乔梁心头, 萦绕了一个多月的阴霾, 总算是散去了。 所以, 今天一整天, 乔梁都在树懒公寓宅着, 打游戏。 不得不说, 所有的树懒公寓都配好了游戏主机 和各种国外大厂的3A大作, 真是让乔梁体验到了 什么叫做乐不思蜀的感觉。 当然, 冰湖小区这边的电视, 并不是城市曙光那边的限量版大电视。 一方面是因为每个规格, 当次的房子装修的价格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大电视是限量版, 能把城市曙光那边的几套房子装满已经很不错了。 但即使如此, 冰湖小区这边的电视也同样是精挑细选过的。 不论是尺寸还是显示效果都很棒, 玩起主机游戏来, 着实带感。 叮咚! 门铃响了, 乔梁去开门, 发现是自己订的晚饭到了。 精致高档的石盒, 装着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的套餐, 让人看起来就口水直流。 乔梁一边大快朵移, 一边萌生了一个想法。 是不是, 可以干脆搬来荆州了? 我一个UP主, 一个自由职业者, 跟帝都的高房租死磕, 我这不是脑子, 进水了吗? 乔梁已经来过荆州两次, 在这边生活的时间加在一起, 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说是第二住处也不为过。 稍微比较之后, 乔梁发现, 对于自己来说, 荆州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啊。 其实他最早之所以选择帝都, 仅仅是因为他在帝都上的大学, 大学期间做视频小有成绩, 毕业之后找了份工作不满意, 于是才辞职在自己的出租屋里, 做了全职UP主。 说白了, 就是惯性。 大学四年都在帝都, 也是在帝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在一个城市生活, 习惯了之后, 很难产生这种跨城市搬家的念头。 但是在树兰公寓住了几天之后, 乔良突然意识到, 自己完全可以不在帝都住啊。 算一算房租, 他在帝都租的那个五环外的一居室, 租金比现在租的树兰公寓还要高一些。 但是这居住环境可是天壤之别。 乔良住的那个一居室, 本身装修不咋样, 卫生间年久失修, 平时他又不爱打扫, 屋子里总是乱成一团。 反观树兰公寓, 有保洁, 有管家, 屋子的布局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 只要保持原状, 永远都令人赏心悦目。 尤其是这个电视和游戏主机, 尤其让乔良觉得顺心。 乔良在帝都的出租屋, 是没有电视和游戏主机的, 原因很简单, 想买, 又觉得莫必要。 因为他已经省吃俭用, 买了一台高配电脑, 这是剪片子的刚需, 也可以用来玩游戏。 所以, 再花几千块买主机和电视, 就显得比较浪费。 但是在树兰公寓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乔良发现, 在电视上玩主机游戏, 跟在电脑上玩, 确实是不一样。 不论是舒适度, 还是沉浸感, 都有很大的差别。 算一算吃饭, 之前乔良生活困窘的时候, 经常吃泡面, 不过后来视频越做越红火之后, 已经有了外卖自由。 但在地都点的那些外卖, 一样不便宜。 当然, 有十几块的那种鸡排饭, 鸭腿饭, 但常年吃那个, 卫生和健康方面, 实在是有些难以保证。 对现在经济没有什么压力的乔良来说, 每顿饭加个两三块钱, 吃墨鱼外卖, 它不香吗? 再算一算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 帝都那边会有一些演唱会和大型演出, 例如球赛, 话剧等等。 但荆州这边也同样不差, 可以现场看GOT的赛事, 还有托管健身房, 摩鱼网咖, 经济旅社等一系列的产业。 乔良反复考虑了一番, 突然意识到, 同样的生活成本, 在荆州生活, 可比在帝都爽太多了。 当然, 帝都作为超一线城市, 年轻人多, 工作机会也多。 但荆州的年轻人也不少啊, 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 这边还有很多的朋友, 比如裴总和腾达的员工们。 更何况, 乔良是个专职UP主, 大部分时间都是宅在家的, 居住环境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乔良越想, 越觉得自己莫必要继续留在帝都, 干脆搬来荆州算了。 想到这里, 乔良立刻决定后天就买票回帝都, 开始把出租房里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 房子也退租, 早点处理完那边的事情, 早点来荆州住下。 想到这里, 乔良似乎连吃饭都更有力气了。 他一边规划着搬家的计划, 一边习惯性地在手机上刷爱丽岛的动态。 最新一期的视频仍在有大量的粉丝在留言, 毕竟这个视频光速被顶到了爱丽岛的首页, 可以说是破圈了, 不仅仅是游戏去的观众在看, 其他去的观众也在看, 让他又经历了一波飞速涨粉。 乔良不厌其烦地看完了每个观众的彩虹屁, 感觉胃口更好了。 突然, 他看到了一条新动态, 是飞黄工作室发的。 乔良愣了一下, 因为他很清楚, 近期飞黄工作室应该是在筹备揭露甲犬房的视频才对。 但是之前听朱小册说, 这期视频不是不打算发了吗? 如果是其他视频的话, 这拍得也太快了吧。 不符合飞黄工作室一贯的精雕细琢的风格呀。 带着些许疑惑, 乔良点开了视频, 画面上出现了黄思伯的脸。 乔良有些意外, 咦? 他什么时候晒这磨黑了? 在他印象中, 黄思伯虽然不算白, 但也没这磨黑, 就是国人的正常肤色。 结果现在, 黄思伯变成了黑思伯, 着实让人有些诧异。 是打光莫打好? 不对啊, 这显然是已经特意打过光的。 乔良有些费减。 视频里, 黑思伯面带微笑, 首先做自我介绍。 各位飞黄工作室和腾达游戏的粉丝们, 我是黄思伯, 曾在腾达游戏担任执行主册, 目前是飞黄工作室的负责人, 参与了海上堡垒、 裴总的日常、 美好明天等项目的研发和拍摄。 近期, 很多粉丝都对裴总的真实身份有许多猜测, 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 在此, 裴总希望有我向大家转达一些信息。 裴总是一个低调的人, 他不希望成为众人的焦点, 也不希望大家把他个人的形象与腾达挂钩, 更不要产生任何的偶像崇拜倾向。 借用一位先生的话, 鸡蛋好吃就好, 大家没必要去过度喜爱下蛋的母鸡。 当然, 我们也体谅大家的好奇心, 大家可以把裴总的日常中的那位演员当成是裴总本人就好。 再次代表腾达全体员工, 向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表示感谢。 视频结束了, 全程也就两分钟。 看完了这个视频, 乔梁愣了。 这是唱的哪一出? 前面的这些内容都很好理解。 最秀的是这句, 大家把裴总的日常中那位演员当成是裴总本人就好。 这还用当成吗? 那就是裴总本人啊。 这句话鸡贼就鸡贼在, 它不是假话, 却会对观众产生一种误导效果。 乔梁陷入了沉思。 难道这又是裴总的某种行为艺术? 哦,明白了。 乔梁瞬间想到了裴总之前再三强调的注意力理论。 裴总再三强调, 注意力才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 结果这些人听讲的时候一个个都很认真, 也纷纷表示恍然大悟, 结果一扭头就全忘了。 裴总到底是谁? 长成什么样子重要吗? 就因为单纯的好奇心, 就把大量的注意力倾注到裴总身上。 浪费时间去做这种意义不大的事情, 显然裴总是不希望大家这么做的。 乔梁不由的感慨, 裴总真是知行合一, 用心良苦啊。 作为裴总的朋友, 必须配合。 乔梁立刻转发了这条视频, 裴总才刚刚呼吁大家, 把自己的注意力, 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结果大家一转眼就全忘了。 乔梁这个课代表的转发, 显然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原本的评论里, 有很多的问号, 但是很快, 这些问号, 就被一些表示理解的言论顶下去了。 惭愧, 刚学的知识点一转眼就忘了, 感谢裴总把我点醒。 也好, 反正大部分人只是好奇心作祟, 或者单纯只是需要一个裴总的形象或符号而已。 那就把这位演技精湛的演员当成裴总的形象好了。 我觉得让裴总的真实身份保持神秘也不错。 那好, 我们就用这个形象来代替裴总吧。 虽然他长得挺帅, 演技也不错, 但显然帅气程度和才华不及裴总的万分之一。 奇怪了, 腾达的员工口风都太紧了吧。 到现在为止, 也默认站出来揭露裴总的真实身份。 腾达是一家上下一心的企业。 你想象不到, 腾达员工们对裴总到底有多听裴总的话。 哎, 要是有一家能查询公司信息的网站就好了。 乔梁翻了一下大家的留言, 发现大部分人还是认识到了裴总的苦心, 只有少数人还在不死心的想要查出裴总的真实身份。 但只是少数人的话, 他们的声音显然是不可能占据上风的, 甚至吃瓜群众很可能都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在说真话还是在反串钓鱼。 9月19日, 周一, 裴谦照例来到办公室, 只不过一上午都没有人来打扰。 显然, 大家都没有什么要请教裴总的问题。 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因为这意味着大多数的部门都在赚钱。 裴谦稍微捋了一下, 发现这个周期似乎是自己最失败的一个周期, 新开的产业, 包括经济旅社, 树懒公寓和托管健身房都火了。 就连一直给予厚望的墨鱼外卖也火了。 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这两天, 裴谦都莫敢出门, 一直藏在家里, 关注着网络上的舆论动向。 好在飞黄工作室发了视频, 乔老师转发之后, 网友们的注意力还真被转移走了。 大部分人都认可这种注意力理论, 觉得裴总都这么用心良苦了, 我们就珍惜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吧, 不给裴总添堵了。 只是裴谦在网剧里的形象更火了。 有很多人都从裴总的日常里面截了图, 做了表情包, 眼瞅着裴谦这张脸, 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 裴总的日常本来都已经停更一年多了, 人气大不如前。 再火的网剧停更这么长时间热度也会快速下降, 很快过气, 因为互联网时代, 人们的注意力永远只会关注当前的热点。 但是最近, 裴总的日常, 这个网剧又火了。 很多人都在二刷, 三刷, 甚至网剧的第一期视频又被顶到了首页上。 虽然有点小尴尬, 但裴谦觉得, 两害相权取其轻, 相比于真实身份完全暴露而言。 只是作为一个演员再火一遍, 完全可以接受。 让裴谦不能接受的是, 裴总的日常, 新获得的收入。 这个短剧, 当时跟爱丽岛签的可是独家协议, 参加了爱丽岛特殊的创作激励计划, 一个30秒以上的有效点击可就是两毛钱。 这种好事, 现在已经没有了。 因为那是跟初期的爱丽岛签的, 那时候的爱丽岛还是一家小网站, 急需这种优秀的网剧资源来吸引流量, 所以价码开得很高。 现在爱丽岛发展越来越好, 用户越来越多, 已经不可能再给网剧开这么优厚的条件了。 裴总的日常, 恰恰是因为牵得早, 所以直到现在, 奖励规则都没有变。 这就很尴尬了。 估计爱丽岛也没想到, 一个一年多以前就停更的视频, 怎么突然就又翻红了呢? 不过爱丽岛也不在乎这个, 毕竟家大业大的, 这点钱还是掏得起的。 更何况, 裴总的日常越火, 对爱丽岛网站的宣传效果越好, 毕竟是全网独家。 裴千算来算去, 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事实。 爱丽岛赚了, 飞黄工作室赚了, 所有人都赚了。 唯有作为主演的自己, 血亏。 因为当时裴千拿的可是固定的片酬, 压根没有考虑到, 还会有分成的可能性。 而黄思博他们显然不会想到, 要把这些钱不给裴总。 毕竟在他们看来, 赚来的所有钱都是裴总的。 补发片酬,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裴千又不可能暗示他们, 给自己补发薪酬。 因为这不合常理, 有可能引起别人的怀疑。 可太难受了。 裴千调整了很长时间的心态, 才终于静下心来, 开始考虑这个周期结算的事情。 虽然这个周期接连暴雷, 但裴千还没有放弃抵抗。 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 就比如树懒公寓的这个模式。 树懒公寓的房子都是买来的, 直接几千万砸出去, 可以消耗掉大量的系统资金。 而这些房子虽然都租出去了, 但就这点租金想要收回买房子的钱, 那得猴年买月去了。 所以, 树懒公寓的这个模式确实火了。 但只是场面上比较吓人而已。 实际上赚来的钱并不多。 摸鱼网咖、摸鱼外卖、 托管健身房等实体产业。 房子是租来的, 所以能稳定盈利, 但要付租金。 而且一直开分店的话, 就可以把盈利全都花出去。 所以, 裴千开始考虑这个周期的撒币计划。 网咖、 外卖和托管健身房, 新的门店是一直在开的, 这点不用赔钱操心。 逆风物流作为传统优势项目, 显然也要继续努力。 Gaulk海外版可以再拿出一部分资金去宣传, 只不过的慎重。 否则海外版收入一旦爆炸, 可能会是得其反。 还有一个重要部门, 就是Auto科技那边。 这个周期, Auto科技要拖到下个周期结算, 可以放心砸钱, 但要求是下个周期产品必须发布。 目前, Auto科技是专门成立了一个软件实验室, 在拍照算法和软件方面发力。 软件方面, 因为主要视为原本的软件更新版本, 优化功能。 所以, 不算是延期结算的范畴, 只有影像算法方面的打磨, 要推迟到下个周期。 所以, 裴迁觉得, 可以在网里投钱, 下个周期结算之前能把产品拿出来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 各种优惠活动, 促销活动, 能安排的, 都给安排上。 毕竟引证止渴, 也是裴总的传统艺能了。 习惯了之后, 就完全停不下来。 全都安排完了之后, 裴迁真觉得自己似乎还能再抢救一下。 现在就是祈祷, 千万不要再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盈利了。 9月20日, 周二, 明云私处每月一次的包场时间。 至于这次聚餐包场到底要请谁, 裴迁陷入了纠结。 这些员工一个个都太不让人省心了, 一个都不想请。 考虑到之前已经请过DGE俱乐部的队员和托管健身房的教练们了。 这次裴迁决定请树篮公寓的房管, 逆风物流的主要负责人们。 树篮公寓这边包括了梁清帆, 他的助手, 管培生, 宋凯和几栋楼的管理员们。 而逆风物流这边则是吕明亮和一些骨干员工。 梁清帆是最近才加入腾达集团的, 极简的设计风格很好地完成了裴迁的要求。 他和宋凯办事都很靠谱, 而且都没到明云私厨吃过饭, 裴迁觉得应该请他们吃一毒。 虽说树篮公寓火了, 但火起来跟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大。 裴迁觉得不应该迁怒于他们。 更何况树篮公寓到目前为止只是赚了点房租, 距离收回买房子的钱至少还得几十年, 不太需要担心。 众人各自落座。 裴迁也懒得跟他们多避避, 毕竟在他看来请谁吃饭都一样, 都是为了多花点钱的。 请这些人完全只是因为看他们比较顺心而已。 大家工作都辛苦了, 不要拘束,敞开吃吧。 裴迁身仙士卒, 直接抱起面前的一只大螃蟹。 梁清帆和宋凯看着面前丰盛的大餐, 全都口水直流。 没吃过这种好东西啊。 早就听说无名餐厅在全国都有名, 但是排队太严重了。 而且, 大家也都不太舍得自己掏钱敞开吃。 现在裴总请客吃这个, 这可比发几百块钱奖金还让人高兴。 有裴总带头, 众人很快进入状态, 工仇交错, 杯盘狼藉。 吃到一半, 梁清帆和宋凯对视一眼。 那个事情, 是不是可以跟裴总说了? 嗯, 正好趁裴总没有在思考, 可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了。 两个人非常默契地拿起酒杯, 来到裴总面前。 裴总, 我们敬您一杯。 树懒公寓的成功, 离不开您的高瞻远瞩和战略部署。 腾达生活的这个布局,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裴千举起酒杯, 嘴角微微抽动。 正吃饭呢。 能不能说点让人高兴的是。 不过考虑到树懒公寓的模式, 本身也赚不了多少钱。 裴千还是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举起酒杯。 好了,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不要搞得那么客套, 喝完酒抓紧回去吃, 必须得吃到嗓子眼才能停。 听见没有? 梁清帆和宋凯相识一笑, 心想裴总又谦虚, 又抹架子, 还很幽默。 真是一个好老板啊。 三人喝完了酒, 裴千坐下, 准备继续吃。 梁清帆觉得, 现在的时机正合适。 赶忙说道, 裴总, 树懒公寓这边, 有好消息向您汇报。 裴千伸出去, 拿龙虾的手, 停在了半空中, 头上缓缓飘出一个问号。 好消息, 你们还要搞什么幺蛾子? 树懒公寓的房子, 不是已经全都租出去了吗? 你们还能凭空便出房子来不成? 梁清帆微笑着说道, 裴总, 我原本以为, 树懒公寓的极简风格, 只是您个人的喜好, 算不上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 艺术性和商业性, 不可能完全统一起来。 但现在我意识到, 我错了, 树懒公寓的商业模式, 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力极限。 您提出注意力理论之后, 树懒公寓的房子已经被一抢而空, 全都租出去了。 我本来以为这, 就是极限了, 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收入了。 但我又错了。 裴千听得心里一凉, 你又错了? 那, 岂不是我也错了? 然后呢? 裴千努力保持镇定。 坐在旁边的吕明亮和其他人, 也都在竖着耳朵听着。 想知道, 裴总又研究出了什么创新的商业模式。 梁青帆兴奋地说道, 这两天, 树懒公寓的办公电话都被打爆了。 有几位客户提出, 让我们帮忙给他的新家做设计, 指明了就要极致简约风。 他们一个个的报价都很高, 都是按照一线设计师的价格给的, 达到了一千块一平米。 有一位客户, 希望我们树懒公寓给设计一个五百平的别墅。 他愿意付五十万的设计费。 裴千不由地一哆嗦。 但是听到这个数字之后, 一直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还好还好, 钱不是很多。 而且, 设计一个五百平的别墅, 这挺麻烦的。 这样的活应该也不可能一直有吧。 只是一套房子, 对吧? 裴千问道。 梁青帆点点头。 对。 所以, 我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 裴千眼前一亮。 梁青帆继续说道, 虽说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 但是我的精力有限, 平时还要负责树懒公寓的业务, 怎么可能一直到处跑给他们设计房子。 所以, 我想了另外的办法。 卖方案? 我打算按照一些常见的房型, 给客厅、 卧室、 书房、 餐厅等等, 按照树懒公寓的极致简约, 封出一套完整方案。 同时明确所有精选家具的品牌和款式搭配。 这样一来, 想要用这重疾至简约风的顾客, 只要拿到我的这个方案, 再在当地找一个水平过得去的建筑师跟巨石寄情框来完善一下, 就可以完成这种风格的装修了。 裴千的眼神又迅速暗淡了下去, 变得更加警惕。 卖方案? 你可真敢想啊。 这要是卖出去几千份几万份, 就算卖的比较便宜, 也比挨个设计要赚的多啊。 绝对不行。 嗯, 你很有想法。 依我看, 这方案就卖一块钱好了。 裴千觉得自己得赶快打断梁青帆的骚想法。 梁青帆点点头。 对, 裴总, 我也是这摩想的。 裴千? 梁青帆微笑着继续说道, 一个通用的方案本身也值不了太多钱。 而且也不可能避免顾客买了方案之后共享。 这价格定高了也不合适, 干脆半卖半送得了。 但这个事情启发了我, 让我意识到, 我们树懒公寓的品牌本身就有价值。 于是, 我去跟之前购买的那些家具家具的品牌商谈了一下, 要到了折扣价。 这些家具都是我精挑戏选过的, 贵是贵了一些, 但品质都绝对没问题。 从我们这里, 顾客能够以略低于市场价的, 价格买到这些家具和装修材料。 同时, 这些品牌会把利润拿出一部分给我们分成。 这样就实现了消费者, 树懒公寓和这些品牌上的三方共赢。 陪签目瞪口呆,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也行。 宋凯补充道, 不仅如此, 裴总, 许多地产企业希望能够跟我们合作, 定制样板件方案。 甚至个别的房企还想跟我们开展深度合作, 邀请树懒公寓入住, 为他们的小区做品牌宣传。 因为在很多消费者眼中, 树懒公寓已经不只是一个租房品牌, 而是品质生活的代名词。 树懒公寓模式, 绝不仅仅是租房, 大有可为。 旁边一直在默默听着的吕明亮, 不由得恍然。 原来如此, 裴总可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租房品牌, 也创造了一个装修品牌啊。 树懒公寓, 除了收租金之外, 竟然还能在这方面创造营收? 果然, 裴总的思想, 永远都比我们看到的要高一层。 裴千微微颤抖的手拿起桌上的红酒, 喝了一口, 平复了一下心情。 嗯, 总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 在饭局上被突如其来的噩耗打击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似乎已经有一定的抵抗力了呢。 但是, 身经百战的裴总肯定不会就这样放弃抵抗。 这个事情, 裴总不拍板, 那就还有回转的余地。 裴千放下红酒杯, 你们确定要跟那些家具品牌和房企合作吗? 不再考虑考虑了。 这个想法, 似乎不是很完善吧。 至于具体要考虑什么, 裴千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他自己考虑的是, 怎么能少赚钱, 甚至不赚钱, 只是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当裴总想不出来的时候, 就需要反向利用员工们的脑补效应了。 宋凯愣了一下, 点点头, 对啊裴总, 为什么不呢? 房企可是出了名的, 有钱啊。 至于家具企业, 虽然很多品牌的知名度不高, 但利润很高, 有很大的降价空间, 我们帮顾客拿到更低的价格, 自己也能拿分成, 何乐而不为呢? 裴千脸都黑了。 我会不知道房企出了名的有钱。 我会不知道很多家具品牌利润很高。 你要是在这摩强调下去, 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宋凯一脸茫然, 梁清帆也陷入了沉思状态。 场面一时之间有些尴尬。 裴千觉得似乎也不好这摩一直冷场下去, 就想打发他们回去先吃饭。 这个事情暂且搁置, 慢慢考虑。 毕竟考虑越久, 赚钱越晚, 能往后拖一拖就拖一拖。 但就在这时, 一直在旁边默默听着的吕明亮发话了。 他轻轻叹了口气, 两位是新加入腾达, 所以做事的风格还没有向腾达精神靠拢, 也难怪听不出裴总话中的深意。 宋凯和梁清帆愣了一下, 随即展现出一种谦虚好学的表情。 吕总能否指点一二。 裴千也看向吕明亮, 头上飘出一个问号, 请你们来只是吃饭凑数的。 你别搁这给我瞎解读啊。 哦, 是吕明亮啊, 那没事了。 如果是林婉, 黄思伯, 包序这众人, 裴千可能会考虑打断他们, 不让他们继续说下去。 因为这些人一解读, 往往就要出事。 但是吕明亮的话, 还是深得裴总信任的, 可以允许你多说两句。 吕明亮整理了一下思路, 说道, 其实我刚听到这种盈利模式的时候, 也感到很惊讶, 确实很出乎意料。 但仔细想了一下之后, 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想到的盈利模式, 在裴总这里, 可能只是他原本构思的一小部分而已。 裴千。 梁清帆和宋凯肃然起敬, 更加认真地听着。 吕明亮继续说道, 恭喜两位, 你们已经进入到了裴总的思考领域, 认识到了腾达集团目前第二宝贵的财富, 信任。 腾达长久以来坚持诚信经营, 从不弄虚作假, 在顾客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所以, 即使是进入一个新的产业, 顾客们也会倾向于信任我们。 腾达的产业也许会贵, 也许性价比会差一些, 但绝对不会坑人。 这是顾客对腾达的信任, 也是我们第二宝贵的财富。 宋凯小心翼翼地举手问道,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那我们第一宝贵的财富是? 吕明亮有些莫名其妙, 心想, 这还偶明说吗? 但是他发现宋凯却实没猜到, 只好有些无奈地解释道, 当然是裴总的头脑。 宋凯恍然, 猛点头。 对啊, 这模简单的问题, 我竟然莫想到。 裴谦? 一时之间, 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了。 吕明亮继续说道, 正是因为顾客对腾达的信任, 腾达才能在各个新的领域中无往不利。 所以, 这种信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用树懒公寓品牌去和其他的家具厂商, 房企合作, 其本质就是用顾客对我们的信任, 为这些企业背书。 在理想状态下, 这确实是一种共赢。 我们作为中间人, 帮消费者和厂商搭建互信的桥梁, 厂商少赚点, 薄利多销, 消费者获得了实惠, 我们也能从中获得收益。 但问题是, 我们如何确保这种合作始终处于理想情况下? 如果厂商跟我们刚开始合作得很好, 但慢慢地发现这样赚钱很容易, 只要稍微偷工减料一点, 就可以获得大量利润。 而消费者也很难发现。 那么, 我们如何保证跟我们合作的企业不变质? 一旦这种事情被曝光出来, 那等于是污染了腾达的水源, 动摇了腾达安身立命的基石, 得不尝试。 不要相信这些企业跟腾达一样有良心, 住家集团安心房的教训才过去末两天吧。 梁清帆和宋凯恍然大悟。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其实他们两个多多少少也意识到了一点这方面的问题, 但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只是合作的倡导阶段, 还并未正式达成协议。 另一方面是, 他们想到了却没有给到足够的重视, 把其他企业想得太善良了, 所以没有深入地考虑这一点。 但现在, 听到吕明亮的这番话, 两人瞬间警醒。 原来裴总是在担心这个。 他们不由地看向裴总, 发现裴总正在举着酒杯沉思,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不由得更加肃然起敬。 然而, 裴千石则是在思考另外的问题。 他在听到动摇腾达安身立命的基石的时候,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心动。 听起来这魔干似乎很容易亏的样子。 受到系统的限制, 裴千自己的产业是绝对不能弄虚作假, 以次充好糊弄消费者的。 但如果是裴千不知情的情况下, 跟腾达合作的其他公司出现这种情况, 系统似乎并无明确规定。 也就是说, 这似乎是一个漏洞。 但这个念头只是稍微一闪而过, 就被裴千给彻底摁死了。 我只亏钱, 不昧良心。 让那些以次充好的垃圾企业打着我的旗号, 招摇撞骗。 那绝对不行。 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 不过, 听完了吕明亮的这番话, 裴千突然又想到了一个新点子。 既然梁清帆和宋凯为树懒公寓, 开拓了新的业务范围。 那我也得反过来好, 你们一把羊毛。 就像ROF装机的时候, 张元本来是打算利用摸鱼网咖的品牌效应, 搞个装机品牌赚钱的。 但裴千却反过来利用ROF装机搞了个1024程序元节, 达成了突击花钱的目的。 当然, 之后的事情就不用提了。 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个决策还是很成功的。 正好可以顺着吕明亮提出的这个问题, 借题发挥一下。 按照系统的潜规则, 当某个产业能够建立良好口碑的时候, 那摩系统会大幅放宽这个产业的盈利要求, 就比如逆风物流。 想到这里, 裴千说道, 树懒公寓可以考虑跟家装品牌和房企合作, 但必须有很严格的要求。 专门招人成立一个考察组, 在合作之前, 深入调查各个品牌的真实情况, 掌握他们实际的利润和经营状况。 考察组要定期轮换负责的区域, 防止舞弊的出现。 考察组出门考察的一切费用, 包括衣食住行, 全都由我们来负担, 并且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即使是合作达成后, 考察组也要定期随机匿名抽查, 也欢迎顾客积极举报。 一旦发现有不符合标准的情况, 立刻终止合约, 追责并负担顾客的全部损失。 所有条款要在合作之初, 就条里, 清晰地写到合同中。 如果不接收这些条款的, 那就不允许跟腾达合作。 只要合作出了任何问题, 那就是你们两个的责任。 梁清帆和宋凯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是! 裴总! 显然, 这个标准一出, 恐怕真的跟腾达合作的家具品牌和房企 会变得少之又少, 甚至实不存一。 谁会千条条框框这磨多的合约? 这些家装品牌和房企, 本身就是, 躺着赚钱的, 有树懒公寓的招牌固然好, 没有的话, 也不耽误人家挣钱。 现在就为了用你树懒公寓一个招牌, 结果还要接受你的各众监督, 发现问题还要负责赔偿? 凭啥? 但是梁清帆和宋凯却觉得裴总的要求很有道理, 因为不签这种合约, 根本无法保证这些合作企业会信守承诺。 这个世界上, 像腾达一样能够始终坚定的不要眼前利益, 只要长远利益的企业实在是凤毛麟角。 但这也恰恰是腾达最让人尊敬的地方。 吕明亮也不由得微微点头, 很好, 这两位负责人也逐渐感受到腾达精神的真正含义了。 裴千喝了口红酒压压惊, 万万没想到, 树懒公寓竟然搞出了这摩大的事情。 本来以为这就是个绝对绝对会扑街的项目, 现在看来, 还是自己欠缺了一点点想象力。 又或者, 是这个世界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那摩问题来了, 这树懒公寓, 还要不要继续开下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树懒公寓确实是能烧钱的, 因为买楼一下子就可以花出去大量的钱, 这些钱一时半会收不回来。 但是, 树懒公寓这个模式也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就像今天这样, 某个业务冷不丁的一拓展, 可能就又是一个未经发现的庞大市场出现了, 盈利直接甩到自己的脸上。 裴迁不由地陷入了纠结。 哦, 对了裴总, 我这边还有一个东西, 要转交给您。 宋凯突然想起了什么, 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 递给裴迁。 裴迁愣了一下, 伸手接过。 没有邮票和落款, 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封, 里面是一封感谢信。 您好, 我是一名甲犬房的受害者, 其实早在树懒公寓出现之前, 我就已经跟甲犬房斗争了很长时间,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却收效甚微。 没办法, 普通人的声音还是太小了。 我非常感谢网络上的好心人, 为这件事情发声, 同时也感谢树懒公寓, 能够为我, 提供一个更省心, 更安心的解决方案。 我不需要再去跟住家集团扯皮, 维权, 而只需要放弃住家集团, 选择树懒公寓就够了。 忠心希望树懒公寓, 能够早日走出荆州, 让全国的租客们, 都能租上放心的房子。 没有落款, 自然也无从知道, 到底是谁写的。 裴迁沉默片刻, 将这封信折好, 重新放入信封, 然后地海给送开。 把这封信保存好, 不要弄丢了。 树懒公寓, 一定会努力让所有的租客, 都租上放心的房子。 9月23日, 周五。 裴迁感觉, 已经毙了几天的风头, 差不多可以出去走动一下了。 上周日, 黄思伯发了那个视频之后, 裴迁一直没敢大摇大摆地上街, 更莫敢去经常活动的摸鱼网咖, 而是一直关注着网上风向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 现实中跟裴迁认识的人, 不管是腾达的员工, 还是诸如桥梁, 软光剑, 李时这样的朋友, 都已经基本上确立了共识, 就是为裴总保守秘密。 而大部分好奇心中的粉丝们, 也因为那个视频, 不再深究裴总的真实身份, 而是选择将裴总的日常中那个形象, 当成是裴总的符号。 人们对于裴总真实身份的关注度, 似乎是被成功转移了。 当然, 现在裴迁出门, 肯定还是会有一些麻烦, 多半会有人把他当成裴总的演员来合影, 但最多也就是合格隐望, 不会有其他的麻烦。 所以, 裴迁觉得自己差不多可以出去走动一下, 迎接自己新的身份了。 先去汉东大学附近的摸鱼网咖做一做, 喝杯咖啡再说。 不过, 考虑到中午人比较多, 裴迁考虑最好还是下午三四点钟到, 可能会没那么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 软光剑刚刚吃完午饭的摸鱼外卖, 伸了个懒腰, 准备站起来走动走动萧萧时, 看看工作室里养着的绿植, 放松放松心情。 奋斗, 上线之后, 工作就只剩为God设计英雄原话了, 轻松了不少, 休息时间也多了。 就在这时, 他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士走入了光环工作室。 软光剑愣了一下, 陌生人找上门这种事情, 还真不常见。 因为光环工作室虽然租的是摸鱼网咖鞋对面的临街商铺, 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都是从腾达游戏或者ESRO官方平台上接的, 这里的性质并不是店铺, 而是办公场所, 一般是不会有人造访的。 再仔细一看, 软光剑觉得这位中年人士有些面熟, 但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您好, 软光剑上前礼貌地打招呼。 中年人笑了笑, 您好, 我是蒙果游戏的何安, 正好从这里路过, 看到光环工作室的招牌, 就想着进来看一看。 软光剑恍然, 他想起来了, 这就是那位发微博解读《奋斗》的大佬啊。 何安是国内单机游戏的前辈, 软光剑当然是见过他的照片, 但照片和真人毕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再加上记忆有些模糊, 所以第一时间没有认出来。 何总是前辈啊。 里边请里边请。 我就是光环工作室的负责人, 软光剑。 何安有些惊讶, 你就是光环工作室的负责人, 一直在跟裴总合作的画师。 幸会幸会。 有些惊讶于软光剑的年轻, 两人互相之间都有所耳闻, 彼此介绍了一下之后, 立刻一见如故。 专业人士往往都会有一个相同的特质, 就是尊敬其他的专业人士。 软光剑知道, 何安是国内单机游戏圈首屈一指的前辈制作人。 而何安也知道, 软光剑是目前国内的顶尖画师和概念设计师, 有很多想要交流的内容。 来到工作室中坐下, 软光剑让一名员工去对面买了咖啡, 两个人边喝边聊。 何安大佬是第一次来荆州。 软光剑问道。 何安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 不, 其实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我最近一直在给腾达集团的马总讲课, 就在这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 本来课程都已经结束了, 但乔老师的那期视频让我又重新对荆州产生了兴趣。 所以, 这个周末突然想回来转转。 本来只是想在这附近随便走走, 没想到正好看见了光环工作室的名字, 有点好奇, 就进来了。 软光剑有些疑惑, 腾达集团的马总, 和安点点头, 对, 就是圆梦创头的那位马总, 马阳。 软光剑努力地回忆了一下, 似乎隐约知道有这魔一号人, 知道这位马总一出手, 就给腾达赚了五个亿, 但是却并没有真正见过。 只是, 马总干嘛, 要让何安大佬讲课呢? 难不成他觉得, 投资太简单, 已经没意思了, 所以想要转行做游戏。 那为什么不找裴总讲课? 嗯, 也许是因为裴总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 有这种可能? 软光剑也莫多想, 随口问道, 那何总见过裴总了没有? 马总找您讲课的事情, 裴总应该, 也知情吧。 何安有些惋惜地说道, 和裴总还圆签一面。 马总的学费, 就是拿到优秀员工之后, 裴总出的, 裴总肯定知情。 软光剑微微皱眉, 那这就有点不应该了。 裴总一向热情好客, 凡是来到荆州的朋友, 全都是高规格招待。 您这种老前辈, 他莫理由不限啊。 何安并没有很在意, 可能是裴总太忙了吧。 毕竟这段时间, 腾达飞速发展, 裴总为了研发, 奋斗, 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精力, 分身乏术也是正常的。 不过, 我确实对裴总非常好奇, 你应该经常见到裴总吧? 能否跟我讲一讲裴总的事情? 软光剑点点头, 当然可以。 裴总对待朋友非常真诚, 同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游戏制作人, 对游戏的细节把握非常到位。 其实, 《奋斗》这款游戏的画风, 就是他拍板决定的。 软光剑说起了当时的情景, 面露神网。 当时, 《奋斗》的第一批原画刚刚出来, 软光剑完全是按照极致的写实风格去处理的, 裴总则是在看到这批原画的第一时间, 就意识到了他们的问题, 提出了要全都改成脸谱化的角色, 突出人物的典型特征。 果然, 在游戏上线之后, 这种风格大获成功。 之后, 软光剑又说起了, 和裴总在其他游戏中的合作经历, 比如《鬼江》和《gawk》等等。 和安厅的频频点头, 时不时拍案叫绝。 设计师跟美术的配合, 一向是个老大男的问题, 一旦沟通不畅, 配合不好, 就很容易互相拖后腿。 但裴总跟软光剑的配合, 似乎就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 总是能够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真是太神奇了。 和安厅的新潮澎湃, 也说起了自己在荆州叫马总游戏设计理论的事情。 尤其是重点谈到了自己把裴总的游戏作为教学案例, 让马总备受启发, 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软光剑是裴总的朋友, 和安是马总的朋友。 而裴总和马总又是朋友, 那四手五入一下, 这两个人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吗? 更何况都是国内游戏圈子有头有脸的人物。 说不定, 未来海可能有合作的机会就更有结实一下的必要了。 两人越聊越投机, 一个没注意, 两个小时过去了。 和安看了看时间, 说道, 哎呀, 没注意看时间, 打扰你工作了吧。 软光剑摇了摇头, 不会, 我的工作时间很自由的, 不耽误。 和安还是站起身来, 那就不打扰了, 这样, 明天就是周末。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请你吃个饭, 咱们饭桌上再好好聊, 怎么样? 软光剑也敢忙起身, 没问题。 不过肯定是我请, 毕竟这是在荆州。 和安笑了笑, 这个就不用客气了。 好了, 那我先走了, 咱们随时联系。 两个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软光剑把和安送出光环工作室。 刚出门, 正好看到, 一个熟悉的身影刚好路过。 软光剑眼前一亮,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这不是巧了吗? 裴总, 软光剑很高兴, 刚才我们还在聊你呢。 刚刚做好心理, 准备出门的裴谦, 刚走到摩鱼网喀门口, 就看到和安和软光剑从光环工作室里走了出来。 而后, 将在原地的裴谦全程目睹了和安的表情, 从今喜到惊讶, 又到茫然和震惊。 一时之间尬住了。 裴谦的头上飘出无数问号,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让他万万莫想到的。 和安怎么会在这儿? 不是已经离开荆州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又是什么时候跟软光剑认识的? 我该怎么解释? 而和安头上的问号, 则是一点都不比裴谦少。 刚开始陷到马总, 他还挺高兴的, 觉得缘分妙不可言。 但是软光剑那一声裴总喊出来, 和安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 裴总? 软光剑竟然管马总叫裴总? 指裴为马啊? 哦不, 应该是指马为裴。 好像也不对。 软光剑喊错了? 不能啊, 软光剑跟裴总合作这么多次了, 肯定不会错。 绝对有大问题。 两个人全都尬在原地,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软光剑看了看和安, 又看了看裴总, 发现两个人都默说话, 还有些纳闷是怎么回事。 不过转念一想就明白了, 像这样历史性的会面, 两个人都有点激动, 这可以理解。 还是不要打扰他们, 让他们独享这个moment就好。 想到这里, 软光剑微微一笑, 两位一定有很多话聊, 我就先回去工作了, 回见。 软光剑回到了光环工作室, 一阵风吹过, 卷起了地上的一片落叶, 一切庞扶尽致。 裴谦和和安四目相对, 表情各异, 却全都无语凝捏。 裴谦从和安的表情上判断, 他是真的生气了。 这也挺正常, 谁被骗了都得生气。 软光剑的这一声裴总, 已经说明了一切。 何安现在肯定已经明白了, 裴谦是自称马阳, 来骗他上课的。 至于何安自己, 具体怎么理解这个事? 那就不好说了。 裴谦想了想, 现在的情况, 就是越说越错, 不如少说两句, 等何老师发问的时候, 再见招拆招。 想到这里, 裴谦赶忙打破冷场, 何老师, 进来喝杯咖啡。 何安阴沉的脸色, 稍微好看了一点, 但还是不知可否。 两个人一前一后, 走进摸鱼网咖,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服务生立刻过来询问, 稍后端来两杯咖啡。 何安喝着咖啡, 裴总的这一声, 何老师, 让他消气了不少。 按理说, 他现在是应该生气的, 但生气之余, 心情又有点复杂。 如果是个别人, 何安可能就要拂袖而走了, 但是对裴总, 这是还得再考虑考虑。 这里头似乎有诸多疑点, 在彻底想清楚之前, 似乎不太好发作。 听课的马总, 裴总的日常中那个演员, 其实都是真正的裴总。 那问题来了, 裴总为什么要披上马总的马甲, 让我给他讲课呢? 是担心说自己就是裴总, 我就不给他讲了。 嗯, 有这种可能。 如果早知道是给裴总讲课, 我是肯定不会接的, 最多也就是献个面, 简单探讨一下, 不可能收学费, 也不可能认真准备那些课程。 所以, 裴总是想从零开始, 学习这些课程, 似乎也不太可能啊。 就算裴总, 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这些课程, 也早就已经凭借天才一般的头脑无视自通了。 何必再学一遍? 做出一款成功游戏是运气, 那做出那么多款成功游戏, 这怎么想都不该是运气了吧? 还是说, 裴总本来就是想颠覆这些游戏设计的理念。 所以, 奋斗, 这款游戏特意跟我的理论反着来的? 或者, 裴总作为游戏设计的天才, 已经离凡人的想法太遥远了。 想要完成, 奋斗, 这样一款教科书般的作品, 就必须再接受一些传统设计师的设计理念。 有了这些传统理念, 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突破和创新。 两人默默地喝着咖啡, 内心中都有着各自的盘算。 陪谦想了很久, 也默想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为什么要学这个? 因为这是系统的要求, 这理由不可能拿出来说啊。 那, 难不成跟何安说自己其实压根不懂游戏设计? 就是想学习一下这些基础知识。 成功太多次了, 吸取一些失败的经验。 恐怕还没说完, 何安就得把咖啡泼他一脸。 站在何安的立场上, 听到这种话肯定要欺诈的。 这可太难了。 裴谦也不想一直冷场。 试探地说道, 何老师, 其实我这么做是有一些特殊原因的, 只是不太方便明说。 何安沉默片刻, 说道, 裴总, 我才。 你是不是觉得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来学习这些知识, 能够更好地看到自己之前忽略掉的问题。 就像一些天才的画家, 音乐家, 在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 不知道如何更进一步, 反而要去找一些普通的艺术家, 去从他们身上寻找灵感。 裴谦? 何安喝了狗咖啡, 继续说道, 虽然你隐瞒身份的事情, 让我很生气, 但仔细想想, 如果你一早就说出自己的身份, 我肯定不会这么认真的教。 而且, 你称我一身何老师, 我在讲腾达游戏的, 时候你也一直认真听着, 显然是希望从另外的角度, 重新审视自己的游戏。 我在课程中讲到地主游戏, 讲到对国产单机游戏的期待, 你也用, 奋斗, 这款游戏, 很好的回应啊。 说实话, 对于这一点我很欣慰。 所以, 我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陪迁万万没想到, 自己啥都没说呢, 何安竟然自己想通了。 这, 原本只发生在员工身上的脑补, 现在也开始大规模地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了吗? 陪迁沉默片刻, 呃, 何老师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不全是因为这个。 何安愣了一下, 哦, 陪迁稍微斟酌了一下用词, 其实, 奋斗, 这款游戏, 是特意加入了一些失败元素的。 主要是想试验一下, 看看这些失败元素, 对一款游戏,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只不过阴差阳错的, 这些失败元素也成功了。 陪迁不想把奋斗的成功, 全都大包大揽到自己身上。 说实话, 他对于外界的这些吹捧, 一直感到很苦恼。 因为这里面的大多数内容, 根本不是他的本意。 要照这样吹下去, 陪总的人设飘得越来越高, 那将来一旦衰落, 也会衰得很惨。 陪迁自己倒是无所谓, 他是怕吹他的人接受不了这种落差。 所以, 得低调一点, 得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千万不要让大家对自己有什么过高的期待。 陪迁就差把我只是个普通人写在脸上了。 对于何安也是, 陪迁想要努力地消解何安认为的, 奋斗的一切都是陪总运筹帷幄的这种错误印象。 当然, 不能明说自己想要赔钱, 但换个说法, 说自己再做实验, 看看各种失败因素对游戏失败的真正影响。 这就好接受得多, 不会引起太多怀疑。 何安愣了一下, 故意在游戏中加入一些失败因素, 看看这些失败因素对游戏的影响。 裴总, 难不成你已经达到这种随心所欲的境界了? 随意加入一些失败因素, 竟然也能获得成功? 你是在挑战自我? 裴总, 虽然你有资格说这个话, 但我还是要说, 年轻人啊, 不要太气声。 骄傲使人落后, 怎么说的像是自己已经独孤求败了一样。 做一款成功的游戏不容易, 做失败的游戏那还不容易吗? 你可想清楚了, 失败了再想成功,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裴谦发现自己越解释, 何安的理解越歪了。 但是何安后边说的这番话, 让裴谦眼前一亮。 做失败的游戏很容易。 要不这样, 何老师, 您说一个必定失败的游戏, 让我挑战一下自我。 怎么样? 不说故意做失败游戏赔钱, 说挑战自我总可以了吧? 反正有些实话不能说, 有些实话说了, 何安也不信。 唯独用这种说法, 何安会接受。 让何安想一个必然失败的路子, 那肯定是十拿九稳。 何安嘴角微微抽动, 有喝, 向我挑衅起来了。 我随便想一款失败游戏, 你就敢照着我说的做。 裴谦蒙点头? 当然。 何安呵呵一笑, 那好说啊。 做一款RTS游戏, 也不用多。 头两个亿就行, 现在引擎是现成的, 已经省下了一大部分的开发时间和成本。 做这个, 必亏无疑啊。 裴谦点点头, 果然。 何老师, 也觉得做, RTS游戏能亏钱。 这跟他课上讲的内容是一样的。 只不过, 单纯只是定了游戏类型的话, 似乎还是, 有些不稳妥。 别的方面呢。 裴谦问道。 何安震惊了? 这魔自信。 那这样, 你再投三个亿做个CG, 绝对赔得血本无归。 至于题材什么的, 我都不需要再限制了。 反正这游戏家CG, 你就照着五个亿网里头, 这要是赔不了。 那你厉害。 何安大喘气了半天, 还是莫敢立下什么太作死的flag。 赔钱想了想, 五亿的投资? 嗯, 挤出这些钱, 稍微有点麻烦。 不过为了亏钱, 麻烦点就麻烦点吧。 更何况, 这五亿又不是一口气全都拿出来, 是分期分批的。 这样一款游戏, 肯定要跨两个结算周期来开发。 可能得开发的小一年, 正魔掌时间挤出五亿, 问题不大。 想到这里, 赔钱点点头? 好。 何老师, 那下一款游戏腾达游戏, 就做这个了。 何安正在喝咖啡, 差点喷出来。 你真要做RTS游戏啊? 何安本来以为, 裴总就是随便说说的。 但是现在看裴总这表情, 似乎是真要挑战一下自我。 裴总, 那可是五个亿啊。 你确定不再想想了? 裴千微微一笑, 不用想了。 看何安这表情, 绝对亏。 既然绝对亏, 那还有什么好想的? 何安一时间有些瞠目结舌,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看裴总这表情, 五亿无所谓啊。 难不成, 一听到RTS游戏, 裴总就已经有了打算。 已经有了什么, 我不知道的做法。 何安服气了? 这叫什么? 这叫一高人胆大。 刚开始, 他觉得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不要太心高气啊。 但是现在, 裴总这豪气甘云的样子, 让他似乎找到了曾经的少年热血。 不气盛, 那还叫年轻人吗? 何安不由得心生敬佩, 一条大拇指。 好, 裴总, 你要真做这个, 之前骗我的事情, 就一笔勾销。 不仅如此, 我还在微博上, 给你摇旗呐喊。 裴千赶忙说道, 摇旗呐喊就不必了。 如果这游戏, 真的赔得血本无归。 那以后, 还请和老师, 多为我指点迷惊。 何安? 裴总还, 真是个特立独行的游戏制作人, 说的话都折磨得似是而非, 让人捉摸不透啊。 9月25日, 周日, GOG全球邀请赛决赛日, 两支国内队伍, H4和EK俱乐部成功会师决赛。 其中, SUG本来是夺冠热门, 然而在跟江焕带领的EK俱乐部 在半决赛熬战舞剧之后, 遗憾落败, 退出了冠军争夺。 这场比赛是在前天打完的, 本来SUG的整体实力比EK要强得多, 但江焕在上路逆天改命。 五局游戏强行TERRY, 凭借着细腻到极点的操作, 和冷静的决策, 吸粉无数, 看得现场观众热血沸腾。 而H4俱乐部则是毫无悬念的, 在半决赛3比0, 赢下了仅存的国外队伍Fry, 晋级决赛。 H4和Fry这两支老牌俱乐部也算是速敌了, 这次全球邀请赛的开幕式就是他们两支队伍打的, 那时候还打得有来有往, 一度十分胶着。 Fry因为分组原因, 是一路踩着国外队伍的尸体爬到四墙的, 可以说是目前最将的国外队伍, 所以很多观众丝毫不敢轻视他们的实力。 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却莫想到H4俱乐部以一个干净利落的3比0结束了战斗。 虽然少看了两场比赛, 但观众们同样大呼过瘾, 毕竟, 谁不想看国内队伍干脆利落的调打外国队伍呢? 很多人在比赛过程中也发现了, 似乎这些国内队伍还在继续成长。 H4俱乐部在小组赛跟Fry交手的时候, 似乎还有些不适应大赛的环境, 有些卫手卫脚的, 错过了很多机会。 但是半决赛再次遇到, H4打的就果断了很多, 再加上阵容、战术选择和团队配合方面的原因, Fry俱乐部似乎有些难以招架了。 这些俱乐部的经理们知道内情。 因为在世界赛期间, 这些国内队伍也一直在利用各种机会 一起打训练赛, 共同提升, 共同进步。 总之, 将换这个DGE队队长和黄旺这个二队队长, 顺利地在决赛会师。 各大直播平台上, GOG全球邀请赛决赛的热度直接爆表, 甚至很多直播平台出现了卡死崩溃的情况, 不得不紧急加购带宽。 至于现场就更别说了, 票早都卖完了, 甚至就连新开起来的几个摸鱼网咖3.0电竞生活馆, 外面也全都挤满了围观的玩家们。 总之, DGE全球邀请赛的热度随着总决赛的到来, 达到了最高峰。 有不少人都预测了这次比赛的结果, 而预测主要是基于三场比赛, EK3-2SUK, H43-0FRY, SUK3-1FRY, SUK和FRY的比赛是在昨天打的, SUK获得了继军。 虽然从结果上来看, SUK的实力也明显高于FRY, 但毕竟是个3比1。 所以, 大部分人都觉得, 今天的决赛, EK和H4俱乐部实力应该就在伯仲之间。 而且, 黄旺和姜焕这两位原DGE的队长, 在决赛成功会师, 更是为DGE俱乐部提升了更多的热度。 裴谦坐在台下, 戴着黑色口罩, 看到周围人没有注意自己, 这才敢从下面把黑色口罩给掀开, 把吸管塞进去, 偷偷喝两口饮料。 前年的时候, 裴谦在墨语网咖偶遇了荷安, 总算是把荷安给安抚住了, 没有穿帮。 周五下午, 周六全天, 裴谦都在墨语网咖坐着, 大约有十几个人找他合影, 签名。 大家都把裴谦当成了裴总的演员, 所以, 合影之后, 就不再打扰了。 裴谦觉得, 这种情况可以接受, 所以今天, 才决定来看决赛。 不过考虑到比赛现场的, 几乎全都是腾达玩家, 几乎不可能不被认出来。 所以, 裴谦还是戴上了口罩, 大幅降低被发现的风险。 很快, 解说台的两名解说, 开始分析这次的对局, 对比赛进行预热, 大屏幕上也开始播放宣传片。 比赛正式开始。 现场观众, 按照之前约定好的规则, 为两队加油打气。 EK, 加油! H4, 加油! DGE, 加油! 两边各自加油完毕之后, 全场观众突然一起高喊DGE, 声音竟然比之前都要更响。 裴谦? 坑爹啊! 不仅如此, 导播镜头还非常贴心地, 给到了前排观众举折的应援牌。 EK和H4俱乐部的应援牌都有, 但最多的还是DGE的应援牌。 黄旺, 拳击选手, 在线暴打。 江焕, 没有什么是操作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使劲操作。 Why? DGE的别吸了。 我们DGE是不可战胜的。 DGE, GALG全球邀请赛唯一指定冠军。 GALG全球总决赛决赛。 看完了大屏幕上拍摄的这些灯牌, 赔谦感到很绝望。 DGE俱乐部算是彻底火了, 拦都拦不住了。 赔谦很无奈, 只能不断地安慰自己, 没事, 队员都已经迈出去了。 只要以后招来的队员, 没办法再打出这样统治级别的表现。 只要其他俱乐部的队员们, 也都练成肌肉男, DGE俱乐部就不会再出名了。 决赛打得非常激烈, 双方你来我往, 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张元和亚琳教练坐在下面观赛, 也看得非常投入。 亚琳教练虽然看不懂DGE, 但毕竟这些队员都是他带起来的, 有特殊的感情, 所以还是来到了现场。 虽然看不太懂大屏幕上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但听到现场的欢呼声, 却依旧觉得心潮澎湃, 完全体会到了电竞比赛的精彩之处。 虽然我完全不懂, 但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是怎么回事。 如果能看懂的话, 应该会特别精彩吧。 亚琳教练表情中露出向往。 张元点点头, 嗯, 确实打得很好。 不过, 并不是所有的电竞比赛都能有这种节目效果的。 这其中, 裴总的布局非常重要。 亚琳教练有些吃惊, 愣了一下之后, 小声说道, 怎么? 裴总安排驾赛了? 张元有些哭笑不得, 怎么可能? 裴总是不会弄虚作假的。 他肯定是用更高端, 更自然的办法。 其实刚开始, 我也只是把DGE俱乐部当成一个普通俱乐部在经营的。 但很显然, 裴总考虑的比我长远多了, 他是把DGE俱乐部当成了整个GOD国内联赛的人才培训基地, 成为了所有俱乐部的标杆和表率。 在很多时候, 资本都是盲目的, 无序的, 不可能指望着资本来维护整个联赛的秩序。 而裴总为了引导联赛, 能够更快地走上正轨, 就用了这种一点待面的方法。 先是集中精力, 练出DGE这样两支劲旅, 把所有国内俱乐部全都敲打一边, 让他们明白时代变了。 而后, 将所有队员拆分开来, 为这些俱乐部补气短板, 同时用队员们培养起来的意识, 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所有俱乐部的竞技水平。 这样一来, 不仅确立了国内队伍对国外队伍的实力碾压, 也让国内队伍的实力更加均衡。 前者可以保证国内队伍对国外队伍实力碾压, 激发国内玩家的自豪感。 后者可以保证决赛的两支队伍实力相近, 你来我往, 打出精彩绝伦的比赛。 做到这些, 比赛的观赏性能不好吗? 看来, 在我获得最佳员工想要成立一个电竞俱乐部的时候, 裴总就已经算到了这一点, 不仅解决了DGE俱乐部和托管健身房的盈利和宣传问题, 也为GOG这款游戏建立了良好的竞技生态, 简直就是一举多得。 李亚琳听得频频点头, 虽然有点不太明白, 具体是怎么回事, 但只要知道裴总牛逼就够了。 双方用尽浑身解数熬战5G, 黄望和江焕轮流Carry, 但最终还是H4俱乐部整体实力更胜一筹, 成功拿下了冠军。 江焕虽然五局比赛都发挥完美, 但毕竟EK的磨合比H4还是稍差了一些, 遗憾落败。 但江焕的表现已经征服了全世界的玩家, 在很多人心目中, 他已经是最将的上单选手。 H4俱乐部站起身来, 跟EK俱乐部的队员们一一握手。 黄望和江焕拥抱了一下, 虽然以你的感觉很爽, 但不得不承认, 还是你强一点。 江焕微微一笑, 没关系, 都一样。 不管我们谁拿冠军, 冠军都属于DG。 黄望兴奋地点头, 没错。 舞台下方喷射出灿烂的火花, 金色的雨从天上飘落。 H4俱乐部的队员们狂喜着冲向舞台中央的冠军奖杯, 迎接他们的是山湖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H4的打野庞令激动地冲到奖杯前, 双手握住奖杯的腰部, 想要试着举起。 然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奖杯竟然纹丝不动。 以至于庞令有些纳闷, 这奖杯难不成是汗死在颁奖台上了? 否则怎么连动都不带动的呢? 黄望呵呵一笑, 喳喳。 他伸手握住奖杯的细腰, 手笔上的肌肉融起, 直接单手举过头顶。 在这个瞬间, 台下无数的闪光灯亮起, 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黄望粗壮的胳膊高举着硕大, 沉重的奖杯天空中金色的雨缓缓飘落。 坐在台下看到这一幕的裴迁, 头上缓缓地飘出一个问号。 没记错的话, 这奖杯不是28公斤吗? 将近60斤啊! 这是让你们五个人一起举的。 你个磨脑子的肌肉男。 裴迁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黄望举奖杯的这幅图, 不会又要上热搜, 变成DGE俱乐部和托管健身房的火广告吧。 一个破奖杯, 都能被刺我。